我明明只是修炼了十万年,才飞升上界的废材 可我飞升这一日,却引得整个仙界轰动 无数仙界的顶级宗门,纷纷出动门下所有弟子 只为第一时间,迎接从下界飞升而来的我 只因我在下界修炼十万年,却始终无法飞升 而门下无数弟子,一个个都飞升仙界,成为一方大佬 就连我收养的大黄狗路边捡的白猫 救助的小鸟,全都渡劫圆满,得到飞升 就在我抱怨天道不公时,系统提示音响起 十万年前道大圆满,奖励宿主渡劫飞升 这一刻我差点激动地快哭出来,随着系统声落下 一阵恍惚过后,我出现在一个圆形水池一样的地方 水池的四周刻画着密密麻麻的奇怪符文 这,路然有些疑惑,这和想象中的仙界不一样啊 而且,在水池边上,有七八个人正伸长了脖子望向路然的方向 带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老家,我问一下,这里可是仙界 路然礼貌地问道 先理个头啊,这里是灵剑 小兄弟,帮个忙,把我家小姐带出来 带头的中年男子笑呵呵地说道 灵剑? 路然有些迷糊,还没搞清楚自己这到底是飞升了 还是没飞升 他四下看了看,终于在身后发现了一个女孩 他仰面躺在水里,浮浮沉沉 身上的衣服撕裂了好多口子 有些地方烧焦了一般,还有不少伤口 但在这水池里,女孩身上的伤口正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这大概就是他家小姐了 路然随手将女孩抱了起来 因为女孩本来穿着沙质泥肠 被撕裂得破破烂烂的,又泡了水 路然这一抱,就仿佛女孩没穿衣服一般 入手绵软,温润如玉 因为女子身材娇小 先手,路然一只胳膊从女孩背后抄起 手则覆盖在了馒头的一侧 下意识捏了捏,手感,不错 妈的,大胆 中年人身后的几个青年,牙子欲裂 其中一个更是骂道 小鼻仔子,你给我松手 否则老子一会儿直接砍了你 文言 哦,路然直接松手 普通,女孩重新跌入水里,脸朝下的那种 那火人的脸都在抽搐着 眼神仿佛要吃了路然 还是带头的中年人名室里 笑呵呵地说道 小兄弟勿怪 劳烦你将我家小姐带出来就是 路然翻了翻白眼 到底要不要让我带出去 倒是路然发现 这些人似乎无法进入这水池范围 中年人呵呵一笑 道 当然,当然 劳烦你了 路然这才重新将女孩抱了起来 直接走出了水池 打算要是这帮人敢动手 他立刻又缩回来 出了水池的范围 中年男子立刻将女孩接了过去 而他身后的一个青年 直接嘶吼着 就要上来和路然拼命 徐强 中年男子一声呵斥 瞥了眼路然 道 飞升不易 他也不是故意的 算了 路然则问道 这里真的是仙剑 中年人摇了摇头 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刚飞升上来的都这样 你不用怀疑你 飞升成功与否 只是这里不是仙剑 而是灵界 简而言之 下界飞升 不是往仙界飞升的 而是会来灵界 那水池 是洗仙池 来天道生成 分布九州各地 飞升者上来后 就是在随机的洗仙池出现 淬炼你们的肉身 同时 你难道没感受到 体内的气 已经转化为灵力了吗 文言 陆然赶紧内视自己的身体 果然 身体强度比飞升前强了 不知道多少倍 丹田石海内所谓的气 正在转化 只是因为太多 转化的速度比较慢 这也就是个叫法 因为陆然飞升前 就管体内的气 叫做灵力的 经过中年人这么一解释 陆然懂了 意思是 飞升灵界 从头开始 陆然有些郁闷 这和他想象中的飞升 可不一样 这不就是换了个世界 重新开始修炼吗 中年人摇了摇头 道 也不完全是 灵界有本土人士 需要从基础炼器开始修炼 也有很多资质平庸者 无法踏入修炼 沦为平民百姓 只不过这里是灵界 灵气浓郁 他们的修炼速度要快得多 而且 无需渡劫 修炼到渡劫大圆满 境界会直接提升到真弦 陆然听得愈发郁闷了 妈的 在灵界出生的人 根本不需要渡劫 他在下界 苦等那一丝天道气急十万年 还有 真鲜 陆然大概明白 这是飞生者的初始境界 也就是渡劫大圆满之后的境界 对了 你不是说 飞生者是出现在随机洗仙池的吗 你们怎么知道 你们家小姐 会在这个洗仙池出现 陆然好奇地问道 这很重要 因为 如果能够精准定位 为何他的弟子 一个都没来 我们元阳星 有我们独有的血脉牵引之法 其他星球的人是学不了的 中年人随口道 刚说完 忽然想起什么 刚问道 对了 你是哪个星来的 我们师尊 还吩咐 我们在周边 洗仙池 或者接人来着 陆然沉吟了几秒 叫什么星他不知道 但大陆是叫玄天大陆 于是道 玄天大陆来的 中年人点了点头 我想也是 九州之大 哪能那么巧 就找到师尊要找的人 说完 看向陆然继续道 我叫沐云宗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入我们大罗建宗 当弟子 陆然问道 不 飞生者真仙之境 可以直接做管事 或者客亲 沐云宗说道 也行 陆然点了点头 反正暂时没地方去 直接入宗当关 了解了灵界后再做决断 顺便找找徒弟们 沐云宗黑黑一笑 道 放心 我们大罗建宗 宗主苏月灵 见到绝伦 一手混原棒子剑绝 方圆千里无敌手 绝对的超级宗门 听到这里 陆然心里咯噔一下 苏月灵 混原棒子剑绝 这不就是一万三千年前 那个见到天赋不错的小胖妞吗 就连剑绝都是陆然自创的 混原棒子剑 谐音混原胖子剑 用来调侃小胖妞 每次都气得那小家伙四处乱蹦 当然 后来随着剑道修为不断提升 苏月灵也出了的婷婷玉力 不胖了 那丫头都开宗立派了 这时 沐云宗随手丢出去一个圆盘 那圆盘迎风就长 不多时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墨盘 散发着清光 虚空悬浮 走吧 我家小姐还在昏睡 可能是劫雷伤了经络 不过并无大碍 沐云宗说了句 身后弟子纷纷跳上圆盘 陆然紧随其后 接着 圆盘冲天起 陆然好奇地盯着脚下圆盘 这玩意 好东西啊 虽然无法判断具体品阶 但比陆然在下界系统 签到给的所有法宝都要好 这是什么品级的法宝啊 陆然问道 灵宝 需要灵界灵力驱动 下界是不存在的 便是在这灵界 也是珍贵非常 极难获得 沐云宗随口解释了一句 满脸的得意自豪 难怪 陆然念头一动 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各项能力都还是满的 今天也还没有签到 陆然直接选择签到 钉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灵宝赤龙宝甲 果然 在灵界签到 就是不一样 给的修为也成了灵力 而不是下界那种气了 甚至 还直接给灵宝 系统还是系统 这不要开始起飞了吗 那是乾坤袋 里面已经放着一件黑色的 覆盖着龙铃的宝甲了 其实 原本陆然还不是很确定 这个苏月灵 到底是不是当初那个小胖妞 虽然坚决也高度契合 但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万一就是巧合呢 可是 等沐云宗带着陆然 来到大罗建宗的一瞬间 陆然就确定了 不会错 就是当初那个小胖妞 倒不是陆然见到了苏月灵 而是看到了阎武场前 一面插入地面的黑色石碑 那其实不是石碑 而是苏月灵当初飞升前夕 陆然亲手打造送给她的神兵 梁天齿 曾经往事一幕幕扶上心头 陆然回忆起了 当初那个爱吃西瓜的小胖妞 整天围在自己身边打转的日子 她忍不住走上前去 想要摸一摸凉天齿 喂 小子 你干啥呢 沐云宗吓了一大跳 赶紧拦住了陆然 怎么 陆然一论 我跟你讲 这东西可是宗主最喜爱的东西 他每日都要来此驻足 寻常弟子是不允许碰的 沐云宗叮嘱道 哦 陆然看了眼亮天齿 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走吧 先安排你住下 等我家小姐醒了 就带你们俩去见大长老 安排你们的职位 沐云宗不宜有他 说道 陆然应了声 私下看了看 疑惑道 门内弟子好像并不多 沐云宗顿时皱眉道 小瞧我们大罗见宗了不是 眼下宗妹弟子都去找人了 留守的当然不多 就连宗主都出去了 陆然想起沐云宗之前说过的话 要找的是什么人 陆然好奇地问道 告诉你也无妨 男性的飞升者陆然 沐云宗毫不忌讳地说道 果然 陆然瞥了眼天边的灯仙堡 先前中年人介绍过这东西的作用 想来 苏月灵就是看到灯仙堡 所以才派弟子找他的 就是这个蓝星 指的难道是悬天大陆 想找到是没什么希望了 九州之大 岂能那么巧出现在我们这下周僻壤之地 那蓝星又没有我们那独有的血脉牵引之术 鬼知道那陆然飞升到哪里去了 沐云宗嘀咕着说道 之后 就带着陆然先去安排住宿了 怎么说也是真仙 住宿条件是真不错 竹林深处的几间清幽小屋 门前一大块空地 旁边则是云海断崖 好一个仙山桃源 陆然很满意这个地方 你休息便是 我家小姐醒了 我会派人来通知你 之后 沐云宗就走了 陆然回到屋里 那是自己的身体 灵力还在转化 但他十万年来 牵到获得的无数器 依旧还在缓慢地转化 有趣的是 随着转化 灵力越来越多 陆然能感觉到 自己的境界也在快速地提升 嘿 这十万年来攒下来的修为 倒也不浪费 短时间内 起码是不用修炼了 陆然欣喜地嘀咕道 而且 这转化速度 绝对比修炼快太多太多了 伴随着每日迁道 还会继续给灵力 和下界一样 根本就不需要修炼吗 接着 陆然念头一动 将储物代理 新获得的赤龙宝甲 拿了出来 放在手里 翻来覆去地倒腾 不错 不错 确实是好东西 陆然满心欢喜 认主之后 也知晓了这宝甲的作用 寻常可以穿在身上 充当防御法宝 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发动赤龙护体 研究好后 陆然将宝甲穿在身上 随后走出小屋 在断崖边的躺椅上 躺了下来 眯着眼望着 头顶的万里晴空 心里那叫一个舒坦啊 飞升虽然和陆然 想象的不一样 但结果是好的 不用修炼 继续迁道就行 还能见到自己那些徒儿们 小日子那叫一个舒坦 而同一时间 一道倩影凌空虚度 自天边来 苏月灵回来了 大长老苏妹的大殿内 沐云宗 小心翼翼的躬身 站在不远处 两人 苏妹有些诧异 随后反应过来 陈寅道 昨日 听闻你们家族 也有一个姑娘今日飞升 她可是其一 沐云宗急忙点头道 正是我沐家大小姐沐瑶 眼前的苏妹 就是大罗建宗的大长老 也是当初苏月灵开宗立派之处 其中的一个参与者 苏月灵的好姐妹 过程可还顺利 苏妹随口问道 并无意外 只是劫雷入体 伤了经络 我已经为她服了丹药 几个时辰便可苏醒 沐云宗道 闻言 苏妹立刻神色袭击道 那另一人 来自何处 听得出苏妹的期盼 但沐云宗只能摇头 道 并非来自于蓝星 苏妹自然是失望的 眼神微微一暗 她当然知道 苏月灵对陆然的出现 有多期望 但想想 九州之大 陆然正好从大罗建宗范围内的 洗仙池出现的几率 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还真是羡慕你们 原阳心的血脉牵引之法 可惜其他心的修仙者 因为体质和血脉的关系 是无法掌握的 苏妹感叹着说道 事实上 原阳心在九州的人不少 而且势力挺大 原因就是 他们的血脉牵引之法 能迅速地将本族人牵引而来 凝成一股绳 其他心的人 大多各自为战 九州之大 想要找到老乡 只能靠运气 恰在此时 刷 一道倩引闪烁而入 出现在沐云宗不远处 看清楚来人相貌后 沐云宗吓了一大跳 急忙拱了拱手 道 见过掌门师尊 苏月灵则直接问道 我听闻你负责守着的洗仙池 出了两个非生者 仿佛知道苏月灵想问什么 沐云宗直接道 是 其中一人 是我用原阳心血脉牵引之法 牵引而来的我家小姐 另一人 我询问过了 并非来自于蓝星 直接打消苏月灵的希望 绝不含糊 否则磨磨唧唧给苏月灵希望越大 她越失望 发起火来就不好处理了 果然 苏月灵的神色也立刻暗淡了下去 沐云宗知道自己不便久留 于是道 我家小姐几个时辰就能苏醒 到时候 我带她和另外一人前来安排职位 以往 苏月灵在的时候 都是苏月灵来安排的 但现在 苏月灵根本没有那个心情 于是看了眼苏妹 道 你全全处理吧 苏妹苦笑着点了点头 道 不着急 沐云宗 你家小姐经络受伤 今晚好好休息 明日一早再做定夺吧 沐云宗当即点头 离开了大殿 她这才想起来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那和小姐一起飞升上来的家伙 叫什么名字 选什么大陆来的那小子 还不知道名字 明日一早问问 沐云宗沉印道 大殿内 只剩下苏月灵和苏妹 苏妹并非蓝星人 而是当初和苏月灵 出现在一个喜仙池的 因为都姓苏 性格相投 还都是剑修 很快就成了要好的姐妹 之后 又兜兜转转 和几个剑修姐妹一起 创建了大罗剑宗 苏月灵以混圆棒子剑 独占熬头 担任宗主之位 其余姐妹则是长老 到如今 也一万年出头了 月灵 不必纠结 你师父她 既然已经飞升来到灵界 总有见面的时候 苏妹安慰着说道 可是 她刚刚飞升 只有真仙境 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 怎么办 苏月灵很是担心 那不能 你那师门规模之大 举世罕见 便洒九州 昨日登仙榜 想必都注意到了 总有你的师兄弟师姐妹 能够找到她的 苏妹继续说道 呼 苏妹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点头道 希望如此 这几日 大罗剑宗范围内的喜仙池 继续加强巡视 我师父她在下界孤苦十万年 我不想她飞升上来 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苏妹点了点头 沉吟了几秒 忽然又想到什么 对了 那意见隔前几日又派人来 不用理会 苏月灵直接打断了苏妹的话 眼下 她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心思 我知道 已经回绝了 只是唯恐那剑帝 耐不住性子 再来挑衅 这个结果眼上 大罗剑宗门下弟子 多出去巡视喜仙池了 宗内人手不足 苏妹担心道 剑帝 苏月灵挑了挑眉头 道 狗屁的剑帝 她也配 只是自封的一个虚名罢了 论剑道天赋 哪怕这灵界九州之大 也绝无可能 有人能比得过我师父 看得出苏月灵的得意和自豪 以及那冲天的自信 搞得苏妹都有些好奇 就算是苏月灵的师父 刚刚飞升 才真先进见 剑道天赋能有多高 她哪里知道 若然在下界的时候 早就通过迁道 将剑道天赋点满了 不 不单单是剑道天赋 炼丹 炼气 阵法等等 全部满集 总之 这几日 宗内的事物 你全权处理就好 我去转转 看看其他弟子有没有消息 苏月灵沉映着说道 说完 立刻又离开了大殿 此时此刻 断崖竹林外 路然还在堂椅上享受生活 这平堂感受和在下界昆仑之巅平堂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在下界就如囚龙十万年无法挣脱 在这里大千世界 朱斑美好等着他去探索 当然 还有那当初亲手送上来的无数徒儿们 他百无聊赖 继续研究系统 下界十万年 最初系统签到会给随机的天赋点 给修为 给丹药 给法宝 但是随着路然天赋全部满集 法宝多得用不了 修为攀升到杜结巅峰 系统也就啥也不给了 但每次签到 还是强行给修为 搞得路然丹田内的气 浩瀚无边 寻常杜结飞升者 体内的气就是一片池塘 而路然的气 如浩瀚汪洋 洗仙池内出来 被灵界规则迅速转换为灵力 境界提升到真仙 便完事了 但路然 那浩瀚汪洋一般的气 要转化完成 还不知道多久 眼下 躺了几个时辰的路然 点开系统 查看自己的境界 当前境界 真仙六重天 六重天 大境界之间的小分层 貌似和下界差不多 就是这提升速度 有点快啊 路然感叹道 能不快吗 体内的气源源不绝 跟充电宝似的 无穷无尽 不断转化为灵力 提升境界 根本就不需要修炼 每天千道 还能额外给灵力 简直 不把天道放在眼里 那沐云宗 怎么还不来 月灵那小胖妞 也不知道回来没有 路然有些坐不住 可小胖妞 也一万多年 没见了毕竟 要不 出去转转 兜兜转转了几个时辰 路然是发现了 这没给身份 就是不方便 很多地方去不了 但即便如此 路然也很欣慰 这硕大的宗门 治理得井井有条 没想到月灵那丫头 还挺会经营的 日落西山 天色渐暗 路然来到盐武场 助力在亮天尺前停了下来 当初送给苏月灵梁天尺 没想到到了灵界 成了废天了 下界威力绝伦的梁天尺 在灵界 怕是连一件最垃圾的灵宝 都算不上 而且 本身是需要下界的气来驱动的 在灵界被天道规则 转化为灵力之后 这梁天尺 也无法动用了 苏月灵没舍得丢 就插在这盐武场了 大罗剑宗弟子日夜走过 总能看到 仿佛这就是大罗剑宗的根基 灵宝 陆燃已经有一件了 他也不急 签到每天给的奖励随机 偶尔报机 奖励品级更高 更丰厚 灵宝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新来的 背后忽然传来一个 轻烈如全的声音 陆燃回头看了眼 发现是个极美丽的女子 她一身鹅黄色锦衣霓裳 地位在这大罗剑宗 多半尊崇无比 对 今日刚飞升的 陆燃道 沐云宗所说另外一人 便是你了 我叫苏妹 大罗剑宗大长老 苏妹笑着打招呼道 哦 这个就是大长老 辅佐苏月灵 治理大罗剑宗的人 见过大长老 骆然拱了拱手 就算行礼了 本身飞升者真先进戒 就不是弟子 而是客亲 作为客人和外缘一般的存在 所以不需要那么繁杂的理解 刚飞升 可能有诸多不习惯 待久了就好 我们这大罗剑宗 不敢说独霸下周 但千里之内 也算独树一帜 你待在这里 等到熟悉灵界了 想走 我们也不拦着 苏妹很看得开 说道 说完 想到什么般问道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骆然差点脱口而出自己的名字 但想了想 改口道 叶南 叶南不是假名字 而是骆然穿越 悬天大陆前的名字 在悬天大陆的时候 骆然无法飞升 闲来无视游走时间 偶尔用叶南这个名字 毕竟在悬天大陆 骆然的名头 实在是太响亮了 之所以不说真名 其实骆然有自己的小心思 现在整个大罗剑宗 都在大呼小叫地找骆然 他一说 消息立刻传给苏月灵 那惊喜不就没有了 一万多年没见了 这么枯燥的见面方式 着实无趣 他要亲自出现在苏月灵面前 给她一个惊喜 这是梁天使 虽然不是什么宝物 但在本宗 却是最为至关重要的 作为克卿 你的自由度很高 但此物 切记不要随意触碰 那是宗主最为真爱之物 苏妹看路然盯着亮天使 便提醒道 她这么一说 路然心里反而喜滋滋的 那小胖妞 还算有良心 今晚早些歇息吧 以你现在的身份 在宗内行走诸多不便 明日成会 我宣布了你克卿的身份 发了令牌 就好些了 苏妹道 你人还挂好嘞 路然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女子陪在苏月灵身边 的确不错 之后 路然回到自己的宿舍 在断崖边 享受着夜晚的小风 苏妹则和苏月灵会合 统计今天弟子们的消息 但结果显而易见 还有部分弟子在洗鲜池之首 但过了今晚子时 多半 是没什么机会了 苏妹沉吟着说道 虽然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了 但苏月灵 还是很失望 点头道 无妨 希望同门师兄弟师姐妹 能够顺利接到师父 既以飞升灵界 总会见到的 苏月灵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对了 方才我见到沐云宗所说的飞升者了 还是个帅小伙 苏妹调侃着说道 能有多帅 有我师父帅吗 我师父最帅 苏月灵接过话头说道 苏妹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只要牵扯到苏月灵的师父 她就必须吹嘘一番 仿佛在苏月灵心目中 这九天十地 六界众生 那陆燃就是唯一 真神一般 苏妹有些不以为然 直到苏月灵是雏鸟情节 对她师父太过于依赖了 一日清晨 阎武场上人山人海 就这还是大批的大罗剑宗弟子在外 没敢回来 苏月灵坐在阎武场前的高台宗主之位 看着下面的人群 神色有些落寞黯然 昨晚职守的弟子消息 也都传回来了 没有陆燃的消息 虽然也接到了几个飞升者 拉拢了回来 但作为客卿 他们随时会走 只能充当宗门临时占领 而且还不牢靠 所以苏月灵并不是很在意 陈慧是大罗剑宗传统 大概就是调整宗那一些事物划分之类的 偶尔大会 宗主和长老们会公开授课 只是今日 苏月灵显然没有那个心情 简单交代 许了客卿的身份 便散会吧 苏月灵对身边的苏妹说道 其余几个长老皆是女子 看到苏月灵无精打采的样子 都打心眼里有些心疼 但没有办法 昨天已经过了 没有消息 就是没有消息 灯仙榜不会说谎 昨日大罗剑宗接管的境内 所有洗鲜池都没有找到人 那就只能说明 陆燃的飞升点并不在这块区域 此时 延武场边缘 陆燃已经被沐云宗喊过来了 她身边站着的 是沐瑶 就是昨天那个女孩 她伤势已经恢复 神采意义 换上新的衣服 简单梳妆了一番 别说还挺好看 此时正和陆燃聊得火热 反而陆燃有些心不在焉 眯着眼睛 看着延武场前的高台 高台之上 宗主之位 那熟悉的面孔 一万三千年来 并未有太多变化 只是对比飞升前的活泼灵动 多了些许的沧桑 陆燃忍不住有些心疼 当初在下界 苏月灵这小胖妞 就不太会照顾自己 飞升仙界后 一个人支撑到现在 怕也受了很多苦难吧 喂 叶南 你这是什么眼神 太变态了吧 那可是宗主 你个色皮 身边木瑶看 陆燃不搭理她 立刻不满道 这木瑶倒是自来熟 活泼得很 陆燃尴尬地收回视线 还没回话 一旁的沐云宗便道 宗主苏月灵 那可是无数人的梦中女神 你小子给勾了魂 也属正常 但一会儿到了宗主面前 可不能这样放肆了 陆燃耸了耸肩 道 我尽量 陆燃看了眼高台上的苏月灵 她眉眼低垂 明显性质不高 有时候还愣愣地发呆 木云宗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打算带着陆燃和木瑶 以及周围其他新的愿意 加入大罗剑宗 成为客亲的飞升者过去 可就在此时 九天苍穹之上 传来一声哈哈大笑 声音不是很大 但却如雷云滚滚 立刻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高台上 发呆的苏月灵一惊 抬头看去 秀眉立刻就醋了起来 易剑阁天上是一柄宝色长剑 造型精美 夸张 仿佛一只万年飞棚 悬停在那里 上面依稀能看到七八个人 站在一名中年男子的斜后方 木云宗眉头一皱 道 妈的 这货怎么又来了 陆燃看了眼木云宗 问道 你认识 木云宗叹了口气 道 剑帝陆青山 易剑阁的阁主 经过木云宗的解释 陆燃才明白 大概是怎么回事 一万多年前 大罗剑宗再次开宗立派 千里之内 还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宗门 八千年前 一个号称建帝的男人 在距离大罗剑宗百里外的离山 创立了易剑阁 按理说 大罗剑宗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苏月灵 以及诸位长老都是女子 本就不喜好争斗 便没有理会 那之后 易剑阁迅速发展 本该井水不犯河水的 但那陆青山 逐渐盯上了苏月灵的混员棒子剑决 甚至还基于苏月灵的美貌 打算和苏月灵 结为剑修道旅 并合并易剑阁 和大罗剑宗 这么不要脸 陆燃眉头一皱 小徒弟的婚事 是小徒弟的自由 但听木云宗说 苏月灵明显不乐意 但那陆青山 依旧死缠烂打 恬不知耻 就连剑帝的称号 也是自封的 修仙者到了先人之境 外貌年龄 已经是次要的了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 没准都没有一个青年年纪大 譬如陆燃 千到十万年 绝世老古董 但年龄不是问题 外貌得考虑啊 苏月灵看上去 虽然没有非生前那么稚嫩 但也算是少父级别的 可这陆青山 一副中年发福的样子 他也配 的确不要脸 但没办法 这陆青山的实力不俗 易剑阁弟子好斗 大罗剑宗轻易不与其摩擦 木云宗说道 陆燃暗点头 这的确是苏月灵的性子 他不为自己 而是为这大罗剑宗的 无数弟子着想 两个宗门争斗 死伤难免 这陆青山 就那么厉害 陆燃沉吟道 废话 据说境界已经达到了 上仙五重天 木云宗面色严肃地点头 上仙 那是什么境界 听起来很屌 陆燃惊道 真仙之后 便是上仙 陆燃宗解释着 啊 陆燃嘴角抄了抄 还以为多刁呢 真仙之后就是上仙 陆燃内视了 一下自己的境界 昨晚睡了一觉 灵力自动转化 现在已经真仙九中天了 马上就真仙巅峰了 过了真仙 就是上仙 这陆青山八千年前建宗 修炼时间起码也上万年了 到现在才上仙五重天 而且 木云宗所说 这陆青山境界 还在苏月灵之上 陆燃瞥了眼高台上的苏月灵 不应该啊 苏月灵的天赋不错 怎么一万三千年了 都没到上仙五重天 木云宗看陆燃一脸古怪 顿时眼睛一瞪 你这是什么表情 以为仙人修炼很容易 飞升前的修炼 和飞升后的仙人之境 是不一样的 天赋好 几百年就能渡劫飞升 但飞升之后 每走一步 都难比登天 我飞升一千四百年了 现在才真仙四重天 越往后 难度越大 速度越慢 你现在还认为修仙很容易吗 陆燃听得一阵愕然 他大概理解木云宗的意思 明白是咋回事了 飞升后的仙人之境 提升极为缓慢 木云宗一千四百年 才到真仙三重天 可是陆燃昨天下午躺平 享受了一下午 就真仙六重天了 昨晚睡了一觉 今早起来 真仙九重天 对陆燃而言 的确不难 没准再过两天 就直接晋级上仙之境了 那苏月灵呢 境界如何 陆燃问道 上仙三重天 木云宗如实道 陆燃闻言 有些哭笑不得 苏月灵飞升一万三千年 如今才上仙三重天 陆燃昨天飞升 今天就差点真现巅峰了 而且 那些后来飞升的 苏月灵的小师妹 小师弟啥的 估计境界就更低了 对了 还有昨天飞升的唐英若 那丫头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这时 天上的陆青山 已经踩着飞剑 降低了高度 但不愿意落地 反而居高临下地看着苏月灵 月灵 许久未见了 你可还好 陆青山笑呵呵地说道 我跟你很熟 苏月灵连起身都懒得起身 随口回了一句 没找到师父 苏月灵本就心里烦躁 这个结果眼上 陆青山还来挑衅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被当众扶了脸面 陆青山脸色微微一僵 眼神闪过一丝阴厉 但转瞬即逝 依然笑呵呵地说道 无妨 我今日来 没别的意思 你大罗剑宗 与我一剑格 也算有宗 今日前来 只为切磋 论道 嗯 苏月灵眉头一挑 淡淡道 你要和我打 莫非真以为我怕了你 她虽然境界的确不如陆青山 但同一境界 相差并不是很多 反而师父授予的混员棒子见诀 足够弥补境界差距 不不不 你我二人没什么好切磋的 身边这几位 是我意见格几位弟子和客卿 特此前来论道 陆青山摆手说道 苏月灵眉头一簇 论道 所谓的论道 比拼的不是实力 而是建议 见到天赋感悟 好端端的 这陆青山带弟子 跑来比这个 提及建议 苏月灵又想起了 那一天 没个正行的师父 普天之下 若论建议 谁人能比得过师父 此时 人群中 陆然也来了兴趣 对沐云宗问道 那什么 要是比建议 我有资格参加部 沐云宗瞥了他一眼 道 你是客卿 有资格 但不建议 会死得很惨 意境被迫 你这见到修炼 也就到头了 文言 陆然咧嘴一笑 开玩笑 比实力 他还弱了点 但论道 他见到满级 身边的沐瑶 也在看热闹 文言 立刻瞥了眼陆然 胳膊肘对了对他 咱俩在这灵界 不说仙人之下 仙人之境内 就是新手小喽啰 你上去和人家拼建议 你是活腻了 陆然撇了撇嘴 下界千到十万年 活腻了的感觉经常出现 就是穿越一趟 没舍得死 但现在 灵界大好山河 等着他去逛 无数徒儿等着他团聚 他可不想死 大概这就是自信吧 来自于系统的自信 论到不比切磋 这玩意 歹毒的多 沐云宗介绍着说道 算是灵界的一个陋席 如果只是切磋 双方点到为止 狠一点的受点伤 就算场面失去控制了 也有大佬可以插手阻挡 但论道 剑一比拼 双方已经水辱交融 难舍难分 一不小心 那就是意境崩碎 剑一崩碎的后果可想而知 不仅自身受伤 境界受损 连带着以后的剑修生涯 都一眼望到头了 那是剑修的根界 所以 一般情况下 没人愿意论倒 哪怕是那些天赋妖孽的天才 也唯恐出现什么意外 这种后果 苏月灵当然也知道 但却琢磨不透 这陆青山到底要干啥 仅仅是为了挑衅 这时 陆青山再次开口 我意见阁虽然建宗时日 不如大罗建宗 但我自信意见阁的教导能力 今日一比 你我打个赌如何 果然有目的 什么意思 怎么赌 苏月灵随口道 你我二人包括长老辈 不参与 不插手 徒子徒孙包括客亲 都可以上 随便比 我的人胜了 你与我结为道理 大罗建宗并如我意见阁 我意见阁也愿意广纳门徒 同时 愿意付出你大罗建宗弟子 现在岳奉的双倍 后面这句话 大概是为了安抚 厄拉拢大罗建宗弟子 但不得不说 着实有效 大罗建宗弟子众多 并不是每个人都 那么有归属感的 尤其是外宗弟子 天赋平平 每日操劳 就是为了每个月的那点修炼资源 如果意见阁愿意给双倍 且不说今日这打赌结果如何 等到陆青山走了 怕不是有很多弟子 都要离开大罗建宗 转而去意见阁了 如此一来 意见阁的整体宗门实力 更要压大罗建宗一头 即便苏月灵不从 也能逐步蚕食 阴险 陆然听完 直接骂了一句 活了十万年了 这陆青山撅屁股 就知道他拉什么使 苏月灵也大概看穿了陆青山的意图 陆青山知道 苏月灵不会轻易打赌 也不那么笃定 今天可以拿下苏月灵 但只要一个小心思 就能撬走大罗建宗那么多弟子 血赚 苏月灵咬紧牙关 即便是知道陆青山的意思 他也没办法解决 提高现在弟子的岳峰 不可能 本身给的就不少 提高双倍 大罗建宗支撑不了多久 就要被掏空 本身找不到师父 苏月灵就烦躁 这陆青山还要来玩心思 苏月灵当即就打算拒绝 赶人 至于那些墙头草弟子 随意吧 爱留不留 可苏月灵还没说话 大胆 我大罗建宗掌门师尊 岂能被你如此轻浮 一声愤怒的大吼 人群中 走出来一个身材健瘦的青年 手中长剑已然出窍 范勇 不可冲动 苏妹吓了一大跳 这范勇 是她做下弟子 虽然天赋的确不错 也领悟了建议 且三年前达到真仙境界 但说到底 还是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而且 她这一战出来 不相当于是应战了吗 不相当于是替苏月灵 答应了这个赌局吗 蠢货 陆然叹了口气 摇头道 的确有点冲动 脑袋大 脖子粗 头脑简单 木瑶也忍不住说道 偏偏泛勇一腔热血 头也不回地说道 师父放心 我大罗建宗 不若她一剑格 说完 一脚踏出 砰 脚下石板地面 四分五裂 方圆五米范围 硬生生下她三寸 无数青黄色剑气 缭绕周身 刚风徐徐而起 要知道 这还只是展现剑意 并未动用攻击招数 敢站出来 这范勇 多少还有点东西 早听闻大罗建宗 大长老苏妹坐下 有位天赋绝伦的天才 杜杰七 就领悟了天罡剑意 这么一看 还真有点东西 伴随着一声轻笑 陆青山身后 一个身穿白色锦衣的青年 直接潇洒地跳了下来 身轻如燕 步履轻轻 落地的一瞬间 一把长剑 同样出现在手里 鞋子里拎着 淡淡道 意见阁陆绍阳 领教 说完 不给大罗建宗 反悔的机会 深吸一口气 一股热浪滚滚而出 裹杂着自身的剑意 和范勇的天罡剑意 交织在一起 他就是陆绍阳 沐云宗惊一道 这次 不等陆然和沐瑶询问 沐云宗就介绍道 这陆绍阳 是陆青山的儿子 传闻三百年 就领悟了结伙剑意 四百年度劫飞升 八百年就真仙五重天 一千年真仙八重天 是个奇才 剑意刚猛 侵略性极强 不输泛勇的天罡剑意 陆然却听到了 另外的重点 这陆青山 有啊 陆然眉头一挑 那他妈 还敢惦记我家小胖妞 想屁吃呢 可能是前妻 具体不太清楚 要么就是死了 沐云宗耸了耸肩说道 陆然这才重新 看向战局 双方剑意交织 各自原地不动 自身伶俐 也隐而不出 完完全全的意境比拼 这和论道有鸡毛关系 这就是争强好胜的 陆席产物罢了 骆然迪不倒 没有丝毫作用 只为了镇压别人 凸显自身天赋 装得逼而已 九天之上 陆青山得意洋洋 满脸自信和笃定 高台上 苏月灵却眉头紧锁 骑虎难下 且不说赌约 只单单是门下弟子 比拼建议 如果输了 怕是更重了 那陆青山的计谋 沐云宗身为客亲 都担心得紧 尼南道 这范勇虽然境界低 但连我都没有领悟的 建议他都有 应该不会输 一旁的木瑶 鸡着米般地点着脑袋 表示同意 但陆然却撇了撇嘴 道 那范勇 已经废了 总有人说 意境这个东西 纯靠感悟 说不清 道不明 但对陆然而言 却很简单 很清楚 这些人 也许是从未达到过巅峰 所以对前路模糊不清 就比如眼前的陆绍阳 和范勇 两人的意境交织在一起 四周的弟子 纷纷退出一大段的距离 唯恐被意境伤到 但要看 看不明白 有点类似于陆然前世 还在地球的时候 两个老外拼中文 其余的老外 本身就对中文一窍不通 自然看得迷糊 听得猛逼 但陆然 却能一目了然 谁说的好 谁说的差 甚至于 见到满级的陆然 在看各种建决建法 也都像是看中文教材一样 脉络清晰 一目了然 眼下 范勇和陆绍阳 正在拼意境 范勇的天罡建议 看起来唬人 但在意境感悟和质量上 距离陆绍阳 还有断距离 所以 范勇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一点 建议感悟更高的见敌陆青山 自然看得出端倪 所以自信满满 高台之上 苏月凛脸色微微发白 他自然也看得出 可惜 无法阻挡 不能插手 倒不是因为陆青山的赌约 而是因为意境这个东西 但凡是和其他人开始拼 外人就无法拆开 强行打断 对正在论道的双方 都是灾难 陆然身边的沐瑶听后 疑惑地看了眼陆然 他之所以和陆然自来熟 一方面是因为沐瑶的性格 另一方面 两人来自于不同星球 却出现在同一时间 同一个喜仙池 沐瑶相信缘分 仿佛陆然就是他的同伴 但这个同伴 怎么一副老学究的架势 他也看了眼 范勇和陆青山的对战 结果 完全看不懂 恰在此时 场内的范勇 身体开始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 身边的剑衣刚风 也开始变得混乱 波荡 范勇整张脸都变得通红 结伙剑衣的热浪 仿佛就在炙烤他的身体 反观陆绍阳 神情轻松淡漠 甚至有一丝的争鸣 九天之上 陆青山嘴角的笑意 愈发浓重了 而苏月灵 单手死死地抓着座椅扶手 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有些泛白 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道 范勇 输了 下一秒 扑 范勇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身边的天罡剑衣轰然消散 范勇整个人都围抿了下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对面 陆绍阳呵呵一笑 散掉自己的剑衣 眉头一挑 道 承让 简单两个字 却让范勇内心耻辱无比 但更多的是绝望 他的剑道根基 被毁了 原本的大好前途 就此戛然而止 可惜啊可惜 这范勇 我也有所耳闻 本以为可以让我眼前一亮 可结果 如此不堪一击 陆青山阴阳怪气地说道 男眼兴奋之情 苏妹一个闪身 出现在范勇身边 伸手一探 脸色更难看了 此时的范勇 体内经络寸断 丹田内也乱成了一锅粥 师父 范勇愧疚地看着苏妹 不要多言 凝神凝气 苏妹给他一颗丹药 嘱咐道 随后 让人将范勇带下去休息了 苏妹抬眼看向陆绍阳 后者眼神微微一触 但随即强撑着挑衅道 大长老可有议论道 苏妹淡淡道 我有意 但你敢吗 陆绍阳的表情瞬间凝固 他不知道苏妹建议修为如何 但只单单是这份气势 就吓得这个天骄不敢吱声了 好在关键时刻 陆青山插嘴道 长老不可插手 可莫要忘了赌约的规定 弟子们可都看着呢 陆青山也知道苏妹的能耐 所以不敢轻易冒险 哼 苏妹冷哼一声 回到了自己的坐席上 苏月灵和苏妹对视了一眼 包括其余几位长老 皆是眉头紧锁 这个范勇太过冲动 将事情逼到了这个份上 这可如何是好 这陆绍阳虽然嚣张 但的确有嚣张的资本 对剑翼的感悟 以他现在的境界和年纪 实属罕见 也难怪陆青山 敢带人来挑衅了 场外 沐云宗叹了口气 道 那个范勇太蠢了 这下没办法收场了 大罗剑宗这一波 注定损失惨重 沐瑶有些不服气 问道 这剑翼 当然那么恐怖 大罗剑宗这么多弟子 就没人治得了那陆绍阳了 沐云宗摇了摇头 随其说道 倒也不是 只是门内弟子 多位到仙人之境 仙人之境的弟子当中 范勇的天罡剑义 排得上前三 却被如此轻易地击败 至于那些客卿 别想了 他们只是客人 外援 看好戏可以 拼命 算了吧 而且 以客卿的身份插手 冒险不说 再得罪了陆青山这丝 着实不划算 说到底 还是不敢 这陆绍阳的结伙剑义 有点东西 刚才那位师兄 对不住了 但论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只怪不得我 陆绍阳说道 嘴里说着对不住 脸上却是挑衅和得意 大罗剑宗弟子们 一个个愤慨无比 整个阎武场也喧闹了起来 妈的 太嚣张了 这是完全不把我们 大罗剑宗放在眼里啊 人家有这个资本 当然可以嚣张 先前剑帝说的双倍岳峰 多半是真的吧 剑帝不会说谎 意见阁值得考虑 光听喧闹 就大概看得出 陆青山的计谋效果了 怎么 没人了 范勇的天罡剑义 我已然领教 实属一般 那不会就是你们 大罗剑宗的弟子代表吧 陆绍阳继续挑衅道 苏岳灵等人面色难堪 在大罗剑宗内 除了苏岳灵和诸位长老 弟子里面倒也有 比范勇意境感悟高的 但多半敌不过这陆绍阳 难不成一个个送上去被废掉 陆青山此时也喊道 既然没人愿意论到了 那我们这赌约 话没说完 就被人群里一个声音打断了 既然是赌约 只谈你赢了如何 岂不是笑话 如果你们输了呢 又该如何 此言一出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场外 陆燃自弟子群中 一步一步走出 懒洋洋地说着话 吓得沐云宗和沐瑶 想拉他已经来不及了 完了完了 这小子真是脑壳有包 瑶瑶 你以后可得离他远一点 沐云宗说道 九天之上 陆青山看向陆燃 场内 陆绍阳的视线也看了过来 高台之上 苏月灵听着声音耳熟 下意识转头也看了过去 只一眼 苏月灵如遭雷击 他愣愣地盯着陆燃 原本烦躁的内心 瞬间就被狂喜和不可置信所淹没 一万三千年多年 多少个日日夜夜 苏月灵魂迁梦绕的那张脸 如今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 还是那样的玩世不恭 那样的慵懒 他的呼吸有些急促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而身边 苏妹更是眉头一簇 惊道 夜南 他怎么 夜南 苏月灵一愣 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没错 夜南 那是师父在下界云游时候偶尔会用到的假名字 同一时间 大罗建宗各个长老都面面相去 不认识这人是谁 难道是弟子 不 不对 真先进阶的弟子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要说克青 大罗建宗克青 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但眼前这位 没什么印象 难道是新的克青 同样有疑惑的 还要数陆青山等人 以及陆然对面的陆绍阳 陆青山眉头紧锁 压低声音对身边人道 此人是谁 看得出陆青山的小心 来之前 大罗建宗大大小小的克青 弟子 有天赋的 领悟了建议的 建议事和属性 他们都清清楚楚 这也是为什么陆青山等人 如此自信前来论道的原因 可眼下站出来的这位 是哪号人物 回格主 此人 貌似我们 收集到的资料里 并未提及 身边人尴尬地说 与此同时 无数的弟子 也都好奇地 看着陆然的方向 眼看着范勇师兄被镇压 剑一崩碎 根基被毁 竟还有人赶上去冒险 牛人啊 尤其是沐云宗和沐瑶 在二人的眼中 陆然完全就是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 下界杜劫七大佬 的确风光无限 但到了灵界 飞升之后的真仙 算个屁啊 这个时候跑出来装逼 怕不是找死 反而是 身为当事人的陆然 云淡风轻 看了眼台上 和苏月灵四目对视 陆然挤了几左眼 眉头一挑 惊得苏月灵 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 心里道 一万多年没见了 还是那个老眉正行的 接着 陆然回头 继续喊道 陆什么山来着 没听到我的话吗 既然是打赌 光说 你们赢了如何 怕不是在搞笑吧 若你们输了呢 怎么说 这 陆青山 陆青山淡淡纠正 至于输了怎么说 陆青山还真没想过 因为这次准备充分 就是来掀场子的 提前又说好了 宗主和长老不允许插手 本想着万无一失的 可结果 冒出来一个不知底细的 叫什么都好 愿赌服输这没问题 但赌注总得说清楚 只谈你们赢了如何 不谈输了的代价 天下奸弃 会有如此无耻的打赌 陆然的话 可谓是毫不客气了 大家也才从刚才 建议对决的 震惊中恢复过来 是啊 带着人耀武扬威的来打赌 虽然的确陆少阳的表现很强悍 但这打赌有问题啊 被陆然点出来 周围立刻传来一阵 窃窃私语的喧闹声 陆青山老脸一红 好不容易被陆少阳 镇压泛涌 营造出来的气势 瞬间就弱了三分 倒是我忘记了 不过无妨 还来得及 既然你提出来了 那么你来说说 我们说了 应该如何 陆青山找不着说道 话音刚落 陆然就翻了翻白眼 道 你脑子没事吧 你跑来打赌的 输了的代价都没想好 你来干啥的 你 陆青山咬牙切齿 还是第一次 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 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境界 是真先境界 但他却不能动手 因为赌约的规矩 就是他提出来的 笑话 我意见格赶来论道 自然是想好了赌约的 只是忘记 提出了而已 既如此 便告诉你也无妨 如若我们意见格这次输了 三年内 不会再和大罗剑宗 有任何接触 这是陆青山思虑过后的结果 但刚说完 陆然就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陆青山眉头力气狂跳 真他娘的气人 这忽然冒出来的 逼是一点面子不给他留 陆求杀 陆青山 意见格格主 见地陆青山 陆青山咬牙切齿的纠正 哦 怎么都好 陆青山就陆青山 见地就算了 你这赌约 认真的 陆然问道 什么意思 哪里不认真了 陆青山反问 你们赢了 苏月灵和你结为道理 大罗剑宗并入意见格 这代价不够大 你们输了 就回去相安无事三年 你他妈逗我呀 陆然毫不客气地问道 简直是一朵大气啪呀 赢了财色双收 输了 就回去歇着 还只是歇三年不骚扰 大罗剑宗 想屁吃呢 被陆然再次点破 周围弟子都一阵阵的嘘声 骚得陆青山身边的几个客亲 都脸色通红 连带着下面的陆绍阳 都觉得没面子 这么听起来 是真的不要脸 那你说 该如何 陆青山有些烦躁 陆然嘴角含笑 倒是没想到 这个陆青山 一万多年的修炼 心性竟然如此差劲 这就窝火了 简单 既然是赌约 那大家就要付出同等的代价 你们赢了 就照你们所说 苏月灵和你结为道理 大罗剑宗并入你们意见格 但如若你们输了 也别合并了 你们意见格 直接关门打击 如此 才算公廷 陆然一段话说完 陆青山脸色微变 这赌约 玩得有点大 他虽然自信 但一来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家伙 不知道底细 二来 如果答应了 当真输了的话 可就下不来台了 思想想后 陆青山还是有点怂 打算在苏月灵身上找个台阶 笑着说道 的确公平 我也可以答应 但你们大罗剑宗宗宗主 却似乎并 我答应 这个赌约 正合我意 苏月灵直接打断了陆青山的话 开玩笑 苏月灵对陆然 那是几乎盲目的崇拜 对苏月灵而言 不在乎陆然在干什么 因为无论干什么 师父都不可能输 身边苏妹和其他长老 纷纷脸色大变 诧异地看向苏月灵 怎么回事 怎么好端端地改主意了 方才还那么为难 逼上梁山 现在却如此笃定自信 乃来的自信 抬眼看向 阎舞场上 站姿懒散的夜男 难道因为他 一个昨天刚飞升的针线 这货若是输了 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 不单单是苏月灵 对陆然那么相信 陆然自己 也十拿九稳 见到满级的感悟加持 在他眼中 那陆绍阳所谓的 结伙建议 怎么说呢 垃圾谈不上 但也大岔不差 小孩子玩具一般 苏月灵的话 让在场的气氛 再次变得古怪起来 明眼人都看得出 大罗建宗这一波 是被赶鸭子上架了 最大限度 减免损失 规避赌约才是王道 反正苏月灵没答应过 是范勇 自作主张站出来的 事后还有机会找不 但没想到 苏月灵竟然承认了赌约 如此一来 赌约成立 陆青山自己也说了 他可以答应 那既然如此 陆青山有些愁愁了 丁卓陆然问道 你是何人 可别忘了这赌约的规矩 若是外人 是没资格插手 陆然白手 直接打断了陆青山的话 道 我叫叶南 大罗建宗客青 在论道之列 话音刚落 一直被陆然忽略没答理的陆绍阳 这会儿憋不住了 哈哈 小子 你倒是挺自信的 是有多瞧不起我啊 也罢 这也算是破天的富贵 扔到我意见隔头上了 来吧 论道 他笑得爽朗 心里却窝火 自幼见到天赋出众 又领悟了截火剑意 同境界之内 难逢敌手 可却被一个家伙如此无视 不想着规避 反而十拿九稳一般的巩固赌约 这是多自信 能吃定我 这种无形的轻视 让陆绍阳这石火大 说完 不等陆青山有什么反应 身上的截火剑意 就轰然爆发 这一次和之前还有所不同 陆绍阳周身天地 因为剑意的笼罩 而扭曲变换出一朵朵火焰莲花 仔细看 那火焰莲花的每一片花瓣 都仿佛是剑气凝结而成 异象 高台上的苏妹等人吃了一惊 合着这陆绍阳和范勇论到的时候 还藏私了 没有将剑道领悟完全释放 能引发异象的剑意 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超过了苏妹 完了 大罗剑宗这一波 要彻底废了 这是大罗剑宗 各大长老 以及无数弟子心中唯一的念头 苏妹扭头看向苏月灵 可奇怪的是 此时的苏月灵 一扫先前颓然黯然的神态 反而神采异议 坐在椅子上火烧 屁股一般坐不住 双目炯炯 从夜南出现到现在 视线都未曾挪动过分毫 连眨眼似乎都舍不得 月灵 你这是何意 苏妹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道 看戏就好 苏月灵玩耳一笑 看戏 你知不知道 这赌月意味着什么 这夜南 昨日飞升 你怎么就敢 话说到一半 苏妹忽然一愣 不对 她猛地扭头看向陆然 当然能一目了然 陆然是真仙境界 但那凝沉浑厚的气息 根本就没有刚飞升的 小喽啰的气息 那种浮躁 苏妹有些猛逼 因为昨晚 她第一次见到这祸的时候 她的气息还没有这么浑厚 虽然想破头也想不通 但看到截火建议将陆然完全笼罩 苏妹的星辰到了谷底 再怎么装神弄鬼 建议比拼面前 都是扯淡 没想到 这陆绍阳的建议 竟然已经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陆然这边 却轻松无比 眼看着截火建议扑面而来 她却不躲不闪 如沐春风 身上的衣袍 在截火建议的笼罩之下 烈烈作响 整个人如 黄蜂鹿涛中的一夜偏周 漂浮不定 当然 这只是旁人的看法 在此时陆绍阳的心目中 她建议滔天 对面的夜南 却仿佛一根定海针 微然不动 苍穹之上 陆青山眼看着陆绍阳 将建议发挥到巅峰 这才狠狠地松了口气 比我预想得早了点 但也无妨 苏月灵已然答应了赌约 那就趁此机会 一举拿下大罗建宗 可下一秒 叫我小子 没大没小 陆燃嘀咕了一句 忽然抬脚 在截火建议中 惬意地散起了步 没有朝着陆绍阳而去 而是朝着斜前方 插在地面的凉天尺而去 周身肆虐的截火建议 仿佛对她没有丝毫的影响 这古怪的行为 让所有人都看得猛逼 反而台上的苏月灵很是兴奋 那梁天尺 本就是陆燃亲手练制 只是奇怪 在灵界 梁天尺是无法使用的 她去干啥 正疑惑的时候 蹭 陆燃单手一挥 插在石板内的黑色石碑 拔地而起 接着 迅速缩小为 一根黑色木片 被陆燃拎在手里 随手捂了个剑花 陆燃沉吟道 不错 和当年一样衬手 毕竟是她自己亲手练出来的 她自顾自地玩 陆绍阳再次忍不住了 陆侯道 你在干什么 济世论道 你的剑意呢 适和属性 展示出来 如若连剑意都没有领悟 那你们大罗剑宗 可要输 属性 那花里胡哨的东西 有屁用 剑道 不是你们那么玩的 陆燃随口说了一句 缓缓举起手里的亮天尺 剑指陆绍阳 轻飘飘踏前一步 指一步 咔嚓 陆绍阳那唬人的截火剑意 猛然崩出一道裂痕 裂痕出现的一瞬间 便朝着四周蔓延 仿佛蜘蛛网一般 扩散而出 紧接着 哄 一声巨响 整片截火剑意 轰然崩碎 荡然无存 陆绍阳惨叫一声 脸色苍白如指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口里的鲜血 不要浅死地往外喷 比先前的范涌 惨了十倍不止 反而陆燃 云淡风轻 缓缓收回梁天池 面带微笑 这一刻 所有人都梦了 本以为陆绍阳 今天将力压群雄 可结果 被这个忽然冒出来的 夜难截胡 一脚 踩碎了剑意 苏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看到这里 呼吸都要停滞了 她猛地扭头看向苏月灵 后者满心欢喜 仿佛早已料到 没有丝毫惊讶 绍阳 陆青山再不敢装逼 一个飞身从林宝跳下 将陆绍阳抱在怀里 叹了下陆绍阳的状况 脸色顿时有些猙獰起来 他陆青山的亲儿子 一剑隔万年 难得一遇地见到奇才 如今 被一个真仙境的家伙 将根基彻底报废了 你 赵 死 陆青山浑身泛着力气 问 脑袋后面还冒出来一个淡紫色的光圈 熠熠生辉 吓了陆燃一大跳 跟他妈佛光普照似的 但紧接着 一道倩影就出现在陆燃的身前 冷冷地看着陆青山 是苏月灵 他的脑袋后面 也有同样的一个光圈 常见出窍 面对陆青山淡淡倒 别忘了 你自己立下的规矩 要站 我陪你 要继续 就上人 如若认输 那就自此解散了意见阁吧 还上人 上谁 陆青山带来的其余几个家伙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敢说话 面对苏月灵 陆青山脸色阴晴不定 一个字没说 抱起陆绍阳 冲天起 踩着那花里胡哨的灵宝飞剑 带着自己的人 化为流光消失在天边 苏妹等长老 也来到了苏月灵身边 没搞清楚状况的苏妹 正打算询问苏月灵 后者 却转身面对陆燃 跪倒在地 恭恭敬敬地一拜 颤抖的声音道 徒儿苏月灵 拜见师父 恭迎师父 力临临见 苏妹愣住了 师父 苏月灵的师父 月灵 你师父 不是陆燃吗 这夜南 苏妹疑惑地问道 周围的弟子们 也一脸猛逼 沐云宗和沐瑶也傻了 我就是陆燃 夜南那个名字 偶尔用用 陆燃笑呵呵地说道 苏妹瞬间就反应过来了 这个夜南 就是陆燃 就是苏月灵 乃至蓝星无数仙人 便洒九州 日夜期盼的师父 咕咚 苏妹咽了口唾沫 看向陆燃 早听苏月灵吹嘘过 陆燃无数次了 但苏妹都没当回事 十万年没飞升 显然天赋不足 即便是飞升上来了 也只是个从头开始的真仙 仅此而已 可今天 这个真仙 这个昨天才刚飞升的真仙 一脚 踩碎了陆绍阳的结伙剑意 并且 这才短短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陆燃的气息 比昨天更加厚重了 同时 陆燃是苏月灵的师父 那岂不是 苏妹当即喊道 大罗剑宗所有弟子 拜见师祖 刹那间 无数弟子纷纷行礼叩拜 拜见师祖 声音浩浩荡荡而出 沐云宗回过神来 惊道 她就是陆燃 我的妈呀 可她不是来自于玄天大陆吗 沐瑶分析道 大概 玄天大陆就是蓝星 之后 陆燃和苏月灵等人 离开了阎舞场 店内 陆燃坐在椅子上 环顾四周 点头道 这宗门 精英的不错 我都没想到 你这丫头 还能有这能力 不错 不错 苏月灵乖巧地 坐在陆燃的身边 甜甜地笑着 眼神都不舍得挪开 一万多年了 终于在灵界见到了师父 现在的苏月灵 心情好到了极点 苏妹等长老 则分别坐在四周 好奇地看着陆燃 虽然陆燃的辈分高 但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可没有苏月灵 对陆燃的那份敬仰和依赖 倒是陆燃展现出来的 见到天赋 着实恐怖 师父 你现在是针仙境界 但我看你气心凝沉 几重了 苏月灵好奇地问道 周围苏妹等人的视线 也立刻看了过来 这也同样是他们的疑问 虽然这个问题 听起来有点诡异 昨天才刚飞升的针仙 能有几重 就算是天赋再好 想要达到针仙一重天 起码也得五百年吧 针仙九重天 陆燃随口说道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针仙九重天 昨天飞升 睡了一觉 针仙九重天了 啊 这么不把修炼当回事吗 苏月灵当年达到针仙九重天 用了七千年 苏妹当年达到针仙九重天 用了八千年 其余几个长老都大差不差 可这陆燃 就算是对陆燃无比自信的苏月灵 此时都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丫头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陆燃问道 上仙 上仙四重天 一百多年前刚达到的 苏月灵如实说道 沐云宗所说还真实 在灵界达到仙人之境后 后面的修炼速度也太慢了 就算是陆燃来修炼 只怕也快不到哪里去 她的境界飞速提升 完全得益于下界十万年的迁道 积攒了太多太多的气了 那上仙之后的境界呢 陆燃继续问道 她对灵界的修炼体系 还不是很了解 惊仙 惊仙之后是大罗仙 还有仙君 仙皇 仙帝 不过 几乎没听说过 因为越往后 修炼速度越慢 动辄万年 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 苏月灵沉映着说道 但即便是到了仙人之境 寿缘是没有那么长的 境界提升 虽然会延长寿缘 但对比修仙的漫漫长路 还是不够 就像是一个死局 根本无法达到后续的境界 陆燃点了点头 对其他人不可能 但她系统傍身 完全不需要操心 毕竟 杜杰期也不可能有十万年的寿缘 但陆燃就这么过来了 还有 先前陆青山和你对质 你们脑袋后面的圈圈是啥 陆燃好奇地问道 还挺帅的那玩意 有仙人的感觉了 功德子气 达到上仙境界 便有了 无需刻意修炼 是上仙区别于真仙的标志 苏月灵解释着说道 功德子气 陆燃嘀咕了一声 按照进度 在睡一晚上 基本就能进阶上仙之境 也就有圈圈了 那玩意 还挺帅 师父不要着急 你修炼速度快 进阶上仙是必然的 苏月灵说道 说完 似乎想到什么般 又说道 先前的梁天池 在灵界是无法使用的 如果师父需要衬手的兵器 大罗剑宗藏宝阁内就有 虽然品级都很差 但短时间 衬手是可以的 其实梁天池 陆燃能用 他体内的气 转化完还早得很 有气 就能驱动梁天池 只不过 下界的气驱动的亮天池 在这灵界对战灵宝 就和纸湖的没什么区别 所以 也就没办法用了 不过 想到神兵灵宝之类的东西 陆燃这才想起来 他今天还没签到呢 因为签到就给啊 大清早就被沐云宗叫过来了 于是 随口选择签到 叮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 本次签到获得暴击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新号石 恭喜宿主 获得先天古宝 空同风天印 恭喜宿主 获得先法 一剑诛仙 陆燃吃了一惊 签到暴击了 下届的时候也一样 每次暴击 必给好东西 陆燃的很多好玩意 都是签到暴击给的 给的多 且好 只是几率小了点 大概千年 才能暴击那么一两次 几率简直是百万分之一 没想到这才来到临界一天 第二次签到 就直接暴击了 是运气炸裂了 还是几率变高了 正愁没兵器呢 就给了个空同风天印 品级是功德至宝 陆燃很清楚 签到暴击给的 基本就是天花板级别的玩意 同时还给了先法 这一波签到 完美啊 而面前 苏月灵 苏妹 以及其他几个长老 阴阴艳艳艳一群女子 全都看傻了 因为就在说话间 陆燃的脑袋后面 冒出来一团淡紫色的光圈 那是 功德紫气 刚才还真仙九重天的陆燃 静姐上仙了 师父 你你你 苏月灵吞吞吐吐 老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更别说苏妹等人了 已经彻底傻眼 苏月灵这个师父 竟然如此变态 昨天飞升 今天就上仙了 功德紫气都出来了 真仙境界就那么过去了 他们苦苦修炼数千年的 真仙境界 就这么过去了 简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怎么了 陆燃抬头问道 师父你 你上仙境界了 苏月灵问道 哦对 顺手进阶了一下 不错 陆燃满意的点了点头 本来就差的不多 以灵力转化的速度 几天内 基本也就进阶上仙进阶了 现在一千道 还是暴击 给了十倍的修为奖励 就这么顺手 给进阶了 陆燃还挺满意的 听了陆燃的话 苏月灵等人面面相去 进阶上仙 这对于任何一个 仙人至敬的修仙者而言 都是人生大事 到你这 成了顺手了 沉默 所有人都沉默了 因为只有沉默 能表达他们的心情 甚至有点无语 陆燃自己却没当回事 而是问道 对了月灵 为师问你 灵宝的品级划分是怎么样的 文言 苏月灵回过神来 道 灵宝本身就是法宝的品级 在灵界 法宝的数量稀少 不像下界那样 可以轻松炼制 在灵界 法宝的最低品级 就是灵宝 但是灵宝也是极难获得的 这一点 先前沐云宗就说过 那灵宝之后呢 陆燃问道 灵宝之后 是仙宝 更为珍惜 我曾有幸见过 但未曾拥有 苏月灵说道 仙宝 陆燃有些错 灵宝之后 竟然是仙宝 而且仅仅是第二个品级的法宝 苏月灵在灵界一万三千年 竟然都没能获得一个 那 那古宝呢 陆燃继续问道 古宝是仙宝之后的品级了 那玩意 只听说过 整个下周 怕是都不存在己见 苏月灵耸了耸肩道 反而有些好奇 陆燃昨天刚飞升 怎么知道的古宝这个东西 啊 陆燃想了想 系统奖励那个东西 还不是古宝 是先天古宝 先天古宝 就是古宝对吧 陆燃问道 不不不 不一样的 古宝在上古时期 是有大佬可以耗费巨大代价炼制出来的 但先天古宝 是天道生成 属于夺天地造化的奇物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传说 是否存在 还不得而知 苏月灵说道 陆燃眼前一亮 这么顶吗 竟然是天道生成的好玩意 师傅 你怎么问起这些 你想要法宝的话 我这么多年来 倒是获得了七八件灵宝 你可以挑一挑 苏月灵说道 他以为陆燃是好奇 想要法宝 但苏月灵手里的 全都是灵宝 虽然灵宝已经极其珍贵了 像是沐云宗 一千多年 才获得了一件 但对陆燃而言 灵宝有点看不上眼 而且 陆燃也有啊 身上的赤龙宝甲 就是灵宝 不 不要 陆燃摇了摇头 对了还有 仙法是啥 在下界的时候 没听说过这玩意 在灵界 存在一种区别于攻法的攻击手段 类似于下界的武技 但威力更强 叫做神通 在神通之中 仙法属于一个品级 和仙天古堡一样 只存在于传说中 而且据说 仙法是带有一定天道规则之力的神通 强大无比 苏月灵解释着说道 得 也是个好东西 没错了 与此同时 获得的仙法融会贯通 进了陆燃的神魂 系统奖励就是好 不用学习 直接以传承的方式吸收 自动学会 直接就可以施展 陆燃当然也明白了 这个一剑诸仙的作用 一剑诸仙 我这一剑 可秒杀惊羡 但只可以秒杀金仙 金仙之上不起作用 金仙之下 也不起作用 知晓了作用的陆燃 嘴角抽了抽 要说强吗 肯定强 一剑 秒杀金仙啊 陆燃才真仙九重 呃不 现在是 已经是上仙了 但只是刚进击的上仙 但却可以秒杀金仙 按照说明 哪怕是金仙九中天巅峰 只要没有 进击到大罗仙 照样可以一剑秒杀 苏月灵说的没错 这是天道规则赋予的一种特殊能力 不在乎你的防御 境界 攻法 照秒不悟 师父 你都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苏月灵神色古怪的问道 听别人说的 陆燃随口道 他心里琢磨着 原本打算去找陆青山的麻烦的 但现在 这空同风天印 还有点用 可一剑诸仙 就直接相当于不存在了 因为陆青山是上仙境界 一剑诸仙 对他不起作用的 那陆青山 世上仙武重天没错吧 陆燃问道 对 苏月灵道 说到这里 苏妹几人也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眼下 赌约已经结束 陆青山带人走了 那就是他们输了 按照赌约 他们一剑阁 是要原地解散的 那陆绍阳是陆青山的心头肉 一剑阁崛起的希望 却被你亲手碾碎了 那陆青山 现在只怕是气得要吐血了 可惜 陆青山那种货色 不会遵从赌约的 一剑阁 不可能解散 他顶多装装哑巴 己女你一言我一句 苏月灵也叹了口气 道 没办法 真要撕破脸打起来 双方各有损失 得不偿失 闻言 陆燃眉头一皱 道 丫头 灵界一万多年 你怎么还是这么心慈手软 这 苏月灵尴尬得黑黑一笑 道 秉性难移吗 陆燃却道 那可不行 欺负到我小旁妞头上来了 结为道理 想屁吃她 要不是我来得及时 指不定发生什么事情 既然她自己立了赌约 那就愿赌服输 她不解散 我们就帮她解散 苏月灵脸色一红 嗲怪道 师父 我都多大了 你还 还叫我小胖妞 苏妹几人在短暂的愣神之后 则是扑吃一声哈哈大笑 一个个笑得花枝乱颤的 苏月灵赶忙转移话题 道 师父 你刚才说帮他们解散 怎么做 真要打吗 陆燃摆了摆手 道 要打 但是不急 休息几天 休息几天 睡积觉 境界到了上仙五重天 或者更高 配合空同风天印 十拿九稳 况且 这几天的千道给的奖励 还能咔咔武装 第二天一大早 陆燃从自己断崖边的 惬意小屋醒来 这么多年了 她还是没改掉睡觉的习惯 因为完全不需要修炼 睡觉对陆燃而言 那是享受 与之类似的 还有美食 莫说现在先人之境 即便是在下界 早就过了壁谷几万年了 陆燃依然爱吃 床上坐起来 陆燃内视自己的境界 满意的点头道 还不错 上仙三重天了 这个速度 比我预料之中的快得多 打了个哈欠 本想睡个回笼觉的 但忽然想到 今天还没签到 于是果断选择签到 下界十万年 虽然每天也不落下 但到了后来 只是机械性的给修为 陆燃也不是那么上心了 可现在 灵界从头开始 给的全都是用得着的 修为 丹药 法宝 等等 签到 陆燃心里念叨 丁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 恭喜宿主 获得丹药黄龙丹新号时 哦 没有暴击 陆燃嘀咕道 毕竟暴击的几率太小了 这黄龙丹忽然看了眼 发现是增强体质的 虽然不知道黄龙丹 在灵界算是什么档次的 但系统给的 多半不会差 于是嘴里丢了一颗 药力冲刷之下 浑身血肉都暖洋洋的 还挺舒服 借着这股劲 陆燃翻了个身 继续睡 没多久就打起了呼噜 宗门大罗电 苏月灵等人 早就聚集在一起了 月灵 你师父他不搬过来 和你一起住吗 苏妹问道 他喜欢那种环境 就随他去了 我们这几日 统筹安排一下宗门防护 还有护宗大镇 我总觉得 那陆青山心不死 要搞出点什么动静来 苏月灵说道 好 那你师父他 不来吗 苏妹继续问道 这个时间 他多半在睡懒觉 不用管他 苏月灵下意识说道 啊 苏妹一阵错愕 仙人之境啊 堂堂上仙啊 睡懒觉 苏妹都已经忘了 睡觉是什么感觉了 因为晚上修炼 和睡觉带来的休息程度差不多 且还能增长修为 大好时光 可不能在睡觉中浪费 但对苏月灵而言 路然睡懒觉 他早就习惯了 与此同时 黎山一见阁 这里距离大罗建宗不远 但环境却是不如大罗山的 黎山在当地又叫阴山 因为在山脉附属的西侧 所以常年不见太阳 阴气重 此时 阁主殿内 陆青山查看过陆绍阳的伤势 神色阴晴不定 恢复的还可以 陆绍阳已经能自由地活动了 但经络受损可以修复 建议被毁 却是彻底废了 那是陆绍阳的剑道根基 除非他转修其他的 但一来要从头开始 二来修其他的 天赋又一般般 曾经一见阁的希望 如今成了个平庸之辈 气得陆青山几乎要吐血 更在此时 身后有人汇报道 探子的消息传回来了 昨日那夜南 并不是大罗建宗的客亲 他真名陆然 是 是苏月灵的师父 此言一出 陆青山整个人都是一正 蓝星飞升者 等了那么多年的那个师父陆然 陆青山问道 对 前天 灯仙榜上出现了陆然的名字 大罗建宗就开始派人搜寻范围内的喜仙池了 与此同时 九州各地 其余的蓝星飞升者 多半都在找 手下说道 陆青山的后背 刷的一下就冒出来一层冷汗 陆然 飞升了 他当然清楚 陆然意味着什么 虽然他和苏妹一样 在陆然飞升前 都瞧不上这个十万年的 才飞升的家伙 但现在看来 这个陆然 有点东西 才飞升一天就能一脚踩碎陆绍阳的剑意 当真可怕 而且 这还不是让陆青山最担心的 在陆然没有飞升前 蓝星弟子虽然师门规模大的下人 但却如一盘散沙 可这不是他们不够一星 而是因为要第一时间接到师父 所以才变洒九州 这样的蓝星飞升者 譬如苏月灵 不需要太过担心 原水难解尽渴 拿下大罗建宗的可能性更大 但现在 陆然飞升了 它代表的是一股可怕的凝聚力 蓝星飞升者无数 师门集结 随便一个最次的 都是仙人之境 他们集合在一起 多么恐怖的一股力量 到了那时 基于苏月灵身子的陆青山 他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身体被冷汗打湿 陆青山的呼吸更加急促了 昨天 就该不顾一切杀了陆然 陆青山有些后悔 但当时的确不知道陆然的身份 否则以他的性格 必杀 趁着他们师门还没有集结在一起 将其扼杀 阁主 那我们现在 怎么办 那赌鱼 手下小心地问道 什么赌鱼 闹着玩而已 怎么 你想让本阁主 解散一剑阁 你好大的胆子 陆青山怒斥道 果然 苏月灵他们猜得没错 这陆青山 是当真不要劈脸 那弟子也立刻不敢说话了 少阳 你跟我来 其他人不要跟着 否则 格杀勿论 陆青山沉吟了几秒 忽然开口道 接着便带着陆绍阳 往后山而去 一路上 时不时地看看四周 生怕其他人跟着 爹 咱们这是去哪 陆绍阳问道 他显然虽然能活动了 但眼神呆滞 浑浊 气息也有些杂乱 闭嘴 跟着就好 陆青山冷声道 此时的陆青山 浑身的戾气凝而不散 神色争鸣扭曲 强烈的恨意 让他的胸口 时不时地起伏着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报仇 拿下大罗剑宗 杀了叶南 不 杀了陆然 走了一段 陆青山在后山一处山崖外停了下来 四下看了看 接着双手不断地掐动硬绝 峭壁开始扭曲 变幻 不多时 出现了一个沧桑古老的大门 两根通天石柱支撑着 大门紧闭 石门上复杂的符纹纹路 光滑流转 竟然是一个设置好的强大的静止 爹 陆绍阳吃了一惊 他怎么不知道 这后山荒山 还有这种地方 陆青山抬手打断了陆绍阳的话 接着对大门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语气卑微地喊道 弟子陆青山又要是与老祖相谈 祈求老祖一剑 说完话 陆青山微微低头 咽了口唾沫 身边的陆绍阳不敢吱声 小心地陪在一旁 心里却很震惊 虽然他也知道 陆青山自称剑帝有点名不副实 但其本身的实力确实很强 能创建易剑阁 并在此屹立数千年 可不是开玩笑的 但此时 却对山洞内的人如此恭敬 不 已经不是恭敬了 他在陆青山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恐惧 这个被陆青山称作老祖的人 到底是谁 为何从没听陆青山提起过 等待了几分钟后 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 才从里面传出 进来说话吧 还算客气 陆青山这才松了口气 抬头看去 石门缓缓打开 陆青山带着陆绍阳走了进去 身后 石门再次闭合 原本的静置重新恢复 变成了峭壁的样子 石门内是个涌道 斜着往下进入山腹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腐朽的味道 没有光线 但对于仙人之敬的陆青山 和陆绍阳而言 这不算什么 陆青山轻车熟路 带着陆绍阳往前走 大概走了几百米的样子 前面的空间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厅 几乎将整个山腹给掏空 大厅的四周角落 堆放着一些枯骨 空气中似乎还能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 大厅的中心 有个坐在蒲团上的老者 他浑身枯瘦 面容苍老 坐在蒲团上 一只膝盖顶起 支撑着胳膊中 一对泛黄浑浊的眼珠子 盯着两人 老祖 陆青山尴尬地笑了笑 开口 但话刚出口 老祖忽然伸出 一只枯瘦如柴的手臂 庞大的犀利撕扯之下 直接将陆青山整个人给拉扯了过去 咔 一把掐住了陆青山的脖梗 将陆青山扯在地面 陆青山本能地想要挣扎 脑袋后的功德紫气环 也冒了出来 但不过瞬间 又仿佛被封印一般地熄灭了 老祖 听我解释 陆青山艰难道 老者随手一摔 直接将陆青山丢了出去 砰 一声巨响 狠狠地砸在石厅的墙壁上 砸出一个凹陷 裂纹仿佛蜘蛛网一般地蔓延而出 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 没必要 不要来打扰我 不要解开禁止 你是把我的话荡耳旁风了吗 老者冷声说道 接着一扭头 看向陆少阳 后者吓得动也不敢动 心脏都要抽搐了 因为就在老者刚才动手的一瞬间 他看到了 老者的脑袋后面 有个更大的功德子气环 而且 是金色的 那也就意味着 这老者 是 金线 传说中的金线 陆青山上鲜舞重天 在金线老者的手里 仿佛小鸡仔一般被随手拿捏 但陆青山不敢反抗 深吸几口气 平复了翻涌的经络 重新回到陆少阳的身边 何事惊扰于我 说 老者淡淡道 陆青山不敢耽搁 拱着腰身道 老祖 出了大事 还希望您能帮我一把 接着 将大罗建宗的事情说了一遍 老者听完后 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道 蓝星的路然 我听说过 熟悉蓝星飞升者的人都知道 那是他们的老祖 你的担心 不无道理 现在不除 等他们凝聚起来 你必死无疑 那是一个足以横扫 灵界的恐怖尸门 说完 老者瞥了眼陆少阳 直一眼 陆少阳就感觉自己浑身血肉 挨着神魂 仿佛都被老者给看透了 见到根基的确被毁了 但根骨还在 老者舔了舔嘴唇 望着陆少阳的眼神 微微闪磨着 晚辈就是这个意思 见到根基被毁 死子仙徒也到头了 但根骨还在 可以送给老祖民 大博 陆青山说道 一旁的陆少阳 听完 人都骂了 啥意思 把我送给这个老头 啊 啥意思 陆少阳看了眼老头 尤其是那古怪的眼神 咕咚一声 咽了口唾沫 下意识 瞥了眼老头青山下的裤裆 心脏狠狠地抽出了一下 这老头 不会是 好 好 好 你倒是舍得 既然如此 此子 归我了 老者哈哈大笑着 单手朝着陆少阳招了招手 陆少阳的身体 便不可抑制地飞了过去 直愣愣地躺在了 老者身边的地板上 陆少阳已经绝望 想要反抗 身体却不能动他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陆青山则神色稀奇地问道 那老祖 可否帮我收了大罗建宗 顺便 杀了陆然 作为回报 您的需求 我会全力满足 但没想到 老者却摇了摇头 道 离山有我不知的禁止 短时间内打开五房 但让我离开离山 不可能 至少三千年内不可能 这 陆青山脸色有些难看 他骂的 老子儿子都送给你了 你给我来这套 白吃白喝呀 青山啊 当年 我送你雷鸣见诀 并赐你丹药 祝你再次开宗立派 我对你如何 老者忽然问道 大恩大德 晚辈不敢忘 陆青山赶紧道 老者的眼神 骤然阴冷了下来 继续说道 那这几千年来 你为我送了几人 陆青山有些尴尬 也有些恐惧 急忙道 不是晚辈不作为 只是 只是根古上家者 多有大势力互其左右 岂还必须是先人之境 想要找寻 难度极高 说完 似乎反应过来 老者是在埋怨他的办事效率 和他谈条件呢 于是又补充道 但老祖您放心 如果能拿下大罗剑宗 学了那混原棒子剑绝 且两宗合并 届时 我找寻的难度 会大大降低 文言 老者这才点了点头 道 希望你说到做到 莫要以为我出不去这离山 就杀不了你 我能扶起你 也能毁了你 希望你好自为之 陆青山连连点头 晚辈不敢 老者深吸一口气 道 我可以帮你 但我暂时不会离开离山 这样吧 你将那大罗剑宗高手 全都引到你一剑阁来 还有那路人 到时候 老夫出手 当场震杀 如此 可好 陆青山眼前大亮 当然好啊 大罗剑宗高手和路人都死了 大罗剑宗唾手可得 不过老祖 那苏月灵 不能杀 这个 陆青山迟疑道 老者瞥了眼一旁 躺在地上的陆绍阳 阴瑟瑟的一笑 我懂 你放心就是 老夫留他一条命 方便你想用 陆青山大喜 最后看了眼陆绍阳 攻身后退 临出门前补充道 老祖且等 两日内 我引他们来离山 陆青山离开了后山 静置再次封锁 山腹内 老者舔了舔嘴唇 看向陆绍阳 当晚 陆然和苏月灵等人 在大殿内闲聊 此时的陆然 境界已经自动提升到了 上仙武重天 身体强度在黄龙丹的加持之下 也提升了不少 这速度比陆然预料中的 还要快得多 而现在 他的境界 已经超过了苏月灵 飞升两天 就已经超过了 在临界一万三千年的苏月灵 当然也超过了其他几个长老 女子们阴阴艳艳围坐在周围 此时看向陆然的眼神 已经是崇拜了 早听苏月灵说过无数次 她师父很强 但一直认为是 苏月灵的雏鸟情节 而夸大其词 现在看来 何止啊 他们已经没有人能看得透陆然的境界了 这也就意味着 陆然飞升两天 境界就超过了他们所有人 师父 你有什么打算吗 苏月灵问道 暂时没有 不过 你在临界这么多年 可曾听到过你师娘的宗介 陆然问道 师娘 秦武瑶 苏月灵下意识到 她未曾见过师娘 因为早在九万年前 师娘就已经飞升了 那是陆然的第一个徒弟 也是她的道理 九州之大 我还未离开过下州 未曾有幸见过师娘 但师父你放心 我曾听到过师娘的消息 她似乎是在中州 苏月灵道 中州 陆然一乐 对 古海师兄曾因为一种灵草 在中州游历千年 我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 苏月灵如实说道 听到古海这个名字 陆然眼前一亮 古海 那个小药罐子 你见过她 陆然一乐 这个古海 是当年陆然在一个药铺发现的 因为看她有炼药天赋 便留在身边了 后来也成功送去飞升 这个古海 对炼药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反而修炼才是顺带着的 她对仙人之徒 没时要兴趣 但对丹药 那是如痴如醉 一次意外遇到的 古海师兄的药宗 就在大罗山以北三千里 偶尔也会派弟子 送些丹药过来 帮衬大罗建宗 便是听她所言 师娘在中州 而且似乎名望不低 苏月灵道 路然眼前一亮 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很欣慰 听起来 貌似是混出名堂了 那就好 过些日子 我去问问 倒是那小药罐子 也开宗立派了 名字有点随便啊 就叫耀宗 不愧是她 说完 路然又好奇地问道 一万三千年 除了古海 可曾见过其他的 师兄弟师姐妹 为何没有聚集在一起 反而一盘散沙 苏月灵点了点头 见过不少 大家同门见面 两眼泪汪汪是难免的 但同门飞升者 都有一个信念 就是等师父 你飞升 飞升后 因为是随机出现在九州内 任意洗鲜池 不确定具体位置 新的飞升者入灵界 什么状况 都有可能遇到 所以 为了保险起见 同门变洒九州 希望在师父飞升后 第一时间庇护 毕竟 一个刚刚飞升的飞升者 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在灵界 虽然不至于仙人遍地走 但大佬绝对不少 他们不允许路然飞升后 杳无音讯地承担危险 不过现在看来 压根不需要 飞升才两天 就上仙五重天了 而且还没怎么修炼 还有时间睡懒觉 照这个进度下去 怕不是过几天 就要进阶惊险了 倒是为难你们了 不过无妨 如今我来了 等我找到你们师娘 师门就此击解 路然道 苏月灵立刻就激动了起来 这是苏月灵 来至整个蓝星飞升中 共同的心愿 苏妹几人则对视了一眼 看出了 彼此眼神中的惊骇 在灵界 有点身份的 谁不知道蓝星师门的恐怖 他们集结一起 足以横扫灵界九州 这时 忽然有弟子来报告 说 意见阁来人了 意见阁来人 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讲和 苏妹疑惑道 多办事了 不愿意解散 只能讲和 苏月灵道 可这不像是陆青山的风格 他牙子必报 陆绍阳被毁了见到根基 怀恨在心还来不及 怎么会舔着脸来讲和 苏妹沉吟道 不多时 意见阁弟子来了 是个无关紧要的传话的 连仙人之境都没有 我们阁主请大罗建宗宗主 以及各位长老 在明日前往意见阁 商讨解散意见阁的相关事宜 那弟子直接说道 哦 那货还真要解散 可解散就解散 商量什么 还有别的消息吗 苏妹问道 那弟子摇头 表示就这一条消息 知道了 你去吧 苏月灵摆了摆手 带那弟子走后 苏妹立刻道 陷阱 绝对是个圈套 我们不能去 苏月灵几人也深表同意 但陆然却道 能有什么圈套 明天去看看 他可不是心大 现在的陆然 境界已经和陆青山同等了 到了明天 绝对足够碾压 搭配空铜风天印 直接震杀 管他什么阴谋 杀了陆青山 一剑阁就是一盘散杀 可惜了仙法一剑诛仙 没有惊仙让他练手 着实可惜 再过几天 陆然怕是就要 境界惊仙了 惊仙境界秒杀惊仙 虽然也很枯炫 但没有现在这么得禁 此时的一剑阁 陆青山已经召集了各位长老 聚集在一起 阁主 您回来后 未曾见到少主一起回来 他 有人好奇地问道 话没说完 陆青山冰冷的眼神就扫了过去 对方立刻支券地闭嘴了 陆青山也并未对此做过多的解释 只是道 消息已经传到大罗建宗 如果他们不来 还需另想他法 如果只是传话的话 陆青山也吃不准 他们会不会来 他也没别的好办法 这么多年 大罗建宗那帮人的脾气 他太了解了 苏月灵性格绵软 不愿意招惹是非 带人杀上离山 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 只能请 他们若是不来 就还得想别的办法 如果他们来了呢 有长老问道 那便永远留在这里吧 大罗建宗以后 就是我意见格的 陆青山冷笑着说道 几个长老面面相去 接着有人说道 我这便启用护山大阵 设下埋伏和阵法 他们明日若真的到了 话没说完 陆青山就摆了摆手 道 不不不 什么都不需要做 明日 山门大开 等他们来 陆青山可不想打 要打的话 早带人杀过去了 何苦去找那后山老祖的帮忙 他虽然境界比苏月灵高一点 但苏月灵以及其他几个娘们 实力都不错 苏月灵还有混元棒子见绝 真要打起来两败俱伤 双方弟子怕是也要损兵折将 这可不符合陆青山的打算 他还要合并两个宗门呢 弟子死伤大片 岂不是浪费 况且 他自己也不想冒险 可是 如果什么都不准备 他们来了 我们如何作为 想杀苏月灵等人 难度有点太大了吧 长老疑惑不解 按照我说的做 我自有办法 陆青山笃定地说道 第二天 陆燃起来的大早 不是他自然醒的 是被苏月灵震天的敲门声 给强行唤醒的 迷瞪着眼睛 陆燃美好气地打开了房门 大早上的 叫活儿啊 能不能让我睡得好觉 陆燃嘟囔着说道 呀 师父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要去意见阁了 苏月灵嘻嘻一笑 说道 哦 那倒是 不过也不用这么早吧 陆燃翻了翻白眼说道 顺便看了眼自己的境界 不错 睡了一晚上 上千八重天了 照这个进度 没准明天一大早 就能惊心 有头看了眼 苏妹等人 也已经整装待发 阴阴艳艳艳一群美女等着 陆燃稍微有了点精神 既然准备好了 那走吧 陆燃说道 随后打了个哈欠 被苏月灵轻腻地挽着胳膊 走出了小屋 接着 苏月灵单手一挥 一道白色绸缎自腰间飞出 舞动成一条巨大的通天铃罗 师父 这就是灵宝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丹霄宝灵 苏月灵笑嘻嘻地说道 还不错 挺好看的 陆燃平头论足道 之后 众人跳上丹霄宝灵 凌空而起 这一波 倒是满足了陆青山的心愿 苏月灵连带着各大长老 以及陆燃 清朝出洞 当然 在他们走之前 大罗建宗的护山大镇 已经开启 如果有强敌来犯 也可支撑一段时间 异剑阁本身也不远 足够他们折返 师父 我和苏妹他们 昨晚商讨了一夜 这一趟 多半是圈套 我们要小心 苏月灵对陆燃说道 怎么样都好 要打就打 一山不容二虎 早在那斯开宗立派的时候 就该直接扼杀了 你这性格 还是不够狠 陆燃说道 说完 看了眼天边 继续道 今日 不论是不是圈套 异剑阁 都必须废了 几个长老也在看着陆燃 现在 陆燃可是他们的主心骨 也是实力境界最强的一个 看不透陆燃的境界 但气息 似乎比昨晚更强大了 与此同时 陆燃也才想起来 今天还没有签到 于是顺手签到 叮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 本次签到获得暴击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星号石 恭喜宿主 获得丹药 奉鸣九天丹 恭喜宿主 获得宣法 鸣王身 我靠 又暴击 陆燃惊呼出声 飞升四天了 签到四次 暴击了两次 欧气爆发了 还是说来到灵界 几率变大了 暴 什么 暴击 那是啥 苏月灵好奇地问道 嗯 没事 你专心飞 看着点路 陆燃随口道 而苏妹等人 则明显感觉到 眼前的陆燃 那原本 已经比昨晚魂后的气息 忽然间又暴涨了一大截 陆燃的境界 也已经提升到了 上仙九中天 这种感觉很明显 苏妹几人都郁闷了 仙人之境 每一重天的提升 都是需要耗费千年的苦修 怎么到了陆燃这里 蹭蹭蹭地涨 天赋再强 也不至于吧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而陆燃 则开始研究 新获得的奖励 奉明九天丹 既然是千道暴击给的东西 那肯定不是垃圾了 看介绍 是用来金仙境界 突破大罗仙所需要的 其中蕴含一道道运 可助金仙境界大罗 金仙突破大罗仙 不是直接突破的 陆燃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都开始研究大罗仙了 那东西 我也不清楚 不过传闻 大罗仙气和天道 想要突破 是需要一丝天道契机感悟的 苏月灵沉印道 而顿悟这东西 就说不准了 有可能一招顿悟 也有可能千年万年治骨 难有寸境 陆燃咕咚一声 咽了口唾沫 心道 果然是仙丹 他现在对天道契机感悟 这一类的东西 是深恶痛绝 下界千到十万年 救他娘的 因为感应不到飞生的那一丝契机 这丹药虽然给早了 但陆燃境界提升迅速 很快就用得上 到时候也免得去感悟了 直接突破 算是提前准备着了 接着 陆燃又开始研究仙法 上一个仙法是一件诛仙 虽然有点奇葩 但秒杀惊险 可以说是很变态了 不知道这个仙法如何 冥王身 该不会是防御类的仙法吧 陆燃嘀咕道 千到十万年的经验 从名字来判断作用 这不难 事实的确如此 而效果 则和一件诛仙一样奇葩 甚至陆燃怀疑 是不是一锅造出来的 冥王身 我有冥王身 大罗仙下 我无敌 被动体质 可免疫精仙任何形式的攻击 但只可以免疫精仙 对精仙之下无效 精仙之上无效 精准 太尼玛精准了 这两次签到 明显有点针对人家精仙了 人家精仙怎么真理了 陆燃哭笑不得 两次暴击 两个仙法 一个免疫精仙任何攻击 一个秒杀精仙 也就是说 在陆燃的人生字典里 这个世界所有的精仙 彻底废了 所有精仙的攻击 甚至不如 路边一个凡人乞丐 给陆燃一个大尔瓜子来的疼 而陆燃针对他们 只需要一个一剑诛仙 嘎嘎乱杀 师父 前面就是离山 一剑阁便在离山西侧 苏月灵的声音 将陆燃的思绪拉了回来 哦 过去吧 陆燃点头 等等 苏月灵有些迟疑 师父 此去 那一剑阁多半做好了万全准备 你的境界虽然高于我 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 要不 你在这里等我 我和苏妹去看看 那陆青山葫芦里 在卖什么药 动 话音刚落 陆燃就狠狠的一个暴力 敲在了苏月灵的脑袋上 疼得苏月灵捂着脑袋 委屈的看着陆燃 你这丫头长本事了 敢小瞧我了 我上仙九中天 岂会聚了那陆青山 陆燃则道 可是 苏月灵扭捏地说道 一万三千年 好不容易再见到陆燃 苏月灵不敢冒险 没有可是 为师来轮不到你来打头战 走 我们过去 陆燃瞪着眼睛说道 无奈 苏月灵只能操控 丹小宝林 朝着离山背影的西面而去 与此同时 一剑阁后山的山腹内 枯受老者的眼眸 缓缓睁开 尼南道 大罗剑宗的小辈 来了 老者身边是已经成了干尸 形状诡异扭曲的陆绍阳的尸身 千疮百孔 阴山西侧 山奥内 能看到气势辉红的一剑阁 助力在山间 护宗大阵未开 连守卫弟子都没有 好一个请君入瓮 这陆青山多半是没别好屁 苏妹沉吟道 苏月灵则看向陆燃 进去吧 陆燃随口道 苏月灵只能咬着牙 操控丹小宝林飞了过去 阁主大殿前 陆青山已经在等着了 身边还有一剑阁的各个长老 以及弟子 陆燃等人落地 看向陆青山 苏月灵立刻说道 愿赌服输 解散便解散 叫我们来所谓何事 可没想到 陆青山却摇了摇头 一副惊讶的样子说道 解散从何说起 那赌约 不过是个玩笑话罢了 苏宗主当了针 无耻 早料到你陆青山 不是什么光明磊落志 既如此 约我们来干什么 苏妹不满道 我说过很多次了 苏月灵与我结尾道理 大罗剑宗则并入我意见阁 陆青山表情惬意地说道 说完 瞥了眼陆燃的方向 心中顿时更有底气了 陆燃也来了 各大长老 以及苏月灵都来了 完美啊 倒是省得她 再去想什么办法了 做什么春秋大梦 指望月灵和你结尾道理 你也不撒泡尿 看看自己配不配 苏妹当即怒骂道 苏月灵此时 则显得小心得多 私下看看 虽然意见阁各大长老都在 弟子也在 但貌似 没什么埋伏 那这陆青山说 这话的底气在哪里 难不成真的要光明正大的打一场 屁话就不要说了 我可没闲工夫在这看你废话 我直说吧 今天来 就是为了将你意见阁抹除 陆燃插嘴说道 文言 陆青山哈哈大笑 道 不过一个出入灵界的飞生者 你倒是敢说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 除了苏月灵我还要享受之外 其他跟着来的 就别走了 葬在我这一间阁 也不算委屈了你们 这会儿 就连陆燃都好奇起来了 这陆青山 哪来的自信呢 陆燃上先九中天 境界碾压陆青山 手持先天古堡空同风天印 都没说大话 这陆青山 反而先嚣张起来了 大言不惭 现在就要你的命 苏月灵忍无可忍 一把碧玉长剑立刻出现在手中 那长剑光滑流转 阴晕的灵气缠绕着 多半也是一剑灵宝 倒是符合苏月灵女孩子的审美 挺漂亮的 可话音刚落 嗡 一剑阁后山 一道黑气长龙直冲云霄 一声大笑 浩浩荡荡而来 几个小辈好大的口气 嗯 陆燃等人一愣 这一剑阁 还有高人 对面的陆青山 则更加兴奋了 喊道 今日 有红葵老祖在 我看谁要谁的命 苏月灵有些疑惑 红葵老祖是什么鬼 哪号人物 疑惑间 天边一道枯瘦如柴的身影 踏空而来 速度极快 不过眨眼间 就来到了陆青山身前 勾搂着腰身 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看起来平平无奇一个老头 老乞丐似的 但苏月灵等人 却一个个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看到了 老者脑袋后面的功德子气环 金色的 而且不像是气韵缭绕 反而有点宁为实质 散发着琉璃宝色 不 已经不能叫功德子气了 那是功德金轮 金仙的功德金轮 苏月灵的表情 瞬间垮了 师父 快 快走 我拖住她 苏月灵压低声音 对陆然说道 可事实上 上先想要拖住金仙 难比登天 陆然不认识那金轮 有些疑惑地看看苏月灵 道 咋回事 那老头的功德子气 怎么是那个颜色 明显比咱那要炫酷得多 咋搞来的 苏月灵都要哭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关注 那玩意好看不好看 那是功德金轮 金仙 那老头是金仙 苏月灵颤颤巍巍地说道 听到苏月灵的话 老者脸上立刻浮现出一丝得意的表情 陆青山也同样自然 挑着眉头 兴奋地看着 期待老祖出手 震杀出了苏月灵之外的其他人 女娃娃 你就是苏月灵吧 放心 你能活 至于其他的 老者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说道 可话没说完 就听陆然一声鬼叫 满脸兴奋地看着苏月灵 问道 金仙 真的 这老头是金仙 啊 苏月灵都梦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兴奋 开心 那可是金仙 老者和陆青山也有些傻眼 这反应不太对劲啊 看苏月灵表情古怪 陆然又忍不住看向老头 喊道 老东西 你好好说 你真是金仙 说谎 遭雷批啊 老者眉头一皱 老夫洪魁 从不说假话 这功德金仑 你难道不认识 陆然的眼睛越来越亮了 鸡着米般地点着脑袋 道 刚认识 刚认识 也的确看不透你的气息 我靠 来真的啊 真有啊 真是金仙啊 我的妈 太爽了吧 在场众人都骂了 一个个古怪的眼神 看着陆然 这货胡言乱语的 在干啥呢 他们哪里知道 陆然心里那个兴奋啊 他两大仙法捏在手里 一个能秒杀金仙 一个能免疫金仙 换句话说 今天就处在这 让这老头打上几天几夜 也伤不到陆然一根头发丝 反而陆然只要一出手 一剑诛仙 论危险程度 在场一剑阁所有人 包括那些柴房烧火的杂役弟子在内 这老头反而是最没有威胁的一个 可不同于陆然的淡定自若 苏月灵和几个长老 各个翘脸煞白 难怪陆青山那么嚣张 那么自信 山门大开地迎接他们 没想到 陆青山竟然还有金仙靠山 这一次 真是送到枪口上来了 在金仙面前 别说打了 就是跑都跑不了 金仙和上仙的差距 那是天欠 师父 怎么办 就算是要跑 我好像也拖不住他 你若是有办法 就快跑 苏月灵吞吞吐吐的说道 跑你个头 老老实实在我后面 有为师在 金仙就是个屁 陆然淡定的说道 可这话 苏月灵等人显然是不幸的 陆青山等的 有些急不可耐 催促道 老祖 事不宜迟 恐生变故 该出手了 我做事 还需要你来提醒 红葵老祖 敢把泛黄的眼珠子 瞥了眼陆青山 后者瞬间遍体声寒 急忙道 晚辈不敢 红葵老祖这才回过神来 继续看向陆然等人 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眯着眼说道 杀了怪可惜的 这些女娃娃 皆是仙人之境 根骨都不错 可以用 话音刚落 等会儿 啥意思 你这老闭灯 有眼无珠 姑娘们根骨不错 我就差了 你他妈看清楚点 陆然心里 那叫一个不服气 一群姑娘里站着一个她 这么明显 竟然被老头给直接掠过了 红葵老祖的嘴角抽了抽 尴尬地扫了眼陆然 道 也行 这还差不多 陆然满意地点了点头 苏月灵畏畏缩缩地 拽了拽陆然的衣角 道 师父 现在不是闹着玩的时候 快想想办法 陆然捏了捏苏月灵 有些微凉的小手 微微一笑 徒儿放心 我这就打包那老碧灯的狗头 说完 陆然转头看向红葵老祖 打算先秒了这货再说 就用一剑诸仙 爽上一爽 可就在此时 嗖 一声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红葵老祖脸色猛的一变 忽然贪手甩出去 一个巴掌大小的玉片 叮 寒芒一处疾分 掉落在地 仔细看 那竟然是小指粗细 小胳膊长 造型精美的一根银钉 而挡下银钉的 则是悬浮在红葵老祖面前的一块骨玉 上面镂空雕刻着 有些扭曲的阴阳于图案 离魂钉 该死的 还是找到我了 红葵老祖的脸色有些难看 下一秒 那离魂钉在地面微微一震 化为寒芒电射耳区 顺着离魂钉远去的方向看 天边 天雷滚滚 一辆火焰战车 裹砸着滚滚雷云 汹涌而至 火焰滔天 铺满了半边天 巨大的战车之上 人影戳戳 最前面的五个人 穿着锦衣华服 为首的是个老者 先锋倒鼓 离魂钉此时就悬浮在老者的面前 最夸张的是 这最前面的五个人 脑袋后面都顶着功德金轮 五个金仙 妈呀 平日里 这僻壤之地 半年都见不到一个金仙路过 可今日 算上红葵老祖 就冒出来六个 涅图 你果然未离开下周 为首老者冷笑一声 一抬手 这次 密密麻麻几百根离魂钉 悬浮在面前 仿佛咒语一般 朝着红葵老祖倾覆而去 如意 红葵老祖 双眼瞳孔骤然一缩 大吼出声 面前的鼓域滴溜溜地旋转着 冲天起 眨眼间 化为一个巨碗一样的保护罩 倒扣了下来 叮叮叮 一根根离魂钉 全都被挡在了护罩之外 那护罩光滑不减 微微震战之后 就再次稳定了下来 此时 那雷火战车 已经冲到跟前 悬浮于九天之上 为首的老者 怒瞪着双眼 孽徒 气旋欲如意 果然被你锁到 红葵老祖喘了几口气 平复了心情 发觉这气旋欲如意的防护症 稳当得很 这才狠狠地松了口气 反而路然等人 有些迷惑了 这啥情况 怎么又来了一帮人 和这红葵老祖打起来了 是火德宗的雷火驾车 还有宗主谢德阳的离魂钉 苏月灵吃惊地说道 这火德宗是干啥的 怎么跑来插手 我们和一剑阁的恩怨了 路然疑惑地问道 倒是没有苏月灵他们那么紧张 别的先不说 就这六个惊仙 在路然眼中才是最惨的 最不需要担心的 苏月灵解释道 火德宗是五千里外 金陵城的大型宗门 抵运悠长 传闻 一万年前 火德宗出了个叛徒 私自练了邪法 被宗门不止 火德宗要处决那个叛逆 但被他杀了火德宗 数百名弟子后 逃走了 逃走之前 还偷走了火德宗的一件仙宝 如今看来 莫不是这红葵 就是那个叛徒 苏月灵的分析很简单 可能性极大 路然面色古怪地看向路青山 后者的脸色也很难看 好不容易请老祖出山帮个忙 怎么还惹来了五个金线 这事可就复杂了 红葵顶得住这些金线吗 哈哈 妙极 妙极啊 这气旋欲如意的防护阵 坚不可摧 也不枉你们万年的阴魂不散 老夫躲在这离山万年 都被你们闻到味儿追过来了 红葵哈哈大笑着说道 气旋欲如意乃我宗之宝 防护效果自然不错 但你躲得了一时 躲得了一世 谢德阳冷声说道 身边四大金仙也恶狠狠地看向红葵 这防护罩消耗的是红葵的灵力 他能坚持多久 他跑不了 可红葵却冷哼一声道 我金仙九中天巅峰 支撑这气旋欲如意的防护阵 三个时辰不成问题 不过 用不了三个时辰 他看向路然等人 舔了舔嘴唇 道 这里仙人之境的不少 等我吸干了他们 有机会步入大罗 届时 该恐惧的 可就是你们了 闻言 谢德阳几人脸色一变 看向路然等人 阴阴艳艳艳几个女子 皆是上仙 还有一个男的是上仙九中天 红葵金仙巅峰 吸了这些人的根骨 没准还真有机会步入大罗仙 到那时 莫说他们能不能逃得过了 大火的宗 怕是都要被红葵报复 而连根拔起 全力破阵 谢德阳再不犹豫 大吼道 立刻 四大金仙归位 连同谢德阳一起 对着气旋御如意狂轰烂炸 红葵吓了一大跳 也不敢耽搁 今天这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的局面 一股黑气腾腾而起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 红葵要动手了 老祖 先杀路然 陆青山大吼一声 其他人都无所谓 路然不死 蓝星飞生者集结 扒了他的皮 路然 谢德阳一愣 莫不是 那蓝星的路然 这几日 蓝星飞生者鸡飞狗跳 皆是为了他们的老祖路然 身边一位金仙抽空道 我有印象 那女子好像是大罗剑宗的苏月灵 便是蓝星飞生者 那这路然 多半便是了 另一位金仙说道 不用管他 全力破阵 拿下红葵和仙宝 路然不要碰 谢德阳嘱咐道 防护罩呢 看着黑烟滚滚来 路然眉头一皱 道 他娘的 这红葵修的什么邪法 怕不是修的煤气罐 搞着乌烟瘴气的 说完 丢出遗物 此物方正 非经非御 如一块印喜 四周镂空雕刻着繁杂的图案 散发着阵阵七彩光芒 脱手而出 空同风天印 空同风天印脱手 立刻凌驾于一剑阁之上 道运层层叠叠铺开 路然单手掐动印绝 一股恐怖的灵牙仿若 压塌了苍穹 轰然砸下 红葵老祖那浩浩荡荡的黑烟 才升腾起 下一秒 便扑的一声 仿佛一团烟灰被拍灭一般 消散不见 红葵老祖处在原地 拉开架势 还算威武 但黑烟却不见了 着实 有点尴尬 他抬头看天 望着那空同 风天印愣住了 同一时间 陆青山 各大长老 苏月灵 苏妹 谢德阳等火德宗的人 也都看傻了眼 盗鱼 那是古堡 谢德阳苍老的面容 猛然间严肃下来 眼底泛着贪婪 其余人 也都拼命地吞咽口水 古堡啊 他们可是见都没见过 是那陆燃呢 身边一人陈英道 多半是了 我亲眼见他寄出的 另一人道 谢德阳双眼 微微眯起 看向陆燃 随后摇头道 如此说来 他就不太可能是那个蓝星陆燃 此人上仙境界 获达九中天巅峰 可我记得 那蓝星的陆燃 是在几天前才飞升的 短短的几天时间 爬到上仙九中天 不可能 既然只是上仙境 那我等 身边人看向谢德阳 吞吞吐吐 谢德阳法十分干脆 直接道 既然不是蓝星的陆燃 那古堡 我们定然要拿下 贪心不足蛇吞象 说的便是这个了 当务之急 先破开气旋域如意的防护阵 破开后 先不要管红葵 先杀戮人 谢德阳吩咐道 孰轻孰重 还是分得清的 如果能拿到古堡 就算放了红葵不报仇 都无所谓 那弃旋域如意 能拿就拿 不能拿也可作罢 一千件仙宝 也抵不过一个古堡 而且 看那古堡到运流转 灵压逼人 比传闻中的古堡 还要声势浩大 没准 是先天古堡 想到这里 谢德阳整个人都妈了 下手也是越来越重 至于拿红葵 此时眼睛更亮了 竟有古堡在手 今日 就该我红葵崛起 红葵兴奋的 几乎要蹦起来 如果能吸收这些根骨 进阶大锣 同时拿到古堡 简直原地起飞 苏月灵和苏妹等人 呆呆地看着天上的空铜风天印 半想后 苏妹才呢难道 你这个师父 着实恐怖 而苏月灵则好奇地问道 师父 那是啥 古堡 路然点了点头 道 空铜风天印 他获得古堡后 这还是第一次用 不是那么熟练 而且 因为路然境界还不够 无法发挥出 这空铜风天印的全部威能 当然 在获得的时候 路然也得到了 关于空铜风天印的简短介绍 传闻 空铜印 乃人族至宝 印喜之上 有九龙交纽 四面刻五方 大地圣龙 印喜之下 有大道俘虏空铜二字 执掌此印 可费力人皇 掌印着不劳不死 不生不灭 如此说来 他现在的境界 所能使用的 不过这古堡 未能的皮毛而已 雷火战车之上 谢德阳几人 看到红奎 朝着路然而去 顿时急了 这要是被红奎 拿到古堡 就算不晋级大罗 他们也打不过了呀 犹豫一瞬 谢德阳果断停手 一咬牙 双手猛然交叉 垂在自己胸口 扑 一口金血喷出 在面前凝而不散 谢德阳双手缓缓拉扯 灼热的火焰 和彻骨的寒流交汇 大片大片的白雾 朝着四面八方 仿佛海啸般席卷而出 身边四个金鲜脸色大变 急忙后撤出一大段距离 水火炼度 谢德阳面容争鸣 双目赤红 似乎搞出这一招 让他消耗极大 接着 谢德阳双手拉扯着两股力量 轰然对撞 狠狠地推出 砸在气旋欲如意的防护阵之上 咔嚓 防护阵 竟然在这刚猛的力量冲击之下 出现了一道裂痕 作为操控者的红葵受到波及 脸色一白 惊诧地抬头看天 而谢德阳眼看有笑 一鼓作气 双手往外分离 静硬生生将防护阵撕开了一道口子 动手 杀路然 谢德阳怒吼一声 他撑着裂系口子 其中两个金鲜反应最快 身形一闪 穿梭而入 在他们看来 路然只是一个上仙 惊仙出手 随便秒杀 路然也听到了动静 怒骂道 干什么玩意就杀我 这老碧灯也不是好东西 当然 红葵的速度更快 他身上的衣服 因为承受不住灵力的暴动而撕裂 暴露出的身体 看上去仿佛森森白骨 覆盖着一层人皮一般 看似腐朽酷节的身体速度却很快 浑身黑气缠绕 路然反手在身边的灌木上 折断一根树枝捏在手里 一剑诛仙 没剑怎么行 架势起码就不酷炫了 于是随手用这玩意替代 接着看向红葵 不退反镜 栖身而上 送上门来了 红葵心头一喜 只要杀了路然 天上的空铜风天印 变成了无主之物 他第一时间拿到手 打上自己的神魂烙印 便是他的了 算盘打得妙 下手也是狠 仿佛枯树枝叉的右手远远地伸出 身上的黑气扭曲成一个巨大的利肘 朝着路然狠狠抓下 师父小心 苏月灵脸色大变 毫不犹豫地就冲了上去 路然原本还挺惬意 因为可以免疫红葵的攻击 毫发无伤 可苏月灵冲上来就坏了 路然是免疫了 苏月灵怕是要被秒杀啊 丫头 回去 路然大吼一声 但已经来不及了 苏月灵也断然不会听 他仅有的几件灵宝 一股脑地全丢了出来 念头一动 便飞了出去 围绕着路然形成一道保护圈 反而他自己 两袖清风 仓促之间 路然探手拉着苏月灵的号腕 将他扯入怀中 转身 腰身攻击 死死地护着 砰 那黑气力找拍了上来 红葵速度骤降 打算直接冲天而起 去拿空铜封天印 因为在他看来 路然必死 但下一秒 他就惊恶地发现 路然 毫发未伤 此时的路然 是真火了 他低头看了看 怀里的苏月灵 后者大口喘着粗气 表情惊惧 慌张 但好在没受伤 师父 闭嘴 一会儿再收拾你 路然眼睛一瞪 看了眼苏妹 道 交给你了 说完 甩手将苏月灵丢了过去 看了看散落一地的灵宝 都是苏月灵的 但已经损坏 需要修复状态了 惊仙的实力 果然恐怖 随后转身 手里的树枝晃了晃 面对红葵 眼眸中杀意滔天 红葵却傻了 他惊仙九中天巅峰 秒不了一个上仙 刚破开阵法的谢德阳几人 脑袋瓜子也是嗡嗡的 再看路然 不但毫发未伤 反而拎着一根树枝 面对红葵 这祸 先前那两个火德宗的金仙 此时也有些犹豫 情况有点诡异 上还是不上 他们犹豫 红葵可不敢犹豫 气旋御如意被谢德阳撕开 他吸收根骨 已经来不及了 唯一的活命机会 就是杀了路然 拿下古堡 装神弄鬼 红葵冷哼一声 再次爆发 浑身的血肉 仿佛又再一次收缩 黑气也变得浓稠起来 仿佛周身的空间 都在微微扭曲一般 看到这里 那两个金仙也坐不住了 此事不动手 要是被红葵抢了先 就坏事了 于是 三人齐刷刷地 朝着路然冲了过去 人还没到 各自的神通 已经脱手而出 三人夹击 三个金仙 集火一个上线 这一波 路然必死 当然 这只是他们想当然的想法而已 两团火德宗的阳火 在路然身上炸开 红葵的黑气 则化为无数黑刺 钉在路然的身上 要不怎么说是火德宗的叛徒呢 这一手 和谢德阳的离魂钉还挺像 可结果 路然 纹丝不动 神色淡漠 就连手里的树枝木棍 都依旧绿意盎然 他缓缓抬手 轻飘飘的一个动作 刹那间 风云色变 整个意见阁刚风呼啸 飞沙走失 一股恐怖的威能 散逸而出 三个惊仙就感觉自己 仿佛被毒蛇盯上了一般 浑身汗毛炸气 撤 火德宗二人 毫不犹豫大吼道 三个惊仙急火 对方没有任何防御手段 都能毫发为伤 这他娘的 根本就不是上线 红葵也意识到了危机 念头一动 气旋欲如意回归 悬浮在身前滴溜溜地转着 那巨大的被谢德阳撕开的防护阵 也迅速收缩 化成另一个金色的光弹 将他自己保护在里面 刷 路然手里的树枝挥洒而出 整个异剑阁大地 被一股巨力撕碎 崩裂 最先被波及到的 是火德宗的两个金仙 二人只来得及回头看一眼 发觉逃不开 仓促间撑起全部灵力防御 但不过一瞬 剑气扫过 两人的身体炸裂开来 化为漫天血雨飘洒而下 仙法面前 一切防御手段都是徒劳 那是天道规则之力 红葵也不好受 剑气扑面的一刹那 气旋御如意的防护盾 只坚持了一秒的时间 就轰然破碎 连同气旋御如意本体 也裂成了两半 这也是规则的力量 如果是个真仙 撑起气旋御如意 路然能不能破开防御 都未可知 但操控者是金仙 保护的是金仙 一剑诸仙面前 任何防御都要撕裂 至于红葵那干受枯搞的身体 自然也是一扫而过 消亡于天地之间 一剑诸仙 一根木棍 一剑 斩杀三大金仙 此时 从谢德阳的角度看下去 整个一剑格 以路然为中心 四面八方 仿佛核弹爆炸一般 剑主 地面 被摧毁得千疮百孔 下一秒 路然缓缓抬头 看向谢德阳 手中木棍再次抬起 跑 谢德阳二话不说 转身撒鸭子就跑 雷火战车踩在脚下 化为流光 完全不顾那剩下的两个金仙 而路然的第二剑 已然挥洒而出 剩下的两个金仙 牙子欲裂 想跑 但速度显然快不过剑气 雷火战车 还被谢德阳给骑走了 彭彭 连续两声爆裂 这两个金仙 也步入了同伴的后尘 谢德阳仓促间回头看了眼 肝胆剧烈 这他娘的 到底是什么神仙 两剑 杀了五个金仙 如此的轻描淡血 还顺便把契玄欲如意 劈成了两半 那可是仙宝啊 路然有些无语 大骂道 老毕灯 你不是刚才要杀老子吗 跑啥 声音浩浩荡荡而出 路然其实已经够不着谢德阳了 但后者听了这声音 吓得浑身一颤 一只手再次砸在胸口 扑 一大口金血不要前时地喷出 化为血物 谢德阳毫不犹豫钻入血物 双手快速掐动硬绝 这可能是谢德阳这辈子 手速最快的一次 搜 一道血色流光眨眼间消失在天边 大概是类似于血盾之类的玩意 耗损精血和修为 甚至有损根基 但谢德阳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 哪里顾得上其他 先跑再说 连屁股下面的雷火战车都不要了 就恨爹妈 没多伸两条腿 路然信信地撇了撇嘴 嘀咕道 能秒 但是不够快 这老毕灯速度有点难搞 不愧是惊险 路然上仙九中天 可跑不出那样的速度 接着 甩手扔掉木棍 看向苏月灵等人 刷 除了苏月灵之外 其余几女全都直愣愣地站直了身子 不敢大喘气 顺便看了眼 被路然随手丢在旁边的木棍 那木棍弯弯扭扭 还挂着几片绿叶 刚才路然 就是用这玩意 秒杀了四个金线 苏妹听过无数次苏月灵 吹嘘她师父的话 以往苏妹都觉得是夸大气词 但现在看来 苏月灵可太保守了 飞升才几天 就能秒金线了 而且 在金线的围攻之下 一根头发丝都没有被伤到 苏然眨了眨眼睛 又回头看向陆青山 这货才是今天的主要目的 其他的都是附带的 扑通 看向陆青山的一瞬间 后者连同身边几个 意见阁长老就跪下了 毫不犹豫 干净利落 然后 巴达巴达 一个个领宝 被陆青山丢在身前 连储物袋都丢出来了 单要什么的扔了一地 其他几个长老也赶紧效仿 生怕掏东西掏得慢了 大哥 不不不 大仙 全部家当 只求您饶我一命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说完 东东东磕了几个响头 地板都磕裂了 他没想跑 或者说跑也没用 他可没有金线那个速度和本事 人家陆然能秒金线 那他是什么境界 大罗仙 妈呀 整个下周有几个大罗仙 现在想想 能一脚踩碎陆绍阳的剑意 那是应该 当日在大罗剑宗没有赶尽杀绝 使人家陆然心情好 他可倒好 不念着好 反而还想反路 打主意打到我家小胖妞身上了 饶你 你想屁吃 陆然毫不客气道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这一剑阁都给你 所有弟子都病入大罗剑宗 我就此远走 此生再不回来 陆青山表忠心地说道 早听说一剑阁弟子性情暴虐 飞扬跋扈 这群杂鱼 我要来干啥 陆然反问 接着念头一动 空同风天硬翁的一声下压 整个一剑阁 所有仙人之境下的弟子 全部抱铁王 放鞭炮似的 只一息的时间 一剑阁 灭踪 还有几个真仙境界的弟子 苟延残喘 凭着重伤活了下来 但也趴伏在地 没了动弹的力气 陆然境界本身就比他们高 足够碾压 搭配空同风天硬 他们想动都动不了 最后 是陆青山连带着几个长毛 则匍匐在地 起不来身 但靠空同风天硬 只能镇压 无法秒杀 毕竟 陆然只能秒金线 苏月灵几人愣愣地看着陆然 你呀真是上仙 一招 灭踪一剑阁 一剑 秒杀三大金线 再补一剑 又有两个金线与命 同为上仙 为何你这么屌 小胖妞 这些人交给你们了 一个不留 陆然道 他要负责镇压 免得他们反抗 阴沟里翻船 毕竟大家都是上仙 陆青山一听 脸都绿了 大侯道 且慢 大仙 我有质保奉上 可换我一条狗命 此时的陆青山 以及周围的长老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逃跑 也没有一丝丝逃跑的念头 在亲眼见到 陆然用一根木棍树枝 随手两下杀了五个金线 又逼得谢德阳 不惜血顿逃跑 连领宝雷火战车 都不要了的时候 他们已经绝望 可事实上 陆然能秒金线 但也只能秒金线 别看陆然面对 三大金线的攻击 连防御都不用 就毫发无伤 那是因为陆然的 先法冥王身 反而陆青山和长老们 如果群起而攻之 陆然绝对手忙脚乱 当然 前提是 陆然没有空同风天印 作为人族至宝 陆然上仙九中天巅峰 能将他们完全镇压 陆青山胸口剧烈起伏仗 修仙万年 这是第一次 如此直接的面对死亡 恐惧填满了他的内心 他不顾一切 什么法宝 但要 他可以舍弃一切 只求活命 至宝 什么东西 拿出来看看 陆然淡淡地说道 不 不在我这 来 陆青山说道 话没说完 就被陆然打断了 你他妈逗我呀 陆然眉头一挑 不不不 不敢 不敢 虽然不在我这 但就在这离山 先前的洪魁老祖 您还记得吗 他一直躲在离山 他虽然死了 但他的宝物 还在 就在后山 陆青山急忙道 经过陆青山的解释 众人才明白 当年陆青山 选择在此地建立一剑阁 并非是心血来潮 也不是非要和大罗剑宗作对 当初的陆青山 才不过真先进见 游历此地经过后山 意外发现了静止的存在 当时洪魁老祖 就已经躲在里面了 他不敢出来 为了让自己的邪法 可以继续修炼 他冒险打开静止 将陆青山扯了进去 之后 送给陆青山雷鸣剑决 丹药 林宝 助他在此地开宗立派 同时作为回报 陆青山要为他搜寻 根谷上家的仙人 供他修炼 在那山副石厅内 我见过几个储物箱 就放在石厅角落 那里面都是洪魁 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宝物 不过我没敢打主意 如今洪魁死了 宝物都归您 陆青山说道 但看陆然 似乎还有些迟疑 便急忙补充道 我现在就可以带您过去 亲自打开静止 您看过就知道 只求您饶我一条狗命 小人感恩不尽 此生再不回下周 至于报仇 别了 能活就不错了 离开下周后 陆然很快就能集结蓝星师门 那横扫一切的庞大师门 简直吓死人 况且 这个传说中的蓝星老祖 如此可怕 飞升不过几天 就能秒杀金仙 而且是轻轻松松 用一根木棍秒的 假以时日 怕不是直接登临地径 这让他陆青山报仇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可以 走吧 陆然沉吟着点了点头 然后 看向苏月灵等人 道 除了陆青山 其他人 全杀 一个不留 陆然从不觉得 斩草除根是个坏习惯 他也并不缺乏对生命的敬畏 但只要是对手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在空同风天印的镇压之下 除了陆青山之外 其余人全都死了 且不说陆然秒了五个惊心的事 只单单这一剑阁 陆然一出手 三两下就剩下陆青山一个光感司令了 去后山之前 陆然看了眼天上的雷火战车 这玩意是那谢德阳仓促逃跑留下来的 小胖妞同样都是灵宝 这火德中的雷火战车 可比你那丹小宝灵炫酷多了 陆然感叹道 能赶路 看着也炫酷 是个不错的玩具 陆然很喜欢 师傅 你咋还叫我小胖妞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宗主了 苏月灵不满地嘟起了嘴 哑怪道 苏妹几人都看傻了眼 这么多年 还没见过苏月灵如此小女生的座态 大概也只有在陆然面前 苏月灵才能回归本心 完全放松下来吧 小胖妞叫起来还是顺口一些 陆然嘿嘿一笑 师傅 这雷火战车虽然丢在这里了 但里面有谢德阳的灵魂烙印 是没办法使用的 只能暂时封存了 苏月灵提醒道 怒然闻言 来到雷火战车旁 眼神一扫 所谓的灵魂烙印 是每个仙人 甚至下界修仙者 都惯用的一种手段 没那么复杂 其实就是个神魂禁止 因为关系到神魂 所以错综复杂 就像是给法宝加了一把锁 外人无法使用 强行驱动会损坏法宝 所以 一直以来的规矩都是 想要夺取别人的法宝 要么对方自知不敌 为了活命主动散掉神魂烙印 要么就等着被载 神魂烙印就会自己消失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可对别人没办法 对陆燃却很简单 神魂禁止再怎么复杂 也都属于阵法禁止类 而陆燃 阵法同样满级 想到这脸 陆燃伸出一只手 在雷火战车上缓缓抹过 谢德阳的神魂禁止 就仿佛一个错综复杂的积木 被层层拆解 最后轰然消失 陆燃随手又打上了 自己的神魂烙印 轰 雷火战车爆发出一道炽热火焰 随后自动漂浮到了陆燃的脚下 得到手了 一旁的陆青山 看得脸色煞白 心脏都在抽搐 他看到了什么 陆燃单手抹掉了一个 惊心的灵魂烙印 还可以这样操作的吗 灵魂烙印不杀死对方 是可以抹掉的吗 这怕是大罗仙都做不到吧 这个蓝星老祖 真尼玛离谱啊 苏月灵微微一愣 倒是很习惯陆燃身上的奇葩能力 苏妹等人也很震惊 但已经习惯了 或者说麻木了 仿佛这个蓝星老祖身上 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很正常的 走吧 上车 去后山 陆燃看了眼陆青山 对众人说道 同一时间 已经飞出去数百里的谢德阳 脸上毫无血色 惊血缺湿 让他浑身经络都在抽搐 灵力紊乱 但速度丝毫不敢减弱 恰在此时 他感应到什么一般 速度微微一顿 随后脸色大变 雷火战车的灵魂烙印消失了 难道他路然毁了我的灵宝 但下一秒 他就摇了摇头 尼南道 不对 我的灵魂烙印不是被暴力摧毁的 是被抹掉的 闻所未闻 再联想到 路然秒杀五大惊仙的轻松惬意 仿佛捏死一只蚂蚁 一般简单 其真实修为 根本不是看到的上仙 甚至 远超大罗仙 他脸色大变 速度再次跋升 电光石火之间 继续远顿而去 后山峭壁之下 就是这里 这里平平无奇 啥也没有啊 苏月灵疑惑的看看四周 接着看向陆青山 深刻怀疑 这家伙是临死前 在玩什么阴谋诡计 但陆然却道 确实有一道静置 十分复杂 不像是红葵的手段 说完 陆然来到峭壁前 看着面前灌木杂乱 覆盖之下的岩石峭壁 陆青山尴尬道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的眼睛 这山幅内的石厅 是古早就存在的 静置也是这里原本的上古静置 红葵来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 打开静置的方法 躲在了里面 这静置关闭之后 可以完全隔绝红葵的气息 万年来 火德宗都未曾发现 而就在最近几次 红葵万年的时光消磨 也渐渐放松了警惕 上次陆青山打开静置的时候 火德宗就察觉到了他的气息 于是赶了过来 无法精准定位 但这红葵自己跳了出来 打算震杀陆然等人 继续躲回去 等待静接大罗 没想到 就恰好被谢德阳等人精准找到了 上古静置 陆然谜难道 的确 这静置复杂程度 是陆然见过最恐怖的 大仙放心 红葵将解开静置的方法告诉了我 他死了 现在能打开这静置的 只有我 陆青山说话间 不免有些得意 但发觉 现在不是得意的时候 又赶紧收射心神 上前打算操作打开静置 可没想到 陆然探出一只手 灵力缓缓地散意而出 说实话 陆青山承认陆然的实力 但不知道方法 就要打开这上古静置 只怕是做梦 可下一秒 面前的峭壁 开始缓缓地扭曲 一道道金色纹路 仿佛蜘蛛网一般蔓延而出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光芒大放 随后 峭壁消失 石门出现的一瞬间 徐徐打开 黑洞洞的涌道 出现在眼前 陆青山倒吸一口冷气 这上古静置 也能随手打开 进去看看 陆然沉吟道 接着看向陆青山 后者带头走了进去 早就轻车熟路的陆青山 知道这里没有什么机关埋伏 反而陆然几人跟在后面 看着四周 这涌道是人工开凿 没有光线 但对仙人致敬的众人而言 不算什么 洞壁上雕刻着一些 浅浅的浮雕图案 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但只单单是看得入迷了 都能感觉到 阵阵金戈铁马 肃杀之气 扑面而来 想必当初打造这涌道的人 实力境界也非同小可 好臭啊 这脸 苏月灵眉头微皱地说道 的确 除了些许陈旧腐朽的气息 还有些腥臭味夹杂其中 这里味道是大了点 没办法 陆青山尴尬地说道 往前又走了一段路 豁然开朗 曾经洪葵老祖待过的石厅 出现在众人面前 蒲团还在 只是没了洪葵老祖 蒲团旁边 是一具尸骨 干扁 还没有发臭 苏月灵看了一眼 顿时反应过来 道 看衣着装束似乎是陆绍阳 他怎么死了 陆青山道 见到根基被 被大仙踩碎 已经没了价值 但根骨上家 洪葵老祖用得着 所以 陆然瞥了眼陆青山 道 你倒是舍的 所以 你用你儿子的命 换洪葵出来 杀我们 陆青山尴尬地点了点头 不敢多言 接着 陆然四下看了看 发现在大厅的四周角落 还堆放着一些枯骨 和腐烂的血肉 多半是这些年陆青山送过来的好苗子 全都被洪葵练了血法吸收了 但唯独只有一个角落 单干净净 果然放着三个箱子 箱子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打造 刻画了须密阵法 当作储物箱来使用 便是那些了 我虽然没有见过 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既然 被洪葵小心安放在这里 多半不是反品 陆青山分析道 心里也在祈祷着 这洪葵千万要有点加点啊 别里面就是些换洗的衣服裤衩子之类的 那可就坏了大事了 陆然凑进第一个箱子 因为洪葵已经死了 静止也消失了 所以能一目了然看到里面的东西 第一个箱子里面放着一些丹药 瓶瓶罐罐各种 数量虽然不多 但药箱浓郁 的确是好东西 陆然照单全收 日后再研究 第二个箱子里 则是几件灵宝 陆然也全都收了 他不是看不上灵宝 虽然他有空铜风天印王 但那是系统 签到暴击给的好东西 不确定之后 暴击率会不会高一些 灵宝还是珍惜的 第三个箱子里 只有一个东西 一部功法 暗红色的纸面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隐隐透露着煞气 封面上写着几个大字 寂灭失魔 多半是那洪葵练就的写法了 还被他如此小心地珍藏在这里 骆然嘀咕道 接着手心灵力鼓动 将这玩意给震碎成了积粉 此时此刻 陆青山绝望了 这尼玛 没啥好东西 他脚步缓缓后撤 大气不敢出 但下一秒 陆然就扭头 看向陆青山 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 陆然问道 不 不是 我也不知道 这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那写法 多半厉害 是你自己毁掉的 那绝对是宝物 陆青山叫嚷道 陆然神色淡漠 摇了摇头 再次寄出空铜风天印 将陆青山镇压 接着才缓缓吐出 一个字 杀 刹那间 苏月灵等人毫不犹豫 上去就是大卸八块 陆然有些郁闷 能随手秒杀金仙 但对赞同境界的上仙 还是有点麻烦 非得动用空铜风天印 才能十拿九稳 虽然他境界能碾压陆青山 但能不打 就不打 稳妥起见 至于苏妹几人 并不认为陆然此举有何不妥 只是认为 陆然想给他们一个出气报仇的机会 所以才让他们来杀的 真是可惜 上古静置里面 什么也没有 这红葵也是一穷二白的 苏月灵惋惜地说道 但陆然却摇了摇头 心有所觉地来到 正对永道的石壁前 顿住了脚步 伸手一探 眼前微亮 念到 这里 还有一道静置 更繁杂 而且至少万年没有被人打开过 那也就意味着 连红葵都没发现 并且 如果这两大上古静置在这里 是为了保存某个东西的话 那东西 没准还在 而且 必然是薄 想到这里 陆然在按捺不住躁动的心 伸着一只手 凌力运转 开始解码 破镜 这是十万年来 陆然第一次碰到如此棘手的静置 错综复杂 弯弯绕绕 且静置不是固定的 而是根据四盘生克 伏析八卦 十二节气有序的变动 这样的静置 如果没有真正的解开静置的方法 只靠自己摸索研究的话 普天之下 怕是没有人可以将其打开 甚至 如果不是陆然阵法满极 连发现 都发现不了这静置的存在 十分钟后 咔 一声脆响 陆然双眼微微眯起 退后了两步 面前的石壁 从中心位置 开始荡散出一道道的涟漪 随后 整面石壁豁然消失 出现在眼前的 是另外一个拥抱 这涌道更加宽阔 同样没有光亮 却并不长 你眼看去 延伸出大概十几米的距离 就是另外一片天地了 陆然眼神四下扫过 确认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这才带头走了进去 苏月灵和其他几个长老 紧随其后 涌道内无事发生 穿过涌道 面前出现的石厅 比先前红葵窝藏的石厅小得多 但四周的洞壁 却雕龙画缝 十分精致 除了对面靠墙一个严重腐朽的椅子之外 其余地方什么都没有 椅子上 是一个摊在上面的干湿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也严重腐朽了 陆然下意识 就抬脚朝那干湿走了过去 如果这里面还有什么宝物 存在的话 只有可能在干湿的身上 因为四周陆然也看过了 并不存在其他的阵法禁止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陆然的境界发现不了 不过可能性不大 虽然陆然的境界低 但阵法满级的天赋可不是开玩笑的 师父 小心些 苏月灵紧张地提醒道 然后紧跟着陆然身边 观察着四周 陆然点了点头 倒不是他拖大 空虫风天印已经寄出抓在手里 吃龙宝甲也激活了 随时准备防御 一路无话地来到干湿的面前 并未有任何危险发生 这干湿 血肉已经没有了 但那副骷髅架子 却保存完好 仿佛不是骨骼 而是晶莹剔透的白玉雕琢而出 不知道在这里放了多久了 依然能看到 那白骨上的神影宝色 能将骨骼练化到这种程度 此人生前的境界绝对不低 是个大佬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陆然嘀咕道 死了就没什么危险了 陆然直接开始搜身 翻来覆去 陆然有些无语 除戴 法宝 什么都没有 连武器都没有 这骷髅架子 就是个光感司令 好一个两袖清风 倒是在对方的手里 陆然看到骨骼的右手 死死地抓着一个金色的牌子 他将其抠了下来 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这牌子 应该是某种金属打造的 灵力无法穿透 也无法感应 应该不是法宝 但也察觉不到任何的作用 牌子正面 刻着一个D字 背面则是写着 下周 除此之外 平平无奇 不会就是个身份牌吧 陆然皱眉道 他是进来寻找宝贝的 可结果 就这 反而是一旁的苏月灵 有些诧异道 这东西倒是和传说中的下周地令有点像 哦 那是啥 陆然好奇地问道 临界九周 每一周都有一枚天道生成的地令 传闻指掌地令者 思掌人间善恶 山川河流 云云众生 也接在其管辖之内 不过 我是肯定没见过地令长啥样的 而且 具体的作用 苏月灵其实也说不上来 就只是简单听过一些传闻 但足以证明 下周地令 是个很牛叉的高级货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手里这个 算了 先收着 是不是以后再说 继续搜 若然将东西丢进出无带 然后继续翻炒 可惜最后除了那块令牌之外 再一无所获 真尼玛琼 有资格执掌地令的人 岂会这么穷 多半那玩意 也是假的 路然有些泄了气 心里郁闷 眼看着骨架的品质不错 索性直接将骨架上 蓝绿腐朽的衣服给扒了 整个骨架丢进了厨袋 看看日后有什么用没有 之后 打道回府 而另外一边 一路狼狈 逃回金陵城的谢德阳 可没闲着 伙德宗不同于其他宗门那样 开山立派 反而在这金陵城扎根 以赴为根基发展 延续分宗到周边各个城池 宗门产业链巨大 效益惊人 人数也很恐怖 加上伙德宗 一共十几位金仙 苏月灵说的没错 绝对的超级大宗 可今日 就死了五个金仙 谢德阳心里害怕 路然会找他算账 杀过来 但让他跑 他却也舍不得这万年基业 于是一咬牙 一到消息下发各个分宗 将路然的消息传了出去 这一波 谢德阳直接砸锅 九州之大 蓝星飞生者 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 他们世门规模前所未有的恐怖 但却各自为战 便洒九州 平日里没什么 但现在 路然出现了 任何和蓝星飞生者有仇的势力 得到消息后 谁能做得住 平日里小打小闹就罢了 仙人之敬 轻易不打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路然出现 蓝星无数仙人集结 这股势力 能将以往的仇敌一扫而空 所以 谢德阳断定 路然的消息一出 一定有源源不绝的人 去组织刺杀路然 他只希望 有人能杀了路然 他就能高枕无忧了 消息传递得很快 在各个市里 也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有想要去巴结的 有想要去刺杀的 还有观望的 暗潮已经开始涌动 察觉到气愤的谢德阳 心里得意 但同时也有些担心 那路然随手秒杀惊仙 境界深不可测 这消息传出去 想要杀路然的人肯定很多 可真能杀得了吗 他有些怀疑 当天傍晚 谢德阳还在火德宗府邸内 听着手下 从各个城池传来的各方势力的消息 仔细斟酌 忽然 一道通天彻地的白色巨雾 从天而降 轰然坠落在火德宗府邸大院内 那是一头妖狐 身形巨大的九尾妖狐 通体雪白色的皮毛 仿佛波浪一般 缓缓浮动 修长妖娃的身体 原地转了一圈 最后一双巨大的寿眸 看向谢德阳 后者冷汗都下来了 敌荒妖族 你 你敢如此光明正大的陆下周 就不怕 谢德阳吞吞吐吐 周围的火德宗弟子 也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 恰在此时 妖狐巨大身体扭曲 缩小 不多时 化为一个身穿白色 青纱霓裳的女子 步履轻轻朝着谢德阳走去 她长发垂落欲足 腰脂款款 一双美眸射人心魄 好一个名眸好齿 红润的嘴唇 仿佛能滴出水来 素白的手腕抬起 捋了下额前的乱发 谢德阳等人的呼吸 都要停滞了 这是一个足以让所有男人 为之疯狂的女子 世间 竟有如此美艳的人 骆然的消息 是你传出的 她 在哪 女子开口 声音轻烈如山剑青泉 荡如空谷回音 谢德阳心头一震 眼前大亮 冲着陆然来的 敌荒妖族大佬 要杀陆然 她却没发现 女子眼眸中 那一抹让人心碎的期盼 她更没发现 金陵城外 大批魔兵 兵临城下 一道身穿血色铠甲的男子身影 踩着滔天煞气 扫了眼金陵城门口 静若寒蝉的几个卫兵一眼 淡淡问道 这里便是金陵城 火德宗可在此地 火德宗大院内 所有人都在看着女子 她美眸望着谢德阳 继续问道 陆然 现在在哪里 谢德阳这才从女子的美貌中 回过神来 心头骇然 这狐妖没有施法 但这天然的狐媚 就已经深入骨髓 咽了口唾沫 谢德阳避开一点视线 道 在大罗建宗 意见阁已经被毁 跟在陆然身边的人 都是大罗建宗的 加上陆然的身份 应该是苏月灵的师父没错 短时间内 就肯定还在大罗建宗 哦 女子眉头一挑 道 大罗建宗距离此地 并不远 宗主 可是苏月灵 谢德阳有些诧异地 看了看女子 好奇 她从敌荒而来 竟然知道苏月灵 难道 和苏月灵也有仇怨 所以 在得知陆然出现后 才想要第一时间杀了她 没错 就是苏月灵 谢德阳兴奋到 你是如何得知的消息 女子继续问道 谢德阳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问道 敢问阁下是什么人 为何要找那路染 女子眉头一簇 淡淡地说道 敌荒妖族 妖王少英 妖王 谢德阳心道 果然猜得没错 眼前的狐妖 境界至少是天妖境界 天妖境界 那等同于不如大罗的仙人 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消息 你是如何得知的 少英继续问道 可谢德阳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一名顶着功德金轮的男子 便从天而降 出现在院子里 看着院子里的阵仗 有些疑惑 大声道 宗主 消息已经散布 只是我有些不解 为何我们不亲手杀了那路染 找寻红盔的途中 发生了什么意外 嗯 话音刚落 少英的眼神便猛然锐利起来 带着锋芒 望向男子 那男子浑身一惊 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瞬间爬满心头 他顿住脚步 看向少英 第一反应却是眼前一亮 带着色欲的贪婪 在眼底一闪而逝 笑道 这位姑娘生得好润 不知来我火得踪 适合 住嘴 谢德阳脸色一变 大吼 这你马是妖王啊 你敢调戏妖王 但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少英双眼眨动 一言不发地看着男子 男子的心神 则在荡漾之间 逐渐沉沦 夕阳西下 那女子就这么 翘生生地痴痴地望着他 眉宇间那一抹忧愁繁绪 看一眼就让人心疼 所有人的注视下 男子眼神迷蒙 缓缓地伸出一只手 放在自己的丹田位置 下一秒 哼 灵力爆发 惊鲜境界的灵力 没有任何留守 催枯拉朽地撞入丹田 将里面搅动得天翻地覆 喷 男子的身体倒在地上 腹部血肉模糊 直接炸穿了 人也没了动静 少英这才重新 看向谢德阳 道 继续我们的话题 谢德阳和身边众人脸色大变 动也不敢动 谢德阳见识过 陆然用一根木棍树枝 随手秒杀金仙 但眼前的少英 只一眼 甚至不用动手 金仙境界的火德宗长老 就被迷失了心智 自毁丹田 我 我是带人去的离山 因为 谢德阳不敢犹豫 吞吞吐吐地说道 但话没说完 又有一名弟子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谢德阳都要哭了 再尼马 有弟子来捣乱 全都别活了 于是 谢德阳直接怒吼道 滚出去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打扰 但那弟子却脸色难看 喊道 可是 府外 有九幽魔兵 将我们火德宗主府给围了 啊 九幽魔兵 灵界九州 人族执掌 九幽魔族 敌荒妖族等 轻易不会涉足 可今天这是咋了 妖王来了 魔兵也来了 不 不只是魔兵 带领魔兵来的人是谁 弟子话音刚落 一道黑影飘然而至 身边缭绕的血色雾气 仿佛浓稠的血液 在身上的铠甲上吞吐不止 那铠甲仿佛鲜活的生命 随着男子的呼吸起伏着 他国字脸细眉方目 气息凶悍 但却夹杂着有些诡异的儒雅 手里的一把刀没有出鞘 但一眼看去就知并非凡品 出现的一瞬间 男子望了眼哨音 立刻又问道 火德宗宗主谢德阳 可在此地 谢德阳赶紧道 我便是谢德阳 敢问阁下室和身份 男子稍微松了口气 道 九幽天魔 费洛天 天魔 也是个等同大罗的大佬啊 谢德阳的呼吸急促起来 如果这二人都是为了杀陆然 那这事就妥了呀 一个妖王 一个天魔 两个等同于大罗县的大佬 要杀陆然 成功率很大 可是为了陆然的消息来的 谢德阳说道 他在何处 费洛天直接问道 谢德阳正打算说 一旁的哨音就笑音地说道 勿要浪费时间 消息 我已然得到了 费洛天立刻转头看向少英 四目相对 那费洛天忽然对少英拱了拱手 恭敬道 师姐 好久不见 谢德阳听完人都傻了 诧异地看看费洛天 再看看少英 这俩人 认识 怎么还扯上师姐师弟了 一个九幽天魔 一个敌荒妖王 怎么扯上同门呢 不怪谢德阳脑子愚钝 实在是平日里见不到这样的大佬 少英的神色 不如先前那么淡漠 缓和了不守 悠悠道 是啊 有万年了吧 在九幽 过得如何 费洛天道 还那样 过得去 师姐 消息当真得到了 准确吗 少英则看向谢德阳 摇头道 不确定 但如果这谢德阳没有撒谎 师父多半在大罗建宗 小师妹苏月灵 便是大罗建宗的宗主 听到这里 谢德阳猛地反应了过来 闹了半天 这俩人是 尼玛路然的徒弟 苏月灵的师兄师姐 好家伙 早知道路然的师门 便撒九州 人数众多 却没想到 连九幽天魔 敌荒妖王 都是他的弟子 谢德阳的身体 开始颤抖起来 抬头 正对上费洛天的眼睛 只一眼 仿佛刺透了神魂 谢德阳心道不妙 正想要避开视线 身体却不受控制 被一股恐怖的犀利 扯到了费洛天的面前 后者缓缓伸手 按在谢德阳的前额 谢德阳不知道 这是要干啥 本能的挣扎想要逃离 但却发现 根本做不到 身体仿佛被冻结 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费洛天呢喃道 师姐稍等片刻 消息是否准确 待我搜魂便知 魔族搜魂的痛苦 是出了名的 谢德阳感觉就像是一把钢刀 在他的神魂深处 千刀万挂 偏偏他身体不能动 不能控制 连叫喊都无法做到 痛苦折磨的谢德阳 几乎要精神失常 而费洛天的表情 却出奇的有些古怪 半想后 费洛天停止了搜魂 少英立刻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消息如何 费洛天激动道 的确是师父 真的看到他了 虽然只是从谢德阳的神魂中 搜取到的记忆 但无尽岁月中 那个许久未见的身影 再次浮现 费洛天激动地想哭 在大罗见宗 少英美眸泛着水气 呼吸有些急促 苏兄微微起伏着 又引得周围一群火德宗弟子 拼命地咽口水 师父最后出现 是在易剑阁 小师妹也的确在师父身边 随后 费洛天再看向谢德阳 神色古怪道 这祸是因为逃命才回来的 他带去的五位金仙 全都死了 他能活 是因为跑得足够快 不用谢德阳解释 搜魂过后 得知全部事情经过的费洛天 将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用一根树枝 秒了五个金仙 师父的境界竟那么高 少英有些诧异 不是这几天才飞升的吗 怎么就能秒金仙了 具体原因 我也不得而知 但师父他老人家 你懂得 他和常人不一样 费洛天沉吟道 这么说也是 倒是省得我担心了 少英松了口气 能秒杀金仙 路然的安全 起码得到了很大的保障 接着 少英美眸看向谢德阳 问道 所以 你散布消息 是为了引起仇视兰宗的势力的注意 借他们的手 除掉我师父 谢德阳脸色难看 但却不敢否认 摩棱两可地点了点头 道 差 差不多 话音刚落 费洛天便道 不止吧 已经被搜魂了 谢德阳心里那点小心思 自然瞒不过去 他赶忙说道 倒是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 借助盗门会之手 除掉路人 但你们放心 我现在直接放弃 取消盗门会 秦帖也来得及召回 少英疑惑道 盗门会 那是什么 搜魂过的费洛天门儿青 直接解释道 这个盗门会 其实就是火德宗 仪器流 天刚派 清玄宗四家自己设立的 用来四家平衡 瓜分范围内宗门的进贡 以及矿卖和其他产业 说白了 就类似于一个股东会 范围内的所有宗门 都是四家的资源 可以随便划分 一群惊仙 就敢华帝称王 你们倒是很会玩 少英打句道 谢德阳面色尴尬 心里那叫一个苦啊 金仙怎么了 好歹修了这么多年了 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 金仙就是天 其他宗门作为附庸 大多数是连金仙都没有的 譬如大罗建宗 易建阁等等 而这次 谢德阳在回来后 一边散布消息 一边组织盗门会 去大罗建宗报仇 他是不敢的 但也不确定 散布消息的效果如何 于是作为双保险 又带头召开盗门会 以获得宗一条矿卖为代价 邀请其余三家一起参加 而此时 四家的人马 已经分别开始下发擎帖 拿到擎帖的宗门 不得缺席 并且需要背上厚礼 到场附会 简直就是找理由 让各个宗门随份子 奇怪了 你们一个个都是金仙 怎么敢的 不怕我师父来了一锅端 费洛天好奇地问道 陆然一根树枝 秒杀六个金仙 轻描淡写 这实力 就算是四家联合起来 也奈何不了陆然吧 这也算双重保险 谢德阳神色尴尬道 倒是不敢 我们也没有那个本事 但清玄宗不一样 清玄宗的背后 有大罗仙撑腰 按照谢德阳的说辞 四家虽然联合 但带头的 其实是清玄宗 清玄宗因为背后 有大罗仙的关系 基本掌握着 所有资源的70%以上 其余三家 更像是清玄宗的附庸 走狗为清玄宗办事而已 所以 谢德阳召开道门会的意义 是为了叫苏月灵过去 同时借助清玄宗的力量 杀掉陪同苏月灵 参加道门会的路人 好算盘 少英冰冷的眼神 看着谢德阳 后者脸色大变 慌忙说道 可以取消 现在就可以取消 已经下发的请帖 也可以召回 但少英却摇了摇头 嘴角微微上扬 道 不用取消 道门会召开 费洛天有些好奇地看着少英 问道 师姐 我们做何打算 即刻启程 去大罗建宗找师父吗 少英却摇了摇头 回应道 我去 你留下 接着瞥了眼谢德阳 继续道 你带了那么多魔兵 托家带口子的 行动不便 留在这里看着他 确保道门会的照常照开 同时 让他嘴巴严实一点 不该说的不要说 简单 费洛天点了点头 单手抬起 只见一点紫色的荧光 微微闪烁着 下一秒 谢德阳就猛地扑倒在地 杀猪般惨叫着 痛苦地打滚 双手在身上胡乱地抓着 衣服很快都被抓成布条状了 费洛天这才停手 谢德阳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脸色煞白 浑身颤动 地面已经尿湿了一大片 直接失禁了 你 你干了什么 谢德阳颤颤巍巍地问道 在看向费洛天的眼神 就仿佛在看着一个恶魔 魔托蓄灵火 方才搜魂的时候 顺手种下的 你的神魂 现在归我控制 费洛天淡淡地说道 少鹰赞许地点了点头 道 这办法不错 你们魔族的手段果然都很变态 费洛天尴尬地挠了挠头 道 只是比较激进罢了 而且 这魔托蓄灵火 是下界的时候师父教我的 在灵界同样可以驱使 我就延续下来了 少鹰点头 道 像师父的风格 他俩聊着 一旁的谢德阳 却已经绝望了 这冷不丁 他怎么成了魔族大佬的傀儡了 反抗 不存在的 一点小心思都不敢有 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搜魂 在费洛天的面前 他藏不住任何东西 既如此 这边就交给你了 我去大罗建宗 这里有费洛天操持 少鹰就放心了 费洛天无奈 只能点头 但他也想见师父啊 之后 按捺不住心里的急切 丢下一句话 少鹰身形一扭 演化本体 九尾妖狐通天彻地的巨大身影 拔地而起 夜色中顿入天边 很快就消失不见 一日清晨 陆燃在宗内闲逛 走了一段 忽然看到沐瑶路过 沐瑶也恰好发现了陆燃的身影 但整个人身体忽然紧绷 处在原地不敢动弹了 沉默了几秒 才到 老祖 早上好 祖你的头啊 你又不是大罗建宗的弟子 陆燃哭笑不得 沐瑶看陆燃的反应轻松 紧张感才消除了一些 松了口气 我听说了你的事情 你在下届十万年 弟子遍布临界九州 是 是大佬 沐瑶原本以为他和陆燃是一类人 是一起飞升的同伴 可结果 他是个虫儿 但人家陆燃可是真正的大佬 倒是没错 你这大清早的不睡懒觉 干啥去 陆燃随口问道 闲来无事 去言无常找沐叔 沐瑶说道 沐叔就是沐云宗了 在他们的世界 沐云宗飞升前 是沐家的管家 看着沐瑶长大的 沐瑶对沐云宗还是很依赖的 于是 两人结伴去了阎武场 快到的时候 就发现不对劲了 阎武场上 一伙人站在宗主大殿前 趾高气昂 我等既然来了 为何你们大罗建宗的宗主 迟迟未见 好大的胆子 带头说话的 是个穿着黑色锦衣的男子 路然有些疑惑 这是在干啥 男子不远处 苏妹皱眉道 诸位刚道 何来迟迟未见一说 大胆 还敢顶嘴 男子皱眉怒斥道 苏妹咬着牙 神色有些不服 但也不敢继续多言了 路然和沐瑶 走到场外 看热闹的沐云宗身边 小姐你来了 话刚说完 沐云宗就看到了 沐瑶身边的路然 瞬间闭嘴 大气都不敢出 路然反倒没觉得怎么样 随口问道 这伙人是干啥的 带头那个愣头青又是谁 大青早来大罗建宗 大呼小叫 闲命长吗 这群人都是黑色的衣着 和大罗建宗区别很大 且一个个神色傲然 即便是只有带头的是金仙 后面的不过是几个上仙 和一些真仙 但也依旧嚣张 天罡派的人 来发盗门会的请帖 就是有点奇怪 一般盗门会一年一次 但今年提前了三个月 沐云宗疑惑地说道 天罡派是干啥的 盗门会又是啥 路然继续问道 沐云宗便简单解释了一下 大概和费洛天在谢德阳那里 了解得差不多 哦 这不就是收租的 小人过去随份子 算个屁的盗门会 路然有些无语 这不就是变相的收保护费吗 确实是 但也没办法 盗门会四家的确很强 沐云宗说道 这时 苏月灵姗姗来迟 看到这些人 皱眉道 盗门会的日子还没到 这是什么意思 带头的男子冷笑一声 道 盗门会何时举办 是我们说了算 而等只需收铁 附会 多余的屁话就不要讲了 说完 甩手丢出去一个擎铁 苏月灵单手探出 但那擎铁之上 劲道很大 苏月灵身体 蹬蹬蹬退后几步 堪堪稳住身体 娘们果然是没多大点力气 就该在床上任人蹂躏 而不是 当什么狗屁宗主 男人随口打句道 眼神肆无忌惮地 在苏月灵的身上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舔了舔嘴唇 这冒犯的目光 让苏月灵心头火大 但更火大的 却是陆然 她神色冰冷地走了出来 走到了苏月灵的身边 师父 苏月灵委屈地嘟了嘟嘴 千百年来 苏月灵受到委屈 都是独自承受 但现在陆然在 苏月灵立刻就找到了主心骨 我来处理 陆然抓着苏月灵的小手捏了捏 柔声说道 但这动作 却让男子的眉头猝了起来 发帖有规矩 她不能太过分 口头调侃几句也就罢了 但眼前的美女 却被另一个人如此亲近 她心里顿时有些扭曲极度起来 来者何人 见到本座 为何不贵 男人登时立刻道 陆然缓缓转身看向男人 没有搭理男人 而是对苏月灵道 两条胳膊三条腿 你想让我先看哪一个 一见诛仙可以秒 但不够痛苦 敢冒犯小胖妞 陆然可不能就这么简单秒了 夏季的时候 徒弟们对陆然还有一个称谓 户图狂魔 苏月灵眨了眨眼睛 愣了愣 三条腿 忽然 她反应了过来 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 都 都可以 苏月灵大舌头道 那就先 陆然念叨着 打算先砍了两条腿 然后再慢慢折磨 但那男人 反而先火大了 陆吼道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 见到本座竟敢不跪 你给我跪下 男人心里嫉妒 想要找回场子 偏偏对方 还如此不将他放在眼里 优越感荡然无存 我跪你马 老子现在 就砍了你两条腿 不 是三条 陆然怒骂道 接着 就打算动手 可就在此时 嗡 一道破空声传来 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天地凌压 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呼吸 有些不唱起来 汗毛都要乍起 抬头看去 一道通天彻地的巨大身影 从天边滚滚而来 不过眨眼间 就已经看清楚了全貌 是敌荒妖族 沐云宗吃了一惊 身边的沐瑶子好奇道 妖族很厉害吗 沐云宗皱眉道 强大的妖族自然厉害 可是奇怪了 敌荒妖族向来和人族井水 不犯河水 户不越界 下周和敌荒接壤 我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多少妖族 这妖狐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男人正在装逼找场子 忽然看到九尾妖狐掠空而来 脸都绿了 是敌荒妖族 好恐怖的威压 莫非是天妖 男人呢难道 随后 下意识就想先带人开溜 可还没来得及动身 九天之上 一道火火铺天盖地而来 瞬间席卷炎舞场 但范围并不大 反而十分小心地 将天罡派的人笼罩其中 炽热的温度 几乎瞬间 就融化了其中的真仙 就算是上仙 身体也已经开始快速焦黑 各种各样的法宝不断地祭出 拼命地抵挡狐火的侵袭 至于为首的男人 苦苦支撑 法宝也已经丢了出来 但收效甚微 天妖的狐火 可不跟你闹着玩 男人想要逃跑 但狐火压制之下 他就像是砧板上的鱼肉 身体被狐火腐蚀 烧焦 等那妖狐优雅落地的时候 男人一伙 已经死伤殆尽 苏月灵身边 苏妹等人神色严肃 如灵大敌 那天刚派的男人可是惊心啊 就这么没有任何反抗余地的 被烤死了 能如此轻易地做到 那就证明 这狐妖 是天妖级别的妖兽 人群外 沐云宗的呼吸也急错了起来 紧张地对沐云道 小姐 逃 我们快逃 是天妖 等同大罗线 在场没有人是她的对手 沐云愣愣地看着那狐妖 听着沐云宗的话 咽了口唾沫 天妖 等同于大罗线的天妖 如此恐怖的妖族 为什么忽然袭击大罗建宗 连天刚派的金仙都被顺手烤死了 不能走 我们是大罗建宗的客卿 强敌来袭 这不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吗 沐云固执地摇了摇头 沐云宗的脸色 当时就变得难看起来 小姐还是太年轻 品德高尚是没错 但要和天妖对抗 那是鸡蛋碰石头 她和沐云都才只是 真仙境界的小喽啰 没看到狐火来袭的时候 那几个真仙 直接就蒸发了吗 这怎么打 飞蛾扑火 同样的 这也是大罗建宗 无数弟子的心声 恐惧瞬间席卷整个大罗建宗 如此恐怖的妖族 他们前所未见 狐妖没有去理会那些焦黑的尸体 而是低头 凝视着的不远处的路人 然后一步一步小心地凑近 巨大的身体动作 却很轻柔 苏妹几人包括苏月灵在内 各个神情紧张 这可是天妖啊 虽然路然就在身边 但路然能秒杀惊醒 对战天妖又如何 谁也不知道 况且 大罗仙之间的对战 随便擦一点边 他们这些上仙 非死几惨 只是 苏月灵莫名地觉得 这天妖的气息有些熟悉 路然就站在他们身前 看着眼前通天彻地的妖狐 神色忽然柔和了下来 小白 好久不见 路然笑呵呵地说道 小白 众人一愣 下一秒 妖狐巨大的身体 便幻化人形 翘生生地 站在路然的面前 一身幻化而出的霓裳 素白如雪 灰白色的长发 垂落在狱卒后 翘臀 风胸 宽松的霓裳 折盖不住那傲人的身姿 美眸挂着水雾望着路然 一颦一笑 刹那间的芳华 让这个大罗剑宗 都死寂了下来 不愿意打破 这射人心魄的一幕 可就在此时 路然却忽然一声怪叫 我靠 几万年不见 怎么长得这么烧了 当初少英在飞生前 可不是这样 少英脸颊刷的一下就红了 但路然这大呼小叫的模样 当时让少英找到了熟悉的感觉 再也忍不住 一个钱扑冲到了路然的怀里 一双玉壁挂着路然的脖梗 脑袋埋在她的肩头 离戏之间 是那熟悉的心香 苏妹等人都梦了 这可是天药啊 反而苏月灵终于回过神来 惊呼道 少英师姐 真的是你 听到苏月灵的声音 少英才从路然怀里出来 脸颊微红 水蒙蒙的眼睛看着路然 柔声道 师父 路然咽了口唾沫 眼神不自觉的下疑 随后赶紧又收回了目光 正一马 水顶得住 小白 你趁早收起 你那狐媚之树 为师是不吃这一套的 路然老气横秋地说道 满脸的正人之气 但为了掩饰某处的昂扬 只能微微弯腰 成了驼背 逗得少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不怪路然 当年在下界 路然遇到她的时候 她还只是一只幼狐 看她毛茸茸的可爱 路然就带在身边当宠物了 没想到一千多年的时间 少英便化形 飞升离开了下界 飞升之时 少英的模样还是少女 毕竟妖族和人族是不同的 在妖族漫长的生命尺度面前 她可不就是少女吗 而现在熟透了 此时此刻 大罗剑宗无数弟子 以及那些客卿 全都骂了 这老族也太夸张了 连敌荒天妖都是她的徒弟 师父 师姐 我们回店里说话吧 苏月灵道 苏妹等几个长老小心地陪在一旁 这直接烤焦天刚派惊心的天妖 竟然是也是路然的徒弟 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 店内 许久未见 少英和路然有说不完的话 路然的眼神则时不时在少英身上游走着 心里十分欣慰 当初那个小白狐 如今也出落得这么漂亮了 要不怎么说是狐族呢 论相貌 简直爆杀人族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路然问道 少英如是将关于谢德阳的消息说了一遍 我擦 那老毕灯这么阴险 路然想骂娘 他虽然可以秒惊心 但如果大罗先来了 他可顶不住啊 师姐没杀了他吗 太过分了 苏月灵都气得不行 少英摇了摇头 道 要杀 但还有点用 费洛天会看着他 道门会也会照常进行 到时候产出四家 大罗建宗来接管各家产业 当作兰宗弟子集结的开始 兰宗? 路然大概明白 指的就是 蓝星以路然为老祖的师门 费洛天? 你是兄? 那小子也在 路然眼前一亮 师父 费洛天是我师弟 少英摆了路然眼说道 还别说 就这翻白眼的动作都风情万种 嗨嗨 是吗 那是我记错了 毕竟你我也一万多年没见了 路然尴尬地说道 是两万三千零九百七十四年 少英满眼的忧怨 嗯 路然嘴角抽了抽 没办法 徒弟太多 记不住那么准确啊 一旁的苏月灵 被路然的样子 逗得哈哈大笑 既然如此 这道门会 咱们就肯定要参加了 日期就是明天吧 路然赶紧插开话题 不 是三天后 苏月灵到 因为范围内有些宗门距离远 大罗建宗的距离算是比较近的 一日内就能赶到 有些宗门则需要至少三日 像是少英这样的 一个晚上就能赶到 甚至不惜损耗精血拼了命的血顿的谢德阳 都能半日内回到精灵城 师父 你现在算是什么境界 少英好奇地问道 眼看着是上仙境界 但费洛天搜魂的信息 却看到可以秒杀精血 上仙 路然随口道 倒是提到境界 路然才猛地想起来 他今天还没有签到呢 于是随手签道 叮 签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修为奖励 恭喜宿主获得神通 地形仙 上仙境界 少英有些迷糊 真就是上仙境界 上仙境界怎么秒杀的精血 还是用一个木棍 秒杀了好几个 正嘀咕着 路然的脑袋后面 功德紫气忽然冒了出来 身边众人一愣 正好奇路然在干啥的时候 不 一道气浪有咋出 路然脑袋后面的功德紫气 迅速凝结 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功德金轮 惊鲜了 众人都看傻了 聊个天 你顺手就惊鲜了 离谱 师父 你 你惊鲜了 苏月灵说话 有些大舌头 少英也在看着路然 哦 还真是 路然的确发觉自己的境界 拔升了一个新的层次 但他没觉得怎么样 本身就是水到巨城的事情 只有辛苦得来的 才能体会到 其中的艰辛和珍贵 接着 路然开始研究 给的神通的行仙 因为千道没有暴击 所以是结合当前境界 来给予奖励的 所以给的不是仙法 而是普通的神通术 德行仙 天下任我游 土盾之术 千里范围内随机传送 路然眉头一挑 非但没有觉得普通 反而很是兴奋 下界十万年 什么类型的功法武器 他都拥有过 类型和作用 以及好用程度 都分门别类 这地行仙 随机传送 貌似没什么用处 但千里范围 简直就是保命力气啊 路然现在虽然可以秒杀金仙 免疫金仙任何形式的攻击 他自己也是金仙了 但对上大罗仙就没办法了 有道运感悟的大罗仙 本身就接触到了一丝天道规则 路然是打不过的 这就意味着有点危险 可现在 地行仙 完美解决问题 打不过 也就跑 而且是毫不犹豫 头也不回的那种 不错 是个好东西 路然嘿嘿一笑 十分满意 师父 你怎么笑得那么赢档 想什么呢 苏月灵伸手在路然眼前晃了晃 问道 去去去 哪里赢档了 小孩子不懂 不要乱说 路然瞪了苏月灵一眼 然后看向众人 继续道 既如此 你们就即刻启程 去参加盗门会 嗯 众人文言一论 师父 你 不跟我一起去吗 你 要走 苏月灵神情紧张 他知道路然的执念是秦武摇 不单单是在灵界提过一次 在下界 路然念到了九万年 别看他平日里吊儿郎当嬉皮笑脸的 但提及秦武摇 路然不会马虎 所以 他知道路然肯定会走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我当然也去 不过三天时间很富裕 我打算去一趟药宗 找谷海问问清楚 对了 药宗应该也在邀请之列吧 路然说道 听到路然暂时不走 苏月灵和邵英才狠狠地松了口气 苏月灵拍了拍胸口 道 药宗不一样 谷海师兄的炼药术师成于宁 万里内独树一帜 那四家以及周边很多宗门的丹药需求 完全依托于药宗 所以 药宗并不在进贡之列 反而四家对药宗还极为客气 哦 路然眼前一亮 没想到那小子混得还不错 但想想也的确如此 丹药这玩意 是境界之外为数不多的 可以快速或直接提升灵力的好东西 加上谷海古怪的性格 那四家自然不敢得罪和压榨 既如此 师父 我陪你一起去 绍英直接说道 他也舍不得路然 而且 放心不下路然一个人跑 虽然路然才飞升几天就惊鲜了 成长之快离谱的要命 但毕竟才只是惊鲜 不用 谢德阳那老毕灯将我的消息传出 必定有人来找我麻烦 且第一目标就是大罗建宗 阅令一个人顶不住 你陪着他去到门会 三日后 我必到 路然说道 有地心仙在 哪怕遇到大罗仙 他也死不了 玉龙谷 清玄宗 谷底深处 一面清幽湖泊旁 清玄宗宗主雷刚 在湖边小屋前拱着身子 拱敬道 老祖 那火德宗提前开到门会 只怕不是为了收贡那么简单 这雷刚 人如其名 五大三粗 惊鲜境界的他 皮肤却隐隐透露着 一丝金属的灰光 清玄宗核心密法清玄霸体 只是他说完话老半天 小屋却没有动静 雷刚咬牙继续道 前几日 听闻火德宗外出寻找叛徒 还和大罗建宗产生了摩擦 但后来只有谢德阳一个人回来 许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小屋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雷刚便继续道 但这两日 谢德阳让人传出消息 蓝宗怒然出现在大罗建宗 之后 有弟子报告 火德宗所在的精灵城 出现了敌荒妖族和九幽魔族的人 只呀 小屋门打开 一名身材更加壮瘦的老者走了出来 面容看着苍老 但浑身肌肉盘结 皮肤的质地 比雷刚看上去还要夸张 甚至 就连那双原本该泛黄的双眸 也完全变成了金色 此人 便是清玄宗的老祖 雷太 大罗仙 陆然 前几日登先绑上蓝星的陆然 蓝宗那个老祖 飞升了 雷太的眼神扫过雷刚 后者赶紧避开视线 低头 恭敬道 如果谢德阳没有说谎 也许就是真的 并且 很有可能有多位金仙协助陆然 否则 区区一个大罗剑宗 谢德阳一个人就能处理 如今 他提前召开到门会 只怕也是 想借我们的手来除掉陆然 谢德阳的小算盘 清闲宗门清 多半是了 那陆然刚飞升 即便是蓝宗老祖 也不过真先进 他要杀便能直接杀了 雷太问道 雷刚摇了摇头 又道 这谢德阳生性谨慎 对上金仙 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会去战 于是想借刀杀人 今日来见老祖 是想问问 对这陆然 我们该摆出什么态度 雷太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眯起眼睛 粗广的声音说道 不管那谢德阳 这陆然出现 蓝宗弟子集结 对我们没有好处 雷刚一愣 您的意思是 雷太阴瑟瑟的一笑 啊 到我们会当日 老夫亲自出手 将其震杀 危险 必须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雷太大罗先进见 震杀陆然 十拿十吻 同一时间 八千里外 白岩阵 路边一个浑身酒气的乞丐 忽然一屁股坐了起来 盯着路过的 正在散布消息的 火德宗弟子看了看 喊道 几位老哥 关于那路然的消息 可是真的 几个弟子 瞥了眼乞丐 为首之人皱眉道 真自然是真的 但和你这乞丐有何关系 咕咚咕咚 乞丐仰头 灌掉酒壶里剩余的酒 下一秒 嗡 身后一尊金色罗汉虚影 一闪而过 几个弟子脸色大变 大罗法虾 再问一句 火德宗 可在那精灵城 乞丐再问 回前辈 是 几个弟子刷的一下 站直了身子 军训似的 万里之外 红月楼 楼台隔雨之上 一名身穿红色纱裙的女子 依靠在栏杆上 看着面前的侍女 问道 传出消息的 是何人 侍女点头道 是那精灵城火德宗宗主谢德阳 一个普通金仙 女子神色骤然一冷 道 区区金仙 也敢对我师父引火 好大的狗胆 说完 女子起身 问道 找份地图给我 将金灵城标记出来 金灵城南三千里 一家酒楼内 风姿绰约的老板娘挥手感人 不好意思各位 着急见家长 诸位改日再来 改日再来 谢谢刚才提供消息的客人 您的酒钱免了 随后 酒楼关门歇业 老板娘念头一动 闪烁到九天云雾之上 背后一尊身材妖娆的神魔虚影 微微闪烁 随后消失不见 金灵城 便是这个方向没错了 一时间 随着谢德阳消息不断地扩散 万里内 连锁反应开始了 就像少英说的那样 道门会 就是兰宗弟子集结的开始 只是规模 远超少英的预料 而打定了主意 要镇杀陆燃于摇篮之中的清玄宗老祖 还不知道他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陆燃离开大罗建宗的时候 还是早上 但就算是驾驶雷火战车 赶到耀宗的时候 也已经半下午了 少英被他留在了大罗建宗 和苏月灵一起准备到门会 古海倒是挺会选地方的 陆燃看着下方的在山峰之间 错落层叠的耀宗建筑群 尼南道 来之前苏月灵就说过 古海建立耀宗的山 原本就是灵脉的分支 这里灵气浓郁 灵草繁茂 不管是修炼 还是培育灵职 都是上家之地 当然 如果是其他的愣头青 想占据这样的好地方 开宗立派 可不容易 得亏是耀宗 不单单是清玄宗 还有其他各派 如果不想断了某些必需品丹药 就不能和耀宗为敌 在待遇上 耀宗和比大罗建宗的待遇好得多 甚至 古海还借助自己的关系 偶尔照顾自己的小师妹苏月灵 道门会往年 也都看在古海的面子上 对大罗建宗的进攻要求特别低 想着多年未见 路然也有些急切 迫不及待收了雷火战车 飘然而下 位置 是直奔主峰宗主大殿 这很容易看清楚 宗门里最高 最豪华 最大的 肯定就是宗主大殿了 大殿前 路然直接朝里走去 但门口几个守卫弟子 很快就拦住了路然 干啥的 通行令呢 弟子直接问道 路然可不知道通行令是个啥玩意 礼貌地说道 小友好 我找你们宗主古海 让他出来见我 怎么说 这些都是古海的弟子 路然还是和蔼的 他叫古海来见他 这没毛病 毕竟他是古海的师父 但这口气 听在几个守卫弟子耳朵里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谁他妈是你小友 别套近乎 想见我们宗主的人多了去了 你一没通行令 二没通报 哪来的回哪去吧 弟子傲慢地看着路然 还有 没有通行令 你是怎么进来的 路然有些无语 见个宗主这么麻烦 但路然也没发火 而是念头一动 问 功德经伦出现在脑袋后面 几个弟子瞬间愣住了 随后脸色大变 大仙悟怪 我 我这就去通报宗主 其中一名弟子赶紧道 这鸭是金仙啊 寻常他们 见到真仙和上仙 都得恭恭敬敬的 这金仙 只怕是四大宗的人 不敢怠慢 赶紧就去通报了 去吧 路然笑呵呵地说道 此时此刻 古海并不在宗主大殿 事实上 古海很少在宗主大殿 大多数时间 其实都在丹殿和林草库 要么就在三黄百草原 拾夺他的林职 守卫弟子最终在林草库 找到了古海 宗主 有人在宗主大殿 要见您 弟子直接说道 哦 不见 古海头也不回地说道 继续低头翻 找着林草 可是 那位是金仙 有可能是四大宗的人 弟子小心道 金仙 古海回头瞥了眼弟子 摇头道 那也不见 你随便带他溜达溜达 应付几句打发走就是了 他不敢怎么样的 如果是真仙和上仙 古海都要直接赶人了 金仙嘛 给留点面子就可以了 守卫弟子走后 古海继续翻找林草 身边一名女弟子 帮忙将他翻乱的林草 重新归制后 不行 不行 还是不行 不确定 不确定到底是用哪种 该死的 我的能力还是不够 古海暴躁地将手里的林草 愤怒地放回盒子里 烦躁非常 一旁的女弟子道 师父 要不歇息几天 提炼单方并非一朝一夕 急不得的 古海沉默了极妙 看了眼女弟子 如果是我师父 但要给他 他一眼便能看头单方 女弟子有些无奈 这样的话 他听了几千年了 古海嘴里最容易说的就是 如果是我师父 就怎么怎么样 很难想象 古海的炼单术 已经如此炉火纯青了 可按照古海的意思 这点水平 在他师父路然面前 就是那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 其实那女弟子也没说错 提炼单方这种事情 很难 非常难 获得一枚丹药 想要凭借能力 判断丹药炼制时候需要的材料 已经是极难了 还要精确各个材料之间的配比 那更是难比登天 另外一边 守卫弟子回来 路然看他一个人回来的 随口问道 古海呢 弟子搪塞道 宗主暂时有事 来不了 你要是有兴致的话 可以在我们要宗临山转转 这话 已经很明显是送客了 以金仙的身份 求见不得 多半是欣然地离开 但路然却点头道 可以 那就转转 啊 那守卫弟子一愣 你呀还真转啊 不过 他没敢表达自己的意思 毕竟人家是金仙 一根手指都能捏死他 无奈之下 只能陪着路然 在宗内兜兜转转 路然颇有一种 参观女家业的感觉 整个要宗经营的 也的确像模像样的 这时 走到一处大殿前 浓郁的要相扑面来 路然眼前一亮 当即转角走了过去 那守卫弟子吓了一大跳 慌忙道 大仙 这里是丹殿 宗主专属 他有令 外人不能随意出入的 路然摆手道 相信我 我不是外人 别人不能随便出入 但我可以 说话间 脚步不停 那弟子犯了愁 这要是被路然进去了 出了岔子他 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但是拦又拦不住 于是赶紧跑了 跑去报告给古海 路然没有理会那守卫弟子的异常 走进丹殿 这里的药箱更加浓郁了 大殿中央摆放着几个丹炉 丹炉旁则是一个专门设置的架子 分别放了三颗丹药在上面 另一边则是摆满了各种灵草的另外一个架子 这是在提炼丹方 路然眉头一挑 这丹炉和架子摆设 和当年在夏季的时候 教古海提炼丹方时一模一样 这么多年 古海的习惯还是延续了下来 多年没有玩过这个东西了 路然也有些手影 立刻就凑了过去 拿起第一颗丹药放在鼻下嗅了嗅 双眼微微眯起 炼药满级的路然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就睁开了双眼 看向丹炉内 里面已经摆放了一些灵草了 但杂乱无章 显然是测试过很多次之后 新的材料配方 其中几个关键灵草倒是找出来了 可惜还缺几个配比也有问题 路然呢喃着说道 扫了眼旁边的架子 在灵界 很多灵草在夏季是没有的 路然也不认识 叫不出名字 但他能判断药性和灵草的作用 只需要按照配方来 分别拿去就是了 于是一挥手 三两下 将前两个丹炉内的材料补全 配比也得规制好了 但他没有开火炼丹 而是将其作为教材留了下来 打算等谷海到了的时候 顺便教他 让他记住 接着便走向第三个 另一头 正因为无法确定 单方具体材料的谷海 又听到了弟子 关于有人闯入丹店的报告 顿时鼻子都气歪了 连我药宗丹店都敢闯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金线这么大的狗胆 第三颗丹药 是让他最感兴趣的 因为刚凑过来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 那雄厚的药力而不发 眯着眼看去 甚至还能看到 丹药上几条宝气宁光 在丝滑地游走着 好东西 路然眼前一亮 正打算拿起来看看 可瞎一秒 嗖 眼前的丹药还没拿到手 忽然消失了 路然怎么说 也是惊心了 猛地扭头 就看到一道残影 从丹店大门边一晃过 投东西 好快的速度 路然念头一动 一个闪身就消失在原地 不多时 药宗摆草原后的山腰 茂密丛林中 那人影停了下来 飞在天上的路然看得真切 那竟然是个 十二三岁的半大萝莉 穿着青蓝色的长衫 黑色的长发披散在身后 小脸圆嘟嘟的 整体不像是个小偷 反而可可爱 文文静静的 最关键的是 路然一眼就看得出 这小萝莉的境界 才只有金丹境界 这简直是齐了个啪了 因为刚才这小萝莉 展现出来的速度 根本就不可能是 金丹境能展现出来的速度 此时 那小萝莉也很小心 私下看了看 这才小心地 将拿到手的丹药掏了出来 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 随后又打算装回兜里 但就在此时 身后忽然传来一个 懒洋洋的声音 丫头 偷东西这个习惯 不太好吧 小萝莉吓了一大跳 赶紧扭头看向路然 随后毫不犹豫地撒腿就跑 速度依然很快 但这次 路然怎么可能继续让她跑 那太浪费时间了 路然来要踪 可不是为了 和一个小萝莉 在这里浪费时间 于是随手一挥 一道强大的静置 瞬间笼罩了 方圆百米的范围 那小萝莉一头撞到静置上 被狠狠地弹了回来 又尝试了几次 还是冲不出去 那样子 就像是一只惊慌的小狗 路然看得好玩 但也不想浪费时间 朝小萝莉走去 对方似乎也发现了路然的意图 一咬牙 不但没见过丹药交出来 反而直接放进兜里 路然眉头一皱 这么没眼力见 可下一秒 让路然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那小萝莉忽然双手摊开 摆出胡爪的造型 脸上更是一副凶狠的模样 小脸猝起 凶巴巴地看着路然 啥意思 吓唬我 路然都无语了 要不怎么说是小孩子呢 指望这吓唬人 可随后 路然发现 小萝莉这古怪的动作 可不单单是吓唬人那么简单 嗡 一道诡异的波动 以小萝莉为中心 拔地而起 随后 就在路然惊恶的目光中 小萝莉的气息 开始节节攀升 爆发潜能的神通 路然分析道 这样的东西很多 但路然没怎么用过 即便是在下界 也没用过 因为本身 潜能爆发提供的战斗力增幅 也是有限的 少有的能够越级爆发的手段 并且 无节制的爆发力量 对身体经络和神魂的负荷 是巨大的 也就是后遗症 这小萝莉金丹静剑 就算爆发 能爆发到哪里去 原因 顶天了 给你算个化神镜 但那在路然的眼中 不还是蚂蚁吗 可事实却不止如此 小萝莉的气息不断增幅 很快就过了原因 到了化神 但还没有停 反而一路高歌猛进 速度越来越快 几乎就是电光石火之间 洞虚 大成 镀结 随后 真仙 路然都看傻了 这是什么牛叉的手段 一个金丹静剑的小萝莉 一个爆发 直接先人致敬了 这增幅简直让路然 觉得自己是不是没睡醒 还在做梦 就像是一包泡面 泡出了一栋楼 不过好在 到达真仙境界之后 小萝莉的气息增长 就逐渐减弱 最终停了下来 此时的小萝莉模样 也发生了改变 她的左右脸颊 出现了三道暗紫色的条纹 小嘴凶狠地张开 两颗虎牙 也变长了许多 与此同时 小萝莉的双手 以及脖梗裸露出来的皮肤 竟然覆盖上了一层 青色的细腻鳞片 妖 路然一乐 小女孩脸上那些条纹 像极了少英小时候 初次画型的样子 那是瘦文 但也不对啊 当初少英从小狐狸 第一次画型的时候 用了五百年 而且 当初的少英 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了 境界也已经达到了 等同于化神期了 一个金丹七的妖 不可能画型 更不可能一个爆发 直接先人致敬 古怪的小家伙 路然嘀咕道 下届十万年 路然接触过的妖 太多太多了 她的徒弟 就有数不清的妖 但这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而且路然不觉得 这小萝莉是妖 因为她的气息 根本就是人族 而不是妖族 但此时的表现 却仿佛半妖化型一般 正想着 刷 小萝莉一个前冲 乐狠狠地朝着路然扑了过来 速度之快 让路然脸色大变 因为这个速度 甚至和上线差不多 一个爆发 直接先人致敬 速度更是比你上线 这什么逆天的手段 路然来不及多想 因为距离近 小萝莉的速度又太快 路然只来得及 撑起护体钢器 一只手 躺起挡在面前 吃龙保甲 也第一次启用了 没办法 这小家伙太诡异了 路然拿捏不定的东西 就绝对不会傻乎乎地冒险 咔 小萝莉冲上来 一口狠狠地咬在了路然的小胳膊外侧 一道黑色龙铃嗡的一声弹出 但不过一刹马 咔嚓 龙铃崩碎 护体钢器 也仿佛纸糊的一般 被小萝莉一口咬进了血肉 路然都看傻了 第一次动用 林宝吃龙保甲的防御 却竟然被这小萝莉一口干碎了 惊鲜境界的护体钢器 也没有坚持住 这尼玛是针线 一口破防惊鲜 咬到血肉 路然瞬间 就感觉一阵酥酥麻麻的感觉 从小胳膊开始扩散 有毒 这是路然的第一反应 毫不犹豫地一甩手 砰 小萝莉的身体 仿佛炮弹一般被丢了出去 轰然一声巨响 杂入山腹 路然低头看向自己的小手臂 本以为中了什么了不得的毒 可结果 酥酥麻麻的感觉 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似乎有某种物质 侵入了筋络和血肉 速度极快地涌入丹田 路然想要阻止都做不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物质 融入丹田 坏了 这什么妖怪我操 不会阴沟里翻船吧 路然都傻了 鬼能想到一个小萝莉 这么恐怖 丹田是每个人的修炼核心 也同样是弱点 如果丹田被暗算 结果可想而知 可下一秒 路然发现 那东西融入丹田后 自己不但没死 反而丹田转化灵力的速度 骤然加速 比以前快了三倍不止 路然反复检查 确认没有其他的并发症 顿时眼前大亮 这哪里是毒啊 这简直比仙搭还神啊 抬头看去 山腹黑洞洞的洞口内 小萝莉半腰形态 已经重新钻了出来 被路然这么甩出去 山都撞出了窟窿 她竟然没受伤 望着路然 眼眸之中 依旧是滔天的原始野性 路然咧嘴一笑 尽量温柔地说道 小姑娘别怕 哥哥不是坏人 甜不知耻 十万岁的老古董了 自称哥哥 路然竭尽所能 让自己看上去温柔正气一些 但是貌似没什么用 半腰状态的小萝莉 已经失去神志 只有原始的攻击本能 路然话音刚落 她就几乎瞬间 窜到了路然的面前 娇小的身躯灵活 迅捷 但攻击方式依然是那口牙 好在这次路然有准备 猛然伸出一只手 做出一个古怪的手势 终止伸出 灵关指 钉 点赞小萝莉的眉心 这是路然在下界迁道学会的武技 因为是作用于神魂的精神类武技 所以不需要灵力驱动 在灵界也可以使用 刹那间 小萝莉的身体就顿住不动了 眼眸中的原始野性迅速地退去 小萝莉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路然 老半天才忽然反应过来 下意识又要转身跑 但路然已经一把抓住了小萝莉的手腕 将她拉到了自己面前 小萝莉神色一喜 忽然也不挣扎了 而是扭头带着满脸笑意看着路然 啥意思啊 路然有些恶然 这小萝莉也不吱声 就这么看着路然 路然以为是小姑娘还没回过神来 于是重复着说道 小姑娘别怕 哥哥不是坏人 小萝莉则诧一道 你没有不舒服吗 不舒服 路然一愣 忽然想起刚才咬的那口 便赶紧查看丹田 但这一查看 路然更是心头大血 此时灵力转化的速度更快了 不舒服 不存在 舒服的牙皮 没有不舒服 不过 路然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 松开了小萝莉的手腕 果然 灵力转化速度瞬间降低 虽然也挺快的 但还是之前咬的那一口带来的效果 并且还在锐减当中 和牵着小萝莉的手的速度 是完全不同的 于是 路然又牵起了小萝莉的手 反复尝试了几次之后 确定下来了 没错 牵着小萝莉的手 的确会加快灵力转化速度 她又尝试着伸出另一只手 在小萝莉柔弱无骨的小手上摸了摸 蹭了蹭 但并没有再次加速的感觉 于是信心然地放弃了 反而眼前的小萝莉 一副看变态的眼神 看着路然 眼看着路然抓着她的小手摸来摸去的 多半是将路然当成是喜好萝莉的怪叔叔了 嗨嗨 路然赶紧轻咳了一声 停止了自己的古怪动作 你真的没有不舒服 小萝莉继续问道 路然大概猜得出 是自己转化灵力这个东西 小萝莉也知道 是她带来的 于是摇头道 没有不舒服 感觉良好 真的 小萝莉眼前一亮 不但没有挣脱 反而反手 抓住了路然的手 黑黑一笑 显得很是开心 路然有些迷糊 但还是说道 先前那个丹药 是我徒弟的 你就这么偷了 不太好 诺 给你 小萝莉十分爽快 将丹药直接交了出来 路然接过来检查了一下 这才满意的点头道 不错 能还回来就是好的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文言 小萝莉到 宝 林宝 哦 这就是小萝莉的名字了 那你家人呢 路然继续问道 林宝迷糊地摇了摇头 啥意思 没家人 我娘死掉了 我都是一个人的 林宝天真的说道 漂亮 孤儿 路然眼前大亮 孤儿就好办了呀 一个粉嫩小萝莉 待在身边能加快灵力转化速度 简直比什么古堡都来得珍贵 另一边 古海迅速地赶到了丹殿 人呢 他四下看了看 却没发现闯入者 先前 先前我走的时候 还在这里的 许氏 许氏走了 守卫弟子小心道 古海一愣 惊呼道 糟了 我的丹药 那可是孤品啊 他立刻一个剑步 朝着丹炉冲去 一眼就看到了 三个丹炉 三颗丹药 现在只剩下两颗了 第三颗已经无影无踪 而且 那还是最珍贵的一颗 他提炼丹方数百年 都没能提炼出来的 孤品仙丹啊 妈的 敢偷我古海的丹药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古海暴跳如雷 对于爱药如命的古海而言 丹药就是他的命根子 可紧接着 古海忽然发现 前两个丹炉里 材料不对劲 他立刻扭头 看向身边的女弟子 问道 小月 你动我丹炉了 没有啊 师傅 我哪敢 而且 我不是一直和你在库房吗 女弟子急忙说道 古海疑惑地看着那些材料 很明显 和他调整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而且摆放得很整齐 是偷我丹药的人摆的 古海嘀咕道 本想继续安排人 搜寻那个偷丹药的 精心的身份的时候 他似有所觉地 看着丹炉里的材料 开始发呆 不多时 尼喃道 松罗草 他为什么要放松罗草 尼喃了一句 将一旁的丹药拿了起来 反复地嗅闻 忽然 他双眼一瞪 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些材料 还真是 该死的 味道几乎难以察觉 如果不被提醒的话 我不可能发现松罗草的成分 古海震惊到 接着再看看里面的其他材料 古海一咬牙 单手抬起 一团蓝色的丹火 直接冒了出来 身边的小月吓了一大跳 师父 您这是 开炉炼丹 古海急切地说道 他要印证自己的猜测 以古海上先进进的丹火 里面的材料 很快就被分门别类地提取出了精华 随后 开始融合 这次的感觉 和以往古海提炼丹方 尝试的那些感觉 完全不同 丝滑无比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一颗丹药 就已经逐渐成型 这一刹那 浓郁的药香 仿佛要炸炉 一般地喷了出来 古海双眼 骤然爆发出一道亮光 惊呼道 成了 而且 品质竟然如此完美 天哪 这颗丹药 虽然没有第三颗那么珍贵 但它也提炼了三年多了 三年多 日日夜夜地尝试 材料不断地更换 配比不断地调整 最后都是失败 可那个金线 竟然转了一圈 材料就给它摆好了 最后不但能够成功炼制 而且品质清出于蓝 胜于蓝 毕竟原始丹药是挥发了很久 失去了部分药性的 最关键的是 它只是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 里面的材料精细配比 它 它没记啊 接着 古海又看向第二个丹炉 这次它学聪明了 将里面的材料配比记得清楚 然后才开始炼丹 这颗丹药 我耗费了百年都无法提炼 如果这也能炼成 对方的炼药造诣 太可怕了 一旁的小月有些吃惊 这是第一次从古海的口中 听到夸赞一个人的炼药造诣 在这之前 唯一一个被古海夸过 而且是夸了无数次的人 是古海的师父 蓝宗的老祖 陆然 熊熊丹火燃烧 这和古海认不认真 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炼丹术的天赋和造诣 更多的就是在对材料的把控程度上 当然 丹火也是重中之重 但这是每个炼丹师必备的技能了 古海就感觉自己这炼丹 轻松无比 不需要去控制丹个灵草的温度和萃取情况 整个过程仿佛已经安排好了一般 丝滑无比 古海忽然反应过来 诧异的尼南道 对方不但将灵草的配比准备好了 甚至还专门摆放好了内外的顺序 甚至 对我使用丹火的习惯都了如指掌 否则的话 他实在想象不出 别人准备的材料 他是怎么炼制的如此轻松的 可是 这世界上还能有人能够接近我师父的炼药造诣 这可能吗 正想着 不 一股更加浓厚的药香再次爆发而出 古海心头一震急忙打开丹炉 里面 正放着一颗和外面的样本丹药一模一样的药丸 但是品质更高 药效更加猛烈 古海颤抖着手将其拿了出来 放在手里仔细端向 这个丹药的丹方 他已经记住了 只要按照丹方严丝合缝的准备好材料 就不可能炸炉 不可能炼制出垃圾玩意 真是 神了 古海吞吞吐吐的呢难道 一旁的小月也看得惊诧不已 他跟着古海这么多年了 岂能不知道提炼丹方的难度有多大 这三颗丹药 一个比一个难堪 古海自己都焦头烂额 别人就更不可能短时间内提炼出丹方了 可那个外来者 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精确配比材料 那是什么神仙 师父 您的师父 也有这样的炼药造诣吗 小月忍不住问道 文言 古海沉默了一下 道 我师父的造诣远不止于此 但此人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也的确匪一所思 即便是如此 古海也依然不会承认 有人的炼药造诣 可以超过路人 而且古海也没有说谎 对于古海而言 这种事的确很诡异 但在路人的身上都四空见惯 小月听完 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 听古海吹他的师父 很多次了 但这一次的感觉不一样 如此直观 但古海此时 还有些傻眼 他扭头看向第三个丹炉 里面的材料 没有被人动过 还是他之前准备的那些 一看就来切 和前两个丹炉相互对比之下 他放进去的这些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的炼丹大师 我也很感谢他的指点 只是 指点就指点 偷我丹药干什么吗 古海一阵无语 那第三颗丹药 可是绝对的古品啊 而且其本身也非常的珍贵 恰在此时 大殿之外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古海皱眉 猛地扭头看去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 没有我的允许 三番四次的 有人跑来单店 古海怒声道 但话音刚落 就看到一名 穿着青白月袍的青年 牵着一个半大小萝莉 一步一步走了进来 陆然看到古海 也是猛地一愣 一万多年没见 古海的样子 有了很大的变化 毕竟古海 可没有陆然 那么变态的系统 通过千道不断地提升修为 稳固寿源 身体基本不会苍老 和一万多年前别无二致 古海的样子 年长了许多 但陆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古海 四目对视 古海娜娜地张了张嘴 身边的小月皱眉道 大胆 这里是我要宗丹殿 你们是什么人 干 话没说完 古海就抬手打断了小月的话 随后 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了几步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带着哭腔喊道 师父 您 终究是来了 啊 师父 小月眼睛一瞪 但也算机灵 急忙跟着上前几步 跪在了古海身边 恭敬地喊道 弟子小月 拜见老祖 陆然看着眼前的古海 笑道 起来说话吧 咱们师徒之间 不搞这些 古海哽咽地点了点头 缓缓起身 心里有说不完的话 想要对陆然倾诉 但下意识瞥了眼 陆然身边的灵宝 尤其是看到陆然正 牵着灵宝的手的时候 骤然脸色大变 离足的丫头 师父 快松手 古海大吼一声 直接一甩手 一股恐怖的灵力洪流 仿佛海啸一般 朝着灵宝冲击而去 但却避开了陆然 似乎是想将灵宝 从陆然的身边扯开 陆然有些诧异 随手一挥 哗 古海的灵力洪流 瞬间瓦解 消散 荡然无存 陆然这才继续说道 你这小子 怎么毛手毛脚的 人家一个小姑娘 这也吓得去手 古海却着急地喊道 师父 她 她是离族的丫头啊 最近 正让我头疼呢 但喊完 却神色古怪地看着陆然 问道 师父 嗯 没有不舒服吗 陆然摇了摇头 有些奇怪 这个问题 灵宝也问过她 她当然没有不舒服 相反 牵着灵宝的手 舒服得牙皮 灵力转化的速度 飞速跋升 境界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陆然摇头道 没有不舒服 有话好好说 先不要动手 古海仔细地盯着 陆然看了看 这才略微松了口气 但同时 也奇怪陆然为什么没事人一样 牵着离族的丫头 而且 古海猛地想起来 她刚才仓促之间 骑马七成的灵力冲击 竟然被师父随手 一挥给打散了 师父她老人家 不是才飞升没几天吗 那个 师父 您先跟我来 古海陈吟道 陆然大概知道 是要说 关于灵板的事了 于是 探向灵板 道 板 在这里等我 不要乱跑知道吗 后者乖巧无比地点了点头 道 知道了大哥 大哥 古海一愣 看看灵板 再看看陆然 晃了晃脑袋 和陆然走到了偏殿 那灵板是什么人 你说他是离族的 离族人 是干啥的 不能碰 陆然好奇地问道 因为灵板 和古海都问过他 舒不舒服的问题了 陆然是真的好奇 离族是灵界很古老 也很可怕的一个种族 古海沉吟道 可怕 怎么说 陆然问道 离族人 从降生开始 他们的身体 就无法被任何形式损伤 或者摧毁的 也就是说 他们是无法被杀死的 古海神色凝重地说道 我靠 这么狂 陆然眼睛一瞪 惊道 那不就是不死族 文言 古海叹了口气 道 恰恰相反 虽然他们 无法被任何形式杀死 但他们自己却撑不过十八岁 离族人 年满十八 会自然暴体而亡 无一例外 陆然文言 心头俱正 这是什么奇葩种族 那 那和我碰它有什么关系 陆然在问道 古海深吸一口气 介绍道 离族人 还有一个特殊的 无法被控制的能力 那就是他们 触碰到的任何生灵 不论是人族 妖族 魔族 甚至冥界鬼族 都会染上 天窥离毒 被感染的人 身体会自发开始吸收 天地灵气 强行转化为灵力 融入丹田 此毒 无药可解 正常修炼 是需要 萃取天地灵气 才能够储存为灵力的 而染上天窥离毒的人 身体吸收 未经淬炼的 黄暴的天地灵力 轻者 丹田混乱 经若寸断 严重的 丹田暴力而亡 离族不死之身 加上这诡异的能力 还有他们离族 独有的狂化 没人愿意招惹他们 甚至没人敢接近 和触碰他们 经过谷海的讲解 陆然都懵了 灵界还有如此奇葩的种族 不死之身 天魁离毒 天赋狂化 我谁谁死 这你马谁敢惹啊 那这离族 岂不是要制霸灵界 陆然下意识到 但刚问完陆然 就发觉自己 问了个很愚蠢的问题 离族人十八岁就要死 十八岁 在仙人漫长的 生命尺度面前 不过弹指一瞬 哎 问题就出在这里 离族人活不过十八岁 所以也没有野心 谷海解释着说道 他们散布在灵界 从出生开始 孤独到十八岁抱体而亡 因为十八岁以前 生育的少 导致离族人 也越来越少 难成气候 虽然本身十分棘手 但也没有势力 去招惹他们 只当他们 不存在就是了 陆然忽然就明白 为什么板那么兴奋 被陆然牵着手 不愿意松开 大概 陆然是 他从小到大 第一个接触过 他而没死的人吧 倒是陆然 大概也明白了 他为啥没事了 似乎离族人的能力 触碰到之后 会让接触者的丹田 处于一种 特殊的干涸状态 而最直接能吸收 来补充丹田的 就是天地灵气 这当然不行 未经大小周天淬炼的 天地灵气 狂暴无比 丹田和经络 根本无法支撑 甚至可以损伤神魂 可陆然不同 连接陆然丹田灵力的 是他那还没转化完的气 那在下界千到十万年 浩瀚汪洋一般的气 所以 陆然没事 反而还会增加转化速度 想通了这一点 陆然开口道 明白了 不用担心我 我不会有事 离族的天窥离毒 对我没用 古海虽然很难相信 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人可以免疫天窥离毒 但青年所见 陆然牵着那离族丫头 毫发无伤 没世人一样 对了师父 您现在是什么境界 我竟然无法看透 您不是 才飞升没几天吗 古海好奇地问道 哦 金仙啊 陆然随口道 确切来说 是金仙二重天 早上进阶金仙 赶路来到药宗 加上灵板先前的加速 已经快要接近三重天了 文言 古海人都傻了 金仙 他古海这么多年 虽然没有痴迷修炼 但丹药可是吃了不少 比其他人修炼的速度还要快 但也才上仙六重天 一万多年啊 结果 师父飞升仙界几天 就金仙了 师父 不愧是你啊 古海短暂地震惊过后 剩余的全是为师父感到高兴 对了 你认识那丫头 陆然好奇地问道 哎 那小姑娘 最近三番四次地 来我药宗偷丹药 有时候甚至是明强 接触过她的那些弟子 抱蹄王后 我就猜出了她的身份 我也没敢碰 古海无奈地说道 久而久之 古海也不管了 但头疼是真头疼 那你攻击过她没 陆然继续问道 她还是难以置信一个 看上去很正常的小萝莉 会是不死之身 当然 不只是我 最开始的时候 我联合药宗各大长老 供十余位仙人 全力攻击 她甚至都没有狂化 却依然毫发无伤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才最终 肯定了她的身份 古海说道 牛叉 没狂化的林宝 不过精丹尽见 却能在十余位仙人手下 毫发无伤 简直就是天道bug 如果离足 没有十八岁这个宿命 不称霸灵界 简直说不过去 不多时 陆然和古海回来了 大老远就看到 林宝缩在 单店角落的台阶上 双手环抱着蜷缩的双腿 下巴搁在膝盖上 娇小的身体 看上去孤零零的 你先去单店 陆然对古海道 然后 自顾自地走到林宝身边坐下 林宝吓了一大跳 本能地想要闪开 她见过太多太多 接近她 而爆铁王的人了 从小到大 但一扭头 发现是陆然 忽然就放松了下来 脸上也洋溢起了笑脸 陆然心里叹了口气 下届十万年 她收了无数的徒弟 有皮包骨的小乞丐 有青楼遍体鳞伤的童女 有酒楼打杂的小伙计 她见过 太多悲惨的童年 但林宝这样的 却是独一份 宝儿 你今年多大了 陆然问道 十五岁 宝儿下意识说道 已经十五岁了 她忽然不知道 如何开口了 反而是林宝说完后 掰着手指头嘀咕道 还有三年了 陆然心头一震 这丫头 对她的情况而轻 那个 你最近为啥来药宗偷丹药 陆然转移话题问道 文言 宝儿从怀里 翻出来一本皱巴巴的 青皮册子 翻开其中一页 指着其中一行 展示给陆然 诺 这个 我都没给别人看过 宝儿神秘兮兮的说道 陆然定睛一看 那一行写着 获得一百颗丹药 这是啥 正想看看其他的 宝儿 已经将册子带起来了 放回怀里的时候 陆然看到了 册子正面四个 歪歪扭扭的大字 遗愿手册 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陆然心里有些发毒 随口问道 我想去中州 小时候 我娘和我说过 中州是灵界的中心 我想去看看 还有敌荒 听说 那里有很多妖怪 还有还有 林宝儿越说越兴奋 但灵界之大 三年的时间 根本就无法支撑他 完成那么多地方的探索 大哥 你是先人 也是第一个愿意 和我说话的人 你能带我去中州吗 宝儿神色稀奇地问道 陆然哈哈一笑 伸手搭在宝儿的肩头 将他揽入怀里 宝儿本能地浑身一紧 微微仰头 看着陆然 神情紧张 发觉陆然的确没啥不良反应后 才甜甜一笑 舒舒服服地 在陆然怀里拱了拱 陆然一直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道 当然能 灵界九州 想去哪都行 打那之后 灵板就算是 跟着陆然了 原本其实陆然想收灵板当徒弟的 因为陆然在下界的徒弟 基本也全都是幼年 被他发现而跟着他的 但想想灵板 也就剩下三年了 三年能教什么 他自己可能也没有学的想法 眼见着灵板 喊他大哥 也就随他去了 不过古海 依然是不敢接触灵板的 只要他在陆然身边 他都离得骑马五密院 就怕那丫头 一个站不稳碰到他了 倒是像师父你的作风 嘿嘿 古海嬉笑着说道 一旁的小月都看傻了 这么多年 古海不苟言笑是出了名的 满脑子都是炼药 但老祖出现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什么作风 陆然问道 在下界的时候 同门最多有五个师兄 弟师姐妹 大家都是被您在幼年时期收养的 我也是 古海说道 所以对于兰宗弟子而言 陆然虽然是他们的师父 但更多时候 更像是一个没正形的老父亲 这么说有点奇怪 但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倒也没问题 只是对于一些女弟子而言 可能在雏鸟情节的加持下 还有些其他的情愫在里面 对了 这是先前那丹药 陆然将领宝偷走的 第三颗丹药丢给了古海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在这世界上 不可能有人能做到 像师父那样高超的炼药术 古海肯定地说道 先前那两个丹方 你都记住了吧 陆然问道 古海的表情顿时尴尬起来 挠了挠头到 没 没记住 第一个丹炉 他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去练丹的 完全没去记 但是第二个丹炉 他确实是记住了的 无妨 我协定你就是 顺便 帮你也提炼一下 这第三颗丹药的丹方吧 陆然说道 小月 准备笔墨 古海心头一震 赶紧说道 陆然将第一个丹方 血涮后 重新从古海手里 拿起第三颗丹药 仔细嗅了嗅 眯着眼睛 不多时 丹药又丢给了古海 陆然则一言不发地 开始准备各种灵草 动作很快 没有丝毫犹豫 古海心头一震 这就好了 这就知道丹方了 果然 师父还是 和当年一样一天 你这小子这里的灵草种类 倒是挺齐全的 陆然赞叹道 这优越的炼丹条件 即便是在下届的时候 也没有过 这不是到了灵界 一门心思就搞这些了吗 准备了一万多年 还好 还好 古海谦虚地说道 接着扭头看向丹炉 问道 师父 这就 好了 陆然点了点头 示意他可以炼丹了 不过在那之前 还是提醒道 我是按照你的丹火属性 加热习惯 来配置的丹方 你看看那些材料 用心记住 古海鸡灼米 一般点着脑袋 看着炉子里的材料 脑瓜紫嗡嗡的 甚至有种挫败感 他研究了近千年的丹方 都没有太大的进展 一头雾水 路然闻了闻 就直接搞定了 要不怎么说是师父呢 深吸一口气 古海的丹火 熊熊而出 对着丹炉猛烈地燃烧起来 火候差了点 位置往下 不要急 等外圈的灵草萃取 差不多了 加大火后 路然在一旁看着 只一眼 就能看出炼丹过程的问题 古海很享受这个感觉 就像是在下界 被路然整天教育的时候一样 不多时 丹药定型 一股猛烈的药箱爆发而出 成了 古海心头一洗 就要凑过去拿丹药 不要急 等等 路然打断了他 古海疑惑地扭头 看向路然 下一秒 轰隆隆 打雷了 雷云震动间 一道古怪的威压渗透下 小月疑惑地 看了看丹店的穷顶 你难道 奇怪了 咱庙宗这边 即便下雨 也很少有雷云出现的 古海却眼前大亮 震惊到 这个感觉 是丹雷 丹雷 也就是丹药的雷结 是丹药品质 达到一个很恐怖的程度 触动天道感应 才会出现的 下界的时候 只要路然炼丹 时不时就会出现丹雷 搞得古海以为 那就是炼丹 应该出现的异象 但古海 在临界一万多年 丹雷出现的次数 一直手都数得过来 果然 下一秒 咔嚓 一道淡紫色的雷电 直接炸开了穹顶 电蛇一般灌入 丹炉内的丹药之中 刚成型的丹药 立刻开始微微震颤起来 药香在雷电的作用下 仿佛沸腾一般 更加浓烈 甚至有一股 特殊的新香夹杂其中 丹雷只有一道 之后 雷云就消失了 而此时 丹药上已经能看到 细密的电弧石 不时闪动一下 这品质的丹药 是要远远超过谷海手里的那颗骨品的 可惜了 只有一道丹雷 不过也算不错 按照丹方和我刚才 督促你的炼丹步骤 就没什么问题了 路然点评着说道 谷海急忙点头 一道丹雷 他就已经很知足了 当初在下界 路然炼丹 那霹里啪啦 都是九道丹雷 一旁的小月 现在算是彻底心服口服了 早听谷海吹嘘过 无数次老祖的炼药能力了 现在一看 名副其实 甚至还要夸张牛叉得多 走 师父 我让人被些茶水吃食 咱俩深聊 谷海激动地说道 三个丹方 被师父一次性解决 谷海现在 惬意轻松无比 一万多年没见师父 现在他有说不完的话 不多时 店内 路然坐下 林宝顺势 就坐在了路然身边 紧挨着坐下 双眼发亮地 看着满桌的真羞美味 期待的眼神 又看向路然 随便吃吧 路然对他说道 得到允许 林宝大喜 直接伸手去抓 大块朵仪 因为林宝 谷海美感 坐在路然身边 他绕到路然对面 一坐下 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师父 您这一趟 是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的 提到这个 路然才猛的一拍脑门 差点忘了正事了 于是道 从大罗建宗来的 我出现的喜仙池 就在大罗建宗范围内 谷海眼前一亮 从月灵师妹的区域 飞升上来的 那还真是妙啊 师妹没跟您 一起过来吗 路然则直接道 那些日后在说 我来找你 是想问你 你去过中州 有你师娘的消息吗 听到这里 谷海的表情 瞬间就严肃了下来 点头道 早年在中州游历 师娘她 救过我一次 哦 路然眼前大亮 你见过你师娘了 他 怎么样了 但谷海却紧接着摇了摇头 道 并未见到师娘 是师娘的手下救了我 随后催我离开中州 便没了消息 秦武瑶的手下 路然有些猛逼 我也不知道 师娘是如何知道我的身份的 有可能是意外 但就我那人 的确打着师娘的名号 谷海沉吟着说道 并且 当初的谷海 还只是真仙三重天的小喽啰 而那人 至少是大罗仙级别的 甚至有可能是仙君 但即便如此 那人提及师娘 也是极为恭敬的 多半 师娘的境界 还在那人之上 谷海分析道 路然倒不是那么的吃惊 她在下界收了那么多弟子 天赋好的比比皆是 但像秦武瑶那样 天纵奇才的 却再没有出现过 路然当初认识秦武瑶的时候 秦武瑶不过16岁 但当时就已经是金丹境界了 反而那时候的路然 才绑定了系统 正靠着迁道迅速崛起 但就算如此 即便带着系统 她都没赶上秦武瑶的修炼速度 两人结伴 游历世间 秦武瑶不到百年 就杜杰飞生了 在修仙历史上 都从未出现过 那么恐怖的天才 而收徒 也是路然在秦武瑶飞生之后 迁道满籍 迟迟无法飞生 才无聊开始收的 秦武瑶算是路然认识的 第一个飞生的 加上天赋 理论上是的确 要比所有兰宗弟子的修为更高的 那之后 我曾试图打探师娘的消息 但没有收获 古海叹了口气说道 似乎为无法给路然提供有效的消息 而感到内疚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路然问道 一万两千多年 从中州回来后 来到下州 才意外结识了师妹苏月灵 加上发现这灵气浓郁的好地方 于是便在此地开宗立派了 古海回忆道 一万多年了 这么久的时间 足够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路然难免思绪烦乱 但也于事无补 只能深吸一口气 点头道 无妨 我迟早会去中州的 只要他还活着 总能见到 这时 身边的灵宝吃了的饱 打了的嗝 舒舒服服地靠在路然身上 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 路然哭笑不得 抬头继续对古海道 还有件事 那金陵城的火德宗 以及清玄宗 天罡派 仪器流那四家 你应该知道 古海点头 自然 他们每年都要从我这里 购买不少丹药 路然继续道 他们这次忽然开到门会 理论上也不会通知你 但按照月灵的说法 时间提前了 多半是冲着我来的 带头的 应该就是清玄宗了 听到这里 古海的表情 瞬间严肃了下来 着急道 既然如此 师父 我们走 啊 路然一愣 去哪儿 离开夏州 古海道 还有月灵师妹 我们跑 好汉报仇 十年不晚 路然听得哈哈大笑 白首道 没那么夸张 那清玄宗 不能把我怎么样 古海却依旧很着急 您是金仙了 但那四家 金仙可以不少啊 而且 传闻清玄宗的背后 还有一位大罗仙境界的老祖 古海的担心不无道理 虽然路然也是金仙了 但人家金仙多呀 围攻路然的话 路然飞升没几天 怎么打 加上一个大罗仙老祖 路然必死无疑 但事实上 大罗仙之下 路然全都可以秒 先法秒金仙 金仙之下的上仙 真仙 路然本身就能直接境界碾压 本身还可以免疫金仙攻击 至于真仙和上仙 想破防金仙的 路然都不容易 所以 基本上大罗仙之下 路然就是无敌的 至于大罗仙 路然现在的境界 已经是金仙三重天了 早上才境界金仙 赶路过来 加上灵板的增幅 以及这会儿的时间消磨 眼看着要天黑了 路然的境界 也悄眯眯的来到了金仙三重天 路然大概算了算 五天内 必定境界大罗 同时 还有少阴和费落天在 一个妖王 一个天魔 都是大罗仙同级别的 路然本身 还有空同风天印 倒的确 不怕那清玄宗老祖 师父 你听我的 千万不能去 谷海看路然不支声 再次劝说道 这里不比下界 在下界 蓝宗弟子可以横行霸道 但在这灵界 大罗仙的恐怖 您是没体会过的 路然白手道 无妨 有你师姐和师兄在 没什么问题 师姐和师兄 谁啊 谷海有些猛 在灵界 他的师兄师姐 可太多太多了 的确都是大罗 但这四家管辖范围内 也没有啊 否则也轮不到 那四家来称霸了 敌荒妖族的妖王少英 九幽鬼欲的 天魔费落天 陆然道 妖王 天魔 谷海眼前大亮 这就相当于 两个大罗仙了 而且 妖族和魔族 修炼进度比人族缓慢 但同等境界 却也能吻压人族一头 如此一来 那清玄宗老祖 倒的确不用太过于惧怕了 既然如此 师父 我陪你去 谷海说道 你可拉倒吧 你就老实待在这里就行了 到时候灭了那四家 兰宗接管他们旗下所有产业 到时候你再参与 陆然道 咕咚 谷海咽了口唾沫 好家伙 师父的意图 是灭了那四家 接管他们这么多年的基业 那可是一笔绝对的财富啊 而且 可以依靠这块区域 来打造兰宗的根基 然后逐渐扩张 灵界第一宗 就要出现了 谷海听得也心里激动 他虽然担心陆然 舍不得又和陆然分开 也想去凑热闹 但也知道 那种级别的厮杀 不是他能插得上手的 谷海只是上仙 而且不擅长战斗 去了也是送菜 还会让同门师兄弟 有所顾忌 行 我就在这里 等您的消息 谷海点头 有妖王和天魔在 这一波 应该十拿九稳 毕竟 除了清玄宗之外 其他三家 就是清玄宗的狗腿子而已 随便就扫荡了 只有清玄宗的老祖 是个问题 但二打一 还是一个天妖和天魔 联合打一个人族 大罗仙 胜率非常大 可事实上 这次要参与到门会的 兰宗弟子内 可不止少英和费洛天 两个大罗仙 日暮西山 金陵城火德宗的府邸内 谢德阳正坐在院子里发呆 费洛天在修炼 只让一些魔兵看着他 但其实也不用 他根本不跑 也不敢有什么心思 他的神魂 可还捏在费洛天的手里 一个念头 他就要魂飞魄散 他有些后悔 当初传出消息 不应该引到火德宗来 直接抛出路然 在大罗剑宗的消息 就行了 现在可倒好 人家兰宗弟子 直接来找他了 哎 一个妖王 一个天魔 那清玄宗 多半顶不住吧 谢德阳呢喃着 知道自己这次的计策 多半是实现不了了 而就在此时 一股热浪忽然扑面来 抬头看去 漫天神火染红了半边天 云头前 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拎着一个酒葫芦 踏空而来 他背后 一个金刚虚影通天彻地 谢德阳双眼 瞳孔骤然一缩 大 大罗法相 又来一个大罗线 问 那人影看着在天边 但不过眨眼间 就一个闪烁 出现在了院子里 就懒洋洋地 站在谢德阳不远处 私下看了看 微微皱眉 嘀咕道 这里是下周地界 怎么会有九幽魔兵在 但他并不在意 只是看着谢德阳问道 这里可是火德宗 谢德阳咕咚一声 咽了口唾沫 点头道 我就是火德宗宗主谢德阳 您是 话刚说完 一道魔器席卷而来 费洛天的身影 出现在谢德阳身边 淡淡地看着那乞丐 别看他一衫蓝绿 蓬头垢面的 但那大罗法 向谢德阳看得清楚 费洛天当然也能感觉到 对方大罗线的气息 于是随口问道 阁下何人 来找谢德阳 可是为了路然的消险 是敌是友 暂时不知 蓝宗弟子 孙天友 乞丐淡淡地回应道 双眼盯着费洛天 费洛天一正 惊叉道 蓝宗弟子 可是为了师父而来 师父 孙天友眉头一挑 问道 你是什么人 费洛天当即道 蓝宗弟子 费洛天 好家伙 同杯师兄弟 但二人似乎并不认识 这不奇怪 路然下界十万年 收了那么多徒弟 送走了一批又一批 不可能所有弟子 都在同一时期 但虽然口头上 相互承认了蓝宗弟子的身份 可真是与否 双方都在互相怀疑 也没敢放松警惕 反倒是谢德阳 都快哭了 又来了的大罗仙 加上少英和费洛天 一个人族大罗仙 一个敌荒妖王 一个九幽天魔 这去了清玄宗 岂不是要按着清玄老祖的脑袋锤啊 他已经后悔针对路然了 早知道卷铺该直接跑路啊 眼下看到蓝宗越来越夸张 这种仿佛面对山岳一般的无力感 让谢德阳绝望 可现在说啥都晚了 中了费洛天的魔陀须灵火 他现在就是一个随时会暴毙的傀儡 你说 你是蓝宗弟子 可有什么证据 费洛天当先问道 孙天有哈哈大笑一声 盯着费洛天回应道 你问我呀 我反而怀疑你的身份 我师父的确收过魔族弟子 但并不多 怎么会这妖巧你就是呢 说白了 还是相互猜疑 这个结果眼上 忽然 又一道强大的气息 从天边来 谢德阳愣了愣神 扭头看去 天边一道精美的鸾架 拖着长红皮链 如流星般 划过昏暗的天空 上面端坐着的 一名红衣女子 脸上戴着面纱 背后 一道妖艳虚影 同样惹眼 又 又来一个 谢德阳差点咬了自己的舌头 他在这火得宗这么多年了 头一回见到这么多大螺线 那鸾架来到精灵城 原本还捉摸不定火得宗的具体位置 但察觉到费洛天和孙天勇的气息 便掉转了方向 不多时 鸾架落在院子里 鸾架消失 几个侍女阴阴厌厌的伺候在女子身边 女子则淡淡的 看向孙天勇和费洛天 他一袭红色霓裳 身材娇好 脸上戴着面纱 看不到容貌 但即便是露出的一双美眸 依然勾人心魄 孙师兄 好久不见 没想到你也来了 女子当先开口道 孙天勇耸了耸肩 道 有酒喝 我就混日子 如今得到师父的消息 自然要第一时间过来 你不也是吗 一旁的费洛天一棱 惊道 你二人认识 姑娘是什么人 女子回应道 蓝宗弟子 叶红衣 谢德阳文言吃了一惊 在旁惊呼道 你是叶红衣 红叶楼的楼主 你你你 你是大罗仙 红叶楼虽然不是四家管辖区域内的势力 但因为形势风格霸道 且门内皆是女子 名头不小 没想到 红叶楼的楼主叶红衣 竟然也是大罗仙 而且貌似 还是路然的徒弟 加上不在这里的少英 四个了 叶红衣瞥了眼谢德阳 没有理会 而是看向费洛天 问道 孙师兄 死人是魔族 为何也在这里 来找师父的麻烦呢 不不不 费洛天赶紧摆手 我也是兰宗弟子 哦 叶红衣微微一愣 路然的确收过魔族弟子 但是很少 所以 先入为主的观念 叶红衣当然也怀疑 费洛天急了 这可咋办 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 路然收徒 不是随便教 而是根据每个徒弟的天赋 教授不同的功法 见到天赋好的 就教练剑 玩刀玩的好的 就教刀法 喜欢打拳 教的就是拳法 而且即便同样是教剑法 也都大概率是不同的剑诀 量身定做 弟子相互之间 自然也无法通过对方修炼的功法 来判断身份 一旁的谢德阳看热闹 想看看费洛天 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 这时 一道熟悉的气息又传了过来 谢德阳抬头一看 少英那巨大的 妖狐身体有远极近 很快就回到了院子里 化为人形的时候 苏月灵也被他放了下来 此时的苏月灵 还心惊肉跳的 大螺线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少英事件 真的是你 叶红一看到少英 顿时欣喜地打起招呼 暗自戒备的孙天友 此时放松下来 道 这位就是你说过的 敌荒妖王少英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啊 少英贴了眼孙天友 疑惑地 看向叶红一 问道 师妹 这乞丐是哪来的 你认识 叶红一这才介绍到 孙天友也是蓝宗弟子 不过 那位魔族的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是假冒的 一旁的费洛天一张脸 都扭成了苦瓜了 无奈的眼神看着少英 惹得少英咯咯直笑 这才介绍到 费洛天 是蓝宗弟子没错 他就喜欢窝仔九幽 这次 如果不是灯仙榜上 有了师父的名字 他怕是也不会出来 费洛天尴尬地挠了挠头 道 道也的确 魔族来中原 处境不太好 被少英证明了身份 孙天友和叶红一 才松了口气 紧张的气氛 就此消失不见了 原来都是自家兄弟姐妹啊 师姐好 孙师兄好 费师弟你好 我应该是师妹 孙师弟 叶师妹 等等等等 乱了乱了 屡一屡 屡一屡啊 一旁的苏月灵 看得羡慕不已 这些人 全都是师兄师姐 全都是大罗仙级别的 但这还不算完 就在他们准备敞开了聊天的时候 天边一个巨大的金色炒锅 就这么飞了过来 几人抬头一看 费罗天道 大罗仙的气息 叶红一则直接说道 不用慌 那是黄芳师姐 做饭很好吃的 我去不她的酒楼 文言 几人是松了口气 但谢德阳的大脑 却已经荡机了 这一晚上 还要来多少啊 全她娘的是大罗仙 连一个开酒楼轮炒锅的 都她娘的是大罗仙 她在心里默念 清玄老祖 这一波 你自求多福吧 不是我要害你 实在是这兰宗 有点离谱了 新来的黄芳 叶红一是认识的 所以大家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黄芳师姐 有日子没去你的酒楼了 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 叶红一轻腻地打招呼道 嘿嘿 酒楼暂时就关门歇业了 本身也不会赚钱 就是这手艺怕丢了 师父喜欢吃我做的菜 黄芳拎着自己的炒锅 嘿嘿一笑 这炒锅可不是普通东西 而是领宝 一旁的谢德阳 看着眼前这些人 邵英带头 身边是费洛天 叶红一 孙天勇 黄芳 五位大罗县 此时时间还早 谢德阳传出消息 也不过一天多的时间 就赶来了五位大罗县 距离到门会还有两天 鬼知道还会来几个 而且 兰宗师门规模之大 这点算个啥 能来这些 只能说明 消息传递的范围不够大 仅此而已 有这五位在 用屁股想都知道 清玄老祖到时候 面对的是什么 一打五 拿头打呀 而且 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五个 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晚 兰宗弟子廖天豪 兰宗弟子许倩倩 兰宗弟子张柏阳 又是三位大罗县 姗姗来持 至此 八仙集合 甚至 还有十几个金仙都 冒了出来 声称是兰宗弟子 这其中几个 苏月灵是认识的 其余的就不认识了 但他们分别拿出了 自己非生时候 陆燃送的法宝 那上面有陆燃 亲手刻画的阵法和烙印 立刻就能证明了身份 这还只是第一天 谢德阳都梦了 灵界素来传闻 兰宗师门规模之大 十分恐怖 但都没有一个概念 现在就清晰多了 就他们四家统域的这块区域 万里范围内 这么多大罗仙 这么多金仙 还有很多上仙和真仙 都没有赶过来 果然就如兰宗弟子计划的那般 便撒九州 既然我们师兄弟师姐妹 已经凑了八个大罗仙了 不如直接杀上门 宰了那清玄老祖不就好了 黄芳挥舞了一下 手里的金色炒锅 说道 灵宝是可以收起来的 但黄芳用的顺手 经常拎在手里 不行 邵英直接摇头 然后看了看众人 道 清玄老祖必须死 但不能被我们偷摸摸地杀死 那没有任何作用 而是要在道门会当天 万里范围内的各大宗门势力都来了 当场以兰宗身份 震杀清玄老祖 一举奠定兰宗根基 这才是最主要的 可是我们这些人过来 动静可是不小 那清玄老祖得这消息 直接跑了咋办 孙天友忍不住说道 还不都怪你们 来就来了 非要展示大罗法乡 有那个必要吗 邵英瞪了其他人一眼 孙天友甘大地挠了挠头 道 得到师父的消息 没想那么多 全速赶路之下 刻意压制法乡 会影响速度 这不是着急吗 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心态 大家不用担心 我安排了魔将在玉龙谷周边 传递消息的清玄宗弟子 全被我拦截斩杀了 费洛天在一旁插嘴道 哦 众人诧异地看向费洛天 师弟 还是你精明啊 费师兄 师博远虑啊 哎 刚才说你是哪年飞生来着 我是师姐还是师妹 少英笑盈盈地看着这些人 他本身并不擅长交际 也懒得和其他人打交道 尤其是人族 但师兄弟师姐妹在一起 这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大家都有共同的师父 就像是一家人 亲兄弟姐妹一般 好了 既然洛天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就进来到门会的开始吧 这两天 应该还会有师兄弟姐妹前来 我们做好接应 少英沉映着说道 一日 路然和往常一样睡了个懒觉 睁开眼的时候 就看到身边一个小脑袋 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 不眨地望着他 宝儿 没睡觉 路然打了个哈欠 随口问道 睡觉 宝儿一愣 摇头道 不睡 修炼就好了 路然有些疑惑 道 你也修炼 你不是 后面的话路然没说 黎族人十八岁就要死了 而且死之前就是不死之身 修炼有什么意义 林宝儿想当然地说道 当然要修炼 修炼能够很快 恢复精神 我们离足时间本就不多 睡觉太浪费了 这是我娘教我的 听到这里 路然瞬间睡意全无 他没想到 修仙之人中 竟还有人修炼 是为了珍惜临死前的那点时光 伸手 路然沉吟道 宝儿疑惑地伸出自己的小手 递到路然面前 路然迁起 感受着体内灵力 转化速度骤然提升 他的神识 也瞬间扩散而出 想要内视观察林宝儿的身体状况 以自己各项满级天赋全方位检查 试图找出离足人这个厄运宿命的缘由 但紧接着路然就发现 他的神识 无法穿透林宝儿的身体 任何角度 任何方向 林宝儿的身体 就仿佛一种无间不摧的特殊材料 打造成 咦 路然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林宝儿不过精丹境界 路然也明显 能够感应到他的境界 但就是 无法神识查探他的身体 怪了 路然不幸险 缓缓地催动林宝儿在掌心 两人牵手的间隙 也开始绽放出荧光 越来越亮 阵阵微压 开始生腾而起 路然在这个过程中 也时不时地观察林宝儿的反应 结果就是 路然催动的林宝儿 足以开筋猎食 到了能够崩碎真仙经络的程度了 却无法损伤林宝儿的小手 皮肤分毫 林宝儿也的确没有任何的感觉 反而仰着小脸 甜甜地看着路然 可这种情况下 路然依然无法内视林宝儿的身体状况 也不知道是境界实力不够 还是方法不对 路然有些泄气的同时 也对这种特殊的体质 好奇了起来 抬头换道 宝儿 后者凑近了些 嗯 哄 路然一拳直接轰了出去 宝儿娇小的身体 仿佛炮弹一般 直接砸穿了大殿的石壁飞了出去 于是不减地嵌入山体内 砸出一个大字形凹陷 哎呀呀 大哥 你干嘛 林宝儿从凹陷里爬出来 气呼呼地瞪着眼睛 看向紧随而出的路然 我去 还真是 这都没反应啊 路然一声惊呼 他大概有心理预计 所以留守了 但即便如此 这一拳 也足够震杀真仙 可林宝儿 也就灰头土脸了一点 仅此而已 说完 发觉林宝儿 还在气鼓鼓地瞪着眼睛 这才说到 嗨嗨 做个实验而已 看你小气的 走走走 带你去吃好吃的 吃完咱们就出发 听到吃的 宝儿立刻来了兴致 兴高采烈地跟在了路然身边 仿佛刚才那一拳 已经抛在脑后了 山道上 传来两人斗嘴的声音 擦擦脸 瞧你弄得脏兮兮 还不是因为你打我 都说了做个实验而已 以后不能打了 好 不打 倒是你既然死不了 先前偷药 我追你 你为啥要跑 虽然死不了 但也不喜欢被打 吃饱喝足后 路然找古海要了份地图 便换出雷火战车 带着林宝儿冲天起 整个过程中 林宝儿都好奇地看着下面 云雾缭绕而过 宝儿的长发随风舞动在脑后 他伸开双臂 咯咯咯地笑着 银铃般的笑声 回荡在九天之上 路然大概了解 林宝儿从没飞过 他才精丹境界 本身不会飞 又没有人愿意接近他 和他做朋友 就像是林宝说的那样 他娘死后 一直都是他一个人 因为才第二天 路然也不着急 操纵着雷火战车 在空中兜兜转转 玩得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 路然心头默念 迁道 来到灵界 迁道的兴趣再次被唤醒 不再像是 下界那么无聊麻木了 叮 迁道成功 恭喜宿主 本次迁道获得暴击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星号石 恭喜宿主 获得先天古宝 因兵虎福 恭喜宿主 获得奖励 子府令星号一 咦 路然心头一震 又暴击了 这飞升没多久 暴击了三次了 我的判断很有可能是真的 灵界迁道 暴击击率要比下界高得多 路然呢难道 如果这三次暴击都是运气好 爷爷好得太逆天了 下界十万年 三千多万天 都没有过如此频繁的迁道暴击 宝 抓稳了 别掉下去了 路然嘱咐了一句灵宝 然后搓了搓手 兴奋地开始研究这次的迁道奖励 这可是暴击给的啊 绝对不可能是反品 第一个是先天古宝 从苏月灵的口中就了解过先天古宝的珍贵了 那是一枚巴掌大小的虎符 虎符这个东西路然知道 也就是兵符 传达命令 调兵潜将用的 形似虎形 双面刻画着名文 但这虎符和路然了解过的虎符 显然不同 这虎符是黑色的 上面能清晰地感应到 幽冥独有的阴丝鬼气的气息 阴兵虎符 岂不是用来统帅阴兵的 路然呢难道 事实还真是如此 阴兵虎符 执掌此符 可随时打开通往幽冥的通道 调遣百万阴兵参与作战 我去 这么调 路然吃了一惊 都是先天古宝 但这玩意比空铜风天印 可直接多了 空铜风天印虽然更屌 但路然现在的境界实力 根本无法发挥出 空铜风天印的全部威能 但这阴兵虎符 是功能类的古宝 现在就可以催动 想想看 一个念头 幽冥通道洞开 百万阴兵浩浩荡荡而出 别的不说 起码酷炫的要死 好东西 不错 有时间召唤一下耍耍 路然满意的点了点头 接着 便看向第二个奖励 子府令 说是令 但样子 却是一个缩小版的完整宗门手办的样子 一座仙山 高山流水 上面错落着一些建筑 还有些许的云雾缭绕 甚至能看到一些飞禽鸟兽穿梭来去 只不过整体都是缩小版的 看上去甚是神奇 子府令 可选择任何位置为中心 化方圆三千里 为先圆子府 本门修饰在子府范围内 战斗力提升 修炼速度提升 功能还不少 简单而言 就是在子府范围内 本门修饰 不管是战斗还是修炼 各方面都获得Buff加持 而作为子府的主人路然 则可以对修饰加持烙印 相当于子府权限 获得权限后 才可以获得那些加持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少英先前就说 这次到门会是蓝宗集结的开始 这子府正好用得上 妙啊 路然赞叹道 这系统 越来越会办事了 与此同时 刚才的修炼奖励也给了 千道暴击是十倍给的 昨晚搂着林宝睡了一晚上 加上系统奖励的修为 路然的境界已经提升到了 惊鲜七重天 这速度比路然预料中的 还要快得多 按照这个速度 没准到门会开始前 路然就能进阶大罗 而在此时的御龙谷深处 湖边茅屋前 雷太正浑身散发着金光 周身灵力涌动 融合清玄霸体的功法修炼 就仿佛融化了的金属 在身边游走 随着雷太的呼吸吐纳 在身体内穿梭来去 但忽然 雷太缓缓睁开了眼 但金色的双眸 闪过一丝不耐 冷声道 我说过 到门会没开始之前 不要来打扰我 雷刚小心翼翼 走近了些 但不敢走得太近 恭敬道 老祖 这两天派出去查探消息的弟子 都杳无音讯了 我怀疑 是兰宗弟子 在捣鬼 他们应该不难察觉到 这一趟的危机 那又如何 雷太淡淡问道 老祖勿怪 我只是担心 那兰宗老祖得知消息 不敢来参加到门会 那我们 他不来 我就找到他 然后杀了 雷太直接打断了雷刚的话 说完 雷太反问道 说是兰宗老祖 但归根结底 不还是一个刚飞升的小喽喽吗 他能逃到哪里去 我便给他千年 万年的时间修炼 他又能进阶到什么地步 倒不是雷太太过于自信 和贬低陆燃 一个下界刚飞升上来的 所谓兰宗老祖 你在下界再怎么风光 到了灵界 也就是个真心而已 就算给你千年万年的时间修炼 你能进阶到什么地步 算你天赋绝伦 撑死了也不过惊险 那不还是秒杀的范儿吗 所以 雷太从头到尾 都没有将陆燃放在眼里 也不觉得 杀死陆燃有多大的难度 他在意的是兰宗 而不是这个老祖 兰宗集结 他在想杀陆燃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您说的是 是我多虑了 既如此 我便安心准备到门会的相关事宜了 已经有部分宗门赶到了 雷刚说道 他也懒得去折腾了 反正有老祖在 到时候直接震杀了陆燃 这事就算了 哪怕陆燃不来 老祖出山 那陆燃也必死无疑 去吧 雷太点头 但就在雷刚转身的时候 雷太又问道 最近林脉开采进度如何了 雷刚道 老祖放心 进度良好 雷太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点头道 那就好 开采林脉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他清玄宗和兰宗 无冤无仇 要杀陆燃 也只是因为 陆燃出现在了清玄宗的区域 如果不管 兰宗集结 到时候 林脉属于谁可就不一定了 归根结底 还是利益纠葛 雷刚这才攻身后退 快步地离开了 陆燃原本是打算 直接和林脉去玄宗谷的 但途径一座城镇的时候 雷火战车的速度 骤然降低了下来 是陆燃操作的 他疑惑地低头 看着下方的城镇 因为就在刚才接近的时候 陆燃忽然感觉到 一股熟悉的波动 虽然不是很强烈 但陆燃 还是感应到了 那是他的精神烙印 我的精神烙印 为什么会在这里 陆燃有些错愕 他肯定没来过这个城镇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这城镇里面 有他的徒弟 带着他从下界 送给他们的法宝之类的东西 想到这里 陆燃一个念头 雷火战车轰然下坠 降落在城镇西城门外 陆燃抬脚 就打算追寻烙印气息的方向 却忽然发现 身边的林宝处在原地不动 疑惑地扭头 此时的林宝 神色惊恐 小手攥在一起 似乎有些害怕 陆燃一愣 问道 你来过这里 青石镇 我娘就是在镇口 救庙生下的我 小时候是在这里长大的 林宝犹豫着说道 哦 陆燃有些诧异 这要求 这里竟然就是林宝的老家 但是 看林宝的样子 这里似乎不只是老家那么简单 似乎也是看穿了 陆燃的疑惑 宝说道 我娘死后 他们就把我赶出 青石镇了 救庙就在那边 他伸手一指 陆燃就看到镇口内 街边一块荒地上的旧庙 其实已经不能算是旧庙了 一面墙已经倒塌 周围杂草丛生 看上去破败不堪 似乎很久没人来过了 至于为什么宝会被赶出来 多半也是因为 他离足的特殊能力 我要在这里找个东西 宝 你在这里等我 陆燃沉吟道 既然这里会让他有不好的回忆 陆燃还是打算 自己进去快速搜寻一下 但宝闻言 脸上却闪过一丝惊慌 赶紧上前抓着陆燃的手 摇了摇脑袋 似乎很不愿意和陆燃分开 怎么 怕我跑了 陆燃打去道 想缓和一下林宝的情绪 猜 猜没有 林宝脸颊一红 其实陆燃很好奇 黎族人虽然有必死的宿命 但没死之前 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杀得了他们的 就凭这个城镇 有胆子将宝赶出去 别的不说 宝挨家挨户地摸过去 这城镇里面 谁顶得住 那就一起进去吧 你就跟在我身边 陆燃点头 接着 两人走进城镇 这是个小型城镇 因为不在关道的主干上 所以人不多 大街上熙熙攘攘 但即便如此 宝尔走路也很是小心 密切关注着四周 有靠近的错身过的 他都尽力地避开 因为 他知道触碰到别人 别人的下场是什么 除非是像当初陆燃困住他那样 宝才会爆发 无顾一切 顺着气息 两人很快来到了一家酒楼门口 气息就在这里面 陆燃沉吟道 站在这里 气息更加浓郁了 那绝对是他的精神烙印没错 两人走进酒楼 宝 坐在这里等我 陆燃将宝 安置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前 他则凑近了几步 来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能感觉到的气息 就在二楼 但就在陆燃要抬脚走上去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这不是那个小毒虫吗 还敢回来 扭头看去 是五六个正在喝酒的青年 看到林宝 骂骂咧咧地站了出来 林宝瞬间神情紧张 下意识站起身来 快步朝着陆燃走去 但走到一半 砰 一股灵力直冲而来 林宝的身体被狠狠地砸飞了出去 撞在身后的墙壁上 滑落而下 但他没有受到伤害 起身就要继续往陆燃的方向走 陆燃眉头微皱 如果是当年刚穿越的时候 陆燃直接就大杀四方了 但下届十万年 他受了那么多小徒弟 很多都是在死亡边缘挣扎 被陆燃带走的 他清楚怎么教那些小徒弟 正确对待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怎么 还想跑 当年收拾你收拾的不够是吧 小毒虫 活死人 我们轻食阵可不需要怪物 正好无聊 你就送上门来了 几个青年七嘴八舌地围了上去 但可笑的是 这些青年才不过助击境界 林宝可是金丹 与此同时 这边的状况 也引起了酒楼内其他时刻的注意 但却没人插手 反而一个个津津有味地看起了热闹 宝娇小的身体 抵在身后的墙壁上 京剧地看着这些人 道 我 我很快就走了 你们不要打我 不然我 不然怎么样 妈的 还威胁起我们来了 小畜生 带头的青年大怒 直接抽出了背后的大刀 毫不客气地当头屁下 一道凌厉的刀器 催哭拉朽 将林宝面前的桌子劈碎 劈在林宝的身上 结果就是 林宝毫发无伤 但身后的墙壁 直接就被刀器割裂了一道口子 林宝身体微微颤抖着 咬着嘴唇 面前的几个青年步步逼近 但看起来威势逼人 可这些青年自己却也很小心 他们当然清楚碰到宝的后果 所以掌握有度 只要宝靠近 他们的威势就要荡然无存 撒鸭子后撤 路然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 觉得有点可笑 可笑之处在于 这些人论实力 是在宝之下 论能力 宝碰他们一下 他们就要死 可偏偏 却是他们在欺负宝 从进来的时候 路然就发现了 也许是看多了 身边人是如何碰到自己 而死的 宝很刻意地避免和其他人接触 除非是当初像路然困住他那样 必无可避 否则 他第一反应 就是逃跑 同时 路然也奇怪 从小被欺负的时候 林宝 难道都没有狂化过一次 因为但凡有一次 都没人敢这么欺负他 就在这些青年 即将凑到宝身边的时候 路然直接伸手推开一人 挤了进去 来到宝身边 牵起了他的手 宝颤抖的身体 瞬间就平复了下来 开心地看着路然 其他人则惊了 有人多管闲事 这很正常 当初宝和他娘 在青石镇宝受欺凌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好心人 只是这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敢接触林宝 那可是离族人 而且 看上去好像没世人一样 难不成 这家伙也是离族的 原来如此 是带了同族的畜生 难怪赶回 话没说完 路然脑袋后面 金色的仿佛宁为实质的 功德金伦 突兀地冒了出来 瞬间 周围的围观者 齐刷刷地倒吸一口冷气 仙人 而且 还是有功德金伦的金线 离族人不是18岁就要嘎了吗 怎么可能会出现仙人 恐惧瞬间弥漫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在金仙的面前挑衅 欺如宝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金仙吹口气 他们都要死一百次 路然头也不回 蹲下身子 伸手将宝有些凌乱的头发履了履 凝视着他的眼睛 柔声道 看到了吗 只有实力才会让他们闭嘴 你要明白 从头到尾 应该感觉到恐惧的是他们 而不是你 宝愣愣地看着蹲在面前的路然 路然则转身 将宝揽在身边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 继续道 我虽然没接触过你娘 但你的思想 多半是继承于她 你娘和你在这轻石阵 过得并不轻松吧 宝身子一僵 被路然牵着的小手 也猛地攥紧 路然嘴角微微上扬 趁热打铁道 看看这些人的嘴脸 想想他们 是怎么欺辱你和你娘的 你当初 又是如何被他们赶出了轻石阵 你在意他们的死活 他们可不会在意你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强者决定一切 他们无法对你造成伤害 而你 能轻易决定他们的生死 随着路然的一言一句 宝的眼神逐渐从复杂 迷茫 慢慢变得坚定起来 他在扭头看了眼路然 四目对视 路然点了点头 在宝的肩头拍了拍 道 你来处理 我上去找个东西 说完 一个闪身 消失在原地 路然消失后 面前的这些人 以及那些看热闹的 面面相去 随后起身 快步地往外跑 惊仙会让他们感觉到恐惧 但留下来的宝不会 这是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 可就在此时 宝忽然抬手 砰 酒楼的大门 被无情地关上了 众人一惊 看向宝 此时的宝 眼神平静 脸上的恐惧 已经消失了 宝 我 我们刚才都是开玩笑的 你 你可不要冲动啊 先前带头的青年 赶紧说道 其他人也畏惧地看着宝 欺负宝 欺负惯了 他们似乎都忘了 他们才是弱者 路然出现在二楼的走廊 寻着气息 来到了位于走廊尽头的一个包厢 楼下的惨叫声 和混乱的嘈杂 已经开始了 路然嘴角微微上扬 这才推门而入 精神烙印的位置 就在这个包厢里 开门声吸引了里面 几人的注意 一共四人 正围坐在一起 路然一眼就看向 左边靠近窗户的一个家伙 手里正拿着一个造型精美的手串 干啥的 这里是贵兵剑 谁让你进来的 其中一人呵斥道 路然才懒得理会他 静直地 走到左边那人的面前 盯着他手里的手串 路然的脸色 瞬间阴沉了下来 那手串他认识 是唐英若的 是在他飞生前一天 飞生的最小的徒弟唐英若的 这是唐英若飞生前 路然送给他的 用了三十年时间炼制的古英镯 上面五个雷脚虎几脚打磨的珠子 刻画了五个护体阵法 因为是提前刻画好 灌注好了能量的 即便是在灵界 也可以出发 但此时 五个珠子 已经碎了两个 路然当初的设置 是佩戴者遭受致命袭击的时候 才会主动出发 如今碎了两个 那就说明 这手镯 已经为唐英若 抵挡了两次致命攻击 这东西 你从何处得来 路然直接一伸手 将那手镯拿在手里 问道 那青年愣了愣神 一眨眼的功夫 手里的宝贝 就被人抢了去 这还了得 他当时大怒 他骂的 好大的胆子 先给我废了他两条腿再说 其余三人闻言 做事就要起身 路然看也不看 只是盯着眼前的青年 而其余三人 则砰的一声 原地自爆 那三人 都是化神妻 眼前的青年 是肚结期 在路然眼中 和蚂蚁没什么区别 青年傻了 尤其是看到路然动手后 脑袋后面冒出来的功德金轮 吓得脸都绿了 豁然起身 撞翻了凳子 整个人跌坐在地 金仙 你 你是谁 青年颤颤巍巍的喊道 回答我的问题 路然继续问道 唐英若的东西 为什么会在这里 手串都被人摘了 那唐英若现在 是什么处境 路然很担心 其他的徒弟早就飞升了 最后的小徒弟唐英若 可是最近的一个 陪了他数百年 我叫周扬 一气流的弟子 你敢动我 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青年喊道 但喊完 周扬也觉得有点不合适 眼前的人是金仙 一气流的门主 也只是个金仙而已 他有什么能威胁到人家的吗 果然 路然也不废话 直接上前 一脚踩在周扬的一条腿上 咔嚓 踩碎了膝盖骨 不是踩断了 而是踩碎了 整个膝盖骨 以诡异的角度弯折 骨头茬子 混合着血肉流淌而出 疼得周扬杀猪一般的惨叫 回答我的问题 路然的声音 仿佛催命符一般 再次响起 是我哥 我哥给我的 他是一气流门主的 清传三弟子 叫 叫周扬 你 你不要杀我 真的是我哥给我的 我不是有一头您的东西的 你相信我 周扬痛苦地惨叫着 求饶着 周薇 路然呢喃了一句 忽然想起来 一气流 不就是那四家之一吗 这次的盗门会 就是以清玄宗为首 联合伙德宗 一气流 天罡派三家发起的 正好顺路 路然点了点头 神色凝重地 看了眼手里的古英卓 随手丢进储物袋 然后转身朝外走去 周扬松了口气 神色阴霾地 看着路然的背影 虽然不敢放狠话 但不影响他记恨对方 可就在路然走出房门的瞬间 砰 周扬的身体 也直接爆裂了 顺着楼梯来到一楼 饶事路然已经预料到结果 但也忍不住脚步一顿 整个九楼一楼大厅 仿佛人间炼狱 大门和窗户紧闭 光线昏暗 只有先前刀器劈开的墙壁 透进来一道亮光 桌椅凌乱 蹦碎 大地坑坑洼洼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数不清的血肉 尸块随处可见 一个活的 是一个完整的尸体 都没有 林宝就站在中间 浑身浴血 可以想象 刚才这里的场面有多炸脸 路然走到林宝身前 心疼地擦了擦 他脸颊上溅上的鲜血 灵力冲刷着他身上的血液 随后 才牵着林宝的手 推开了酒楼的大门 外面的街道 已经簇拥了不少看热闹的 但在开门的一瞬间 尤其是看到二人身后那惨烈的景象 现场瞬间就死寂了下来 林宝微微眯起眼睛 感受着洒在身上的猎羊 深吸一口气 看着这些人 当初欺辱他和娘亲 赶他离开青石镇的时候 他们可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天 御龙谷 到门会 山谷内 一块巨大的空地铺满了石板 类似于演武场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分别是清玄宗 火德宗 一气流 天刚派的宗主 带着他们的人 清玄宗作为东道主 坐在东方主位 四家高台围龙的下面 空地之上 则是以福西八卦盘部的 三十六派的作席 就仿佛待宰的高杨 没有一家缺席 不敢有人迟到 此时的各派 还都在小声地窃窃私语 抱怨着 为什么这次到门会提前了 说是到门会 其实也就是清玄宗的一言堂 来划分四家的资源产业 以及安排各门 各派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顺便收取他们的年贡 主位上雷刚环视一圈 喊道 大家安静 他的话还是很有用的 整个会场瞬间就陷入了寂静 接着 雷刚站起身来 错身站在一旁 身后的通道内 一个穿着宽大五袍 身材壮瘦的男人走了出来 雷太 他金色的双眸 泛着淡淡金属光泽的皮肤 都分外惹眼 坐在雷刚的位置上 下意识看向大罗剑宗的方向 但紧接着一愣 大罗剑宗的位置 只有一个苏月灵 连随从弟子都没有 雷太有些错愕 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大罗剑宗的位置 身边的雷刚忽然覆耳说道 老祖 我所料没错 那兰宗老祖路然 并没有跟着大罗剑宗一起来 雷太的眉头顿时就猝了起来 眼神在苏月灵身边扫了几眼 道 无妨 那就照常进行 到门会结束之后 我亲自去收拾他 只是雷太还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御龙谷 两侧峭壁之巅 十二位大罗金仙 正在断崖之上 俯视着下方的道门会 眼神不断地搜寻着记忆中那熟悉的身影 这个站位 也基本将那清玄老祖的所有退路 全部掐断了 师父他好像 没来 一袭红衣的叶红衣 尼南道 我也没看到 少英师姐 师父不是说会来的吗 费洛天看向少英 也许是还没到吧 师父他老人家 是出了名的路痴 迷路了也说不定 少英耸了耸肩 接着看向孙天勇 对了 孙师弟 你那边准备的如何了 闻言 左侧峭壁上的孙天勇 灌了口酒 晃了晃酒葫芦 道 金刚扶摩阵已经布置好了 那清玄老祖不会发现我们 即便发现了也无妨 他现在就是问中之鳖 高台之上 雷刚 先是看向火德宗的高台 谢德阳坐在首座 身后弟子们一个个低着脑袋 看上去有些奇怪 这谢德阳的表情 也让雷刚有些看不懂 察觉到雷刚的视线 谢德阳冲着对方干笑了一声 有些坐立不安的挪了挪屁股 雷刚眉头微皱 再看向其他两家 一气流的人和往常一样 看似先锋倒骨 但雷刚心里明白 那门主徐长青 最是贪婪 天刚派的一伙人也没什么异常 宗主扣其近带青玄宗安排 呼吐出一口气 雷刚朗声喊道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青玄宗老祖 雷太 立刻 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了雷太的身上 后者在后山隐居久了 忽然冒出头来 也忍不住装了个逼 身后一尊魔元虚影 轰然浮现 通天彻地俯瞰着下方的三十六派 这一刻不止是三十六派 还有火德宗 一气流 天刚派三家 也都心头一震 虽然他们基本确定 青玄宗是有个大罗仙境界的老祖 但这还真就是第一次见 这也算是更加坚定了 青玄宗在四家里的地位 绝对的领头羊 但唯独只有谢德阳 非但没有震惊 反而一副可怜的眼神 看着那雷太 心里念叨着 你就继续装吧 反正也装不了多久了 雷刚四有所觉得 再次看向谢德阳 还是和刚才一样 这谢德阳脸上的表情 看不懂啊 不是你压号召开的盗门会吗 你现在这是什么表情 见到我家老祖 也不该是这个反应吧 他晃了晃脑袋 继续喊道 相信各门各派对盗门会 也都很熟悉了 我就不多言了 这次提前召开 是为了重新划分一下四家的产业 同时话没说完 巴搭巴搭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忽然响起 在这死寂的会场内 显得尤为清晰 雷刚眉头一簇 看向会场入口的方向 各门各派的视线 也都看了过去 会场入口 一个穿着月白长袍的青年 正牵着一个小女孩 一步一步走进会场 大胆 盗门会已经开始 你是哪家弟子 干扰盗门会秩序 一气流的徐长青 第一个呵斥道 顺便邀功地看了眼雷刚的方向 后者也是一愣 这么多年 盗门会没人敢迟道 更没人敢中途闯入 这还是第一个 陆然顿住脚步 扫了眼现场的情况 淡淡道 蓝宗 陆然 立刻 在场的各派就喧闹起来 陆然 这不会就是那个蓝宗老祖吧 怎么这么年轻啊 不是传闻 已经好几万岁了吗 有什么可装的 即便是老祖 也不过才刚飞升没几天 区区真仙而已 嘖嘖嘖 这是下界装习惯了 没有被毒打过 体会不到灵界的残酷 正常 这样的新飞升者很多 下界顶了天 到了灵界 不过就是个小喽啰而已 雷刚眼前一亮 看向身边老祖 雷太的嘴角 也浮现出一谋笑意 居高临下 声音充满慰言地说道 管你是什么身份 胆敢扰乱 我到门会秩序 你 话没说完 陆然抬了抬手 直接打断了 喊道 稍等 我先问一句 遗气流的人在哪边 嗯 雷太一愣 雷刚的脸色 也瞬间难看了起来 这逼 这么不给老祖面子 其余个派也都看啥了眼 寻思你装就装吧 这也太过分了 连清玄老祖都不放在眼里了 这怕是 来找死的吧 找我一气流 所谓何事 徐长青也疑惑 这蓝宗老祖近来挑衅 怎么第一个矛头对着的 是他一气流 虽然徐长青 也不将这个刚飞升 没多久的所谓蓝宗老祖 放在眼里 但 无冤无仇啊 陆然看向徐长青 道 敢问你一气流 可有一个叫周薇的弟子 闻言 徐长青下意识看向身后 一名方脸青年 道 你和这蓝宗老祖 认识 周薇自己都梦了 回门主 并无交集 周薇道 而陆然 在看到徐长青的反应后 直接凌空跃起 出现在了一气流的高台之上 雷刚看了眼身边老祖 道 这陆然目中无人 老祖 我现在就杀了他 老祖却饶有兴致地摇了摇头 道 来都来了 不着急 看看 看到陆然出现在面前 徐长青眉头微醋 蓝宗老祖这是打算 先拿我一气流 开刀立威 说实话 徐长青有些不满 四家都在这 你不去找带头的清玄宗 反而来了一气流 找软狮子捏 这让一气流 以后如何在四家里立足 陆然可懒得搭理他 而是看向周薇 问道 周扬你认识吗 我表弟 你怎么知道周扬的 周薇一愣 下一秒 陆然忽然伸手 一股恐怖的犀利 直接将周薇扯到了面前 周薇本能地想要反抗 但被陆然一把掐住了脖梗 淋漓入体 瞬间桎雇雇了周薇的经络 他动弹不得 找你了解点东西 陆然淡淡地说道 然后掐着周薇的脖子 转身就走 徐长青鼻子都气歪了 你说你挑软柿子捏 上来直接就打 徐长青都不会如此窝火 反正徐长青自信 自己能随手收拾了 这个所谓的蓝宗老祖 可结果 人家压根就没理会徐长青 直接掐着他的青传弟子 脖梗就要走 这已经不是挑衅了 简直就是 在他脑袋上拉屎 还吐了口瘫 找死 徐长青怒吼一声 原地不动 轻飘飘的一拳 轰然砸出 看似动作迟缓 轻柔 但这拳风裹杂着一股灵力高度压缩 仿佛一个冲击炮 扭去了空间 朝着陆然后背而去 关键时刻 被陆然牵在手里的灵板 一个闪身 出现在陆然身后 税嫩的小脸上 没有丝毫恐惧 他是不死之身 但即便如此 陆然还是随手一带 将他重新拉到了自己前面 随后一只手向后 没有丝毫灵力波动 没有钢气护体 没有神通术法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抬着一只手 装神弄鬼 徐长青一声冷笑 他身为一气流的门主 惊仙八重天 所谓的蓝宗老祖 飞升才几天 不用法宝 不用神通 连灵力都不用 徒手抵挡他的攻击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与此同时 那清玄老祖 也忍不住失望地摇了摇头 道 原以为这蓝宗老祖 多少有点定息 现在看来 却只是个猛夫 就连向来比较安静的天罡派扣旗 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叹气道 一气流的周身一气 看似流云飞秀 轻描淡血 但每一次攻击 都是周身灵力的爆发 便是我也不敢硬扛 这蓝宗老祖 实在 当然 这也是在场围观各派的心声 这蓝宗老祖 太嚣张了 且不说实力如何 只单单是这气魄 让我佩服 气魄 我看是脑残嘛 一个非生没几天的真心 当着人家徐长青的面抓人 还不借助任何防御 徒手抵挡徐长青的一击 脑子确实不太好啊 唯独只有一人 面色古怪 此人便是谢德阳 只有他知道 没用 徐长青的攻击 没用 一气流的攻法 再怎么隐藏暗境 再怎么霸道 还能有当初在一剑阁几大金仙围攻陆然来的猛烈 果然 那一团高度压缩的灵力拳 砸在了陆然的掌心 接触的一瞬间 没有力量的爆发 陆然也没有想象之中的受伤 而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一团灵力拳 就像是一团小火苗 接触到了冰水 扑 灭了 宝尔眨了眨眼睛 抬头道 大哥 咋不让我来 你不是不喜欢挨打吗 陆然反问 是不喜欢 但是我无敌 宝尔想当然道 巧了 我也无敌 陆然回道 两人大眼瞪小眼 身后 啊 徐长青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这一刻 徐长青 寇琪 雷刚 雷太 各派掌门 全都看傻了 徐长青可是惊心啊 这陆然是个傻 头也不回 也不用防御 随手就接下了徐长青的攻击 单凭肉身 这怎么可能啊 老左 这陆然用的是什么手段 雷刚惊诧地问道 看不出 雷太皱着眉头沉吟道 他的确没看出来 陆然干了啥 因为就这样看 陆然真的是什么也没做 就只是抬了抬手 一个真仙 怎么可能抵挡 他不是真仙 雷太打断了雷刚的话 什么 雷刚一正 刚飞升没几天 不是真仙能是啥 难不成还是上仙 这灵界从开天辟地到现在 有过那种妖孽吗 这气息 是惊现没错了 雷太眯起眼睛 尼难道 先前抱着轻视的态度 雷太压根就没去查探陆然的境界 毕竟对方就是个刚飞升没几天的小楼 而已 就像是去幼儿园 见到一个小朋友 不会考虑 对方是不是成年人一样 但刚才的诡异一幕 雷太在看向陆然的时候 就察觉到不对劲了 这气息很明显就是金仙的气息 老祖是不是搞错了 那路然才飞升几天 怎么可能达到金仙 雷刚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雷刚的天赋也不差 但修炼到金仙用了三万多年 而且就算是金仙 怎么可能毫无防护地 接下徐长青的攻击 这 这不合理啊 雷刚继续说道 雷太已经沉默了 是不合理 但他也没看出来是什么问题 这一刻 整个会场也炸开了锅 我没看错吧 这蓝宗老祖金刚不坏 不可能 一定是用了什么法子 单凭肉身 难不成还能强得过清玄宗的清玄霸体 多半不是路然 冒充的吧 否则 一个飞升没几天的真仙 再怎么装神弄鬼 也不可能接得住徐长青的攻击 而毫发无伤吧 谢德阳看在眼底 没有一丝惊讶 没错 就是这样 当初在意见阁几大金仙 集火围攻都伤不到路然 你徐长青凭什么 比别人尿得高 而此时的徐长青 才是最难受的一个 满脸仗红 这场面很诡异 稍微有点脑子的 都想琢磨一下 但徐长青此人好面子 被当众挑衅 带走了清传弟子 他背后偷袭 却被对方随手接下 头也不回 这算什么 四家都在这里 三十六派也在这里 这场子要是找不回来 他徐长青以后 也不用混了 想到这里 徐长青豁然起身 周身一气流 形成的灵力刚风 在身边肆虐开来 身后弟子们 吓得纷纷后撤 路然 我要你命 徐长青目吼道 听闻此言 路然依旧不回头 只是手腕一番 一把简单的铁剑出现在手中 这玩意 是在古海那里 随手拿的练习用剑 用来施展一剑朱仙 现在就派上用场了 但路然的目标 可不单单是徐长青 还有他身后 一气流所有的惊线 这一剑 平平无奇 普通的铁剑 普通的挥砍 甚至感觉不到太大的灵力波动 但能看到一圈淡淡的剑气 从路然的身后 以扇形席卷而出 说实话 徐长青等人 根本就没在意着剑气 平平无奇的一击 随手磕挡 徐长青一拳往剑气砸去 另一拳则积蓄力量 打算攻击路然 但就在他的拳头 和剑气接触的一瞬间 砰 徐长青的左手拳头 连带着手臂 直接崩裂 炸碎 徐长青脸色大变 这一刻 他才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剑气之上 竟能感觉到 那让人无法呼吸的一丝天道的力量 仿佛一座大山当头砸来 与此同时 脚下高台 寸寸崩裂 这剑气扫荡而过 仿佛要撕碎一切 催枯拉朽 他心道不妙 果断放弃攻击 立刻就要飞身后撤 但仙法的天道规则附加之下 区区惊鲜 怎么可能逃脱到了天道规则的制裁 那剑气仿佛有着巨大的粘性 徐长青不但无法后撤 反而一个跟头前冲 砰 整个身体爆裂开来 在场所有人脸色大变 徐长青 死了 被路燃头也不回 一把铁剑随手往身后一挥 就给干死了 但这还不算完 那剑气浩浩荡荡而出 扩散到了一气流的队伍里 天地良心 队伍里的那二十几个金仙 压根就没打算动手 人家只是跟着宗主来装逼成威风的 眼看着徐长青动手 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动手的机会 可徐长青 被一招秒了 眼看着剑气逼近 这群人疯了 瞬间就要坐鸟受散 但剑气速度很快 刷 横扫而过 喷喷喷 仿佛放鞭炮一般 一气流的队伍里 所有的金仙一个个原地爆炸 无一例外 一剑诸仙 可以秒金仙 但只可以秒金仙 金仙之上无效 金仙之下无效 哪怕是上仙九中天巅峰 差一根头发丝 晋级金仙 也不会被秒 一气流的看台上 此时如人间炼狱 鲜血顺着阶梯流淌而下 剩下的那些人处在原地 一动不动 因为不敢动 谢德阳看到这里 无奈地耸了耸肩 嘀咕道 娘的 当初是怎么回事 非要惹这个怪物 这泥马 二十多个金仙啊 直接灭门 不过还好 当初秒杀我火的宗门人 用的是木棍 这次骑马用的还是铁剑 天刚拍的扣旗也梦了 浑身汗毛炸起 他开始庆幸陆然挑选开刀对象 不是挑选的他们天刚派了 否则 现在被一锅端的 就不是一气流了 就连原本打算看戏的雷太 也坐不住了 豁然起身 不可思议地看着一气流高台的方向 徐长青死了 而且 而且好像一气流的那伙人里 所有的金仙全都死了 但夹杂在其中的其他人却活了下来 那陆然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雷刚倒吸一口冷气 我看到了 雷太淡淡道 他盯着陆然看了看 金仙的气息没错 陆然的脑袋后面 在动手的时候 冒出来的也是功德经纹没错 但既然是金仙 怎么做到的 一把铁剑 秒杀了一气流 连带宗主徐长青在内的所有金仙 二十多个呀 这就算了 偏偏还把范儿里那些不是金仙的 全都留下来了 好可怕的控制力 好可怕的攻击 雷太双眼瞳孔骤然一缩 他身为大罗金仙 也可以秒杀金仙 二十多个金仙 他出手 也可以全秒 但要如此惊喜地照顾 察觉到人群里每一个人的境界 直秒金仙 将其余不到金仙的留下 他做不到 连他都做不到的事情 陆然一个金仙 做到了 杀 雷太眼底杀意迸发 再不犹豫 心里那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这个蓝宗老左 太诡异了 不能继续看下去了 直接杀 轰 雷太整个身体仿佛炮弹一般 从高台射出 九天之上顿了顿 身后一尊魔元虚影乍现 随后宁为实质 和雷太的动作合二为一 挥舞着巨大的拳头 当头砸下 这魔元一拳 能砸他一座山 我师父不过金仙 你却连大罗法香都用上了 还真是甜不知耻 一个悦耳洞听 却充满细血的声音响起 下一秒 九尾妖弧巨大的身体 闪现到了路然身前 修长蓬松的九尾巨拢向前 接下了雷太法香的一击 敌荒妖族 雷太眉头一簇 那就连你一起杀 言罢 身后魔元双拳举起 空气中的天地灵气 仿佛要被瞬间抽干 就连法香魔元的双拳 都变成了金属的颜色 裹杂着天地之威 轰隆隆地再次砸下 当 这一次 有人比邵英的速度更快 一尊通天魔神 助力在邵英身边 手中一把夸张的血色长刀 直接横在魔元的拳头之下 硬生生扛了下来 九幽魔族 该死的 雷太咬了咬牙 他忽然想起了雷刚之前的报告 说 金陵城出现了敌荒妖族 和九幽魔族的人 但他并未在意 身为大罗仙 习惯了高高在上了 从没想过 那二人 会是妖王和天魔 现如今 这两个等同于大罗仙的家伙在这里 别说继续杀戮然了 就是想要活命 只怕都打不过 雷太后撤出一大段距离 身后的魔元法香仰天怒吼一声 雷太喊道 二位 这是我清玄宗的事情 敌荒妖族和九幽魔族 本就不允许出现在下周 你们为何要插手此事 如果愿意离开 我清玄宗 愿意厚礼 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妖狐画形 光着脚站在费洛天身边 直接打断了雷太的话 什么 雷太一愣 大家同为大罗仙 一点面子不给我雷太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 我师父我师父 你是笼子 少英细写地说道 你 你是路然的徒弟 雷太心头一震 没错 蓝宗弟子 少英 还有我 蓝宗弟子 费洛天 一妖一魔 齐声说道 雷太的表情瞬间就阴沉了下去 这事儿 怕是不好搞了呀 没想到这俩还不是凑热闹 竟然是路然的徒弟 这路然的徒弟 这么夸张吗 雷太已经有些后悔了 扭头看向谢德阳 后者心虚地别开了头 这原本就是谢德阳和蓝宗之间的恩怨 即便是蓝宗集结 短时间内和清玄宗也没有深仇大恨 利益纠葛 但他为了防止产生摩擦 非要装逼 亲自出手震杀 结果 踢到铁板了 现场 三十六派的人都傻了 蓝宗老祖牛叉呀 飞声没几天 就能一见灭门一气流 没想到连妖王和天魔 都是蓝宗老祖徒弟 我擦 我要入蓝宗 蓝宗收徒有啥要求啊 一时间 风向逆转 先前对路然的嘲讽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办法 没看到清玄老祖 都被打退了吗 现在谁敢和路然说 一个不字 雷刚此时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愤怒地扭头 看向谢德阳 却发现 后者一溜烟离开了高台 转而和苏月灵 出现在了路然身边 谢德阳妖功一般地说道 老祖 您放心杀 这雷太死了 清玄宗就废了 清玄宗掌握着九成灵脉的开采 就全都归蓝宗了 闻言 雷刚的嘴角都在抽搐 反而最尴尬的 此时就是天刚派了 谢德阳倒戈了 一气流被灭门了 清玄宗和人家蓝宗打起来了 他天刚派干啥 老祖 我天刚派也愿意 捧 话没说完 雷太身后的魔原法相 就一拳锤了出去 将扣器给砸扁了 接着 雷太才看向少英和费洛天 道 好好 今天是我栽了 但是你们给我等着 莫要以为我清玄宗就这点东西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 你们招惹了谁 闻言 少英哈哈大笑 等着 什么意思 你不会以为你还跑得了吧 雷太冷笑一声 道 你二人的出现 的确出乎了我的预料 但我要走 你们还拦不住 少英懒得和他解释 只是对路然道 师傅 您老退后嫌 这雷太 交给我们了 你们俩 确定没问题吧 如果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我们也可以暂且撤退 路然沉吟道 虽然说是二打一 但一个大罗先拼起命来 可也不是开玩笑的 师傅放心 不止我们俩 少英盈盈一笑道 哦 路然一愣 私下看了看 随后似有所觉地抬头看天 几秒后 恍然道 金刚浮魔阵 他双眼闪过一丝金芒 庞大复杂的金刚浮魔阵 一眼就被路然看穿了 随后 路然惊讶地呢喃道 红衣 天友 黄芳 全是他徒弟 算上费洛天和少英 十二大罗先 原来如此 倒是我这当师傅的小心了 既然如此 你们这些小家伙 就随便玩吧 路然这才放下心来 路然说完 随手封了周薇的浑身经络和丹田 丢给了苏月灵 牵着灵宝的手道 我们去外面 审问周薇 这里交给他们了 是 师傅 苏月灵点了点头 此时的雷太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结合刚才少英和路然的对话 心头一震 再不犹豫 连狠话也来不及放 冲天而去 魔员巨大的身体 裹挟着雷太 朝山谷上空飞去 但还没脱离山谷的范围 忽然发现 上空一个乞丐 懒洋洋地坐在空中 滚开 雷太一声大吼 身后魔员 直接一把大嘴巴 就抽了过去 但下一秒 问 乞丐身后 一尊通天彻地的金刚虚影 闪现而出 那金刚盘膝而坐 巨大的金刚佛陀 散发着炽烈的佛光 硬生生扛下了魔员的攻击 雷太的速度也骤然停顿 不动冥王 该死的 你是什么人 胆敢阻我 雷太怒吼出声 蓝宗弟子 孙天友 孙天友耸了耸肩 说道 雷太双眼瞳孔咒然一说 又是蓝宗弟子 又是一个大螺线 眼看着身后哨音和费洛天 还没跟上来 雷太一咬牙 打算绕开孙天友 继续突围 奇怪的是 孙天友也不拦着 只是饶有兴致地 看着雷太垂死挣扎 很快 雷太就明白为什么了 刚刚脱离谷口的高度 天空中一张金色大网 忽然浮下而出 他的速度再次锐减 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 反而 被那巨大的阵法 缓缓地压了下来 魔员双手撑天 怒吼着 灵力运转到极致 却丝毫没有进展 我师父交给我的金刚抚摸阵 到了零件 依然如此好用 你跑不了的 死了那条心吧 孙天友懒洋洋地说道 顺便悠闲地灌了一口酒 雷太心里愈发惊慌了 愤怒地看向孙天友 那我就先杀了你 阵法自然破 可他刚动身 扑扑 两声闷响 身后的魔员法箱 忽然动弹不得 他操控起来也颇为费劲 仿佛法箱被剥离了一般难受 扭头看去 一左一右 两根巨大的钢叉 穿过了魔员的琵琶鼓 魔员的身后 则是一尊摇曳着 款款腰枝的美艳法箱 那法箱的前方 是一席红衣的女子 脸上戴着面纱 淡淡地望着雷太 寻海夜叉 你 你又是何人 雷太惊恐地大叫 蓝宗弟子 叶红衣 既与我蓝宗为敌 便不许 你活着离开这玉龙谷 叶红衣淡淡地说道 雷太气喘吁吁 绝望的情绪迅速弥漫 山谷下方 是妖王和天魔 上头是金刚浮魔 针合不动冥王 身后是寻海夜叉 跑也跑不了 打也打不过 这怎么办 来不及多想 雷太拼着反噬 收回了受损的法箱 收回的一瞬间 神魂震荡 气血翻涌 脸色更加苍白了 他不打算动用法箱了 而是将清玄霸体 运转到极致 身体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转化为金色 仿佛金属打造一般 周身运转的灵力 也变得粘稠了许多 大罗仙拼尽全力爆发 可不是二线 他咬着牙 清玄霸体运转到极致的瞬间 再次冲天起 打算以自身肉体 硬破金刚浮魔阵 还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但这是雷太目前 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个办法了 可即便如此 也依然没有给他尝试的机会 就在雷太冲天起的瞬间 问一面仿佛山岳般的金色大锅 当头砸下 对问一声巨响 雷太脑袋瓜都嗡嗡的 差点给开了瓢 晕头转向的抬头 就看到一个穿着官服 杜大腰圆 慈眉善目眯眯眼的法香 拎着一口金色大锅 造 造王神 这尼玛又是哪位啊 雷太都快哭了 蓝宗弟子 黄芳 嘿嘿 黄芳操控着法香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此时 少英飞升而起 悬浮在另一个方位 身后是他自己 九尾妖狐的本体虚翼 费洛天紧随其后 身后大刀魔将黑气腾腾 上空 是孙天有不动冥王 身后 是叶红衣寻海叶叉 还有个黄芳的造王神 五个大罗线 雷太忽然反应过来了 今天就不是他来震杀路人的 而是人家蓝宗立威 拿他开刀 但这还只是开始 又有一人出现在叶红衣身边 身后一尊武神法香 怒怒元争 武灵神 你 雷太心头一颤 蓝宗弟子 廖天豪 男子耸了耸肩 说道 接着 一名女子也从断崖外飘了出来 蓝宗弟子 许倩倩 她的背后 是芙蓉县 蓝宗弟子 张伯阳 她的背后 是玉府叛官 蓝宗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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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位 整整十二位大罗仙 以十二帝之为战位 融合金刚抚摸阵 将雷太 困死在中间 每个人的身后 各自的大罗法香 熠熠生辉 雷太的心 彻底沉到了谷底 你们 不能杀我 雷太咬牙喊道 我有灵脉 开采好了的灵脉灵精 原本是打算交给五神盟的 数量很多 只要你们放过我 说实话 这种求饶 有点苍白了 身为一个大罗仙 怎么求饶都这么没创意 你这人倒是好笑 杀了你 你们掌控的灵脉 都是我蓝宗的 会缺你们开采出来的 那点灵精吗 况且 你死了 那些灵精 不还是我们的 绍英细血地说道 师姐 动手吧 师父还在等我们 叶红一提醒道 绍英这才点了点头 十二位师兄弟姐妹对视了一眼 巨大的金刚伏魔阵 在孙天友的主动操控下 开始收缩 绞杀 下方三十六派 看的人都傻了 什么叫超级宗们 蓝宗就是 他们万年侍奉清玄宗 就凭清玄宗传说中的一个大罗老祖 可眼下 清玄宗所谓的老祖 在人家蓝宗面前 就是个屁啊 与此同时 到门会外 苏月灵将周薇丢在地上 怒然直接掏出手串 问道 这东西 是你给你表弟周扬的 告诉我 你从何处寻来 周薇咽了口唾沫 似乎还没有从仪器流门主被秒杀 同门所有金仙被秒杀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再听到身后动静 扭头一看 十二尊大罗仙 合力绞杀清玄老祖 他心里咯噔一下 赶紧喊道 是从一个叫唐英若的女子那得来的 你们要相信我 绝无半句假话 英若 听到这个名字 陆然瞬间失去了冷静 便是他了 他在哪 陆然直接问道 我 我当日在空桑山外的一个洗仙池 偶然见到他飞升上来 看他升得好看 便想 便想那位妾室 但他不从 话说到一半 周薇就察觉到 一股森冷的杀意 从陆然眼中迸发 于是赶紧说道 大仙放心 我没伤他 他有那手穿护体 挡了我两次攻击 但还是被我掳了去 那之后 周薇打算将昏迷的唐英若 带回一气流享用 可半道上 遇到了另一伙人 对方用一件灵宝 换走了唐英若 那手穿我看着有点作用 就趁他昏迷摘了下来 但您放心 他的人 我是绝对没来得及碰的 周薇赶紧辩解道 但陆然还是不放心 这货如果真做了什么 让唐英若受到了伤害 陆然都不知道 如何以后面对他 于是一伸手 放在了周薇的脑袋上 师父 您这是苏月灵患道 费洛天的搜魂 是我教的 陆然冷声道 接着 一股狂暴无比的精神力 瞬间炸开了周薇的神魂 一寸一寸开始搜寻 周薇的惨叫声 让不远处跟着出来的谢德阳 浑身冷汗直冒 当初费洛天 就是这么对他的 现在想想搜魂那滋味 都让谢德阳 忍不住想要尿裤子 半想后 陆然松开了手 睁开双眼 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道 还好 这周薇并未说谎 一旁的苏月灵问道 唐英若 也是咱们兰宗弟子 陆然点头 道 她在我前一日飞升的 是你小师妹 闻言 苏月灵顿时紧张起来 急忙问道 那她现在如何 后来去了哪里 换走她的人 又是什么人 陆然道 是个老者 实力未知 她似乎看上了 阴弱的见到天父 想要收为徒弟 但那人的身份 我不知道 想到这里 陆然低头看向周薇 此时的周薇身体 还在剧烈地颤抖着 看向陆然的眼神 和当初谢德阳 看向费罗天的眼神 一般无二 带着深深的发自 灵魂深处的恐惧 大仙 我知道 我知道那人的身份 周薇赶忙喊道 嘿 还学会抢答了 倒是陆然 如果完整搜魂周薇的话 也能从记忆里翻出来 但那需要耗费的时间 就太久了 周薇也大概率 扛不到那时候 神魂就要溃散了 说 陆然淡淡道 大前郑国侯 宗云山 周薇赶忙道 大前 郑国侯 什么意思 陆然眉头一皱 大前王朝 距离此地八万里的 大前王朝 我曾在大前王朝 见过那宗云山 他是大前四方侯之一的 郑国侯 所以 当日我也没敢拒绝 宗云山的条件 周薇说道 大前王朝 陆然嘴里嘀喃了一句 继续问道 仔细想想 还有什么没说的 周薇咽了口唾沫 认真想了想 摇头道 没 没有了 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伤害那女子 我发誓 陆然点了点头 道 我相信 毕竟搜魂过了 这周薇的确没做什么 出格的事情 或者说 没来得及做 就被那宗云山截胡了 文婷此言 周薇狠狠地松了口气 但却没想到 陆然紧接着就说道 我相信你 但不影响我 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 再有下辈子 记得离我兰宗弟子远一点 说完 一掌 将周薇轰碎成了渣渣 不远处 谢德阳浑身打颤 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陆然心情不好 拿他出气 可就在此时 陆然忽然扭头 看向谢德阳 后者吓得浑身一颤 急忙站直了身子 恭恭敬敬地看着陆然 眼皮都不敢眨一下 你很怕我 陆然随口问道 不 不是 怕 谢德阳吞吞吐吐 是该说怕 还是不怕呢 放心 我不杀你 费洛天给你中了魔头蓄灵火 你暂时还有点用 陆然淡淡地说道 接着 才和苏月灵一起 重新进入会场 此时 雷太已经死了 十二大罗先围成一个圈 回到了陆然身边 弟子少英 弟子费洛天 弟子黄芳 弟子叶红一 弟子孙天勇 拜见师父 十二大罗先齐声行礼 那场面看得三十六派拼命地咽口水 雷太可是渣渣 都不胜了 谢德阳倒戈成了走狗 一气流被灭门 扣旗也死了 就连雷刚都被少英随手给杀了 四驾荡然无存 如今的这地界 蓝宗接手 陆然欣慰地看着这些弟子 好好好 陆然就像一个老父亲 看着当初的小家伙们 如今学有所成 笑道 天有 你小子还是穿得这么破烂 怎么 喜欢这个风格 孙天勇尴尬地挠了挠头 道 嘿嘿 师父 习惯了 你别看我这衣服破 但是不臭 我经常洗的 不信你问问 滚蛋 陆然笑骂了一句 红衣 怎么还戴着面纱 不知道还以为要遮丑呢 长得漂亮 就该大大方方的 文言 叶红衣却娇羞地摇了摇头 道 只有师父可以看 这时 黄芳也凑了过来 甩了甩手里的炒锅 道 师父 我的厨艺练了两万多年 现在绝对和下届的时候不一样了 您高低得尝尝 陆然有些哭笑不得 这黄芳 当年在下届 就是被陆然从一家酒楼的后厨揪出来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满脑子做菜 但即便如此 修炼速度竟然还这么快 两万多年就大螺线了 对比之下 上仙境界的苏月灵 反而有些平庸了 有机会我当然要尝尝 陆然肯定地说道 接着看向邵英 小白 你先前的打算 我们兰宗就在这里建立根基吗 邵英扭头四下看了看 道 这山谷 环境是不错 也在灵脉之上 是个好地方 否则那清玄宗也不会盘踞于此了 只是山谷这种地形 有些局限 所以还是高山流水好一些是吧 陆然神秘的一笑 师傅 您不会已经挑好了地方了吧 邵英眼前一亮 问道 算是吧 陆然有子府令 随时可以建立先元子府 好 那就听师傅的 师傅说 在哪 我们就在哪 邵英激动道 其他师兄弟姐妹也很兴奋 有些坐不住 蓝宗弟子便洒九州这么多年 开宗立派的 漂泊浪迹的 酒楼炒菜的啥也有 但都孤苦一人 分散各处 如今 终于要有他们真正的师门了 蓝宗 对了师傅 这些人怎么处理 需要清场吗 费洛天看了看三十六派的人 问道 话音刚落 动 脑袋上就被哨音狠狠地敲了一个暴力 亲你个头 不愧是魔族 天天就知道杀 这些墙头草 可是很好的工具人 我们要建宗 你都给杀了 谁来干活 指望你那些魔兵吗 少英瞪了费洛天一眼说道 费洛天则委屈地看向路然 路然哈哈大笑道 小白说得没错 这些工具人可以用 而且很好用 但是 他瞥了眼天刚派高抬的方向 扣其死后 天刚派的弟子们都不敢动弹了 也没敢跑 在大罗仙的面前企图逃跑 还不如等死来的痛快 天刚派的人也能用 但这些金仙好不好用就不一定了 路然沉吟了几秒 觉得还是稳妥起见 于是道 等一下 这些金仙 我秒了去 其他人照用 说完 一个闪身 拎着铁剑就出现在高台前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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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然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跪倒了一大片 有求饶的 有表忠心的 有发誓的 但是没用 路然随手一个一剑诛仙 精准无误地将队伍里所有的金仙 全部清场 接着为了又看向三十六派 将其中几个有幸进阶金仙的刺儿投给秒了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你们回去吧 以后 效忠我兰宗 若有二星 照杀不悟 按照邵英的说法 还有二十多位路然的徒弟 但都是金仙 没有带过来 正好也能用来填充兰宗 所以 为了避免三十六派耍小聪明 金仙不能留 遣散了这些人 路然又让费洛天在玉蓉谷清场 这清玄宗的人 不能用 从上到下 必须一个不留 师父 这里处理完了 我们去您说的好地方 建立宗门可是需要一段时间了 需要根据地形好好设计一下 邵英喜滋滋地说道 对 我也有一些想法 我的红月楼邵英师姐见过的 就是我设计的 叶红衣紧跟着说道 像集了两个新娘子 要打扮自己闺房一般 有诸多奇思妙想 但路然摆了白手 道 不用那么麻烦 此地在林脉之上 正是风水宝地 就在此处吧 啊 身边徒弟们一愣 啥意思 刚才不还说不在这里吗 而且 这山谷的确不符合徒弟们心中所想 这时 路然手腕一番 掏出遗物 道 这山谷就算了 当得下水倒不错 但我兰宗 岂能在这些穷山恶水 说完 凌空而起 徒弟们面面相去 这御龙谷 再怎么不济 也不至于穷山恶水吧 师父找的好地方 还能在天上不成 十二大罗仙跟随路然 悬停在九天之上 从高空俯视下去 路然更加满意 这山谷 坐落在林脉分支节点之上 竹脉以谷底深处 开裂出一左一右两条之脉 将整个御龙谷包围在其中 御龙谷歪歪扭扭 因为在林脉之上的关系 整个御龙谷上空 凝结着浓郁的天地灵力 呈现于一种淡淡的蓝绿色 乍一看 整个山谷就仿佛一条蜿蜒 趴扶着的美玉长龙 难怪叫御龙谷 此地 当真不错 路然呢喃着说道 身边十二大罗仙看看师父 再看看下面的御龙 说实话 这山谷的确不错 但蓝宗规模之大 眼下在这里驻扎没问题 可时间久了 这点地方肯定是不够 山谷还没办法继续扩张 就只能换地方 那多麻烦 师父 当真要在这里 少英看向路然 问道 其他人也在看着路然 显然 绝大多数都不太满意这里 但如果是路然坚持 他们绝无二话 便是这里了 路然点头 然后看了看手里的子斧令 随手丢了下去 同时一念操控 选择以御龙谷为核心 画方圆三千里 为先圆子斧 红龙龙 那东西落地 直接消失不见 紧接着 整个御龙谷 四分五裂 脚下大地崩碎 群山扭曲 山河树木 仿佛在经历一场 大地震一般沸腾起来 身边徒弟们看得诧异 师父 这事 话没说完 就见一座山峰 如巨剑出鞘 从地底钻出 冲天起 紧接着 四周大片区域密密麻麻的侧风 如雨后春笋般 一个个地冒了出来 最神奇的是 这些山峰 就仿佛提前打造好的一般 上面有青泉树木 飞虫鸟兽 楼台隔雨 规模巨大 因为大地动荡 原本在下面看热闹的苏月灵 和谢德阳 也忍不住飞了起来 看着下面 这一刻 所有人都傻了 路然说的 竟然是这个 御龙谷路然也不满意 但却很满意 这灵脉支点 作为风水宝地 于是 毁了御龙谷 从原地硬生生 拔出来一个群山缭绕的宗门 凌驾于灵脉之上 连建筑都排不好了 能看到些许灵兽 在短暂的惊动之后 继续在山间奔跑 嬉嬉 浓郁的天地灵气 缭绕着整个宗门 似乎比原本的御龙谷 还要夸张 师父 不愧是你 徒弟们双眼发亮地 看着路然 这宗门 可太符合他们的要求了 辽阔不说 环境 也如世外桃源一般 建筑精美 古色古香 对比之下 原本看上去 还不错的大罗建宗 也立刻变成了小茅屋了 谢德阳也在看着 心里对路然的震惊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这算是什么手段 造物 谢德阳呢喃道 扭头看了眼路然的侧脸 随后按道 知道兰宗老祖的人不熟 但知道这老祖如此恐怖的 却还没有 假以时日 这灵界 怕是要被兰宗缴获得天翻地覆 走 下去看看 路然也很满意这宗门 子府令缩小版的看上去 已经很精致了 放大之后 这震撼更上 接着 路然和徒弟们在宗内巡视 盐武场 雾道台 藏金阁 百草园 丹殿 契阁 样样俱全 就连外宗弟子要用的宿舍 柴房 杂役间 等等 全都有 山道蜿蜒 仿佛蜘蛛网一般 连接着整个宗门 只是现在宗里还没人 所以看上去有些冷清 以后 这里便是蓝宗了 路然站在山门外 看着那空白的巨大匾额 念头一动 两个笔封锐利的大字 立刻浮现出 蓝宗 接着转头 看向徒弟们 问道 这蓝宗 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 费洛天第一个喊道 很好看 叶红衣戴着面纱 眼睛笑成了月牙 比敌荒妖族那群粗满野兽 搞出来的巢穴强太多 少英欣喜地说道 孙天游反而对宗门环境 没什么要求 有胡九 他躺在哪里都行 只要是蓝宗就行 至于黄芳 已经迫不及待 要去膳房转转 路然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就你们自己安排吧 月灵 红衣 洛天 你们各自宗门的弟子 都合并而来 顺便 咱们这宗门 还有点特殊的功能 稍等我一下 路然说完 眼神扫过徒弟们 将他们全都纳入了宗门名单 名单之中 修炼速度 战斗力 速度等等 都会得到提升 尤其是对于这些大罗仙境界的徒弟 感受是最为明显的 他们瞬间就察觉到了 一个个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体 这宗门 乃一座仙园子府 方圆千里都是子府范围 范围之内 你们的修炼速度 战斗力 速度等等属性 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还有这好事 徒弟们的眼睛都亮了 要知道 修炼到大罗仙境界 再想往后进阶 可是难比登天了 一丝一毫的加速 动辄都是几百年的时间 而在这子府范围之内 修炼速度永久提升 这修炼省下来的时间 可就不止几千年了 与此同时 因为子府令的主人是陆然 陆然还察觉到了其他的功能 整个仙园子府 就像是一个法宝 和陆然心意相通 他掀一个念头 打开护山大阵 接着 还发现这仙园子府 有一个更炸裂的功能 千一 他可以再临界任何位置 将仙园子府 连带着仙园子府内的生灵 以法则的力量 原封不动搬迁到当前位置 换句话说 如果陆然去了中州 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把蓝宗搬过来 妙啊 陆然眼前一亮 以后碰到强敌 直接将宗门搬过来 十二大罗仙 不 往后 徒弟们回归的越来越多 可就不只是十二个大罗仙 那么简单了 到时候 谁要是不长眼的 要和陆然对着干 那他要面对的 就是一个突兀 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座仙山 以及那仙山之上的 无数大佬 任何与陆然为敌的人 要面对的 就是整个蓝宗 师父 那我的那些魔兵呢 人族有规矩 魔族如果出现在下周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要不要 费洛天满脸愁愁地说道 他当然舍不得走 但却不想 因为自己给刚开始集结的蓝宗 惹来麻烦 陆然瞥了眼费洛天 白首道 在下界我们怎么样 在灵界 也一样如此 我不管这狗屁规矩 是灵界哪个老东西定的 咱们都无需理会 邵英和费洛天心头一震 对视了一眼 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是 师父 陆然则问道 对了 大前王朝 你们知道吗 灵界九州 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下周和敌荒接壤之处 隶属于下周仓域 仓域千万里 有五大势力 分别坐镇东南西北 共同管辖 大前王朝 便是其中之一 五大势力 怎么分的东西南北 那不是还多一个吗 陆然疑惑地问道 原本是不多的 大前王朝管辖东方地界 但后来 有一股新势力崛起 开始和大前王朝对抗 便是五神盟 叶红一说道 其他人对这些 反而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 现在下周仓域 是由五个势力共同掌管 五神盟和大前王朝 在东方地界水火不容 其他三家则在看戏 而且 彼此争斗 已经万年之久 大前王朝办事重归重矩 五神盟则相对霸道 那清玄宗开采灵脉矿石 就是为了获得五神盟的庇护 叶红一介绍着说道 陆然大概明白了 现在兰宗灭了清玄宗 接管了灵脉 和五神盟算是结下梁子了 而大前镇国侯 带走了唐英若 现在也被陆然 列为了敌对 这兰宗才刚刚集结 就一次性得罪了 苍域东方地界的两大势力 我们需要小心 杀了雷太 五神盟的人 很可能会来找麻烦 少英沉映着说道 那倒是不会 对于那种势力而言 清玄宗也只是个工具 五神盟就算要来干价 唯一的原因 也是因为灵脉 和已经消失了的清玄宗无关 陆然摇了摇头 直接指出了问题 接着 陆然问道 那五神盟和大前王朝 战力如何 这一问 在场众人都是一脸迷茫 毕竟都没有和那种势力 打过交道 兰宗弟子的唯一任务 就是等待师父飞升 从不主动惹是生非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战力 但能操控奴役清玄宗 多半有大罗先以上的高手 少英分析道 大罗先以上 便是先军了 没错 大前王朝和五神盟 分庭抗争这么多年 多半战力相仿 传闻那大前女帝 至少也是先军之境 但女帝素来神秘 寻常人根本接触不到 红衣道 先军 这要是杀过来 还真不好搞啊 还是境界不够 路然眉头微醋 忽然想到什么办 一拍脑门 道 差点忘了境界了 他在赶到御龙谷之前 经过迁道 境界正好跋升到了 惊仙九重天巅峰 他有奉明九天丹 可以境界 但不知道境界需要多长时间 于是忍了下来 眼下清玄宗处理完了 宗门也建立了 正是境界大罗的最好时机 只有境界实力跟上来了 才能护兰宗周全 于是 路然手腕一番 将储物代理的凤鸣九天 单掏了出来 丢进了嘴里 我要境界大罗 不知道需要多久 路然沉吟道 啊 徒弟们一愣一愣的 啥玩意就境界大罗 不是才飞升没几天吗 而且 少英是亲眼看着三天前 路然在大罗见宗 顺手境界金仙的 这才三天 就要境界大罗了 一旁的苏月灵感受 最是直观 路然飞升上来 真仙之境 他是看着路然在短时间迅速窜起 一个不留神 路然就能在离山一剑阁 用木棍秒杀金仙了 之后 少英去大罗见宗的那次 路然顺手 进阶金仙 三天后 也就是现在 进阶大罗 能登临仙人之境的 天赋都不错 路然收的徒弟 也绝对没有平庸之辈 但即便如此 想要修炼到大罗仙 也要至少几万年的苦修 可在路然这里 这才不到十天 此时 路然嘴里的奉鸣九天丹 已经化为药粒 融入路然的经络 血肉 神魂 其中那一缕道运 流入路然灵台 仿若黑暗中 忽然亮起了一盏明灯 路然眼前所见 精神所感 全都不一样了 境界的境界 带来的不单单是实力的暴涨 还有各项感官的疯狂提升 眼前看到的 还是这个世界 但却似乎 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他深吸一口气 捏了捏拳头 这猛然暴涨了 无数倍的力量感 让路然感觉自己之前 就像是一个 风烛残年的卧床老索 现在的他 才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这就是大罗仙 路然惊叹道 但刚说完 眼前徒弟们 却齐刷刷地摇头 叶红一道 还不算 师傅 你现在是小罗仙 啊 路然眼睛一瞪 小罗仙是什么鬼 意思 金仙和大罗仙之间 还有一个大境界 叶红一摇了摇头 道 道也不是 金仙进阶大罗 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 是那一缕天道感悟 奉明九天丹里的 那一缕道运便是了 那足够支撑 路然脱离金县 半步大罗 但还不够 还缺一样东西 也是大罗仙的标志 大罗法香 叶红一说道 路然这才想起来 这些徒弟们 包括那雷太 打架的时候 背后那威风凛凛 仿佛上古战神一般的通天法香 对对对 是差了那玩意 那东西怎么得来的 路然赶忙问道 赶悟 寻常大罗仙 需要以自身神魂 游走诛天 沟通各自功法 所契合的九天神煞 领悟自己的法香 叶红一解释道 路然听到这里 差点没哭出来 没人告诉他 进阶大罗仙 需要两个条件 所以 您虽然脱离了金仙 但因为还没有领悟 大罗法香 施加在中间的一个状态 灵界通俗教法 就是小罗仙 用来区别大罗仙的教法罢了 并不存在小罗仙这个境界 叶红一说道 原理是知道了 但路然却更知道 自己那点精良 领悟这玩意 他的短板啊 下界一路开挂 各项天赋满集 全都是系统迁道得来的 但那些天赋 都只是在各自的领域 天下无双 想要领悟大罗法香 难不成还要靠路然自己 糟糕了 路然下界十万年的苦等 已经可以遇见 他这大罗法香 不是那么简单可以领悟的了 师父 您别着急 这是每一个大罗仙必经的 我当初小罗仙就停留了七百年 叶红一说道 我就惨了 躺平了一千三百多年 才领悟的不动名王 孙天有说道 那我算快了 我六十年 黄芳不好意思的拎着炒锅说道 倒是他们的法香 的确和他们各自的功法属性 高度契合 但就算是最快的黄芳 也用了六十年 六十年啊 眼下兰宗这处境 不尽快成长起来 别说六十年了 六个月都不一定顶得住 骆然扭头看向少英和费洛天 师父 我们妖族和人族不同 妖族进阶妖王 只需要觉醒古妖血脉就可以了 少英立刻说道 魔族倒是和人族类似 不过 我自己没来得及领悟 我是从一个天魔尸体上搜来的 费洛天说道 听到这里 叶红一赶忙道 对对对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大罗仙死亡后 大罗法相会融入其尸身 可以被小罗仙直接提炼 吸收 很多拥有极瓶法相的大佬 受缘耗尽之前 都会提前安排子弟接管法相 而不让他们自己去领悟 因为有可能领悟出次瓶法相 于是 一个大势力 总有一个极瓶法相代代流传 但是问题在于 大罗仙的尸体 极难获得 话说到一半 叶红一一愣 其他人也忽然反应了过来 雷泰不是刚死吗 师父 他的法相 你就可以直接吸收 叶红一欣喜道 但这个结果也 陆然反而摇了摇头 道 那魔缘法相 太丑 一看就是刺品 我可看不上 看不上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 被叶红一提醒了一句 陆然想起来了 师生他还真有一句 便是在离山上古静置中 被他连锅端走的那一句 金色骸骨 徒儿们 看看这具尸骨如何 说完 陆然手一抬 将那尸骨 从储物袋中丢了出来 当往 那骨架落地 和石板碰撞 发出一阵枪浪的金铁交鸣声 破损的衣服 已经被路然扒掉扔了 只剩下散发着神隐宝色 粉雕玉器的骨架 仔细看去 骨架之上 还有细密的七彩珠丝一般的东西 附着在骨架上 而且 即便只是骨架 在扔出来的瞬间 就能感觉到一股久远苍凉的气息 萦绕而出 众人定睛一看 下一秒便齐刷刷到西 一口冷气 圣脉玉骨 先 先皇之境 师父 这尸骨 从何处得来 徒弟们都震惊不已 显然他们一眼就认出了 这尸骨的价值 捡来的 陆然随口答了一句 他双眼开始发亮 如果这会生前真是先皇之境 法相也还在的话 那会是个啥 再怎么不计 也比那雷泰的魔原法相好吧 带着好奇 陆然将那海骨拎了起来 飞到了兰宗演武场 这演武场的规模 比大罗剑宗大得多 是主峰旁的一个侧峰 整个蓝腰斩断打造的 通过铁锁战桥 连接着主峰和其他侧峰 因为大罗剑宗和红叶楼的弟子 都没有搬过来 所以显得有些冷清 陆然就在中间 将尸骨摆在地上 自己盘膝而坐 之后 双眼闭合 其他弟子则围成一个圈 期待地看着陆然 几秒之后 陆然睁开了双眼 那个 要怎么提取法相 陆然问道 嗯 弟子们差点笑出声 还是叶红一说道 以神魂沟通即可 因为海骨的主人已经死了 所以不会有什么阻碍 感应到法相 直接认主就好 就这么简单 尸骨则成了存放 无主法相的容器 陆然重新闭上双眼 按照叶红一的说法 神魂的力量渗透而出 很快就将整个海骨包裹了起来 果然 陆然很快就发现 在海骨之中 夹杂着一种特殊的能量体 折伏不动 等到陆然的神魂力量接触 才缓缓地活落了过来 这便是法相了吧 陆然心里呢喃了一句 开始抽丝剥茧的引导法相 从海骨中脱离 可就在此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原本一动不动的海骨 忽然间震站了一下 然后 直愣愣地坐了起来 黑洞洞的骷髅眼眶中燃起了两团星火 保持着和陆然一样的姿势 盯着陆然 周围的徒弟们吓了一大跳 这什么情况 陆然也察觉到 有些不对劲 牵引法相的同时 另外一股折伏在海骨中的神魂力量 瞬间窜出 拉扯着陆然的神魂 这逼 没死透 陆然心头大惊 这海骨在那上古境之内 已经不知道多少岁月了 却竟然还能保持神魂之火不灭 生前 绝对是一个巨老 甚至 不止先皇之境 难道 先帝 陆然心头一震 瞬间就明白 对方是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夺赦 他原本打算挣扎 抽回自己的神魂 但紧接着 忽然想到什么般 放松了下来 那神魂的本能欲望驱使 整个骨架忽然前冲 贴在了陆然的身上 这诡异的一幕 看得徒弟们大惊失色 没见过这情况 而陆然 依旧纹丝不动 那海骨贴合在陆然的身上 竟然以一种诡异的方式 穿透陆然的衣服 融入血肉 逐渐靠近陆然的骨骼 看样子 似乎是想要用这圣脉玉骨 替换掉陆然的骨骼 然后神魂入侵 彻底控制这个身体 借此重生 陆然察觉到了 但依旧没有理会 只不过 接下来的过程 就有些痛苦了 圣脉玉骨和陆然的骨骼靠近 开始粗暴地替换 咔咔咔 陆然的骨骼 寸寸崩碎 而圣脉玉骨 则一寸一寸地替换掉陆然的骨骼 这种痛苦 简直比千刀万剐更折磨 即便是陆然 也浑身大汗淋漓 忍不住地颤抖 徒弟们慌了神 少英师姐 快想想办法 这是怎么了 叶红衣着急地喊道 少英眉头紧锁 咬牙道 我们何列 先将那骸骨给抽出来 该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完 几个徒弟就打算上前 不用管我 退后 陆然似乎察觉到了徒弟们的意图 开口道 声音有些嘶哑 颤抖着 而这时 圣脉玉骨的替换 也已经到了尾声 陆然原本的骨骼 被圣脉玉骨 仿佛剔除杂志一般 碾碎成积粉 带着血沫 从皮肤渗透出来 这让陆然整个人看上去浑身浴血 而就在圣脉玉骨替换完成的瞬间 那原本的神魂力量 直接以圣脉玉骨为中心 粗暴地绽放 从内到外 想要彻底接管陆然的身体 可紧接着 那神魂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他发现自己 无法从骨骼中渗透而出 一股恐怖霸道的威压 将他死死地封在他自己的骨骼当中 动弹不得 而且 压力还在不断地增大 究其缘由 竟是因为陆然的丹田内 那一个滴溜溜旋转着的四方骨印 人族圣气 那神魂第一次从意念中传出声音 略显苍老 但却听不出情绪波动 反而问道 小有事和身份 人族圣气 为何会在你这里 陆然呼出一口气 念道 这就和你没关系了 倒是你这老灯 在上古镜之内被困树万年 神魂早就消磨得千疮百孔 就这还企图夺赦于我 想屁吃呢 这圣脉玉谷 我倒的确用得上 大罗法相境界 却拥有至少先皇之境 才能拥有的圣脉玉谷 这一波 赚大了 那神魂沉默了许久 却并没有因为陆然的话而生气 反而叹了口气 道 可惜 可惜 接着 他竟在空同风天映之下 自己消散了 化为虚无 陆然一愣 没来得及多想 被压制的法相力量 从骨骼中爆发 自然而然被陆然认住 温 九天之上 一道光滑倾洒而下 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以陆然为中心 拔地而起 身边徒弟们 都被这威压 声声逼退到了演武场周围 散成一圈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然 好强的威压 这到底是什么 法相的气息 但威能尽如此恐怖 我还从未见过 师父现在是什么状态 不会是着了那海谷的道了吧 徒弟们七嘴八舌中 陆然的背后 动 一尊神人虚影乍线 大罗法相 成功融合 骆然小罗仙的境界 也顺利成长 迈入了大罗仙 那神人赤裸着上身 肌肉盘结 左手一把夸张的长柄 锯斧处在地面 右手则是一面刻画着 猙獰恶鬼面容的巨大盾牌 神人无头 双奶的位置 是一对大眼 肚脐则是一张大嘴咧开 就连整体大小 都比十二徒弟的法相 大了好大一圈 在这法相出现了一刹那 一股沧桑古老的气息 便弥漫出 十二个徒弟各自的法相 竟然不受控制 应激一般 自己冒了出来 这法相 是什么 从未见过 怎么连头都没有 先皇之境的法相 果然不是凡片 众人的议论声中 一只懒散不多说话的孙天勇 忽然呢难道 于帝至此争神 帝断其手 葬之于长阳之山 乃以汝为目 以其为口 操干七一五 这法相是战神行天 这时 路然才睁开了双眼 感受和之前又有不同 进阶大罗 本身充盈的力量感 已经让路然有种 自己天下无敌的感觉了 而现在 圣脉玉骨融合 浑身骨骼替换之后 圣脉也剥离 融入了路然的经络 现在的路然 就像是一个拥有先皇核心 但境界 却只有大罗先境界的奇葩 而且 即便是不动用灵力 路然都感觉自己 现在这一拳打出去 能崩碎一座山 当然 路然没敢在这里尝试 蓝宗刚刚建立 一拳给打得稀巴烂 那才是乌龙 路然起身 身后行天法相 也为之一阵 十二徒弟适应了 行天法相的威压 才散掉了自己的法相 骑刷刷聚集了过来 师父 刚才 少阴担心地问道 那骸骨里面 不单单有法相 还有个老灯的残魂 企图夺赦于我 路然直接说道 啊 众徒弟吓了一大跳 不过无妨 残魂而已 已经被我整死了 我没阻止他 就是想利用他的大神通 将圣脉玉骨融合给我 现在看来 算是捡了个大便宜了 路然沉吟道 说完 灵力又将全身覆盖的碎骨血末 给冲洗干净 徒弟们嘖嘖称奇 这哪里是捡了便宜 简直是天赐造化啊 刚刚进阶小罗仙 就获得了一整套 先皇的圣脉玉骨 紧接着又拿到了 战神行天法相 同为大罗仙 路然虽然 才大罗一重天 但在场所有徒弟 即便是修为最高的 大罗八重天的孙天勇 也不敢说 能打得过路然 恭喜师父登陵大罗 那我们现在就规划兰宗 邵英迫不及待地问道 路然摆了摆手 四下看了看 看到林宝和苏月灵 在阎舞场外 眼巴巴地望着 便一个闪身过去了 苏月灵和其他人一样 当然也不敢靠近宝 就算是那些大罗仙徒弟 被路然说明了 宝是离族人之后 也不敢接近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 站在场外 只有路然敢凑到他跟前 揉了揉林宝的脑袋 牵起了他的手 果然 灵力转化速度骤然加快 路然这才扭头 对徒弟们说道 我刚才交代过你们 你们继续规划 兰宗就是 我还有钥匙 要去一趟大前王朝 文言 众人疑惑地看向路然 苏月灵是知道事情经过的 但其他人还不知道 于是 路然简单说了一遍 小师妹被大前镇国猴带走了 该死的混蛋 少英咬着牙说道 太嚣张了 连我们兰宗的人也敢挪 我们一定要去救出小师妹 费洛天也喊道 如此一来 苍狱东方帝界 武神盟和大前王朝 都要被我们列入敌对了 孙天有分析着说道 路然点了点头 道 那就找机会端了两架 东方帝界 正好我兰宗之长 这话说的有点嚣张 目前的兰宗 最强的就是十二大罗仙 不 加上路然 是十三大罗仙 但武神盟和大前王朝 可是有仙君大佬的 师父要去大前王朝 那我们就一起 稳妥一些 叶宏一道 但这个提议 被路然拒绝了 兰宗刚刚建立 你们全都跑了 剩下一群乌合之众的弟子留守 还不被人一锅端了 路然反问道 可是 那大前王朝 有仙君境界的仙人 你们跟着我也都只是炮灰而已 人多没啥用 全都留下吧 为事我有办法的 路然自信地说道 而且 就算是路然临时需要帮忙 一个念头 兰宗也能搬过去 现在的首要目标 就是以兰宗子府为根基 广纳兰宗弟子回归 集结 宗门整体实力越来越强 路然则可以不断搬迁 最终带着兰宗去往中州 到了中州 灵界核心 才是群雄逐鹿 眼下 路然则需要先去找到自己最小的徒弟 唐英若 打定主意后 路然和徒弟们道别 只带着林宝 离开了兰宗 大前王朝距离兰宗所在的 园玉龙谷 八万里之遥 路然以大罗仙境界 全力催动雷火战车 也用了五天的时间 最终在第六天的清晨 来到了大前王朝 大老远 路然就收起了雷火战车 牵着林宝 往城门而去 这里是大前皇城 只单单一个皇城 就占地数百里 宽厚的城墙百丈高 城门口一左一右 两尊通天神佛雕像 怒目元征 威风凛凛 就连那洞开的城门 都大得夸张 来来往往进出城门的人们 反而变成了袖珍玩具人一般 这大前王朝 好生威武啊 这架势 比我们蓝宗仙山都夸张 路然嘖嘖称奇 身边的林宝 也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兴奋地四处乱看 同时也时刻注意着 不触碰到别人 但因为城门口人流拥挤 想要遍夜不沾身地经过 几乎不太可能 路然靠近之前就观察过 和夏界一样 类似这样的王朝 皇城都有禁飞的规矩 所以他也没敢驾驶雷火战车 直接飞进去 境界毕竟不够 要是引起了先军的注意 就有点麻烦了 不过路然丝毫不慌 五天的时间 连带着今天一共六天 虽然连续六次迁到 都没有暴击 但因为林宝在身边 他的灵力转化速度非常快 现在已经大螺丝重天了 距离那先军之境 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路然直接将板抱了起来 护在怀里 身边护体钢器将人流徐徐推开 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梭而过 进入城门 皇城内部的景象 更是看得让人咋舌 楼台阁雨错落有致 河流池塘点缀其中 建筑古色古香 街上人头攒动 极尽繁华 抬眼看去 百里外的皇城中心 能隐约看到一片更高的城中城 那里 估计就是大前女帝的地宫了 而在地宫内 更有一尊通天彻地的巨大雕像 穿着凤冠侠配 双手摊开 大有母仪天下的气质 同时也不乏一代女帝的威严 离得远 那雕像因为够大 倒也看得清 只是 就这么看着 洛然总觉得 这雕像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 先找个落脚点吧 亲娘的 这大前皇城也太大了 洛然嘀咕道 不过也没所谓 身为大前四方侯之一的郑国侯 其釜底位置显然不是什么秘密 于是 洛然先带着林宝 就进找了一家酒楼 丢出一块零金在柜台 到 两人 一间房 零街 客栈二楼的窗口 洛然和林宝 坐在窗边的桌前 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 这时 林宝忽然将她的小本本拿了出来 在手里翻看了一下 洛然记得 那是林宝的医院手册 于是问道 上面都写了啥 林宝抬头看了眼洛然 陈英道 小心愿 一百颗丹药完成了吗 洛然问道 上次林宝在药宗偷丹药 就是为了完成那条 获得一百颗丹药的医院 还差三十一颗 林宝摇了摇头 闻言 洛然随手 就将一些瓶瓶罐罐 丢在了桌子上 道 随便挑 凑三十一颗 应该问题不大 这些丹药 其实都是下界的丹药 到了林界是用不上了 但也只是对于 洛然这样的仙人之境用不上 林宝才经丹期 没有飞升之前 还可以用 倒是对于林宝而言 它是无所谓丹药的品质和作用的 它只是为了获取数量 完成心愿而已 这些都给我吗 林宝惊喜道 这样的话 直接就可以完成一条医院了 嗯 下界飞升前的丹药 对我无用 我还说找时间清理一下除袋的 你不要 这些我也要丢掉的 陆然说道 这倒是实话 下界千到十万年 积攒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到了林界 仙人之境的他 很多都用不了了 需要清理一大批丢掉 闻言 林宝立刻兴奋了起来 多谢大哥 然后 将小药瓶都打开 开始清点数量 陆然则百无聊赖地 继续看着街上的人群 心里盘算着 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 打探一下郑国侯府的位置 就在此时 忽然 空中几道人影 仿佛流星般掠过 分为两路人马 前面几个 虽然速度很快 但陆然 还是看清楚了 都是一身黑衣的金仙 没有使用灵宝飞行 全是依靠自身 后面追着的就厉害了 一尊巨大方印 上面能看到几个人影 速度极快 追赶着前面那些人 那方印和陆然的空铜风天印类似 只是没有空铜风天印造型 那么复杂罢了 但也绝对不是普通灵宝的架势 街上的人 也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幕 天王爷 是宗侯府的人 这是怎么了 连皇城禁飞的规矩都不遵守了 多半是武神盟的人又潜入进来 女帝有令 事关武神盟 禁飞令是算不得数的 还得是郑国侯啊 有问题 第一时间宗侯府的人就出动了 武神盟那些人可要惨了 陆然耳朵动了动 看着已经出了城 急速消失在天边的凉火人 陆然和灵板进了城就找客栈了 这里就是城门附近 那凉火人速度快 直接就出了城 扭头看去 灵板已经凑到了三十一颗丹药 拿出小本本 将获得一百颗丹药那一条给化掉了 算是完成了 板 你在这里不要乱跑 我去去就来 陆然沉吟倒 灵板收起小本本的动作 忽然一顿 有些担心地看着陆然 大哥 你还会回来不 废话 不回来我上哪去 陆然欲言又止 沉默了几秒 摇了摇头 将灵板抱了起来 让他从背后趴在陆然的肩头 你就趴着 有人偷袭 我你还能垫一垫 反正你无敌 这可比什么法宝铠甲好使得多 陆然还是决定戴上他 之后 身形一闪 消失在窗口 往城外急速而去 城外三十里的一处陡坡上 前面飞的几个惊仙 终究还是因为速度不够快 被宗侯府的天王印给追上来了 巨大的四方印在几人的头顶旋庭 翁 庞大的威压 让周遭数百米 形成了一大片的重力场 整个山坡大地 硬生生下塌三丈 被镇压出一个四方大坑 几个惊仙的速度骤然降低 失利得很 发觉已经跑不掉了 几人对视了一眼 纷纷降落在地 四方印也紧跟着落了下来 随即缩小 旋庭在一名身穿杏黄色长裙 长得极为漂亮的女子手中 滴溜溜地转着 女子身后 则是四名穿着统一制服的 宗侯府侍卫 若然大老远看着 有些疑惑 这几个黑衣人 都是惊仙境界 反而宗侯府的这些人 除了带头的女子是惊仙之外 其余四个随从 都是上仙 就这 追着人家跑出来了 想啥呢 打得过吗 而这也是那几个黑衣人的想法 宗侵 这里可不是皇城 你还要追 黑衣人带头的冲宗秦喊道 五神盟的走狗 潜入我大前皇城 当诛 女子冷声道 皇城内 我们不愿意多生事端 不理会 你就是了 就凭你 拿得下我们 黑衣人显然不以为然 之所以被追出来 也不是因为打不过 而是因为皇城内不敢恋战 逗留 偏偏宗侯府的人 还真就敢追出来 守护大前 责无旁贷 我来的时候 已经通知了宗侯府 切莫以为你们要对付的就只是我 宗秦斥则道 几个黑衣人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 眼下他们的确不惧怕宗秦 但宗侯府的后援道了 随便一个大罗仙 他们这些人都要全军覆没 不用理会他 走 带头黑衣人直接说道 严霸 几个黑衣人就打算飞身离开 但宗秦速度更快 天王印直接祭出 扩散出一个短暂的禁止阵法 将几个黑衣人困了起来 妈的 于忠 真是个蠢娘们 连命都不要了 老子现在就杀了你 黑衣人怒了 守护大前 是我宗侯府分内之事 义不容辞 宗秦一本真经地说道 就连远处观察的路然 都有些无语 这女的长得还挺漂亮的 但脑子有点不好使了 这和守护大前有鸡毛关系 完全是跑来送人头来了 反倒是那几个五神盟的 不是和大前水火不容吗 这不直接杀 墨迹啥呢 听了宗秦的话 黑衣人哈哈大笑 道 你甘心为大前卖命 但你回去问问你爹 问问宗云山那个老匹夫 愿不愿意干做臣子 大胆 宗秦怒气横生 直接记起手里的天王印 就打算开干 几个黑衣人眉头微醋 不要耽搁事件 杀他 即便是宗云山事后算账 也难查得到 是我们干的 几个黑衣人 也失去了耐心 大战一触即发 但就在此时 斜刺力 路然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肩膀上趴着的灵板 黑溜溜的眼睛 看看黑衣人一伙 再看看宗侯府一伙 问道 大哥 帮哪边 路然一边走 眼神一边扫过两边 然后淡淡地说道 这女的看到没 脑子比较简单 于衷的人 最容易难捏 所以 路然要做的 当然是针对五神盟了 哦 灵板点了点头 迷糊的眼神表示 大概没理解 与此同时 两伙人也注意到了路然 纷纷紧张地看向他 宗秦虽然于衷 但也不是真的那么傻 他赶上 不是真觉得 他能拿得住这些五神盟的人 而是因为 他有天王意 可以拖延等到宗侯府的外援 但忽然冒出来一个 不知道是敌室友的 如果实力还很强大 那结果就难说了 同样的 五神盟的人 也戒备地看着路然 这时 路然走到了跟前 姜宝放了下来 牵在身边 这才看向五神盟的几个人 喊道 几位可是五神盟的人 带头黑衣人盯着路然看了几秒 点头道 正是 阁下师 那就对了 老子找的就是你们五神盟 路然一声大吼 满脸的怒意 仿佛和五神盟有什么深仇大恨 身边的林宝看了看路然 心道 像 演得太像了 五神盟的表情瞬间就垮了 这你妈 道友 此事与你无关 我们劝你不要插手 多生事端 带头黑衣人沉吟道 拿捏不准路然的境界实力 但他既然看不透 就至少也是惊险 而且比他境界高 事关大前王朝 如何与我无关 这苍与东方地界 历来都是大前执掌 你五神盟横插一脚 行事霸道 我早看你们不顺眼了 路然骂骂咧咧的喊道 果然 宗秦看向路然的眼神 立刻多了几分欣赏和赞许 路然也注意到了宗秦的表情 知道表演得差不多了 这边看向那几个黑衣人 喊道 既然被我撞见 那你们就别活了 几个黑衣人的脾气也上来了 妈的 真麻烦 动手 先离开这里 否则等宗侯府的人来了 我们就 话没说完 问 路然身后 行天法相乍现 大罗仙 几个黑衣人瞬间脸色大变 跑 毫不犹豫 转身就跑 但他们忘了 宗秦的天王印 布置的静置还在 路然则随手抽出一把铁剑 对着几个黑衣人 随手一挥 一剑诸仙 当然 他一剑诸仙 是不需要斩露法香的 这玩意 纯属是给宗秦看的 喷喷喷 几声爆裂声中 五神蒙的几个黑衣人 直接原地升天 死了一大片 路然神色云淡风轻 杀了几人后 收起铁剑 转身就走 身藏宫与明 如他所料 刚转身没走出去几步 大仙请留步 宗秦呼喊道 路然嘴角微微上扬 但仍云淡风轻的表情 转头看向宗秦 问道 有什么事吗 宗秦有些紧张 恭敬道 小女乃宗侯府 宗云山之女宗秦 今日情况危急 若非前辈出手 小女也不知结果如何 难得前辈心系大前 宗秦代宗侯府 对您表示感谢 嗯 只是说句谢谢 路然想要的 可不是这个 而就在此时 皇城方向 两位中年男子 每人踩着一把飞剑 风驰电车而来 很快来到境前 轰然落地 看了看地上爆裂的几具尸体 再看看路然 最后才看向宗秦 小姐 您没事吧 那五神蒙的人 其中一人说道 另一人则戒备的丁卓路然 死了 被这位前辈所杀 他是大罗贤 宗秦解释着说道 同时将刚才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哦 两人看了看路然 路然能察觉到 这两人也是大罗仙 但看他们对待宗秦客气的样子 貌似还是宗侯府的打授 这宗侯府 有点东西啊 全死了 没有问出点什么来吗 两人问道 宗秦摇了摇头 道 没来得及 这位前辈实力很强 将那几人直接震杀了 这时 其中一人看向路然 看似礼貌地笑了笑 问道 阁下位列大罗 不知为哪家办事 此时已是害时 怎会出现在这皇城郊野 不为哪家办事 待我小妹从金陵城云游来 路然随口道 原来如此 今日有您出手 帮了我家小姐 不如这样如何 随我们入宗侯府聊聊 其中一人邀请道 虽然看得出 对方对路然还有戒备和怀疑 但路然无所谓 点了点头 道 久闻郑国侯大明 今日有幸拜会 倒也可以 这不就成了吗 都不用打听宗侯府在哪 也不用想办法 偷摸地进去调查情况 更不用试探 调查宗侯府整体实力 直接被邀请进去 一目了然 至于说怀疑 随他们去吧 路然飞升没几天 整个灵界都没有他的资料 只要不用真名 鬼知道他就是路然 不多时 宗侯府 路然进了侯府 就忍不住暗暗咫舌 身为大前王朝四方侯之一 这宗侯府的规模 可真是不小 只单单是目测 估计都比金陵城要大 好家伙 一个府邸 规模赶得上一座城了 府邸内错综复杂 守卫轮班交替 戒备森严 路然欲发庆幸自己的计划 要真是偷偷摸摸进来 这难度系数可是不小 七拐八拐 又走过一大片 室外桃源一般的庭院 宗秦道 走过川塘 前面就是正房了 刘叔 你去通知我爹 宗秦则带着路然和灵板 先去正房落座 被喊作刘叔的中年男子退去 另一人则继续跟着 眼神时不时放在路然的身上 路然当然察觉到了 但全然不管 心里却无语 真尼玛的谨慎 老子刚才可是救了你家小姐的 同一时间 府邸深处 一片单独打造的庭院内 面容苍老 穿着一身锦衣蟒袍的宗云衫 正和一名红色霓裳的女子面对面 此地老夫布置了结界 你出不去 作为一个飞升者 你应该了解灵界的残酷 若非老夫看你骨骼轻起 你这般态度 老夫早就杀了 若能败入老夫座下 老夫必倾囊相受 宗云山说道 不用了 我有师父 而且他也飞升了 你困不住我 唐英若冷冷地说道 他当然瞧不上这个老头 而且 他感觉得到 这老头看他的眼神 不单单是对他天赋的看重和欣赏 还有欲望 贪婪 甚至一丝邪恶 宗云山眉头微皱 似乎有些不耐 还想继续说什么 刘叔已经来了 富尔对宗云山说了句 哦 宗云山眉头一挑 道 知道了 说完 最后对唐英若道 你仔细想想吧 我给你三日时间 三日后若还不从 就不要怪老夫用墙了 说完 转身走了 这老皮肤 果然不对劲 收徒就收徒 如何用墙 他果然是另有所徒 唐英若愣愣地坐在原地 抬头望着月色发呆 心里是深深的无力和绝望 悠悠地呢喃道 师父 徒儿恐怕 不多时 宗云山来到正房 一进大厅 第一时间先看向女儿宗晴 确保宗晴没有受伤之后 眼神才放到了路然身上 爹 这么晚了 你干啥去了 宗晴问道 有点小事 这位就是救了你的那位朋友 宗云山打了个含糊 看着路然问道 对 他叫 宗晴这才反应过来 他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也难 路然随口说道 果然是位大罗仙 不知为哪家做事 宗云山直接问道 不为哪家办事 闲散惯了 喜欢云游山河 路然随口说道 这样啊 宗云山的表情 缓和了许多 爹 这位前辈可厉害了 他一招就秒杀了那些五十盟的人 如若不是他 我可能还要苦战一会儿 宗晴说道 宗云山倒是不觉得意外 再怎么说 于是大罗仙 秒杀一些金仙 有什么好吹的 但还是点头道 叶南 多谢你帮了我女儿一把 我还听说 你之所以出手 是出于为大前王朝考虑 若然表情立刻严肃了下来 郑重其事地说道 当然 我早看五神盟不顺眼了 可没想到 这样的说话 虽然让宗晴谋中一彩连连 但宗云山的眼底 却闪过一丝阴霾 随后道 五神盟数千年来 发展迅速 反而大前王朝日渐示威 既然你对大前王朝有这份心意 不如加入我郑国侯府 作为客亲 放心 不会限制你的自由 只是必要是出些力罢了 至于报酬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换句话说 郑国侯府缺大螺线 与此同时 路然也大概判断出了宗云山的实力 先军 那种如山岳一般 助力在眼前 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绝对是先军没错了 路然有点庆幸自己的计划 而不是贸然投铁地 闯进宗侯府了 想想也是 大前王朝能统治 苍遇东方地界数万年 果然是有点东西的 他没着急答应宗云山的邀请 只是含糊地说道 云游惯了 不过既然侯爷看得起我 倒也不是不可以 容我考虑几天如何 宗云山直接点头道 当然可以 不用有心理负担 想好了给我个答复就是 这几日 我安排你在府里歇下 那感情好啊 这样的话 路然就有机会找唐英若了 多谢侯爷 路然拱手道 叶一身 我还有其他事要处理 你们继续聊 不用拘泥 宗云山没打算继续在这里磨叽 而是告辞之后 迅速离开了 出来后 对先前的刘叔说道 查一下这个夜男 看来他也没有立刻信任 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大罗仙 之后 宗云山也没去唐英若那里 而是来到主店旁的偏店后 遣散了守卫 四下小心查探了许久 才在阴暗处一通操作 卡拉拉 阴暗处竟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连接着下方的密室 宗云山一个矮身就进去了 入口则又迅速恢复如初 完全看不出这里存在一个密室的样子 这边只剩下陆然带着林宝 对面坐着宗秦 我爹都说了 你不用拘泥 只要加入宗侯府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宗秦笑着说道 他脑子的确简单 傻子都看得出 宗云山和先前那两个大罗仙 对陆然的戒备和谨慎 偏偏宗秦自来熟 觉得陆然是客人 我考虑好会答复的 郑国侯声明在外 今日能有幸得见 也是我的荣幸 但是 陆然话锋一转 问道 前些日子 我听闻侯爷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女子 可有这事 是五神盟的人 陆然的打算很简单 就是以宗秦为突破口 同时还不忘拉上五神盟 让自己的动机显得不那么明显 宗秦果然没有多想 点头道 却有此事 不过并非五神盟的人 而是想要收徒 那是我爹的习惯 近些日子 为了和五神盟周旋 我爹也好久没有带女子回来了 陆然一正 合着还不止一个 带回来干啥 收徒 这宗云山 怕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收徒癖好吧 唉 说起这个 也实在可惜 宗秦叹了口气 陆然则微笑地看着他 因为知道 宗秦还有后话 果然 宗秦捋了下额前的秀法 继续说道 我爹空有一身修为 却没有弟子 我虽然是他女儿 但我资质平庸 无法继承我爹的毕生所学 于是 宗云山隔三差五 从外面带回来一些女子 多是非生者 先人之境 但也只有真仙 高了不要 而且各个天赋出众 只可惜 那些女子 都不愿意拜我爹为师 这么多年 一个都没收到 着实奇怪 宗秦嘀咕道 后来呢 如果拜师不成 他们去哪里了 陆然问道 不知道 我后来再没见过他们 我爹说 将他们送出下周了 可能是眼不见心不凡吧 宗秦想当然地说道 我靠 陆然差点爆粗口 你嘛 这你也信 带回来那么多 后来你一个都没见过 你爹说啥就是啥 这让陆然忽然想起了 意见阁后山 那个苦壁的惊心鸿魂 那或就是修炼了什么写法 需要根骨不错天赋好的弟子 来提供他修炼 而被当作修炼材料的那些天才下场 就可想而知了 眼下 陆然猜测 这个宗云山 大概率也不是什么豪鸟 带回来的女子 现在何处 陆然直接问道 嗯 宗秦一愣 疑惑地看向陆然 怎么 你认识 陆然沉吟道 不认识 只是好奇 能被侯爷看上的天才 会有怎样的天赋 宗秦点头道 道是无妨 你若感兴趣 我明日一早 带你去后院转转 但要进去看是行不通的 我爹设置了结界 也是为了保护他 外人是进不去的 当晚 陆然睡不着了 如果只是看中了 唐英若的天赋 想要收徒 那唐英若的安全 暂时是没问题的 但听宗秦那么一说 这宗云山 多半不是什么好鸟 陆然担心唐英若的安危 说起来 他和唐英若分开 也不到十天 那是他最小的小徒弟 他索性不睡了 在宗秦给安排的 厢房内端坐 等待 陆宝倒是睡得很香 还打呼喽 过了凌晨个 陆然百无聊赖 想起千道刷新了 于是直接选择千道 第一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 本次千道获得暴击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新号石 恭喜宿主 获得先天古堡 薛元剑 恭喜宿主 获得先法 天灵木 陆然眼睛一瞪 暴击了 一个先天古堡 一个先法 薛元剑 众仙才守山之童 为皇帝所著 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 一面刻山川草木 剑柄一面书农耕续养之术 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 陆然念头一动 薛元剑出现在手中 没有想象中那么精美 反而造型古朴 内敛 整体看着儒雅 却又淡淡黄威震荡而出 既是先天古堡 便有天道规则之力加持 传闻薛元剑无坚不摧 一定程度上 可以无视某种程度的防御 从规则层面 对被攻击者产生摧毁效力 好东西 陆然满意地点了点头 到了零剑 陆然到现在都没有一把衬手的家伙事 虽然有空同风天硬了 但那玩意更多的是法宝类型的 薛元剑虽然也是法宝类型的 但却也是一件完美的衬手兵器 回头找机会试试威力 陆然沉吟道 接着收起轩辕剑 开始研究第二个奖励 先发天灵木 天灵木 一眼便能看透事物的本质 这个介绍比较简短 陆然看得有点猛逼 啥意思啊 透视 陆然下意识扭头看向身边睡姿夸张 正在酣睡的灵把 从上到下看了眼 没有透视效果 陆然嘀咕道 那是啥作用 他正好奇呢 忽然 眼前看到的灵把 似乎不太一样了 不是透视 而是原本如一块碗石 无法看透和探查的灵把 似乎能看出点东西了 他心头一动 将把的一只手抓在手里 盯着把看着 与此同时 这次的意念 竟然可以穿透把的身体 看到他体内的状况了 这天灵木不错啊 陆然心头一动 他先前看不透把 其他人也看不透 倒不是陆然境界不够 而是在灵界 有个说法是 离族人即便是先帝来了 也看不出门道来 而陆然可以 他迫不及待 就想要查看板是啥情况 为啥离族人会在18岁抱蹄亡 可这一看 陆然更猛逼了 板的体内看上去 根本就不是人类 陆然想起了 先前板狂化的时候 更像是半腰 但就算是半腰 也不可能没有五脏六腑吧 板的体内 不单单没有五脏六腑 连骨骼 血肉 筋络 全都没有 陆然能探测到的 就是一片虚无 仿佛板自身 就是一个虚空构造的黑洞 只是这黑洞的外面 披着一层人皮 陆然人都傻了 下界十万年 也没见过这种奇怪的生物 还能称之为人吗 所以 即便是看透了宝的身体 但却依然检查不出 黎族人十八岁暴体 而亡的原因 反倒是宝迷迷呼呼 醒了过来 看到陆然抓着他的手 睡眼兴奋地嘀咕道 大哥 你怎么不睡 一会儿就睡 你继续睡 陆然捏了捏他的手 说道 哦 宝翻了个身 继续打呼噜 这动作 语言 神态 看上去完全就是个人 但内在 却和人没什么关系 陆然有些无语 倒是宝以前是不睡觉的 晚上会用修炼来快速恢复精神 更多的时间来保持清醒 珍惜剩下的那点时间 但和陆然一起之后 反而偶尔会睡懒觉了 应该不是人族 但有如此特性 也肯定不是普通的种族 鬼知道黎族是哪里冒出来的 陆然最后都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算了 还有三年时间 再说吧 陆然伸了个懒腰 看了看外面的夜色 继续等待 一日清晨一大早 宗晴就来找陆然了 敲了门之后 陆然将还在睡懒觉的板 直接抱了起来 这才打开了门 下意识对着宗晴胸口看了看 再往下看到神秘地带 确认天灵目的却不能透视 而不是因为板体质特殊的关系 陆然性性然地撇了撇嘴 倒是在看宗晴 陆然看得更真切了 惊仙三重天 差大概五分之一的灵力 突破四重天 果然是看得更详细了 走吧 我带你过去后院 宗晴说道 说完 看了看还有些迷糊的灵板 忍不住伸出一只手 想要捏捏灵板的脸蛋 别动 陆然心头一震 灵板则瞬间清醒了过来 宗晴的手僵硬地举在半空 疑惑地看向陆然 嗯 我小妹她 任生 不喜欢别人碰她 不要介意 陆然随口说道 这样啊 那是我唐突了 小孩子吗 可以理解 宗晴倒是很心宽 并不觉得怎么样 之后 她前面带陆 带着陆然和灵板 往后院而去 走过一个穿堂的时候 拐角处忽然和宗云山 打了个照面 宗云山身后 还跟着几个随从 看宗云山的样子 穿着比昨天更精致的蟒袍 宗晴问道 爹 你要出去 宗云山则瞥了眼陆然 这才说道 王上 换四方侯觐见 我入地宫 你们这是 陆然心头一紧 可别被宗云山 给发现了端倪了 好在宗晴随口道 随便转转 宗侯府很大 若她有意愿 成为宗侯府客卿 是要了解了解的 这说话没什么问题 宗云山没多想 点头道 好 随便转转 后院和偏殿不要去 其他地方随意 说完 急匆匆就带人走了 而陆然盯着宗云山的背影 看了看 心里念道 仙君二重天 她的天灵墓 竟然可以一目了然 仙君的境界 连同宗云山身后的 两位大罗仙 一个三重天 一个五重天 清晰无比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这天灵墓在手 敌我差距看得是 真真切切 同为仙法 一见诛仙 已经是没啥用了 但这天灵墓 陆然十分满意 带着宗云山走后 宗秦才吐了吐舌头 道 后院和偏殿是府内禁地 戒备森严 寻常人士 不允许接近的 哦 陆然心头一动 后院她可以理解 宗云山带女的回来 关在后院 不想被人打扰她的好事 但偏殿不允许接近 是为啥 似乎是看出了陆然的好奇 宗秦随口道 偏殿是我爹修炼的私人场地 连我都不能接近 也无法带你去看了 但后院我是能去的 同一时间 大前地宫 女帝朱沙洛身着凤袍 手里捏着一块玉佩 愣愣地出身 生前一中年将士道 大前周遭三万里 所有的洗衔池 都排查过了 并无路然的消息 女帝动作微微一顿 道 扩大范围 男子有些迟疑 愁愁道 继续扩大范围 人力还需加大三倍不止 如今五神猛虎视眈眈 我们调用大量兵力去 话没说完 女帝冷谋撇过 那男子顿时不敢言语了 只能惶恐道 王上恕罪 我这便安排 帝宫内 四方猴齐刷刷地 站在女帝不远处 郑国猴宗云山 平都猴傅正龙 中庭猴杜秀生 太史猴廖文山 王上唤我等前来 有何吩咐 傅正龙性子直 直接问道 其他三人也看向女帝 最近这段时间 五神猛形势愈发肆无忌惮 你们可有什么相关消息 女帝淡淡问道 手里始终攥着那枚玉佩 四方猴对此早就细为常了 不太好 最近和五神猛的大小摩擦越来越多 因为抽掉了大量人手 去清查洗仙池 所以吃了不少亏 傅正龙直接说道 女帝沉默了几秒 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宗云山 后者急忙道 皇城内外 最近也的确有不少五神猛的人潜入进来 正在努力清查 已经除掉了一部分 女帝道 这么多年 五神猛这还是第一次大量渗透大前皇城 杀了他们 还会有新的一批渗透进来 原因呢 你只杀掉他们 不问缘由 宗云山咽了口唾沫 道 王上恕罪 正在查 只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线索 另外两个站在旁边插不上嘴 五神盟和大前王朝的争斗 大多在战力上 中庭侯统领文官 辅助女帝整顿朝纲 是他的职责 与五神盟插不上关系 太史侯廖文山监察百官 搜寻贪官污吏 才是他的职责 但这个结果也 太史侯有些看不下去了 开口道 王上 我知道 自那日灯先榜上 出现路然的名字后 您便安排了大批的人手 清查洗仙池 但此举 老臣觉得不妥 女帝秀眉微醋 看向太史侯 若是其他人 立刻就不敢言语了 不敢忤逆圣上 但廖文山这个人 监察百官 性格刚硬 说啥就是啥 于是继续道 临界九州之大 我们大前王朝 乃至整个苍域东方地界 都不过弹丸之地 路然恰好飞升在大前疆域内的几率 几乎为零 如此无用功地调用大量兵力 去做这件事 纯属无用功 岂不是为五神盟 提供了渗透的机会 换句话说 如果不去找那个路然 五神盟还不至于现在这样 蹬鼻子上脸 女帝淡淡地看着廖文山 神色平静 冷漠 看不出他的情绪 但寻常是没人敢这么侮逆他的 廖文山可不管这些 继续道 而且 我听闻王上另外安排了人手 扩大搜寻范围 势必还要多耗费数倍的兵力 此举 危险 这时 女帝又看向一直没有说话的杜秀生 问道 钟庭侯有何看法 杜秀生似乎是早就准备好了说辞 听闻女帝的问话 立刻开口道 五神盟基于大前疆土这么多年 形势虽然霸道 但并不愚蠢 即便是调用了大量的兵力 去清查洗仙池 这皇城内外留下的高手无数 五神盟也断然不敢轻举妄动 王上寻人心切 此举 可以理解 模棱两可 不否认 也不说支持 只说理解王上的行为 今日换你们四人前来 确实有些交代 女帝说道 四人立刻站直了身子 洗耳恭听 第一 范围扩大 继续搜寻 无论是否有结果 都要及时告知于我 第二 五神盟这段时间行为反常 多半是有所图谋 平都侯和镇国侯 你二人部署皇城内外 务必严密 第三 王朝百官 最近流言四起 太史侯自今日起 彻查百官 如有二心者 先斩后奏 第四 这边女帝安排部署 看得出并不是完全将心思 放在寻找路然这件事情上 还是警惕着五神盟的 另外一边 宗侯府内 宗秦戴卓路然 来到了后院 这里的确有些兵力寻守 但看是宗秦带人来的 便没有过问 两人长驱直入 经过层层关卡 进到了后院 这里 似乎是专门打造出来的 在这偌大的宗侯府内 有这么一处 室外桃源一般的后花园 一面湖泊周围 各种建筑川廊 错落有致 经过一条走廊 连接着湖心岛 湖心岛内 除了一个主屋 两个旁屋之外 就只有一个凉亭 点缀在一片桃花盛开的美景之中 唐英若坐在凉亭内 愣愣地看着面前 如镜的湖面发呆 思绪怕事早就 飞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整个后院被禁止节节包裹 到了后院门口就进不去了 路然站在门口 大老远就看到了 湖心岛凉亭内的那抹倩影 英若 路然双眼微微眯起 唐英若比他早一天飞升 分别十天 如今又在灵界见到 最小的小徒弟 如今竟然被人 像是金丝雀一般地关了起来 路然心头的怒气 瞬间就翻腾了起来 身边宗秦并未察觉到什么 介绍着说道 便是这里了 前面有结界 进不去 那女子 我也并未有机会和她交流 路然看着唐英若 淡淡地问道 就算是收徒 宗云山如此作为 你不觉得很霸道吗 文言 宗秦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摇头道 确实霸道 但我理解 我父亲的良苦用心 且他们不答应后 会送他们离开下周 所以并无太大的不同 脑子简单就是好 被宗云山三言两语就给洗脑了 路然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道 胡心导那女孩 叫唐英若 嗯 宗秦一愣 诧异地看着路然 先前你不是说不认识吗 她于不久前飞升 没几日就被你父亲带到这里来了 她不会答应的 她有师父 路然继续说道 你 你当真认识她 可你刚才 宗秦有些迷糊 路然则上前一步 一只手缓缓伸出 巴搭 一道透明结界挡住了路然的手 她手心缓缓贴合在结界之上 似乎是受到了扰动 结界荡漾起层层涟漪 闪烁间能看到一个巨大的透明罩子 将整个后院包裹起来 这便是宗云山设置的结界了 路然双眼金光四射 天灵幕和阵法满脊的加持之下 结界几乎一眼看透 灵力自掌心流转而出 顺着结界脉络 抽丝剥茧 一道道繁杂的纹路 瞬间爬满了整个结界防护罩 无数条灵力符纹长蛇一般 开始游走穿梭 宗秦意识到了什么 惊到 夜难 不可 与此同时 后院之外 两道人影急速而来 便是之前路然见过的两个大罗线 还未来到跟前便一声 侯爷说得没错 阁下果然目的不纯 狐心岛内 唐英若因为结界的关系 听不到外面的动静 但却能看到 整个结界开始震荡了起来 有些诧异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下意识一扭头 湖泊之外 那熟悉的身影 让唐英若整个人都呆住了 师父 人未到 剑先来 一道凌冽剑气 仿佛要劈开着天地 朝着路然后脑勺而去 别动手 先别动手 宗秦大喊道 仓促间却也拦不住 他才只是一个惊心而已 关键时刻 林宝一个闪身 挡在了路然身后 一个前冲 整个人撞在剑气之上 宝 这一声呼喊 不是路然 而是踪情 他只知道 宝是路然的小妹 境界低微 对上大罗线一剑 岂不是要被当场分尸 反而路然不动声色 宝是死不了的 果然 林宝娇小的身体 撞在那剑气之上 彭的一声倒飞而出 剑气不减 紧随其后 路然一只手破结界 另一只手后身 拖着板的后背 随后胳膊挺直 举着板 声声挡住了 那大罗线的剑气 宝此时小小的脸蛋上 满是兴奋 得一道 大哥 我这一招咋样 这一刻 宗情傻了 两个大罗线也傻了 这一剑过去 便是金仙 也要四分五裂 但却被一个 金丹境界的黄毛小丫头 给硬生生扛住了 而且貌似没有受到 任何的伤害 还不错 带你来果然是个好主意 路然对板挤了肯定 板嘿嘿一笑 随后忽然大喊道 大哥大哥 左边 左边 另一道拳风果 砸着一道猛虎虚影 咆哮着轰了过来 所过之处 瓦力炸裂 墙壁崩裂 飞杀走失 路然眉头一挑 举着板一向左边 哄 这一拳 结结实实地砸在板身上 劈头盖脸 扑扑扑 板吐出嘴里的瓦力碎渣 不满地瞪着眼睛怒视对方 两个大罗线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再看看自己的身体 怀疑自己这大罗线境界 是假的了 一道剑气 一记崩山拳 杀不了一个金丹小丫头 啊 与此同时 结界内的唐英若也在看着这一幕 路然单手破阵 另一只手拎着宝 格挡大罗线的攻击 从容不迫 装神弄鬼 你我二人合力 绕开这丫头 先杀叶南 两人对视一眼 喊道 问 两人的大罗法箱 同一时间炸线 用剑的那人 法箱是一只展翅大棚 用拳的那人 法箱则是一只剑齿虎 两人的法箱 都是兽类法箱 而且是兽类法箱中的刺品 路然全然不拒 法箱 咱也有啊 温 战神行天通天彻地 炸线而出 与此同时 咔嚓 路然面前的结界 四分五裂 被路然给解开 轰然消散 唐英若欣喜地喊道 一个闪身出现在路然身边 欣喜道 师父 天知道唐英若飞升灵界 窘迫之下 被抓有多绝望 这冷不丁的 师父竟然就找上门来 霸道无比地 直接破开结界救他 雏鸟清洁的加持之下 唐英若脸颊飞红 若不是师徒有别 他都想 但同时也忍不住诧异地看着夜南 以及夜南身后 那通天彻地的大罗法乡 他比路然早一天飞升 但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沦为阶下囚 下场未可知 可路然 虽然迟一天飞升 但却已经大罗先了 而且这大罗法乡 怎么看 怎么比那两人的法乡逼格高 那两人牙字欲裂 宗云山带回来的女子 是绝对的禁忌 不能出任何问题 如今 姐姐被打开 要是被这货带人跑了 他俩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于是乎 两人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火力全开 冲着路然而来 同一时间 地宫 正交代安排部署的女帝 察觉到了气息的波动 连同四方猴五人 瞬间出现在大殿之外 抬头看去 虽然距离很远 但因为地宫位置高 三个法相看得清清楚楚 是宗猴府的方向 宗云山 贵府发生了什么 杜秀生笑呵呵地问道 宗云山脸色难看 他当然认得出 那两个法相是自家人的 但那个更大一号的法相 是谁的 战神行天 我大前什么时候出了这等品级的法相 傅政龙差一道 能和宗猴府的人打起来 那就说明 不是我大前的人 武神蒙好大的狗胆 连大罗仙都渗透进皇城了 廖文山刚正不阿 怒声道 去看看 女帝沉吟了几秒 开口道 而此时此刻 宗猴府内 陆然眼看着两人攻击来到面前 单手抬起 砰 行天巨大的盾牌 将两人的攻击全都隔绝在外 与此同时 另一只手的阔斧 行云流水般横斩而出 逼得那两人节节后退 不敢硬扛 逼退两人的瞬间 陆然一只手牵着宝 另一只手牵着唐英若 地心线 搜 连同法乡在内 三人瞬间没入大地 消失得无影无踪 陆然可不是傻子 就像是先前那些五神蒙的精心的考虑一样 这里是大前皇城 宗云山本身是先君 四方侯其余三个 多半也是 加上一个更恐怖的大前女帝 在这里打起来 尤其是大罗法乡 太过惹眼了 单的下去 等到先君赶来 就真的记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陆然用不了十年 昨晚休息一晚 有宝在身边 陆然的境界 已经提升到了大罗五重天 眼瞅着就要六重天了 这个境界速度 先君不是梦 那两人愣了愣 急忙四下查探 却早就没了对方三人的踪迹 两人身子狠狠地抖了抖 脸色煞白无比 心道 完了 宗云山的苗子被劫走了 他二人看护不周 下场只怕会十分凄惨 那可是宗云山的禁忌啊 是顿术 应该跑不远 我们追 其中一人脸色铁青 咬牙道 但去哪个方向 完全没有头绪啊 只知道对方利用顿术跑了 但却不知道跑去了哪边 这怎么追 当然 这也不怪他们 因为陆然自己 也没办法控制地形仙的方位 千里范围内 随机传送 昨晚在城北遇到的那一大一小两人 去看看 两人只能瞎猫碰死耗子了 可正打算走 天边几道身影虚空行走而来 每一步都仿佛缩地成寸般急速而来 因为速度太快 锁过之处 层云翻滚 刚风呼啸 引得大前皇城内无数人的视线看了过去 接着一眨眼 一席凤袍的女帝带着四方猴来到了宗猴府 两位大罗仙 包括宗晴和那些守卫 全都脸色大便 齐刷刷地俯首行礼 高声呼喊 参见王上 人呐 女帝还未有所反应 宗云山就忍不住冲着二人大吼道 那二人支支吾吾 老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也不知道宗云山问的是那女子 还是那个叶男 别着急 慢慢说 方才那行天法相的大罗仙 是什么人 杜秀生 皮笑若不笑地问道 他这人 有个绰号叫笑面书生 外表看着儒雅 但知晓杜秀生身份的都知道 此人有多么的心狠手辣 跑 跑了 用了某种遁数 我们没能拦得住 两人脸色难看地说道 跑了 把我的人也带走了 宗云山盯着两人 眼底闪过一丝杀意 这时 女帝忽然踏前几步 走到方才路然站立的位置 眼神有些迷茫 这气息 看女帝表情古怪 宗云山急忙问道 王上 你有何发现 女帝摇了摇头 道 这气息 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故人 宗云山一正 先前那小子 和女帝认识 王上认识此人 宗云山问道 其余几人都看向女帝 不认识 此人登陵大罗 不可能是他 能有行天法相 绝非等闲之辈 多半便是武神蒙的人 女帝秀眉微醋地说道 这时 杜秀生忽然笑呵呵地问道 宗云山 这人既然是武神蒙的人 为何出现在你们宗侯府 你们之间可有什么交解 被刺 宗云山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怒声道 杜秀生 你胡说八道什么 女帝看了看宗云山 问道 所以 这人为什么在你宗侯府 还带走了你宗侯府的人 宗云山脸色难看 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时 一旁的宗秦忽然开口道 回王上 是我在城外偶然遇到的 我带人追击武神蒙的人 正要动手 宗秦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同时包括今日发生的事情 信息量有点大 听完后的女帝几人 都有些愕然 女帝瞥了眼宗云山 冷声道 如你所说 那人登陵大罗 还拥有邢天法香 怎可能是孤家寡人 还有 宗云山 你那点东西 到现在都没改 你抓了那么些女子 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如今武神蒙虎视眈眈 你竟还有心思搞那些 女帝的几句话 说得宗云山脸色微白 尴尬地处在原地 倒是女帝并未因这个话题 和宗云山多作纠缠 而是神色疑惑道 这么说来 那人接近宗秦 来宗侯府 目的是为了被你关起来的那名女子 是否真是武神蒙的人 还未可知 不管是不是 这人能拥有邢天法香 就不能小觑 需要多加注意 傅政龙在旁说道 倒是杜秀生 注意到了另外的信息 宗秦 你方才说 两位大罗仙的公鸡 都被一个半大丫头给挡下了 那丫头还毫发无伤 具体是何表现 杜秀生问道 宗秦回忆当时的场景 也是一脸的震惊 一五一时地描述了一遍 区区金丹 却能抵挡大罗仙的攻击 而毫发无伤 这天下间 除了离族人 还有谁能做到 杜秀生惊讶道 可是 我亲眼看到 那人牵着那少女的手 并没有什么异常 多半不是离族人 宗秦道 那倒也是 离族人面前 众生平等 就算是大罗仙 也不敢和离族人接触过多 许是有什么别的手段 能力强大的仙宝就能做到 如果是古宝 就更简单了 但不论哪一种 那人的身份都十分了得 杜秀生分析道 就连他们四方猴 每人手里 也就一两件仙宝 古宝 他们还没有拥有的机会 跑了就算了 先前的部署 四位可听清楚了 女帝似乎有些心烦意乱 随口问道 得到四人肯定后 女帝一个闪身消失不见 其余三位侯爷 告别了宗云山 也走了 爹 我也不知道他竟然 宗秦歉旧地看着宗云山 哎 还是大意了 没想到一个大罗线 竟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把人劫走 宗云山一阵肉疼 找这么个卢顶 不容易啊 早知道就墙上了 虽然效果和过程的 舒适度会大打折扣 但也比现在一地鸡毛 啥也没捞到墙的多 爹 要派人找他吗 宗秦说道 他现在对陆然 可是印象大转变了 像他这样 愚衷且头脑简单的女子 被陆然摆了一刀 即便女帝猜测 陆然不是武神盟的人 他也看到了 陆然是来救人的 但利用他对大前的忠心 利用他 这让宗秦非常恼火 不着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宗云山直接摆手 随后 竟然也出奇地 没有惩罚那两个 看护不周的大罗线 一个人独自去了 偏店密室 这事要是成了 那样的苗子 算不得什么 看着密室入口 缓缓打开 宗云山戒备的四下看了看 随后才矮身钻了进去 另外一边 女帝回到寝宫 这里位于地宫大殿的最高处 落地台前 可以俯瞰下面的大前皇城 出于习惯 她随手 将那块玉拿了出来 捏在掌心钻井 冷不丁地 忽然尼难道 我从未对你提及过 我在下界的事情吗 看似空无一人的寝宫内 随着女帝话音刚落 一道黑色身影 缓缓浮现 竟也是一名女子 她静静地站在女帝身边 也不言语 女帝似乎已经习惯了 自顾自地说道 下界的时候 我从未对修行提起过兴趣 那时的我 还是雪姬王朝的长公主 平静地生活在我八岁那年就破灭了 我亲眼见到父皇母后惨死 亲眼看着王朝覆灭 无数人流离失所 皇室成员被一个个残忍地砍下头颅 只有经历过噩梦 人才会成长 但我修炼 不为光复雪姬 不为报仇 只想好好活着 说到这里 女帝的语气微微一顿 语气也忽然柔和了下来 继续道 是她带走了冰死的我 女帝欲言又止 似乎有数不尽的话要说 但到头来 还是摇了摇头 补了一句 这王朝便是为她而见 盼着她飞升临界 坐享其成 她要什么我都给她 法宝 丹药 神通 大前数万年的基业 都送给她 身边的女子平静的眼神微微一晃 但依旧没有开口 女帝的语气则坚定了下来 我会找到她的 武神蒙的心思我清楚 大前疆土 绝不相让 而此时此刻 路然带着林宝和唐英若 已经不在大前王朝皇城了 小河边 路然一边用灵力蒸发三人身上的水 一边尴尬道 没办法 无法控制方位 鬼知道就这么寸 从河里冒出来 说完 将宝尔脑袋上顶着的一块鹅卵石拿了下来 宝尔倒不觉得怎么样 反而对这顿数感受十分新奇 兴奋异常 唐英若则满眼都是路然 乖巧地站在一旁 等路然用灵力蒸发她身上的河水 仿佛又回到了下界 整天陪在路然身边修炼一般 小妹妹你好 我叫唐英若 唐英若礼貌地想要和林宝尔打招呼 但被路然拦住了 他是离族人 你碰不得 路然说道 知道唐英若还没明白 便随口解释了一下 听得唐英若一愣一愣的 这世间竟有如此神奇的种族 但同时 也对宝只剩下三年时间感到诧异 虽然宝自己早就习惯了 但唐英若还是赶紧岔开话题 问道 师父 我们现在去哪 路然白手道 哪也不去 就在这待着 过几天回大前收拾那宗云山 待几天 进阶先军就够 大丈夫 有仇必报 说完 又补了一句 英若到时候就别去了 宝跟着我 过去摸他一下 能摸死最好 摸不死我再补刀 七天后 今天是第七天了 前面六天的签道 全都废了 路然依靠在一棵树干上 眉头紧皱 原本以为来到灵界 签道暴击几率提升了 但三人在这小河边待了六天了 每天的签道 全是普通签道 给些基本的丹药和修为 连普通神通都不给了 先前给的地形仙 虽然是个普通神通 反而还挺好用的 奇怪了 难不成和我的经历有关 路然猜测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系统的存在 是为了辅助穿越者 这一点无庸置疑 结合最近的经历来看 路然只有在经历 或者即将经历某些事情的时候 签道才会出现好东西 也就是暴击 譬如之前在意剑阁 当时路然的实力不够 想要对战金仙 就必须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于是 在对战金仙之前 两次暴击 一个免疫金仙攻击 一个秒杀金仙 针对性这么强 难免让路然怀疑 这签道给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随机 更比如现在 路然在这丛林小河边待了六天 啥也没干 所以 签道的奖励也很普通 照这么说的话 我眼瞅着就要进阶先军了 进阶先军之后 就要去找宗云山的麻烦 今天签道 多半就不会是普通东西了 路然这样猜测 因为 在下界十万年的签道 敌的确确是随机的 所以只是猜测 也许灵界的签道 和下界是不一样的 但路然没着急签道 而是打算 进阶先军之后 再进行签道 巴尔就靠在路然身边 眯着眼睛打盹 唐英若 则从四处找来一些山珍野味 简单烹饪之后 给路然吃 下界的时候就是这样 虽然在下界 都早就过了壁骨期了 但他知道 路然爱吃 师父 处理完宗侯府 我们就回兰宗吗 唐英若将手里 一只不知道什么 飞禽的腿烤熟了 递给路然 路然随手接过 啃了口 摇头晃脑袋 味道差了点 回头为师教你秘方 开玩笑 路然的厨艺 也是满级 接着 咽下嘴里的食物 路然继续道 处理完宗侯府 我送你回兰宗 我还要去中州 文言 唐英若顿时紧张起来 这么快就要走吗 师父 你实力境界提升那么快 不等等境界足够高之后再走吗 他当然是舍不得路然 路然也大带猜得出唐英若的意思 摇头道 没必要等 至于兰宗 不会一直在下周的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几天 路然和唐英若说了 自己来到灵界之后的经历 包括师兄弟师姐妹的出现 以及兰宗的建立 唐英若对此十分向往 期盼着能够有机会回到兰宗 当然 前提是在路然带领下的兰宗 至于唐英若 就悲剧多了 他飞升上来 无依无靠 半道上还遭遇了 基于他美色的周围 被对方给抓了 如果不是宗云山半道 看上了唐英若的天赋 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但后来发现 宗云山那个老匹夫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路然不来救他的话 下场不会比在周围手里强多少 大罗九中天巅峰了 估计快了 路然内视自己的境界 尼南道 眼瞅着就在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内就要进阶了 但路然还是有些迷糊 飞升的时候需要天道契机 需要感悟 他卡了十万年 进阶大罗的时候 需要法香 要么自己感悟 要么从大罗先尸骨上获取 那么进阶先君的时候 需要啥 如果再因为什么东西卡住了 那才是尴尬 眼下身边也没有一个可以询问的先君 只能瞎猫碰死耗子试试看了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 路然三人正在闲聊 忽然 路然的声音一顿 诧异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师傅 怎么了 唐英若看路然反应奇怪 忍不住问道 好像 话没说完 身后的树干忽然炸裂 法香毫无征兆地弹了出来 战神行天巨大的身体 通天彻地 威风凛凛 对面的唐英 若被这突如其来的法香薇婭逼退了一大段距离 诧异地看着路然 宝儿就惨了 她就靠在路然身边 法香崩出的一瞬间 搜 她直接就给弹飞了 整个人趴在不远处的小河边 啃了一口泥 随口愕然地看向路然 师傅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一大一小俩女诧异地看着路然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要进阶了 我无法控制我的法香了 路然神色严肃地说道 不单单如此 就连路然身体都开始变得迟钝起来 有些僵直 她尝试着站起来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都让路然使出了吃奶劲 这什么情况 路然有些慌了神 这就是进阶先军的正常过程 还是出了什么其他的问题 路然不知道 也没人来回答她的疑问 路然想要做点什么 但此时 僵直的状态更加严重了 她连动都动不了 与此同时 身后的行天法香静静地助力着 一动不动 但却有一股特殊的立场 仿佛结界一般逐渐膨胀 很快将唐英若和林宝都囊括其中 但二人似乎并未察觉到什么 只有路然感觉得到 坏了 我动不了了 路然有些无语 早知道进阶先军是这个德行 她就跑得更远一点了 可现在 说啥都晚了 这要是真的引起了大前女帝 和宗云山那几个先军的注意 提前来绞杀她 那才是尴尬 但路然的担心并未发生 她这里的位置 是在山脉的西侧和大前距离八百里 中间还隔着山脉的主脉 恰好被挡住了 倒是不用担心引起大前的注意 但意外的是 却被另外一伙人察觉到了 山脚下往外延伸二十里 一行穿着黑袍 头顶上照着厚重斗篷帽子的人 几乎是贴地飞行 速度极快 在行天法相出现的一瞬间 这伙人都立刻顿住了脚步 诧异地看了过去 带头的黑袍人愣了愣 随即诧异道 有人在那里进阶先军 身边几人则小心地说道 陈统领会不会是大前的人 带头男子陈英道 大前有资格进阶先军的人 女帝绝不允许对方 跑到这荒郊来进阶 但也绝不可能是我们五十盟的人 陈英了几秒 带头男子道 过去看看是敌是友 战神行天觉醒先人领域 我不敢想象会有多恐怖 武神盟如今和大前视同水火 这个戒骨眼上 冒出来这么一个家伙 战神行天法相进阶先军 如果是友方 将如虎添翼 如果是敌人 必将其扼杀 几人的动作很快 洛然还在尝试 重新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对面 几个黑袍人的忽然出现 让唐英若和林宝 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洛然也皱起了眉头 看着眼前这些黑袍人 且不说是哪方势力的 他现在动都动不了 如果对方有神妖歹义的话 可就糟糕了 他原本想用天灵木查看的 但却发现 现在的他 还真就什么都做不了 不能动 连能力也全都消失了 他现在只祈祷 对方是金仙 不要是大罗仙 因为洛然可以免疫金仙的攻击 倒是不怕 林宝也有不死之身 同样不用担心 但唐英若就麻烦了 同时 洛然也祈祷对方 被他的行天法相震慑 自己离开 但可惜 愿望落空了 其中一个黑袍人 哈哈大笑着说道 果然不是我们五十盟的人 没有侍卫 没有阵法防护 就这么直白的进阶 阁下还真是心大 咯噔 洛然心头一震 对方知道他在进阶 他强自镇定地说道 知道我在进阶 你们还赶过来 不怕我杀了你们 话音一落 几个黑袍人 就集体大笑起来 进阶先军 起码需要一个十分左右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 你什么都做不了 指望这个吓唬我们 听到对方这么说 洛然顿时眉头皱了起来 看来 现在动不了 的确是进阶先军导致的 几个黑袍人 看了看唐英若和林宝 纷纷开口道 既然不是我们五十盟的人 杀了便是 这个结果眼上 拉拢不成 可不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那女的姿色不错 正好让我去取火 嘿 我喜欢那小的 那小丫头归我 几人说话间 纷纷抽出了自己的兵器 与此同时 几个黑袍人身后 齐刷刷地 乍现出一尊尊大罗法香 陆然心头一震 黑袍人一共七位 前面六个 全都是大罗仙 糟了 只有最后面一个黑袍人 还没动静 似乎是带头的 进阶先军不能动弹 但他的护身领宝 和身体强度还在 大家全力出手 杀了他 其中一个黑袍人喊道 再怎么说 也是在进阶先军的巅峰大罗线 不能小觑 话音一落 眼神忽然看到一个娇小的身影 迅速地接近 扭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那个小丫头 领板速度很快 接近对方 却并未出手攻击 眼神坚定 找死 其中一个黑袍人当即 就要动手 但却被另外一个给拦住了 不能杀 我还没享受呢 那黑袍人喊道 同伴这才放弃了攻击 既然你看上了 就自己看护好 一会儿动起手来 擦点边 他可都要惨死当场 那你到时候 就只能趁热了 反正在他们的眼中 这小丫头 就是得金丹金金的小丫头 连他们的护体刚气都破不了 无所畏惧 放心 我先弄晕他 咱们先动手杀了那家伙再说 说完 伸手 一股庞大的吸力 顿时将林宝吸到了自己面前 咔 一把掐住了林宝的脖梗 但并未太过用力 丫头 最好乖乖地等着我 一会儿 黑袍人淫荡地一笑 舔了舔嘴唇 正说着呢 却忽然发现 手里掐着的小丫头 脸上那古怪的笑 他猛地一愣 还想说些什么 忽然察觉到不对劲 刷 一甩手 将林宝丢了出去 但他身边就是同伴 林宝被丢出去的瞬间 小胳膊一轮 啪 小巴掌顺势扇在 先前打算动手的 那黑衣人的脸上 不对劲 我的丹田 该死的 这丫头对我下毒了 第一个黑袍人 惊恐地喊道 喊完 赶紧盘膝而坐 他感觉自己的丹田 就仿佛变成了一个无底洞 正在疯狂地吞噬周遭的天地灵力 这些天地灵力 没有被淬炼 轰入丹田 裹杂着躁动暴乱的情绪 游走大小周天 充斥全身经络 他感觉自己骨头架子都要散了 丹田也有种肿胀要炸裂一般的感觉 他努力运工 想要克制这种奇怪的现象 但却发现 根本就做不到 与此同时 被林宝扇了一巴掌的那个黑袍人 恼羞成怒 打算直接杀了林宝的 但忽然看到同伴的古怪反应 猛地一愣 接着 他就明白 同伴为什么是那个反应了 他也赶紧盘膝而坐 喊道 不要靠近那个丫头 他是离族人 看来这货 还是挺有见识的 但有见识也没用 他的丹田 也在场景吸水 一般将天地灵力无差别 大范围的狂吸而入 砰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第一个黑袍人就坚持不住 丹田爆裂 身体也因为丹田爆裂四散的灵力 而扭曲成一个诡异的姿势 死了 紧接着 就是第二个黑袍人 砰 丹田爆裂 紧随其后 二人身后的大罗法香 也就此消失不见了 剩下几个黑袍人 脸色大变 纷纷后撤出一大段的距离 惊恐地看着丹宝 离族人 这丫头 真的是离族人 该死的 一个金丹气的离族小丫头 竟然如此恐怖 不要管她 先动手杀人 离族人是杀不死的 几个黑袍人面面相去 不打算继续耽搁下去 打算直接对陆燃动手 丹宝小脸一簇 被发现了离族人的身份 她就接近不了了 除非狂化 但就算狂化后的她 也不过真仙致敬 没用 唐英若脸色煞白 抽出自己的配件 这件还是下届的时候 陆燃送的 用气驱动 在灵界无法用灵力加持 就等于是一把反铁 况且 她真仙境界 在大罗仙面前 一根手指都掰不动 但她仍不愿意后退 内心惊惧 眼神却无比坚定地 挡在陆燃面前 倒是林宝的表现 吓了唐英若一大跳 陆燃说过林宝是离族人 被接触的人会是什么下场 但听归听 总觉得有些不切实际 可眼下 被林宝触碰到的两个大罗仙 直接爆铁王 好恐怖的能力 英若 走 陆燃沉声道 她不担心林宝 但是担心英若 在大罗仙面前 唐英若和蚂蚁没什么区别 可她也知道 大罗仙想杀唐英若 她的逃生几率就是零 这时 几个黑袍人也打算动手了 可忽然 他们身后 一直默然不语的带头男子 忽然踏前一步 问 身后一尊扛着大刀神将 法乡乍现而出 对比之下 其余几个大罗仙的法乡 就有些寒酸了 陆燃看向对方 眉头微醋 虽然天灵目无法动用 但也感觉得出 此人 不是普通的大罗仙 难不成 还是仙君 陆燃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不会这么背吧 几个黑袍人眼看着老大要动手了 纷纷错开身子让路 可下一秒 扑 男子手里突兀地浮现出一把黑色大刀 悄无声息地划过 将面前最接近的两个黑袍人的脑袋 给削了下来 剩下两个还活着的黑袍人猛了 陈统领 你 你怎么 陆燃 唐英若 林宝 也都看傻眼了 咋回事 怎么他们自己 开始杀自己人了 男子一言不发 手里大刀再次抬起 对着另外两人 劈砍而去 几刀刀气如长虹皮链一般 挥洒而出 二人下意识躲闪 同时对视一眼 瞬间速度跋升到极致 打算先跑再说 可神奇的是 男子身后的神将法香 忽然一个跳跃 仿佛活人一般堵住了二人的去路 接着手起刀落 倒到刀气支撑一张大网 交错而过 那二人的身体 毫不意外地 直接斩为几个肉块 掉落了一地 身后的法香 也就此消散不见了 至此 除了男子之外 其余黑袍人手下 全都死了 而那法香 则重新回到了男子身后 隐磨消失不见 看得路然嘖嘖称奇 法香还能脱离肉身 这是什么操作 黑袍人望向路然 忽然哈哈大笑道 师父 好久不见啊 看你吃饼可太爽了 哈哈 说完 对方掀开了脑袋上的斗篷帽子 长得还算清秀 细眉方脸 最表示的是嘴角长着一颗大大的屋子 我靠 是你小子 死没婆 路然一声怪叫 哎呀 可太久没被师父您这么喊过了 舒坦啊 男子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十分享受地眯起了眼睛 接着朝路然走去 唐英若和林宝 下意识就要挡住 英若 没事 自家人 路然开口道 这二位都是师妹 大的漂亮 小的可爱 师父还是那么会挑人啊 男子感叹道 接着 自我介绍道 师妹们好 我叫陈大山 兰宗弟子 得到路然的肯定 唐英若和林宝松了口气 路然则说道 英若是我最小的徒弟 你要是关注灯仙榜 就知道 他是我前一天飞升的 小的叫林宝 可不是我徒弟 他是灵界本土人 李族人 陈大山恍然地拍了拍脑袋 嗖的一声 退后好几大步 李宝远点 同时说道 差点忘了这茬 陈大山 也是路然的徒弟 刀修 虽然本人比较粗脑筋 但天赋极高 之后 陈大山坐在路然对面 看了眼唐英若 说道 师妹别怪我 我的确是盯着灯仙榜的 但只关注师父的名字 其他人就没怎么注意了 嘿嘿 唐英若微笑着表示无妨 陈大山才看向路然 倒是师父你 才飞升几天 十天有吗 这就进阶仙军了 我擦 不愧是您啊 就是怎么会在这荒郊野外进阶 太危险了 路然翻了翻白眼 问道 没经验 鬼知道进阶仙军 竟然不能动弹 对了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你的大罗法乡 怎么还能跑出去战斗 陈大山道 先军就是如此 路然眼前一亮 陈大山竟然已经先军了 果然天赋出众啊 按照陈大山的说辞 先军是很特殊的一个境界 也是先人之境之变的一个开始 算是大罗仙的进阶版 因为先军的能力 主要依附于大罗法乡 进阶先军的时候 也就是觉醒先人领域的过程 先人领域会根据大罗法乡的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加持 这也就意味着 垃圾法乡 进阶先军之后 就更垃圾了 极凭法乡进阶先军 先人领域的能力效果 也更恐怖 同时 大罗法乡也可以脱离肉身 独自进行战斗了 大罗仙的法乡 更像是强大的战斗辅助 类似于庞大的外骨骼 战斗动作和主人保持一致 而先军的法乡 更强的同时 更像是一个傀儡 可以独自战斗 当然 前提是 仍然需要主人的操控 大罗法乡本身是不具备神志 和自我意识的 先人领域的增幅搭配 可以自由操控的大罗法乡 先军的战斗力 可以想象有多恐怖 这么说 刚才扩展而出的 类似结界的东西 就是我的仙人领域了 那玩意范围有多大 陆然好奇道 根据法乡的品级不同 范围也有变化 我的法乡算是中等法乡 有十里方圆 当然 随着境界提升 也会逐渐扩大一些 但根基最重要 法乡越好 意味着基础范围越大 陈大山介绍道 陈大山如今先军二重天 仙人领域也只有十二里方圆 算不上大 也算不上多小 陆然文言沉默了 因为他的仙人领域 现在已经扩张出去二十里地了 对了 仙军之后 法乡虽然可以离体了 但活动范围 就是仙人领域的范围 脱离范围 会自动回归本体 陈大山说道 所以 仙人领域范围越大 战斗的时候 就更有优势 几十里地之外 直接震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进阶完毕 骆然迪估道 您这进阶 差不多也办得多时辰了 快了 陈大山说道 你现在是五十盟的人 陆然问道 对 五十盟六大统领 我是齐一 由五十盟盟主 楼军岩统帅 陈大山点头 那你小子混得还可以啊 陆然诧异地看着陈大山 这货脑子简单 没想到爬得还挺高 嗨 你也知道 我这人懒 其他师兄弟姐妹 很多都开宗立派了 我懒得弄 因为境界高 在大罗仙时期 就加入五十盟了 陈大山黑黑一笑 接着 还告诉给了陆然一个消息 陈大山之所以带人来 是准备偷偷潜入 大前皇城 躲藏埋伏起来 五十盟打算在十日后 集结大军 彻底覆灭大前王朝 坐稳东方地界的王 这么说 五十盟和大前要开战了 陆然眼前一亮 欲望相争 愚人得利啊 本来没打算打 是我拱火的 宁非生之后 我就有这个想法了 五十盟如果能统一 双遇东方地界 到时候安排 打探您的消息线 也方便得多 陈大山说道 别看他脑子简单 这个想法倒也没错 否则 五十盟和大前是同水火 你来我往 哪里疼得出手 去找陆然的消息 不过没想到 您竟然就飞升在下周 离我这么近 缘分 都是缘分那师父 陈大山兴奋地说道 这时 陆然的行天法香 忽然浑身一震 随后消散收回 陆然的身体 也恢复了行动 感知能力意念全都恢复了 也一眼能看穿陈大山的境界了 果然是仙君二重天 与此同时 陆然的境界实力 也已经迈入仙君 实力感受和先前天差地别 成了 师父 您的法香乃战神行天 极品啊 仙人领域有多大 适合能力 陈大山迫不及待地问道 陆然嘴角微微上扬 道 还不错 百里方圆 至于领域能力 百 百里 陈大山眼睛一瞪 百里还不错吧 陆然问道 他的确对此没什么概念 何止啊 目前为止 我所接触过的仙君 仙人领域最大的基础范围 也不过才五十里啊 陈大山惊呼道 陆然的仙人领域基础范围 直接百里 往后升级 范围还会越来越大 对了 你所说的 仙人领域是拥有特殊的效果能力的 是什么 陆然问道 每个人的效果不同 也是根据法香延伸而出的 譬如我的领域 是赋予刀修攻击增幅 幅度不是特别大 陈大山说道 这么拉呀 仙人领域就这点效果吗 陆然有些恶然 仙人领域啊 结果就是 增幅一点攻击 这还叫啥仙人领域 学个小爆发神通 甚至还能大幅度增幅呢 嗨嗨 是我拉而已 我的法香不咋地 越是厉害的法香 效果也就越强大 譬如师傅您的战神行天 您可以展开领域感应一下 陈大山尴尬地挠了挠头 同时也很期待 陆然的战神行天法香 是陈大山目前为止 见到过的品级最高的法香 极品 这领域效果能力 肯定不会差 陆然文言 念头一动 仙人领域瞬间扩散开来 虽然第一次使用有些生疏 但陆然很快就发现 这玩意 是可以自由控制范围的 而且 领域拥有的能力 也瞬间就了然于心 就像是自己的手一般 亮出来就知道 可以抓握东西 不需要修炼 或者熟悉什么 原来如此 看样子 是附带了一部分 天道规则之力的 陆然沉吟道 规则之力 当真 什么效果啊 陈大山眼睛一瞪 能附带天道规则的玩意 全他娘的逆天啊 断头抬 陆然道 陈大山听得有些猛逼 不过立刻反应过来 陆然的战神行天 本身是没脑袋的 难道和这个有关 又或者和战神行天手里的巨符有关 和不坏身 陆然继续说道 扑 陈大山正在猜测呢 冷不丁听到陆然这么说 顿时吓了一大跳 啊 两种能力啊 这 陈大山有些梦了 很奇怪吗 陆然问道 这不是奇怪 只是 没听过啊 仙人领域 怎么会拥有两种能力的 陈大山愕然地说道 唯一的解释就是 陆然的法相很牛叉 极品法相的专属 师父 说说看 两种能力 都是啥作用 陈大山迫切地问道 陆然说道 断头抬 顾名思义 就是掉脑袋 在我的领域范围内 会受到一定天道规则的影响 脑袋落地 不坏身 则是防御 蕴含一丝天道防御法则 大幅度增强肉身强度 两种能力 都受到仙人领域范围的影响 范围越大 能力效果越弱 范围越小 能力效果越强 陆然将仙人领域 完全扩散百里 两个能力的效果 就都一般般了 但也能保证范围内的精鲜 及以下 脑袋全掉 也能保证范围内 精鲜及以下的攻击 完全无效 但这一点没啥用 陆然本身 就可以免疫精鲜攻击 精鲜之下 就更破不了陆然的防御了 至于大罗仙 原本大罗仙权力出手 也是可以勉强伤到陆然的 但领域铺开 防御规则加持 大罗仙也很难伤到陆然了 而当陆然压缩 仙人领域范围 大罗仙的攻击 也可以免疫 甚至 陆然的仙人领域 收缩到周身一米范围 极致压缩之下 先军的攻击 都能抵消大半 不坏身 名不虚传 陆然肯定地点了点头 而断头台 单打独斗的作用 不是很炸链 如果是两方交战 那效果最好了 仙人领域铺开 一个断头台下去 百万大军 全被斩首 毕竟 任何势力想要组建大军 不可能全是大罗仙吧 而只要 没到大罗仙境界 百里方圆 就逃不过断头台的制裁 而且 是无视任何防御的 天道规则的制裁 简直无情 陈大山愣愣地 听着陆然的介绍 咕咚一声 咽了口唾沫 师父 你这仙人领域 也太 太吓人了 对比他自己的仙人领域 简直就是两样东西 经过陈大山的介绍 陆然越愈发了解到 行天法相的珍贵程度了 同时也更好奇 当初那个尸骨的身份 能拥有这样的法相 多半是下周很屌的人物 但却死在了 离山密室那种地方 着实诡异 断头台斩杀万物 加上不坏身 先军之内 我基本接近无敌了 陆然嘴角微微上扬 沉吟道 先天古堡空同风天硬在手 先天古堡轩辕指天剑当武器 内有圣脉玉谷 外有领域不坏身 这还不叫无敌 我也无敌 一旁的灵宝插嘴道 瞬间 陆然才冒出来的优越感就没了 论无敌 灵宝才是真的无敌 陆然还是有阴沟里翻船的几率的 行行行 你无敌 陆然没好气地说道 接着看向陈大山 道 媒婆 还没说完 陈大山就甘大地说道 师父 再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仙人了 先军呢 就不要叫我媒婆了 被别人听到了多没面子 好的媒婆 陆然点了点头 你把唐英若送去玉龙谷 兰宗子府就在那里 我给你地图 他虽然可以把子府召唤过来 但没啥用 几个大螺线的作用并不大 拉过来反而容易引起大前的注意 师父 那你呢 陈大山对兰宗子府 也极为向往 但听陆然的意思 他不去 我还要报仇 大前镇国后抓了我兰宗的人 岂能就这么算了 陆然道 现在有能力 直接宰了宗云山再说 师父要杀宗云山 陈大山道 咋地 你朋友啊 陆然瞥了眼陈大山 啊 那倒不是 那宗云山 就是我这次进大前皇城要接受的那间 一个他 还有一个杜秀生 这二人已经被策反了 到时候 会配合武神盟里应外合 拿下大前 陈大山说道 哦 陆然有些诧异 倒是没想过这些 这么说 大前四方侯中两个都被策反了 加上你潜入皇城 到时候里应外合 大前不就直接废了 陆然道 计划是这样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大前女帝 女帝素来神秘 虽然也是先君 但实力很强 且传闻他还隐藏了高手在身边 不容易对付 陈大山说道 那些咱不管 先杀宗云山再说 陆然摇了摇头 懒得理会那些 反正让两家打去吧 到时候看情况 能不能坐收鱼翁之力 对了 去之前 今年还没签到呢 同时 也为了印证陆然之前 对签到规则的猜测 心里默念签到 叮 恭喜宿主 本次签到获得暴击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新号时 恭喜宿主 获得阵法 九区黄河阵 恭喜宿主 获得仙法 九转归一 果然暴击了 陆然眼前一亮 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 签到规律 是根据每天的行为 来触发 而不是完全随机 但如果猜测准确 以后可就发达了 陆然迫不及待地查看起 两个奖励的效果 修为奖励翻十倍 陆然已经不在意了 反正修为增长很快 但这奖励 尤其是暴击奖励 每一个都吊炸天 九区黄河阵 师仙之神 萧仙之破 献仙之行 损仙之气 丧神仙之原本 损神仙之之体 神仙入此而成凡 凡人入此而急绝 陆然心头巨震 好家伙 这九区黄河阵 专门针对仙人 这也更肯定了 陆然对于千道系统 是否是真随机的猜测 上次的两次暴击 完全就是针对惊险 那是因为 陆然当时的实力境界 还不足惊险 而这次 陆然先军了 千道暴击给的九区黄河阵 竟如此恐怖 虽然没有标明具体的 仙人境界 但陆然大概猜测 起码先军之下 全员镇压 不过 按照说明 这九区黄河阵的布置 极为繁琐 首先是范围 九区黄河阵整体巨大 足以将整个大前皇城 买至周围三十里 囊括其中 施阵者需要耗费 至少三天的时间 来游走布阵 但这还只是阵法的基础结构 想要运转阵法 本身的实力境界 必须足够 同时 还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器 来作为阵法的阵机 核心 时间上陆然无所谓 三天而已 至于那强大的法器核心 陆然瞬间就想到了 空同风天印 本身空同风天印 就有压制的作用 配合九区黄河阵 绝配啊 随后 是第二个奖励 先罚 九转归一 天地之之术 始于一 终于九 可将自身法相完整复刻九尊 以攻驱使 这个解释一目了然 九尊行天 陆然嘀咕了一句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太逆天了 如果是大罗仙的时候 九尊行天 貌似作用不是很大 但先军之境 法相可理体操控 设想一下 对战先军 陆然只需要一个念头 九尊战神行天登场 仙人领域百里方圆 九尊战神行天 大杀四方 谁人能敌 一个先法 一个阵法 今天这两个暴击奖励 陆然相当满意 武神盟十日后 确定对大前动手 陆然问道 保真 我拱火的 武神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原本是十拿九稳 可以搞定大前王朝的 陈大山说道 原本 陆然一正 对 原本 原本没有兰宗插手 陈大山黑黑一笑 你小子看着愚钝 倒是该懂的都懂 没错 这一波 立好兰宗 陆然道 闻言 陈大山的脸色 又平静了下来 谨慎地说道 师父 坐收渔翁之力 这没什么问题 但这次 武神盟有外援 哦 陆然一乐 只是传闻 楼君严暗中联系了某一方势力 具体我不是很清楚 他们达成了某种利益关联 陈大山说道 具体的 只有楼君严自己知道了 而因为这种利益关系的存在 十天后 武神盟前来征战大前 大概率不会势均力敌 而是武神盟以 绝对优势 拿下大前 原本搭配潜入城中的统领陈大山 理应外合 可惜陈大山半袋 被陆然给截胡了 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一面倒 大前没了 武神盟都不会损失太多 坐收渔翁之力 也就是空话了 陈大山无奈地说道 这么说 大前毫无胜算了 陆然也觉得 这是个问题 倒也不至于 大前数万年基业 而且作为东道主 反抗的能力是有的 那大前女帝力来神秘 没准也还有什么杀手锏没亮出来 结果还未可知 只是大前被镇压的几率 要大得多 陈大山分析道 陆然诧异地 看向陈大山 这货脑子简单 没想到参与王朝争斗的时候 竟然还头头是道的 这大概就是天赋了 除了刀法方面的天赋 王朝争霸 似乎也在行 这样的话 等他回到兰宗 也能用得上 说完这些 陈大山问道 师父 你有何打算 陆然撇了撇嘴 伸手一指唐英若 道 你先送英若回兰宗 我和宝去搞死宗云山 之后 我来安排部署 部署 师父要在这里看谢 陈大山问道 坐山观虎斗 好戏为啥不看 而且 我可不单单是看 你先去送人吧 陆然道 九居黄河镇在首 他要在大前皇城范围内布置出来 到时候双方火拼 不论哪方优势 都有所损耗 届时 陆然在出现 启动九居黄河镇 一箭双雕 将两大势力直接震杀 之后 手捏英兵虎斧 最快速度肃清皇城内外 接管王朝 兰宗取而代之 执掌东方地界 妙啊 不多时 陈大山带着唐英若 按照地图 去往兰宗 先军境界的陈大山 速度比陆然当初快得多 而陆然 则带着领宝 重新往大前皇城而去 宗侯府 宗秦这几天 带人在城内四处乱逛 搜寻五十盟的潜入者 但是一无所获 原本零零散散五十盟的人 仿佛一夜之间 从大前蒸发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在堂前坐着 看到父亲宗云山 路过前面的川廊 本想打招呼的 但宗云山神色匆匆 仿佛没看到宗秦一般 快步而过 他的方向 是偏电 宗秦愈发觉得好奇了 一个偏电 宗云山老在那里干什么 而且 最近去的次数 好像越来越频繁了 不过 心里虽然好奇 但那片电也是禁地 他都不允许接近 恰在此时 冷不丁一扭头 忽然看到 路然牵着灵板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除了门口的几个守卫 诧异地围上来 其余的却不见踪迹 叶南 你还敢回来 宗秦咬牙切齿地 看着路然 又看向周围的守卫 志问道 你怎么进来的 杀了那些守卫 不就进来了 很难吗 路然随口反问道 你爹呢 他是来找宗云山麻烦的 偏电禁地 任何人不允许靠近 而你 区区大罗仙 跑就跑了 却还敢回来宗侯府 找死 宗秦冷声说道 接着一声长笑 似乎是某种暗号 他自己不上 毕竟他才精仙 先前用天王印在野外 拖战武神盟那几个精仙 可以试试 但对战大罗仙 那是飞蛾扑火 路然毫不理会 而是看向偏电的方向 直接抬脚走去 今日 必杀宗云山 宗秦没敢拦着 毕竟他才精仙 对战大罗 那就是飞蛾扑火 好在 宗秦的预警 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府内在职的几个大罗 先第一时间闪链来 他就是劫走我爹女徒弟的人 杀了他 宗秦立刻喊道 几个大罗仙毫不客气 一窝蜂就冲了上去 路然呵呵一笑 一只手牵着灵宝 一只手豁然抽出一把 造型古朴的长剑 薛圆指天剑 这还是路然第一次动用薛圆剑 不为别的 只为砍瓜切菜的快一些 他可没忘了 这里是皇城 虽然已经是仙君了 也有仙人领域了 但既然已经打算 动用九屈黄河阵 路然就不会提前打草惊蛇 冒险 眼看着几人冲了上来 路然连法香和领域都不用 一只手将板反手甩到自己后背 啪好 叮嘱了一句 路然身形消失在原地 拖出道道残影 手里的薛圆指天剑 当真砍瓜切菜一般 一会儿过 几个大罗仙的尸块 就散落了一地 连同他们的丹田 都被直接摧毁 大罗仙体内狂暴的灵力 失去丹田的支撑 喷洒而出 在整个院子里肆虐 宗秦脸色大变 几天不见 这家伙的实力 这么恐怖了 一把剑 就秒杀了几个大罗仙 而且做事丝毫不拖泥带水 干净利落 这些可都是宗侯府的核心战力啊 站住 宗秦心急之下 直接甩手丢出去一个东西 往路然脑袋上砸去 路然瞥了眼 认得这东西 就是当日在郊野之外 宗秦用过的天王意 宗侯府的仙宝 路然呵呵一笑 感受着天王印逐渐放大的威压 和震慑之力 直接举剑挥洒而出 刷 天王印从中一分为二 巴搭一声掉在了地上 先前的威压和仙宝的灵力 也直接消散不见了 路然眼前一亮 他只是试试轩辕剑的威力 没想到这么好使 不用刻意调动灵力 随手一剑就破了仙宝 丝滑无比 宗秦脸色煞白 这还是第一次 宗侯府的天王印 被如此轻易地 直接切成两半了 先宝被毁 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射 但他好死不死的 竟然还是追着路然的方向 追了过去 一直来到偏殿 路然冲进偏殿之中 四下看了看 这里摆设齐全 和宗侯府内其他房间的摆设 并无太大的差别 但并没有宗云山的身影 紧随其后的宗秦 也疑惑地看看四周 我爹不在 他眉头微皱 宗云山不在 府里最高站立 就是大罗仙 但一个照面 就被路然秒杀了好几个 我爹不在 你改日再来吧 宗秦对路然喊道 路然瞥了眼宗秦 眼神闪过一丝丝 金芒看向四周 果然 路然发现了角落的不对劲 这里是偏电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原本应该是有窗户的 但是被封死了 这让整个角落看上去有些阴暗 静止 路然嘀咕了一声 阵法满极 加上天灵木 瞬间看了个通透 但宗秦是看不出来的 他还想说些什么 路然已经开始着手 操作静止了 虽然是静止 但也只是普通静止 为了隐藏暗道入口而已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咔咔咔 静止消失 角落一块地板徐徐下沉 收缩进了侧边 暴露出一个黑漆漆的向下的阶梯通道 与此同时 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 混合着有点类似于血腥味的东西 让路然眉头一皱 宗秦看得目瞪口呆 他从小在宗侯府长大 偏殿建造到现在起码也六千年了 却从来不知道偏殿还有密室的存在 这时 路然忽然回头看向宗秦 道 你就不好奇 你父亲在这里干什么吗 一起下去看看 路然已经猜测 以前被宗云山带回来的那些所谓的 要说为徒弟的女子 最后只怕是都在这里处理了 说完 路然也不理会宗秦 和林宝踩着阶梯往下 很快就没入黑暗的涌道 涌道还挺长 斜着往下延伸出上百米 越往里走 南闻的味道就越是明显 很快 从涌道里出来 前面豁然开朗 涌道的尽头 竟然不是路然想象之中的小型地窖 或者密室 而是整个宗侯府下方都被掏空了 巨大的空间内 点缀着一些特殊的发光的金石 光线不是很明亮 但仙人之境 即便是没有光源都足够看得清楚 只是这场面 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路然 都忍不住沉没了下来 大厅的四周 是一根根黑色的不知名金属打造的铁链 铁链则连接一名女子的柏梗 她们衣不蔽体 各个面容枯稿 身材消瘦 有的已经是皮包骨一般的干湿状态了 更有的已经死了 海骨正在腐烂 依旧被绑在那里 没人搭理 可想而知 这下面的味道有多恶心 而在大厅的中心 棕云山城 双目赤红 正在行苟且之势 哼哧哼哧地耕耘着 新红色透着黑气的灵力 缠绕着在周围游走 忽然察觉到什么一般 棕云山动作戛然而止 双目恢复神智 一抬头 顿时大怒 混账 谁让你进来的 这里 话没说完 路然身后 传来宗秦京剧的呼喊 爹 你 你在干嘛 宗秦整个人都傻了 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幕 这偏殿下面 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她忽然明白 这么多年 父亲带回来的要收徒的女子 最后不是被她送出下周了 而是不管对方答不答应 都会被带到这里来 宗秦脸色苍白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 环顾四周 看着那些女子诡异可怕的状态 不知道被折磨了多少次 耕耘了多少次 而且宗秦山这种耕耘 绝不是正常的耕耘 更像是某种邪功 这让宗秦有点恶心想吐的感觉 这么多年的积累 可想而知 这下面有多可怕 角落还堆放着一堆白骨 宗秦山这么多年都没有处理过 仿佛像是战利品一般 丢成一堆看得瘆人 秦二 你怎么下来了 不是说过不让你 宗秦山脸色瞬间扭曲 难看 赶紧披了件衣服 折带自己的丑态 脚下 那名被耕耘的 已经没多少动静了 绝望的眼神 望着路然和宗秦的方向 死灰色的眼珠子 没有神采 当当当 路然手里的轩辕剑 在地面除了除 打断了宗秦山和宗秦 各自翻乱的情绪 开口道 你这老匹夫 没想到还是个变态 如此 我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功德一见啊 说完 不打算单个时间 身形一闪 欺身而上 动作之快 吓了宗秦山一大跳 区区大罗 找死 宗秦山怒吼道 他是真的怒了 不单单怒怒然赶回来挑战他 更怒怒然将他女儿 宗秦给带下来了 但宗秦山没有动用法箱 这里是密室 动用了法箱 他这么多还没用完的苗子就要全废了 当然 在宗秦山看来 杀大罗仙 不需要法相 陆然嘴角微微上扬 仙人领域悄然张开 极致收缩在周身两米范围 这点范围 仙人领域的法则力量是最强的 陆然也是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尝试一下仙人领域的威力 宗秦山的动作就干净利落多了 眼看着陆然近身 他手中闪现出一把扩剑 冲着陆然的脑袋就劈了过来 陆然原本打算躲闪的 但紧要关头 鬼使神差地伸出一只手 他想试试不坏身的天道规则 压制在两米范围 能有何效果 当 一剑 悬停在陆然的脑袋前 阻挡这一击的 是陆然的一只手 就这么抬起 捏着巨剑的剑身 宗秦山人都傻了 在这里战斗 他没敢使用权力 害怕弄他了这里 可是即便如此 他仙军的一剑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被一个大罗仙 给单手接下 你 你怎么 忽然 宗秦山眉头一领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陆然 他感觉到了 仙人领域的力量 问 刹那间 宗秦山的仙人领域也要展开 虽然还不知道 为什么陆然竟然进阶先军了 但他的感觉不会错 如此诡异 他不敢不小心 可是 已经晚了 宗秦山已经在陆然两米范围内 刷 宗秦山领政打算展开自己的仙人领域 来对抗 忽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倾斜 想要扭动脖梗 恢复自己的视线 却没有任何反应 巴搭 直到脑袋掉在地上 看到身边他自己的无头身体 宗秦山才发觉自己的脑袋被人砍掉了 扑 陆然没有任何停顿 再砍掉宗秦山脑袋的下一秒 就将轩辕剑刺入了他的丹田 彻底粉碎了宗秦山最后的生计 呼 陆然缓缓地呼出一口气 转身就朝阶梯口走去 宗秦山已死 他要去布置九区黄河镇了 巴搭 宗秦的脚步横移 挡在了陆然身前 林宝眉头微皱 抬头看了眼陆然 陆然则淡淡地说道 让开 说实话 他对宗秦的印象还不错 于衷的人也值得敬佩 虽然陆然不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因为头脑太过简单 容易被洗脑 我爹 虽然不堪 但你杀了他 我要报仇 宗秦双眼死死地盯着陆然 那复杂情绪的背后 是滔天的恨意 就算宗云山再怎妖变态 宗秦也不会不认这个爹 而就在眼前 陆然杀了他爹 滚蛋 你不让 我就杀 陆然不耐烦地骂了一句 我不会让的 有种你就 刷 一剑挥洒而出 一剑朱仙的特殊能力 对金仙最为好使 宗秦如此近的距离 根本反应不过来 剑气逼近 暴体而亡 陆然收回轩辕剑 看也不看宗秦 倒在地上的尸体 直接绕开 牵着灵板而打算上去 但走到阶梯口的时候 听着整个密室四周 一声声虚弱的呢喃 他眉头一蹴 回头看去 这些女子 全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他们曾经都是仙人之境 但现在 修道根基已经毁了 浑身经络也被炸干 新鲜的几乎没有 先前宗秦就说过 最近事情多 宗云山很久没带人回来了 唐英若是最后一个 似乎是察觉到了陆然的动作 那些还能活动的女子 颤颤巍巍地匍匐在地 对着陆然的方向迟缓地磕头 随后一双双泛黄 毫无光泽的眼眸 就这么看着她 陆然忽然看懂了 那不是求救 而是求解脱 宗云山那老变态 似乎封印了他们的灵力 让他们连死都是一种奢望 哎 诸位 安息 陆然叹了口气 一脚跺地 哄 整个密室瞬间爆裂 狂躁的灵力 仿佛核弹一般轰然爆炸 从地底席卷而出 将下面这些可怜人 全都震杀当场 同时也震塌了密室上的穷顶 整个塌了下来 将他们埋葬 若然和陵宝则穿透地面 化为一道流光转瞬即逝 消失在天边 当天 一则消息炸响了地宫 四方侯之一的郑国侯被杀 其余三人胆战心惊 齐聚地宫 王上 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定是武神盟所为 武神盟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敢潜入皇城 杀我大前郑国侯 傅政龙和廖文山急切地说道 宗云山被杀 而且就在这大前皇城 他二人也害怕呀 反而是杜秀生 虽然满脸的忧郁 但心里却有些犯嘀咕 武神盟不是说十天后动手吗 怎么这个结果眼上 杀了宗云山 而且 杜秀生虽然街头人 和宗云山的街头人不同 但二人都是倒戈向了武神盟 这一点是没错的 武神盟没道理杀宗云山啊 他想不通 已经在查了 但对方既然是先军 杀了之后并未恋战 直接逃走了 想找到对方 几乎不可能 女帝神色淡漠地说道 翘脸上那一抹愁绪萦绕 他也烦躁 一定要预防武神盟 最近这段时间 我觉得武神盟不正常 廖文山神色凝重道 我会安排 三位若是害怕 就留在地宫 女帝并未多说 那之后 大前皇城护城大阵开启 内外大军 寻守增强三倍 皇城周边千里 涉前少营 严密不空 只是对郑国侯之死的调查 却没有什么线索 能杀郑国侯的人 至少也是先军 而且 有可能是高境界先军 第二天 九龙山 武神盟 盟主殿后的密林深处 一袭黑色锦衣 外表看着年轻 但眼神却老辣无比的楼军妍 正和另外一名妖娆的女子面对面 郑国侯宗云山死了 派去和宗云山接应的陈大山 不知所踪 这并非是我武神盟所为 楼军妍说道 你的意思是 有别的势力在插手 如果这样的话 攻占大前的计划 要不要取消 女子媚眼 清扫楼军妍 随后摇曳着款款妖枝 仿佛水蛇一般 贴在了楼军妍身侧 吐气如蓝 楼军妍却粗暴地将其推开 冷声道 计划照旧 有苍玉北界黄泉府助阵 加上你们敌荒妖族 此战必胜 女子幽怨地看着楼军妍 随即咯咯咯笑出了声 手腕一翻 一枚袖珍黑玉宝塔 出现在指尖 黑色的乌光 仿佛水流般阴晕缠绕 道 道也是 这弯妖塔内 我准备了百万妖族大军 可不比黄泉府那些臭道失弱 定住你拿下大前 陈大山猜测没错 楼军妍的确有了外援 而且不止北方地界的黄泉府 还有与下周接壤的敌荒妖族 此战 北方地界黄泉府 敌荒妖族 联合五神盟 三方势力共同攻占大前 同一时间 皇城之外的一个村落旁 路然将一把镇旗插在地面 连接好镇法主干 不多时 镇旗微微一闪 消失不见 这九区黄河镇果然繁杂 倒是时间充足 明天就差不多布置完成了 陆然默默计算着 随机四下看了看 随口选择签道 同时嘀咕道 今天没什么特殊情况 按照系统的尿性 应该就是普通签道了 可下一秒 叮 恭喜宿主 本次签道获得暴击 恭喜宿主 获得修为奖励新号石 恭喜宿主 获得先天古堡 炼妖狐 恭喜宿主 获得先法 八臂天鹏 啊 暴击了 陆然有些猛 意思我的猜测是错误的吗 陆然嘀咕道 本以为抓住了签道系统的规则 不久去黄河镇的这几天 签道也都没有暴击 就是普通签道 给了两颗没用的垃圾丹药和修为 但今天 陆然四下看了看 又看了看身边的领宝 后者也在看着陆然 四目对视 大眼瞪小眼 这今天也没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啊 怎么暴击了 陆然嘀咕了一声 开始查看签道奖励 反正暴击都是好东西 是没错的 这练妖狐拿在手里 入手并不沉重 似乎是金属镶嵌着 大块银蓝色玉石打造而成 玉石入手并无兵机之感 反而温润绵柔 整体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狐 更像是一个保护炉的造型 练妖狐 又称九黎狐 狐中自成一剑 可练化世间万妖 介绍简单 名字也粗暴明亮 摆明了 就是和妖族过不去 东西是好东西 就是没什么妖出来 让我练手 陆然嘀咕道 大哥 这啥 身边林宝忽然问道 陆然看了他一眼 发现林宝 看向练妖狐的时候 眼神似乎带着些许的畏惧 法宝 怎么 你认识 陆然好奇地问道 不认识 但这东西 让我感觉有些不舒服 林宝随口说道 哦 陆然一愣 但随后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当初林宝狂化的时候 外表看上去 是有点类似于扮妖的 也许对林宝 也有些许影响 也说不定 那既然如此的话 18岁之前 无论如何都死不了的离族人 练妖狐能不能杀死他们 想到这里 陆然将练妖狐拿起来 罩在林宝的脑袋顶上 催动法觉 当然不是尝试杀死林宝 只是看看有没有用 因为练妖狐已经认主 陆然清楚地知道 这玩意的能力 收妖 练化为精纯的妖力 可以培养其他妖怪 也可以转化为灵力自己用 但收了妖 是否练化 还需要陆然来操作 因为练妖狐还有一个能力 是练化万妖为己用 也就是收宠物了 林宝抬头看了眼练妖狐 在疑惑地看向陆然 嗯 陆然尴尬地将练妖狐拿开 他尝试过催动法觉了 没用 练妖狐也无法对离族人产生影响 顶多只是让他们不舒服 仅此而已 随后 陆然收起练妖狐 打算有机会可以去敌荒转一圈 敌荒妖族遍地 练妖狐大杀四方 收一波妖转化灵力 大补 接着就是第二个奖励 也是千道暴击很容易给的先法 八臂天鹏 一称天鹏咒 以咒术沟通九天神煞 欲使八臂大天鹏降临 辅助战斗 八臂大天鹏战力等同于先军 可随宿主境界提升而提升 哇 好东西 陆然下界千道十万年 归纳的好东西分类里 召唤类的绝对属于第一梯队 召唤物和神通武器之类的不同 可以自行进行战斗 完完全全地额外战力提升 且不影响陆然自己做其他的 更别说这召唤的八臂天鹏 还是先军境界的战斗力了 直接召唤一个先军辅助战斗 简直逆天 这样的话 到时候一箭双雕 就更是十拿九稳了 陆然满意地点头道 武神盟和大前王朝交火的主战场 就是大前皇城 战斗开始前 陆然会布置好九屈黄河镇 镇压诸仙 武神盟和大前有各自的大军 陆然的九屈黄河镇也可以镇压 即便是范围不够 也有阴兵虎服的百万阴兵助战 九转归翼 可以召唤九尊战神行天 百里方圆内肆虐乱杀 八臂天鹏 可以召唤八臂大天鹏 单个战力不弱于战神行天 就这么看的话 简直没有输的理由 只是陆然没想到的是 武神盟还请了敌荒妖族的外援 当然 这无所谓 因为陆然有炼妖狐 只是陆然还不知道 炼妖狐竟然也能起到大作用罢了 同一时间 九龙山 武神盟 楼君严的盟主殿内 以往习惯修炼的楼君严 这几天却心神不宁 静不下心来修炼 这么多年和大前水火不容 如今终于有机会拿下了 就算是先君致敬的他 也激动不已 这时 楼君严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猛地扭头 大殿门口 妖枝款款的妖族女子 一步一步走了进来 兰指 谁让你来这里的 楼君严不满道 怕什么 大前已然是囊中之物 不会出什么差错 后山太无聊了 我顺便介绍几个长辈给你认识 女子笑盈盈地说道 她便是和楼君严勾结的 敌荒妖族女子 猫妖一族的兰指 长辈 什么意思 楼君严眉头一皱 下一秒 兰指身后几缕青烟飘出 缓缓凝结为实体 不过眨眼间 三名妖娆的女子 就出现在兰指身后 楼君严双眼瞳孔然一缩 妖黄 楼君严心头大震 兰指和他勾结 但兰指本身只是妖王 他看中的是妖族大军 兰指本身并不重要 因为和大前到时候的激战 主战场其实是先军之间的博弈 妖王兰指不过等同于大罗仙 虽然武神蒙大罗仙也只有数十位 但多一个妖王兰指也大差不差 可现在 兰指身后的三名女子 全是妖黄 等同于先军的妖黄 这三位是我猫妖一族的长辈 我的三位姑姑 此战有她们助阵 我实在想不出输的可能性 兰指说道 三位姑姑虽然是老猫妖了 但外表看上去阴阴艳艳倒是生得漂亮 只是娄军妍没心思欣赏美貌 反而眉头微皱道 三位妖黄助阵 的确胜算很大 但你们 猫妖一族如此热切 只怕还有别的打算吗 文言 三位姑姑没有多言 而是兰指笑呵呵地说道 不要多心 敌荒僻嚷 我们猫妖一族和胡族这么多年的厮杀 也逐渐落了下风 如今有这个机会 让猫妖一族入住下周 大家互惠互利 岂不是更好 娄军妍这才明白 为什么猫妖一族这么热心要帮忙了 何着是打算将整个猫妖一族都搬过来 你们和胡族的恩怨 与我无关 但既然你们帮了我 这苍遇东方地界 自然有你们的落脚地 但你们要搞清楚 最终统领东方地界的 还是我娄军妍 如果你们宣兵夺主 应该知道后果 妖族是不允许离开敌荒的 娄军妍说道 我们自然知晓 你放宽心就是 猫妖一族 最讲诚信 拦指笑迎迎道 娄军妍心里冷笑 猫妖一族和胡族的恩怨 他有所耳闻 胡族擅长魅惑 而猫族擅长欺诈 比狐狸都诈 第五天 兰宗自服 经过几日的部署修整 兰宗已经初步稳定下来 随着消息的传播 不少兰宗弟子纷纷赶来 与此同时 大罗剑宗弟子 红叶楼弟子 以及费洛天的魔兵 支撑起整个兰宗的庞大弟子体系 义士厅 兰宗弟子聚集于此 当然 这些人都是陆然的徒弟 大罗剑宗和红叶楼的弟子 只是构成兰宗子府的普通弟子 眼下还不算是兰宗弟子 少英几人聚集在义士厅四周落座 主位空着 那是陆然的位置 而在主座旁边 则是陈大山 陈大山将唐英若送回来后 也大概说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这么说 武神门和大前要彻底撕破脸了 而且 大前王朝大概率是抗不过这一波的 少英沉应道 是这个意思 武神门这次的准备很充分 陈大山说道 那师父呢 师父他还在大前 少英继续问道 对 按照师父的意思 二虎争斗 必有一伤 他想找到机会 兰宗趁虚而入 如果能够渔翁之力 坐镇苍玉东方地界 兰宗的根基 才算是初步稳固下来 陈大山说道 但具体怎么做 他也不是很清楚 可是按照陈师兄的说法 武神门这次准备充分 即便是拿下大前王朝 本身也不会元气大伤 兰宗如今的规模 还不足以对抗武神门吧 少英担心地说道 我也是这个意思 但师父似乎有他的主意和办法 以我对师父的了解 他没有足够的把握 不会冒险的 陈大山说道 那倒也是 少英等人纷纷点头 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了 我遇到师父的时候 师父已经进阶仙军 因为他的法相是战神行天 本身的仙人领域也很强 同境界的仙军 是没人杀得了他的 陈大山说道 这句话一出 众人更是目瞪口呆 虽然他们这些徒弟 早就飞升了 当师父的陆燃 在下界晃悠了十万年 可后发先至 飞升十来天的陆燃 已经一路上窜到了仙军 那可是仙军啊 在别人身上 即便是妖孽天赋 也需要数万年 才能够爬到的境界 陆燃用了十几天就到了 而且法相极品 领域规则下人 仙军同境界几乎无敌 那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帮忙 少英问道 师兄你本身也是仙军 是可以帮得上忙的吧 陈大山文言 白首道 师父有交代 谁也不要去 如果需要帮忙 他似乎有搬让我们过去 具体是什么办法 就不太了解了 但师父既然说得出 自然做得到 大家在这里随时等候师父的消息吧 这么一说 大家才纷纷松了口气 师父既然这么说 自然有他的办法 距离五神盟和大前的对决 还有六天 我要回一趟敌荒 少英说道 师姐 你要回敌荒 干啥去 叶红一诧一道 班旧兵 师父的办法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我当初飞升 进入敌荒 加入了胡族 这些年来在胡族还是有些话语权的 最近和胡族敌对的猫妖一族 不知为何彻底沉寂了下来 胡族应该可以分出一部分 来助力兰宗 少英说道 倒也可以 敌荒胡族的名头 还是很大的 只是时间上 来得及吗 陈大山担忧道 足够了 敌荒接壤下周 和苍玉东方地界警灵 我当初就是直接从敌荒出来的 六天时间 绰绰有余 等我带着胡族回来 同样在兰宗子府 等着师父的消息 届时就用得上了 少英说道 眼下 兰宗日益壮大 兰宗弟子逐渐回归 但下周毕竟还是太小了 尤其他们现在还在苍玉 连苍玉东方地界都没出去 大批的兰宗弟子都还没有回归 想要帮得上陆燃 少英求助胡族 眼下的确是个不错的助力 费洛天原本打算回九幽 但九幽距离下周就远了 时间上来不及 也亏得他当初带着大批魔兵 招摇过市来下周 说来奇怪 早年在下周 妖族和魔族是不允许进入的 如若发现 下周统治者会安排清除 但这些年 似乎已经不管不顾了 否则也不会到现在都没人来管 陆燃这边 他和林宝来到了大前周边 距离官道不远的一个城镇 九区黄河镇的下一个镇旗位置 就在城镇里 大街上的人不多 大前官府这几天 也加强了对周边各个城镇的巡逻和布控 陆燃正打算 要去镇旗点安插镇旗 林宝忽然道 大哥 我想吃糖葫芦 嗯 陆燃扭头一看 前面拐角处 正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 正往巷子里走去 多半是要收摊 我看着剩下一串了 一般都是被挑完了 剩下一串不好的 要不 陆燃本想说下次的 但一扭头 正看到林宝从怀里掏出他的小本本 翻开其中一页 上面赫然有一条 亲自买一串糖葫芦 啊 这也算一院 陆燃的声音戛然而止 差一道 你没吃过糖葫芦 林宝摇头 当然吃过 小时候我娘给我买过 不过她很快就死掉了 我被赶出轻食阵后 就没什么机会买了 啊 那行 过去把那串买了 陆燃当即点头 谢谢大哥 林宝立刻开心起来 可就在两人朝着糖葫芦小贩 走过去的时候 另外一只小手 提前将那糖葫芦拿了下来 随手丢给老板一个零巾 啊 这就剩一串了 怎么还有人抢呢 陆燃眼睛一瞪 拉着林宝凑到跟前 发现抢走糖葫芦的同样是个小女孩 穿着红色的裙子 娇小的身体和林宝一般大 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看陆燃 再看看林宝 小女孩身边还跟着一名穿着锦衣长袍的老者 嗨嗨 丫头 这糖葫芦 转卖给我咋样 我出十倍的价钱 陆燃大方地说道 本想直接抢的 但人家一个小丫头 她堂堂仙君抢人家的糖葫芦 不太雅观 哦不给 小女孩眨了眨眼睛 直接摇了摇头 陆燃有些无语 不过这卖糖葫芦的 各个城镇其实都有 这个买不到 那就下一个倒也没什么 林宝也不急于一时 被人买了就买了吧 可没想到 那小女孩忽然冲着林宝咧嘴一笑 道 好可爱的黎族妹妹 嘿嘿 陆燃猛的一正 诧异地看向小女孩 她竟然能一眼 能看出宝 是黎族人 陆燃盯着小女孩看了半天 却发现 这小女孩没有修为 普通人 接着又看了眼女孩身边的老者 顿时双眼瞳孔骤然一缩 得益于天灵目的存在 老头的境界 陆燃一目了然 这老头 仙皇之境 仙皇八重天 宝倒是没察觉到什么 好奇地看着那女孩 也在疑惑对方 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她的身份 而那女孩 忽然踏前一步 走到了宝面前 腰身微微前倾 整张脸 几乎就要贴在宝脸上了 反而今的宝 后退了好几大步 我叫依依 夏依依 你呢 女孩并不意外 林宝的反应 继续笑着问道 陆燃则眼神 始终有意无意地 看向那名老者 只要对方稍有异动 陆燃立刻抓着林宝 施展的行线 虽然大概率在先皇面前 地行线根本就没有用 毕竟只是个普通神通 能够随机挪移的范围 只有千里范围 但好在 那老者并未有任何动作 只是看着身前的夏依依 那眼神 竟然带着一丝恭敬 林宝 林宝回了一句 哦这糖葫芦你想要 那 给你 夏依依大方的伸手 将糖葫芦递给林宝 林宝紧张地看看对方 再抬头看看身边的陆燃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他也觉得夏依依有点奇怪 回头去别的地方买吧 我们走 陆燃对林宝说道 此地不宜久留啊 转身离开的时候 陆燃的注意力 也始终关注着身后的老者 那可是先皇 先皇八重天 差两重天 就他娘的先帝了 下周还有这好人物 眼看着陆燃和林宝走了 夏依依性性地撇了撇嘴 下意识将糖葫芦塞到嘴里咬了一口 但随即就眉头微皱 扑的一声又给吐掉了 随手丢掉了手里的糖葫芦 接着说道 那就是陆燃了 没想到实力提升得这么快 飞升才不过十几天吧 老者抬头看了眼 猛地一愣 差一道 先君三重天 飞升十几天 从真仙境界提升到先君三重天 能一个快自来代阔 这简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啊 小主 既然已经找到陆燃 我们即刻回中周复命 老者恭敬地说道 难得出来一趟 眼下正有好戏上场 看看再说 夏依依摇头说道 言罢 一老一少就这样消失在原地 不留痕迹 陆燃小心翼翼地和林宝 来到正法基点 忽然发觉 神石之中 那老者的气息消失了 走了 陆燃稍微松了口气 大哥 刚才那夏依依 他怎么知道 我是离族人 林宝好奇地问道 鬼知道 以后离那种 奇奇怪怪的人远一些 陆燃嘱咐道 接着才随手拿出一个阵棋 判断好位置插在地面 连接阵法主干之后 将其引没 第九天 入夜 明日就是五神盟行动的时候了 大前地宫之中 女帝心绪不宁 四方侯其余三个 都已经被召集过来了 宗云山死后 皇城内外 都是我来不守 暂时没发现什么异常 傅政龙说道 宗云山死后 内外都是傅政龙来操持了 一旁的廖文山和杜秀生 则相对轻松 他二人负责清查百官 以及皇城内的风吹草动 王上放心 宗云山虽然死了 但也许并非五神盟所为 许是宗侯府的仇家也说不定 五神盟这段时间 几乎彻底消停了 以往的大小摩擦 最近也消失了 杜秀生开口说道 女帝看向杜秀生 后者心虚的眼神 有些许的躲闪 一旁的廖文山则道 就是这样才不正常 五神盟那群莽夫 刑事霸道 最近却按兵不动 多半是没别好屁 王上 绝不能掉以轻心 杜秀生才刚说完 廖文山就对了回去 这让杜秀生心生不满 但并未说什么 反正明日就是决战时刻了 届时五神盟大军来犯 大前基本顶不住 宗云山死了 杜秀生倒戈 只剩下傅政龙和廖文山两个先军 其余大前的大罗先 五神盟并不放在眼里 而且 五神盟还有外援 还占据了突袭的先机 加上杜秀生理应外合 来破坏护城大阵 大前的处境可想而知 女帝没有说话 而是缓步往落地台走去 红色凤袍在身后拖着 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躬身等待着女帝的指示 落地台前 女帝看着夜色下的大前王朝 硕大的皇城万家灯火 宁静之下 女帝却总有种焦灼的感觉 抬头看天 今晚有月亮 但被厚重的云层遮住了 滚滚阴云遮天 厚重的云层仿佛要压塌仓穹 盖在这大前皇城之上 有徐徐的风吹着 但空气却异常燥热 风雨欲来风满楼 女帝呢喃了一句 接着转身看向三人 道 皇城内外的巡守加强 大前周边所有的前哨战 加派人手 大前大军整顿待发 随时听我号令 三人心头一震 王上觉得有事要发生 傅政龙问道 内外巡守王上请放心 我一定不说好 这边杜秀生也道 我也安排了人手 加强护城大阵的运转和维系 若有意外 皇城也有充足的时间备战 王上请放心 但话音刚落 女帝却摇头道 护城大阵你们就不要管了 我会派人接手 什么 杜秀生心头一震 他原本计划 明天里应外合 直接破坏护城大阵呢 结果 女帝不让他接手了 王上这是何意 关键时刻 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如果我的人撤出 仅凭王上的人 难免 话没说完 忽然发现 女帝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杜秀生赶紧改口道 我只是担忧 行事紧急 想出一份力而已 王上恕罪 女帝则问道 你说的行事紧急 指的是什么 关键时刻 又是如何关键 杜秀生不敢抬头 身子微微一颤 赶紧道 方才太史侯所言 我也觉得有道理 那武神盟最近折服不动 可能真的有什么计谋也说不定 所以才会担心 好在女帝并未继续在这个话题上 多做纠缠 只是道 按照我的部署 去做便是 加强皇城内外巡守 增派前少战的防护 接管护城大阵部署 女帝许是真的感觉到了什么 而与此同时 九龙山 武神盟 楼君严已经集结了人手 浩浩荡荡的大军 在一个个巨大化的领宝之上集结 和苍穹之上的阴云融合在一起 浩浩荡荡往大前王朝而去 就从今晚开始 夜袭大前 凌晨 大前皇城 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 修仙者们入定修炼 管他苍穹之上阴云遮天 地宫内 女帝端坐在落地台前 凝视着外面的夜色长空 俯瞰皇城万家灯火 慕然间 一道身影裹杂着灵力洪流 直冲地宫而来 女帝瞥了眼 眉头微醋 不多时 一袭铠甲 手持宝色长枪的傅政龙 轰然落在地台 冲着女帝高喊道 王上 大事不妙 武神盟果然动手了 女帝双眼微微眯起 前方传来战报 燕北关数十座前少战 几乎同时失去消息 还有一些战报传来 前少战遭遇武神盟突袭 损失惨重 我已经让人部署前少战 突袭大体方向 和武神盟的行进速度 但只怕来不及了 傅政龙着急忙慌 急得满脑门都是汗水 王上 我这边去往前少战 阻击武神盟 傅政龙忍不住说道 不用 女帝淡淡地说道 可是 傅政龙憋不住 他安排出去的人 大多都是他麾下的 反而宗侯府那边 当初安排的人 是在城内外护持 武神盟深夜突袭 不会是小打小闹 最近的反常 便是因此缘由 只是我没想到 武神盟竟然会选择 这时候动手 只怕 是想今天拿下大钱 女帝说道 声音平静 却听得傅政龙脸色煞白 这不是小打小闹小摩擦了 而是武神盟动真格的了 就不要出去送死了 召集你能召集的所有部下 回退皇城 固守大钱 女帝有条不紊的安排着 同时 让人换料纹杉和杜秀生前来 眼下 大钱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这点战力了 很快 杜秀生和廖文山就来了 得知事情经过之后 两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杜秀生说道 武神盟憋了这么久 总算是要和我们彻底撕破脸了 我们不能不管 我建议出城迎战 不能弱了我们大钱的名头 文言 女帝秀眉立刻一皱 看向杜秀生 目光灼灼道 杜秀生 你不是愚钝之人 但这几日表现 是不是太过于异常了 瞬间 杜秀生的脸色 就变得难看无比 急忙道 王上勿怪 我也只是着急 毕竟不能坐等武神盟来犯 总要做点什么 女帝冷冷地一笑 说道 护城大阵在 大军退守皇城 武神盟一时半会儿也打不进来 但你却建议出城迎战 仓促之间 外出对抗准备充足的武神盟 这不是送死是什么 杜秀生脸色难看 道 是我冲动了 眼下这局面 的确应该退守保全 但这样待着也不是办法 不如我带人去加固护城大阵 预防出现问题 这话一出口 连傅正龙这个粗脑筋 都觉得不对劲了 这个结果眼上 杜秀生努力地想要表现 做点什么 但其实根本不用 女帝的人就在接管护城大阵 这杜秀生非要横插一脚 杜秀生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昨天就是如此 想要接管护城大阵 怕不是心里有鬼吧 廖文山在一旁冷嘲热讽道 胡说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杜秀生对大前忠心耿耿 你们怎可以如此污蔑于我 眼下五十门来袭 我也是 想为大前出一份力 杜秀生怒声道 廖文山还打算说些什么 但女帝抬手制止了他 他依旧眼神淡默地看着杜秀生 半想后才缓缓地叹了口气 道 杜秀生 当初你是如何当上中庭侯的 还记得吗 嗯 杜秀生一愣 看向女帝 你天赋不错 早些年我遇到你那次 你还是大罗仙 被人追杀 你的命是我捡回来的 大前能有今日 你也出了不少力 功劳苦劳 我都看在眼里 女帝说道 杜秀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神色有些挣扎 但依旧没有说话 你和五十门的勾当 我其实清楚 我也知道 五十门迟早要动手 但说实话 我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说 我说得起 只是觉得可惜 大前万年基业 就这么拱手让人 我也不甘 可总还是不希望 大前臣子被赐于我 女帝说话很直白 简而言之 你杜秀生倒戈 我早就知道了 不愿意搭理你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可惜到头来 没啥用 杜秀生急切地想要接触 护城大镇 目的可想而知 他已经不在乎大前了 而是在乎 自己如果没有什么贡献 没有理应外合 到时候 五十门许诺 他的好处怎么兑现 廖文山和傅政龙 在一旁看得震惊 没想到杜秀生已经倒戈了 更没想到 女帝什么都知道 难怪昨天 女帝忽然要全权接管 护城大镇 内外防守 也由傅政龙负责 甚至连监察百官 也是廖文山的事情 杜秀生已经被架空 人未踩死 鸟未失望 你不能怪我 杜秀生咬了咬牙 忽然一个飞身后撤 手中一把折扇 豁然散开 绽放着寒芒 杜秀生整个人 则化为一道流光 朝着城外电射而去 想跑 傅政龙一声大吼 就要追出去 女帝却没有丝毫反应 只是静静地看着 与此同时 搜 一道黑影从女帝身边闪过 仿佛鬼魅一般 忽然爆发的速度 让傅政龙都吓了一大跳 那黑色流光 在空中一闪而过 正飞顿而走的杜秀生 仓促间扭头看了眼 等到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黑影划过 无声无息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重新回到地宫 哒哒 一个东西被他随手丢在地面 竟是一名身穿黑色 霓裳的漂亮女子 黑发 黑童 平淡的表情 那不是冰冷 更像是对世间万物的漠视 傅政龙和廖文山 脸色煞白地 看着地上那个东西 那是杜秀生的头颅 一个仙君 就这么死了 这黑衣女子 好恐怖的实力 传闻女帝身边有爵士高手护持 如今看来 却有此事 能直接秒杀仙君 杜秀生到死 连法相都未来得及寄出 这黑衣女子 莫非是先皇之境 女帝看也不看地上杜秀生的头颅 略显疲累地呼出一口气 道 你二人去吧 退守大前 能守则守 守不住 女帝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 但也看得出她的无力 说到底 大前的发展 还是不够 能打的 也就这么几个人 死了一个宗云山 杜秀生倒戈 能用的人越来越少 武神盟准备充足打过来 大前当真没有任何办法 城内 路然和林宝 在酒楼里休息 察觉到什么般 路然趴在窗口 看向天空 仙君的气息 转瞬即逝 很快就结束战斗了 不会是武神盟 已经打过来了吧 不是明天吗 路然有些犯嘀咕 九区黄河镇已经布置好 阴兵虎服也随时可以召唤 就等着两方人马齐聚皇城 路然一锅端 接着将兰宗子府搬过来 坐镇苍玉东剑 沉淫了几秒 路然嘀咕道 估计是来打头镇的 好戏 要来了 和路然预料中不同的事 当晚 武神盟的人并没有打到皇城来 但大前境内的战报 不断地送到大前帝宫 大前七城前哨战 全部被毁 武神盟没有抓俘虏 而是将所有大前将士 全部击杀 其余多数将士 已经退守皇城 武神盟很快就要杀到了 护城大阵全力运转 目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天亮了 天边朝阳出生 但并未完全绽放 就被阴云再次笼罩 大前疆土 被昏暗的天空覆盖 狂风呼啸 地宫之上 女帝神色疲累 落地台前看着远处的天边 一言不发 身后傅政龙和廖文山满面愁容 毕竟武神盟就要杀过来了 与此同时 大前王朝的满朝文武 也全都聚集在了地宫 虽然文官也不守 但能在大前当职的文官 本身也都是仙人 只不过没有四方侯实力那么强 都是大罗仙而已 而除了大前皇城之外 外部疆域已经基本 被武神盟全部接管 这次武神盟准备充分 白石汹汹 加上大前兵力退守皇城 武神盟几乎没有耗费多大的气力 就杀了过来 但即便如此 沿途遭遇的所有前少战 阻挡将士 也全都被武神盟杀了 一个不留 他们的目的是 占领大前 至于大前曾经的将士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 天边 阴云开始翻滚 仿佛沸腾了一般 天地凌压疯狂的躁动 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 从天边急速而来 浩浩荡荡 女帝眼神扫过 缓缓开口道 来了 岩霸 女帝低头看向地宫 硕大的岩武场上 聚集了地宫现在 所能聚集的所有高端战力 大罗先数百人 真线 上线 金先数千人 普通兵力 仙人之境之下的那些修仙者 已经不重要了 再多的数量 也影响不了战局 今日 是仙人之战 傅政龙 廖文山 你二人协同满朝文武 镇守皇城 切记不要出城迎战 女帝吩咐道 是 官员们纷纷拱手接令 傅政龙担忧道 王上 只是守的话 总有被破阵的时候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女帝道 守着便是 似乎女帝还有什么办法 但却并未多言 于是 傅政龙和廖文山 以及满朝文武 带着大批仙人 乌泱泱一大片飞了出去 大前皇城内 无数人抬头看天 即便是再傻的人 也大概猜到了什么 流言四起 听说是武神蒙杀过来了 这都逼到皇城了 镇国猴死了 四方猴剩下三个 能顶得住吗 看这架势 怕是满朝大将 全都出动了吧 这要是被武神蒙破城而入 我们这些人 岂不是都要死 今日 大前要完了 九楼内 路然抬头看天 双眼微微眯起 道 开始了 对面的林宝 睡了一晚上 神采奕奕 他可不管打不打的 正在大块朵頤的吃烧鸡 大早上吃烧鸡 也算是独一份了 大哥 给你 嘴里塞满了食物 还递给路然一个鸡腿 路然随手接过 砍了一口 撇嘴到 调料差了点 说话间 路然感应自己的九区黄河镇 武神蒙的大军 逐渐进入大阵范围 又吩咐店家 给上了点酱牛肉 和林宝一边看戏 一边等着双方人马 互相厮杀 帝宫内 女帝并未和众人一起出去 而是看着空荡荡的帝宫 转身朝帝宫深处走去 黑衣女子紧紧地 跟在女帝身后 不多时 来到寝宫后的一处大殿 这里没有人看守 但却是帝宫绝对的境地 女帝站在大殿门口 匆匆欲止在空中划过 复杂的静置纹路 大殿的两扇大门微微一震 随后徐徐打开 要说这青天白日的 两扇大门打开 却看不到大殿内部的场景 只有一股热浪散溢而出 扑面来 那仿佛不单单是温度高 而是一股热流 容身入骨 女帝抬脚 走向大殿 这时 黑衣女子忽然伸手 抓住了女帝的手腕 女帝回头看去 四目对视 黑衣女子向来 鼓紧不拨的脸上 此时竟然浮现出 一抹心疼和不舍 女帝的目光则柔和了下来 拍了拍黑衣女子的手背 道 银月 你也去吧 大殿 不能让 说完 正开黑衣女子的手 一步一步走进大殿 两扇石门咔咔地关闭 滚滚热浪 也就此消散了 黑衣女子深深地望着 大殿紧闭的石门一眼 这才转身 消失在原地 大殿皇城正门之外 大军压境 但并未继续往前 被护城大政给拦住了去路 天空中黑压压的大片人马 虎视眈眈地看着下方的大殿皇城 最前面的楼君妍 脚下是一根巨大的布满了 暗红色纹路的长矛 长矛向四周散发着雄昏的灵力 拖着身边一些人 武神盟的五位统领就在身边 原本该是六个 少了一个陈大山 除此之外 还有拦指和三位姑姑 以及猫妖一族的高手 另一边 则是一伙穿着黄黑 相见道袍的道士 道士带头的是一名 长相丑陋的中年人 双眼尖细 阴勾鼻 伸手捋了捋粮撇小胡子 感叹道 总算是来得及时 楼君妍 你可没和我说 你还有敌荒妖族的帮手 楼君妍瞥了眼对方 淡淡道 李玉峰 你也没告诉我 你就带了这么点人过来 我给你的好处 就值这点 这李玉峰 就是黄泉府府主 仓欲北界的王 爹妈给他这个名字 多半是想让他玉树临风 可惜长残了 李玉峰尴尬地挠了挠头 看了眼身边 的确 他就带来四个人 这四人还不是仙君 只是大罗仙 大罗仙楼君妍看不上 武神蒙怎么着 也有数百个大罗仙 不缺他这四个 合着黄泉府 就来了一个府主 你这就误会了不是 我带这几个人 可不是来帮你对付大钱的 只是我的随从罢了 李玉峰道 所以 就你一个人来 楼君妍反问 他当然不满意了 且不说许诺给北界黄泉府 事后的好处 这之前给过的 也绝不至于就让李玉峰 一个人来帮忙 太寒碜了 李玉峰动不动手 都还不好说 合着就来看戏 简直就是敷衍 别慌 我这一趟 是带着我黄泉府 智宝来的 李玉峰说到这里 满脸的得意 智宝 是什么 楼君妍问道 六臂天师王 李玉峰呵呵一笑 手心出现一个 黑色的小御人 立刻 楼君妍的眼睛就亮了 黄泉府能够坐稳北界 凭的 就是黄泉府 温养数万年的 六臂天师王 李玉峰这一波倒是舍得 竟然还真的拿出来了 半空中 楼君妍伸手 一股灵力呼啸而出 但却被护城大阵给拦住了 与此同时 受到攻击的护城大阵 也微微浮现出了原本的样子 一层半透明光照 笼罩在整个大前皇城之上 无数古怪的符文 仿佛活物一般 在护城大阵之上流转 大前的护城大阵 强度很高 召回大量将士退守皇城 避免了大面积伤亡 但大片疆域却拱手让人 女帝倒是懂得取舍 楼君妍呢难道 本以为这一趟会有不小的阻力 但却长驱直入 看来是我高看了大前 拦指在旁搔手弄姿地说道 虽然不如狐族那么有魅惑 但猫族的优雅身姿 却能瞬间勾起男人心底 最深处的浴火 就连黄泉府的一群道士 都看直了眼 拼命地吞咽口水 拦指见到此景 更是笑得花枝乱颤 波涛汹涌 李玉峰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发觉拦指的眼神扫了过来 急忙转头看向皇城 道 大前就剩下这弹丸之地 护城大阵又如何 不过是问中之鳖 他们能躲多久 这护城大阵 只怕是连我黄泉府的六臂天师王也挡不住 说话间 大前的人已经大批赶到 在城墙上排排站 和武神盟对峙 平都侯傅正龙 太史侯廖文山 怎么不见中庭侯杜秀生 和镇国侯宗云山 楼君严笑呵呵地问道 反而不着急动手了 武神盟大军压境 大前已是囊中之物 身边有敌荒妖族助力 又有北界黄泉府的六臂天师王 如今在看到大前就这点人出来 先军也只有廖文山和傅正龙两人 楼君严更是差点笑出声 甚至觉得自己 这周密的计划 有些搞笑 连助力似乎都用不着 直接杀过来 都能稳稳拿下大前 面对质问 傅正龙和廖文山 脸色铁青 却并不回答 反而是楼君严身边统领说道 盟主有所不知 那宗云山已经死了 可惜了 怎么说也是大前郑国侯 怎么就暴毙了呢 至于杜秀生 他们没有提及 可能是觉得 是杜秀生在内影 暗地里搞破坏去了 却不知道 杜秀生已经被斩下头颅 死了 这样 失去了郑国侯这一员大将 大前如何能敌我武神吗 楼君严阴阳怪气地问道 傻子都看得出 楼君严早就知道 宗云山死亡的消息 苍玉东方地界 历来都是我大前王朝执掌 你武神盟横插一脚 大前没找你们算账 你们反而侵犯而来 田不知耻 廖文山怒吼着指责道 但楼君严却只是呵呵一笑 道 圣者王 败者寇 千百年来不就是如此 大前坐镇东方地界这么久 是时候 让让位置了 说完 眼神四下扫过 继续道 如此紧要关头 怎么不见你们大前女帝 他人陷在何处 该不是躲起来了吧 诱惑者 跑了 大胆 我大前女帝 岂能被你如此萧小之被揣测 傅政龙大声呵斥 既如此 为何不见 楼君严问道 双方还在嘴炮 酒楼里 陆然趴在窗口看得真切 得益于这酒楼的位置 正好可以从下而上 看到双方人马 陆然有些无语 道 杀都杀过来了 直接打呗 有啥好墨迹的 他还等着双方互相消耗战力呢 可结果 就只是打嘴炮 二位位列仙君 修行不易 既然女帝不在 我楼君严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打开护城大阵 投靠我武神盟 届时 大前还是大前 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 我们共同经营武神盟 制霸东剑 岂不爽快 楼君严开口喊道 原来如此 打着这个目的的 那些杂兵杂僵 楼君严无所谓 但四方侯 随便一个都是仙君 这可是绝对的人才啊 如果能三言两语 拿下两个仙君收入武神盟 哪怕不算敌荒妖族 武神盟和苍玉其他三界对话 也更底气十足了 想我二人投靠你武神盟 想屁吃 大前绝不想让 傅政龙直接骂道 但廖文山却神色古怪 眼神微微闪烁地看着楼君严 似乎在犹豫 能修炼到仙君 这廖文山再怎么古板 也有点脑子 眼下 大前示威 武神盟都杀到脸上来了 而且看着架势 护城大阵根本就顶不住 女帝不知道去干啥了 也许是准备什么底牌去了 但那底牌 能对抗得了现在的武神盟 他可是看得清楚 北界黄泉府的李玉峰 就在楼君严身边 而大前这边 能打的仙君 也就剩下他和傅政龙两人了 护城大阵抵挡不了多久 破城之后 他和傅政龙的下场 可想而知 今日 是必死之局 唯一活命的机会 就是倒戈武神盟 更何况 女帝到底是不是去准备底牌 都还不好说 万一真如楼君严所说 是躲起来了 或者逃跑了 那才尴尬 女帝都跑了 剩下他和傅政龙 在这里拼老命 那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这样一想 廖文山就更加易动了 但看傅政龙神色愤慨 身边这么多大前部下 廖文山有些不好意思 直接归降 楼君严似乎一眼 就看穿了廖文山 傅政龙这个人 脑子直 于衷 不太好拿下 但这个廖文山 有搞头 如果能顺利拿下 大前能打的 也就只有一个傅政龙了 简直可怜 于是 楼君严继续说道 你们也看得出 我武神盟这次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说完 错身一指身边的李玉峰 道 这位你们应该认识 北界黄泉府辅助李玉峰 李玉峰咧嘴一笑 奸细的眼睛微微眯起 道 东界这么多年混战 武神盟和大前水火不容 太乱了 是时候统一了 我北界认为 武神盟来坐镇东界 最合适不过 说完 还摊开手 装逼式的 展示了一下手里的御人 这是我黄泉府的六臂天师王 足以对付你二人 其他杂鱼 我们更不放在眼里 大前今日必败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希望你们珍惜 文言 廖文山心头一颤 黄泉府连六臂天师王都拿出来了 这大前还有何胜算 护城大阵被迫之时 就是大前覆灭之时 路然看得津津有味 伸长了脖子 才看清楚 李玉峰手里的小御人 好奇到 且抛开九区黄河镇的镇压效果不谈 不知这六臂天师王 和我的八臂大天鹏 熟强熟弱 正想着 楼君炎继续介绍到 右边这几位 则是敌荒猫妖族的大能 三位妖皇在此 说的自然是 蓝指身后的三位姑姑了 别看他们三位风姿绰约 一个个熟透了的蜜桃一般 那可是这儿八斤的妖皇 这次 连傅政龙的脸色 都难看无比 三位妖皇 加上黄泉府的六臂天师王 还有五神蒙的五位先军统领 楼君炎自己也是先军 这让大前怎么抵挡 偏偏这时 蓝指似乎是看楼君炎没有提及他 有些不服 抬手亮出一座玲珑袖珍古塔 念道 我这万妖塔内 还有百万妖族大军 破城之日 便是万妖开饭之时 二位可要想好自己的后路 闻言 傅政龙都沉默了 廖文山看向楼君炎的眼神 都变得友善了起来 唯独有一人 兴奋异常 那便是酒楼里正在看戏的路人 三位妖皇 那小塔内 还有百万妖族大军 路人兴奋地呢喃道 手腕一番 练妖狐出现在手中 这玩意 有大用了 百万妖族 大补啊 傅政龙 廖文山 话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局势你们也看得到 二位如何决定 展示 已经展示过了 现在 是看两人决定的时候了 只要这二人倒戈 五神蒙就多了两位先军 而大前 就只剩下女帝一个光感司令了 甚至 女帝现在 都还没露面 如果女帝不出现 这二人在倒戈 大前 就只是个空壳 破了护城大阵 大前 唾手可得 无需多言 我傅政龙与大前 同生共死 傅政龙第一个大吼道 楼君严眉头微皱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执迷不悟 反而是一向刚正不阿 替大前 监察百官 铁面无私的 廖文山 陈生道 我愿意归顺五神蒙 瞬间 傅政龙扭头 看向廖文山 赫道 廖文山 你个狗贼 你是不是疯了 廖文山扭头 看向傅政龙 道 人未才死 鸟未失亡 杜秀生说的没错 我苦修数万年 为了大前兢兢业业 我不该死 不该死在这里 但话说完 廖文山 忽然又想到了 杜秀生的下场 顿时心头一紧 猛地扭头 看向四周 仿佛是先君的第六感 感觉到了什么 廖文山 豁然抬手 一根毛笔法宝 出现在面前 接着 问 一尊通天彻地的儒家法香 出现在身后 大如法香 不错 不错 娄君严满意地点点头 虽说廖文山 在战力上不如镇国侯 但大如法香 可以操控天地浩然之气 也算极为稀有了 可此时 廖文山满脸都是惊恐 祭出法宝和法香之后 整个人毫不犹豫地 朝着地宫而去 护城大阵的核心 就在地宫 女帝的人 在护持着护城大阵 廖文山只需要过去清场 就能从核心破坏护城大阵 他虽然决定倒戈 但眼下 护城大阵还在 城外的武神盟进不来 城内的他也出不去 但女帝身边的神秘女子 还在城内 如果不赶紧打开护城大阵 寻求武神盟的庇护 等到那神秘女子出手 他就废了 他不觉得自己 比杜秀生强大多少 可就在他动身的一瞬间 一道黑色魅影 自地宫而来 半道上就将他截住了 虚空中 银月神色淡漠地 看着廖文山 没有法香 没有狂躁的灵力波动 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般 虚空而立 面对着廖文山的大乳法香 仿佛皮肤汗术 又如一介凡夫 面对巍峨山岳 可廖文山的身子 却狠狠地抖了抖 动作戛然而止 同时大吼道 楼君严 破阵 速速破阵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着 楼君严疑惑地 看向那名黑衣女子 有些奇怪 这么多年搜集到的 大前资料之中 似乎并没有着 黑衣女子的资料信息 但既然能让廖文山 如此恐惧 就肯定不是拥手 统领陈大山已经失踪 好不容易拉拢了 一个先军回来 可不能冒险浪费了 于是 楼君严陈寅道 破阵 简单的四个字 接着 妖族三位姑姑 以及个大统领 纷纷拔地而起 半空中展露自己的法香 如一尊尊天神般 处立在护城大阵之外 猫妖一族的三个姑姑 也同样如此 妖圣血脉显露 几尊缠绕着黑色妖气的 巨型猫妖 在三人身后浮现出 下一秒 集体对着护城大阵 开始狂轰滥炸 各种神通裹砸着灵力 妖力 不要前世地砸出去 护城大阵看似坚不可摧 但在这帮人的权力轰击之下 疯狂地震战着 岌岌可危 楼君严的注意力 一直放在那黑衣女子的身上 在他面前 廖文山洞也不敢动 小心地助力在半空 身后的大乳法香双手抬起 天地浩然之气 汇聚成长河 缭绕周身 完全防御 攻击黑衣女子 开玩笑 廖文山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只想活着 面对能秒杀杜秀生的黑衣女子 他早就肝胆剧烈 同为仙君 他太清楚杜秀生的实力了 能让杜秀生 没有丝毫反应地被秒杀 他绝然不是这黑衣女子的对手 酒楼里 洛然和林宝趴在窗口 伸长了脖子看戏 这姐姐是谁 看上去好厉害的样子 林宝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但好像不是人族 洛然嘀咕道 他有天灵墓 可以一眼看穿廖文山的境界 是仙君二重天 和宗云山一样 但这黑衣女子 他却看不透 不是因为对方境界太高 而是有种特殊的阻碍 仿佛迷雾一般 天灵墓不好使了 虽然说天灵墓拿到手也没多久 但一直以来都不会出什么问题 唯一一次出问题 是在灵板的身上 他看不透离族人 而现在 这女子的身上 同样有那种感觉 但这女子 显然不是离族人 甚至 连人族的气息都没有 半空中 眼看着武神盟开始破阵 廖文山稍微松了口气 大喊道 我与阁下无冤无仇 我倒戈武神盟 也是无奈之举 你不必与我为难 眼下武神盟破阵在即 你更应该担心的是武神盟 但和之前一样 女子依旧一言不发 看了看正在破阵的武神盟众人 再看看廖文山 双手微微张开 刷 两道寒芒出现在女子的手中 那是 匕首 两把通体乌黑的匕首 出现在女子的手中 泛着寒芒 但女子依旧没展露法香 廖文山身子微微一震 大概杜秀生的脑袋 就是被这玩意给割下来的 搜 女子亮出匕首的瞬间 整个人仿佛化为一团黑雾 飘向廖文山 速度快若闪电 待 廖文山大吼一声 给自己壮胆 与此同时 身后的大乳法香脱离身体 一个前冲 将廖文山护在胸前 两只大手摊开 上面裹杂着赤白色高度压缩的天地浩然之气 混合着天地凌厉洪流 朝着女子的身形狠狠地夹击 就像是双手拍蚊子一般 女子察觉到了 但却没有改变自己的动作轨迹 就这么生生地 被两只手掌狠狠地拍中 廖文山心头一喜 重了 但脸上的喜悦表情 还没完全浮现 就忽然凝固 大乳法香的双掌之间 女子双手平伸 两只匕首冲外 生生地卡在大乳法香双掌之间 无论大乳法香如何用力 南静分毫 廖文山脸色大变 这尼玛都没用 要知道 这女子现在都还没有显露她的法香 但却能如此轻松地抵挡廖文山的攻击 廖文山下意识往身后缩去 女子的双手胳膊 撑着大乳法香的双掌 身体微微一震 搜 如泥丘一般穿梭而过 大乳法香的双掌核实 但已经没用了 反应过来的廖文山 果断化为一道流光 朝着武神蒙冲去 嘴里大喊 破阵 破阵啊 再不破阵 她就真的要隔屁了 而大乳法香 则被她留在了原地 用来纠缠黑衣女子 拖延时间 想法是美好的 但现实却让廖文山堕入深渊 身后的黑衣女子 瞅准了廖文山的动作轨迹 黑色魅影在空中划过诡异的弧度路线 那大乳法香的所有攻击 连带着天地浩然之气 都全部给女子轻巧地躲开 鲜尘不染 廖文山仓促间回头看了眼 发现法香没能拖住对方 反而女子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转瞬极致 吓得她差点尿出来 吓在此时 咔 护城大阵之上 一道巨大的裂痕 猛然乍现 接着 哄 以裂口为中心 整个护城大阵就此爆裂 消散 化为虚无 大前的护城大阵 在这么多大佬的狂轰烂炸之下 竟然如此不堪 傅政隆脸色煞白 望着近在咫尺的武神盟大军 心如死灰 甚至都没心情去关注廖文山的结局 只是抽出自己的长枪 一尊神将法香在身后乍现而出 带领着自己的部下 准备死守皇城 而廖文山 在看到护城大阵破碎的一瞬间 兴奋地大喊道 武神盟护我 炎霸 速度仿佛又提升了几分 楼君炎原本打算做些什么的 但一抬头 就看到那黑色魅影 已经贴在了廖文山的身后 廖文山牙字欲裂 不要前世地爆发自己的灵力 全方位死守 只要活过这几秒撑下来 有武神盟保护 他就死不了 可惜没用 护体钢器仿佛纸糊的一般 被匕首轻易划开 扑 一只匕首 直插廖文山的丹田 伴随而入的是一股诡异的特殊能量 将丹田内的灵力搅碎 另一只手匕首 则顺势上滑 刷 割下了廖文山的头颅 要说先人之境 而且是先军的廖文山 即便是被攻击到了丹田 即便是被砍下了脑袋 也有办法重塑肉身 但在这黑衣女子的攻击之下 却似乎一切手段都没用 大乳法乡在空中凝固 随后无声无息地消散 廖文山的脑袋也没人管 掉落在地面 丹田内的灵力洪流 狂躁地喷发而出 浮动着黑衣女子的霓裳 烈烈舞动 一对匕首微微翻转 黑衣女子的眼神 看向楼君严 后者吓了一大跳 这黑衣女子是谁 实力如此恐怖 简直是碾压的姿态 杀了廖文山 他楼君严对上这黑衣女子 也是心里甚得慌啊 刷 黑衣女子瞅准目标 完全不顾其他人的存在 化为黑色魅影 朝着楼君严而去 李玉峰 动手 楼君严大吼 同时 几件护身领宝 不要前世地丢了出去 甚至 就连脚下的血色长枪 也被楼君严召回 一把抓在手里 双眸死死地盯着 那飘来的黑色魅影 关键时刻 一个小物件被丢到了半空 挡在了黑衣女子的去路 是那个黑色小御人 女子察觉到了什么 动作戛然而止 下一秒 砰 一尊身形巨大 比法相还要大上 一倍的六臂天师王 仿佛铁塔一般 坠落人间大地 出现的一瞬间 一记重拳轰出 没有灵力波动 简简单单的一拳 但却轰得那黑衣女子的身体 仿佛苍蝇一般倒飞而出 重重地砸在地面 滑出去好长一段距离 沿途一排排的皇城建筑 都被摧枯拉小的冲击力 撞塌了一大片 李玉峰哈哈大笑 单手掐着硬绝 朗声道 一力破万法 大前能有姑娘这般才人 实属难得 但姑娘你 可过得了我皇权府这一关 酒楼里 路然和灵板看得兴奋 尤其是看到六臂天师王一拳 将黑衣女子轰飞 撞塌了一大六建筑的时候 一大一小大眼瞪小眼 幸好装的不是酒楼这一排 路然说道 是的没错 林宝表示同意 接着 两人看向黑衣女子的方向 但因为有建筑挡着 看不到 她死了吗 林宝问道 没死 而且 毫发无伤 路然沉吟道 她的神识可以覆盖 察觉到女子的气息 虽然依旧看不透 但却能感受到 女子气息的稳定 这更让路然想起了她当初为了检测 离族人的特性 一拳轰飞灵板的时候 但在路然的感应中 这女子的气息和离族人天差地别 不可能是离族人 而 除了离族人之外 还有什么种族是不死身 路然好奇地问道 但灵板只是迷茫地摇摇头 她的见识和飞生没多久的路然差不太多 路然飞生没多久 啥也不知道 灵板年幼 同样啥也不知道 继续看 好 两人一人嘴里塞了块牛肉 继续看戏 原本在路然的设想中 大前这一波 基本是完败了 武神盟可以碾压之势 拿下大前 可现在看来 似乎有些变数 廖文山虽然死了 女帝也不在 大前眼下就剩下一个傅政龙 就这么一个仙君了 但却有这么一个神秘女子 能够秒杀仙君 绝对的优势秒杀 不过情况也不容乐观 黄泉甫的六臂天师王 也不是开玩笑的 路然扭头看去 那比法香还要大不少的六臂天师王 仿佛远古巨人一般助力着 和法香不同的是 这玩意 完全就是实体 而不是法香那样的意念能量体 这天师王身材壮硕 六条手臂粗壮 浑身虽然化浓掌窗 还伴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恶臭 可真是够臭的 路然嘀咕道 面前的牛肉都不香了 感觉不到天师王身上的灵力波动 在联想李玉峰先前所说 一力破万法 路然大概懂了 这玩意就是个僵尸 只不过身体强度 力量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可怕的程度 气息无法感应 因为本身是不具备灵力的 完完全全的物理碾压 廖文山的大乳法香 都无法破防的黑衣女子 却能被这玩意轰飞 可想而知 这天师王的实力有多恐怖 对战先军 绰绰犹豫 难怪能成为北界黄泉府的底牌 和至宝了 这架势 我的八臂大天鹏 不知道拿不拿得出手了 骆然好奇地嘀咕道 与此同时 楼君严微微松了口气 看着眼前的天师王 心里也是震惊 早听说北界黄泉府的六臂天师王 恐怖非常 现在看来 果真如此 这一拳下来 只怕是他楼君严也难顶 身边几个统领 也都看得眼前发亮 有这玩意助阵就是好啊 甚至就连猫妖一族的三位姑姑 以及兰指 都看得神色名重 他们实力足够强了 但没想到 光是北界黄泉府 就有这么一手 李玉峰很满意众人的反应 得意道 诸位放心就是 这姑娘虽然诡异 但由我黄泉府来镇压 难成气候 那副阵龙 你们就随便收拾了吧 廖文山死了 有点可惜 女帝不在 大前如今就只剩下一个傅政龙 只要杀了傅政龙 大前就是囊中之物 要杀傅政龙 太简单 区区一个仙军 武神蒙这么多仙军围攻击火 傅政龙也基本就是被秒杀的份 大前 拿下 可忽然 废墟中 黑色身影再次拔地而起 踩着虚空一步一步走出 脸上依旧没有表情 只是淡淡地 看向那六臂天狮王 接着毫不犹豫地 就冲了上去 唉 实力还可以 脑子有点直 陆然惋惜道 这六臂天狮王 玩的是物理 身体强度可想而知 怎么能硬碰硬呢 刚才那一拳来得突然 仓促 现在回过神来了 绕开去后面杀仙军啊 怎么跑上去 和六臂天狮王开打了 你不杀仙军 我这渔翁 怎么得力呢 被六臂天狮王拖住 耗着 傅政龙一死 大前就彻底没了呀 至于那还没出现的女帝 陆然合计 多半是跑了一惊 这局面 如果陆然是大前的大将 也早跑了 连夜跑 正想着 喷 女子刚冲上去 六臂天狮王就一拳砸出 女子又飞出去了 这种极致的力量爆发 就算是那女子扛得住不受伤 却也接近不了 仿佛拍苍蝇一般 你来我往 你死不了 却也只能被当球一样拍来拍去 古怪 这姑娘到底是什么人 身体强度 怎么如此恐怖 李玉峰看了会儿 疑惑地嘀咕道 六臂天狮王出场 效果是不错 但一来二去的 却始终无法 杀死对方 这让李玉峰有点没面子 简直像是在过家家 看不出 也无法感应对方身上的灵力波动 难道是有仙宝护身 蓝指在一旁好奇地说道 仙宝就想在我黄泉府的六臂天狮王手里 安然无恙 怕是想多了 李玉峰不满的皱眉说道 也许是古宝 楼君言开口道 此言一出 瞬间 在场众人都是眼前一亮 古宝 他们连古宝的面都没见过 如果这姑娘身上真有古宝 拿下这姑娘 再拿到古宝 看着这无敌的防御效果 简直献杀众人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动手吧 先杀了傅正龙 拿下大钱再说 李玉峰提醒道 六臂天狮王是李玉峰来操控的 这么话 他也疲了呀 那女子无论如何都打不死 甚至受伤的样子都没有 就这么耗下去 六臂天狮王是很强 但李玉峰总有耗光灵力的时候 对方打不死 他耗不过呀 动手 拿下大钱 楼君言手中长枪一挥 杀了傅正龙 苍玉东剑 再无大钱 城内所有人 全杀 屠城 武神盟要彻底接管这里 重新建立秩序 皇城内的原住民 难以分辨多少人是墙头草 多少人是死忠于大钱的 全杀 最为稳妥 干净利落 说完 楼君言看向蓝指 以及蓝指身后的三位姑姑 意思很明显 你敌荒猫妖 想要再东界立足 是时候表示一下诚意了 三位姑姑吟吟一笑 并不拒绝 这种局势 简直就是白茧 三位妖皇 杀一个傅正龙 可太简单了 妖族修炼比人族难得多 但同境界之下 也更强大一些 傅正龙虽为先君 但也只是先君而已 一位妖皇就能缠住傅正龙的法乡 其余二人 击杀没有法乡的傅正龙即可 至于傅正龙的先人领域 三人并不放在眼里 先人领域依赖于法乡的品级 傅正龙的法乡 只是一位普通神将 并不出色 此时的傅正龙 紧张无比 面如死灰 他愿意为大前而死 但修行数万年 如今面临必死局面 他也害怕呀 但即便如此 手中长枪 依然死死地抓在手里 不肯让路 看得路然都忍不住暗暗点头 道 这种人 倒是难得的人才 必死之局 只需要低头倒戈 就能保全数万年的修为 留下命来 但他竟然放弃了 路然扪心自问 如果是他面临傅正龙眼下 所面临的局面 多半是直接倒戈 大哥 这大钱 还能保全吗 林宝问道 他虽然了解得不深 但也知道 路然这段时间的布置 是为了在两方人马厮杀之后 坐收渔翁之力 可现在看来 大钱完全被镇压了 别说两败俱伤了 武神盟估计不用损耗一兵一卒 都能拿下大钱 目前看来是无了 可惜了 到最后 还是我来收拾武神盟 路然撇了撇嘴 对现状不是很满意 说话间 三位妖皇已经显露本体 三只巨大的黑猫 在空中就浮现出 并未落地 而是矫健灵活地 朝着傅正龙而去 所有将士 退散 傅正龙大吼道 先人之战 先军之下的所有部下 没有参与的资格 被妖皇蹭一下就要死 那些将士也明白 听了傅正龙的话 哗啦啦就散了个干净 只剩下傅正龙一个人 捏着长枪 死死地盯着冲自己而来的三个猫妖 手中长枪往前 大后 为了大前 这喊声中 充斥着不甘 决然 身后神将法乡 第一个冲出 挡在傅正龙身前 面对三位猫妖 傅正龙自己 则开始调用神通 虽然是必死之举 但就算是死 也要给五神蒙留下点伤疤 但结果并不好 神将虽然脱离了傅正龙 但并非是自主行动 依然需要傅正龙来操控 可他面对三位猫妖 无法全身心地催动法相 猫妖的灵活 让法相的所有攻击 几乎全都落空了 其余两位猫妖 则直奔傅正龙而来 傅正龙心里深深叹了口气 只觉得自己这死 死得也太窝囊了 关键时刻 哄 一股热浪 忽然自地宫爆发 所有人都同一时间看向地宫 大火烧红了半边天 暗红色的火焰翻腾 热浪滚滚而来 整片天空的阴云 仿佛都被点燃 自地宫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烧灼而出 火焰热浪前 一道嵌影踏空而来 无数火焰缭绕在身边 一席凤袍在焰火中舞动 女帝来了 楼君言淡淡说道 但这气息 好强 路然也扭头看去 想看看神秘的大前女帝 到底有何手段 憋到现在才出现 可这一看 路然如遭雷击 惊呼道 洛洛 大哥 你认识 林宝吃了一惊 看着那如火焰女王般 而来的凤袍女子 我徒弟 路然道 这时 酒楼老板和几个伙计 为了看好戏 闯了进来 客观 一起看 老板是个胖子 杜大腰圆 身后跟着几个伙计一起 直到二楼观看位置好 就跑来了 为了看戏 命都不要了 毕竟这里距离城门 是比较接近的 随意 路然随口道 老板 这才黑黑一笑 凑到了另外一个窗口 抬头看去 女帝速度越来越快 裹杂着漫天火焰 仔细看 能看到女帝脚下 一朵仿佛火焰名为实体一般的莲花 只是女帝此时的状态 有些奇怪 双目赤红 就连一头长发 也变成了火红色 搭配红色的凤袍 整个人几乎要融入火焰之中 嘖嘖嘖 这就是女帝啊 老板亚然道 你没见过女帝 怒然问道 女帝朱沙洛历来神秘 从不露面 当然没见过 我还以为是个丑逼 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 老板惊叹道 身后的挤的酒楼火鸡 也纷纷道 对对对 火辣性感 不愧是女帝啊 这女帝能顶得住五十盟的冲击吗 顶不顶得住五十盟的冲击不知道 但她肯定顶不住我的冲击 在床上 哈哈 好小子 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了 哈哈 大家彼此彼此 老板 估计也想了吧 众人哈哈大笑地调侃着 老板也是满脸的吟笑 道 可惜火焰太浓了 看不清楚凤袍之下的景象 有点可惜 说完 扭头看向陆然 道 这位客官 如何评价 陆然看也不看他们 抬手对着几人 微微一抓 哄 周遭的天地灵力 瞬间压缩 将老板等人置骨 老板几人吓了一大跳 想要说些什么 但发现身体根本就动弹不得 砰 高度压缩的天地灵力 直接将他们给挤爆了 陆然收回一只手 仿佛做了什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继续抬头看天 先军六重天 但这气息 却很强 似乎是动用了某种爆发潜力的手段 陆然分析道 这不是先军六重天的气息强度 但却很浮躁 仿佛一匹被强行压制的野马一般 随时脱缰 同时陆然也知道 无节制的爆发会一定程度损害修行根基 不到万不得已 没人会爆发潜能 损害甚至无法逆转 而在空中急速接近城墙的女帝忽然察觉到什么般 速度微微一顿 疑惑地低头看向下方的皇城 但却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女帝神色微微黯然 摇了摇头 接着脸色浮现出一股决然 速度再次提升 来到城墙之上 看着被神秘女子砸出去的一片残垣断壁 眉头微皱 三位妖皇此时也停了下来 巨大的身体面对着女帝相互对峙 却不敢贸然动手 女帝的气息太强了 傅政龙气喘吁吁 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对女帝道 王上小心 那是北界黄泉府的六臂天狮王 还有 还有敌荒妖族的三位妖皇 女帝文言 看了眼三位妖皇 接着将眼神放到了六臂天狮王的身上 但只是看了看 便不再理会 最后 看向楼君严 道 你和北界联合 我无话可说 但下周有令 敌荒妖族不得深入下周 你连规矩都忘了吗 楼君严冷笑一声 道 你我二人 也数千年没见了 你难道不知 数万年前 下周清帝协地令消失 规矩也早已名存实亡 你思想这般迂腐 难怪守不住大前 女帝眉头一簇 问 身后漫天火海缠绕 扭曲 一朵通天彻地的火帘出现在身后 热浪更甚 地面和周围的建筑 都仿佛要被炙烤得融化一般 早听说大前女帝的截火红莲法香 可焚烧万物 今日 我等到要领教领教 楼君严笑着说道 这楼君严也耍了个小聪明 没有说我来领教 而是我等来领教 就是打算群殴 他不是傻子 女帝此时的气息 远远超过女帝 原本该有的气息强度 单打毒斗 打不过 随后 楼君严的法香 也乍现而出 是一尊手持长枪的神将 和傅正龙的类似 但不管是威势还是模样 都比傅正龙的出色太多 天罡大圣 女帝尼南道 动手 震杀女帝 楼君严大吼一声 身边数位统领 齐刷刷散开 亮出各自的法香 三位妖皇 也将妖力拔升到极致 六臂天师王 在李玉峰的操控之下 打头阵 就连李玉峰自己 也将法香换出 粗略一看 不算六臂天师王 光是先军进高手 就有十个 加上一个六臂天师王 难怪五神盟敢夜袭大前 这嫡妾 确实够足 而大前这边 只有一个女帝 加一个傅正龙 还有神秘女子 区区三人 至于其他大罗仙 金仙 上仙 真仙之类的 全是打酱油的 他们的生死 要看这些先军的胜负而定 他们也没有资格 参与先军之间的战斗 女帝面色凝重 这一关 不好过呀 她知道自己是在爆发阶段 爆发是有限度的 十位先军 加上一个六臂天师王 他胜算太小了 可这大前 总不能拱手相让 女帝还是没想到 五神盟这次 竟然集结了这么多力量 咚咚咚 六臂天师王 首先踩着沉重的步伐 朝着女帝而去 六条手臂挥舞着 每一步踩出 大地崩裂 与此同时 楼君严等人的法相 呈现包围趋势 朝着女帝逼近 哄 女帝不甘示弱 解火红莲再次绽放 无数的烈火扬言 朝着四面八方冲击而出 忽然爆发的威势 竟逼得三位妖皇 和五神盟的几尊法相 暂避其风 退后了一大段距离 而女帝则迎着 六臂天师王而去 可女帝还是有些小看 这六臂天师王了 她一个照面上去 火焰在身前凝聚出 一朵巨大的火莲 与此同时 一把喷吐着黑色魔焰的长剑 出现在女帝手中 紧随其后一道无匹的 剑气洪流贯穿而出 六臂天师王不躲不闪 但也不敢小觑 原帝猛然顿住脚步 六条手臂往前 哄 火莲直接被打爆 漫天火焰 仿佛火流星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击视而出 所过之处 一些躲闪不及的金仙 真仙 普通人等 瞬间化为飞灰 周遭的建筑 也是一片狼结 但火莲虽然被打散了 那剑气洪流 却静直地刺中了 六臂天师王的胸口 剑气贯穿 却并未消散 而是凝结为 一把巨大的火焰长剑 插在六臂天师王的胸口 灼烧的火焰 不断侵蚀着六臂天师王的身体 李玉峰 牙子欲裂 大吼道 赶伤我黄泉府天师王 找死 操控之间 六臂天师王张开大嘴 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哑咆哮 六条手臂齐刷刷举在胸口 夹住那火焰长剑 竟然生生地 将其拔了出来 楼君严等人看得震惊 女帝爆发 果然可怕 竟能破开六臂天师王的极致防御 杀了他 杀 李玉峰神色扭曲的大吼道 六臂天师王 被女帝来了这么一下子 得温养多久才能恢复如初啊 少数几百年 上千年 随着李玉峰的声音喊出 六臂天师王巨大的身体猛然一阵 身体皮肤竟然冒出一层油乎乎的东西 随后固化 形成一层坚固的 仿佛铠甲一般的角质层 随后 再次朝着女帝冲去 女帝脸色微变 没想到这六臂天师王的身体强度如此恐怖 刚才那一剑 同等级的仙军 就算不死 也要元气大伤 结果 对六臂天师王的伤害 却如此有限 他抬眼看着后面 还虎视眈眈的楼君严等人 苦涩地摇了摇头 今日 大前怕是真的守不住了 关键时刻 当 一声脆响 刚冲到女帝面前的六臂天师王 忽然被一股恐怖的力量震荡 来得快去的也快 暴退而出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猛然看去 发现那竟是一把造型低调沧桑的古剑 悬浮在女帝身前 这是 女帝有些诧异 这时候了 还有人帮助大前 楼君严等人也奇怪 尤其是看到这把剑 竟然将六臂天师王给震了回来 一个个眉头紧锁 怕不是又冒出来一个高手 下一秒 一个身影自皇城内踏空而起 露然穿着月白长袍 神色惬意 宝趴在她的身后 脑袋从露然尖头露出 好奇地看着四周 这一刻 双方视力所有人都在看着 这忽然冒出来的家伙 女帝也一样 等她看清楚来人长相 整个人如遭雷击 师父 女帝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直到露然来到面前 伸手一招 将轩辕剑重新拿在手里 面对女帝 露然道 我知你一生要强 但这种时刻 区区一做成罢了 何必苦苦支撑 我教你的 你可全都忘到脚后跟去了 说完 就像朱砂落小时候一样 揉了揉她的脑袋 满眼都是宠妮 伴随着一股良意侵入 女帝身上的火焰瞬间熄灭 平静了下来 就连身后暴躁的截火红莲 也逐渐萎靡 恢复了正常 清心咒 这不是梦 女帝呢喃着 感受着熟悉的气息 委屈的眼泪珠子再也忍不住 巴哒巴哒地掉了下来 无节制的爆发有损根基 歇着吧 这里为师来处理 露然柔声说道 女帝此刻在无皇者威严 仿若一个小女孩 翘生生地站在露然面前 乖巧地点了点头 而露然 更像是一个眼看闺女 被欺负了的家长 暮火冲天 她转身 面对武神盟 淡淡道 武神盟全体成员 不论男女 不论境界高低 不论是不是人 今日 一个也走不了 朱沙洛到现在 还是有些晕乎乎的 万念俱灰 眼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 大前王朝 要复之一句的时候 心心念念的那个人 就这样出现在面前 一切都仿佛是在做梦 她忽然看到 背上趴着的灵宝 疑惑地凑近了些 问道 师父 这是 话没说完 身边的神秘女子 忽然伸手拉住了朱沙洛 摇了摇头 看得出神秘女子眼神中的戒备 和担忧 陆然也有些诧异 这女子 似乎知道林宝是离族人 林宝 离族人 你不要碰就好 陆然说道 离族人 朱沙洛吃了一惊 身为大前女帝 她当然知道 离族人这个特殊的种族 但看到陆然 竟然就这样亲近离族少女 心里就更加诧异了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 有人可以这样肆无忌惮 没有丝毫影响地接触离族人 而与此同时 陆然看到女子拉着朱沙洛 也印证了自己的想法 朱沙洛身边的黑衣女子 不是离族人 师徒见面 数万年的时光过去了 朱沙洛有一肚子的话 要和陆然倾诉 但眼下不是时候 对面的五神蒙众人 还在虎视眈眈 六臂天狮王 还助力在那里 死人是谁 李玉峰疑惑地问道 尖嘴猴腮的样子 此时小心了很多 尤其是六臂天狮王 被朱沙洛伤到之后 就更小心了 资料中没有 也许和那神秘女子一样 是女帝培养的隐藏高手 楼君妍分析道 顺便瞥了眼陆然手里的长剑 那东西 刚才竟然能硬罕六臂天狮王 而且还将六臂天狮王 给打回来了 这时 身边的兰旨忽然开口道 我听到那女帝 喊来人师父 女帝的师父是什么人 可有资料 猫妖一族的听觉 显然更为灵敏 哦 楼君妍一愣 女帝的师父 这个倒是没听说过 不管怎么样 来了就杀 李玉峰 你的六臂天狮王打头阵 大家一起上 不要耽搁了 楼君妍说道 因为自从这个背着 小女孩的家伙冒出来之后 他就越发地感觉心神不宁了 李玉峰其实有些舍不得 刚才都伤到六臂天狮王了 继续打下去 再伤到的话 可真就损失惨重了 但已经到这个结果眼了 不打的话 武神盟大概率还是能拿下大钱 可他黄泉府的好处就没有了 而且 李玉峰要的可不单单是好处 他惦记得更多 帮助武神盟拿下大钱王朝 北戒和东戒结合 其余两戒要对付起来也容易多了 他想一统苍玉四箭 野心很大 所以 李玉峰咬了咬牙 道 好 杀 说完 他催动应觉 六臂天狮王壮硕的身体 直接一个前冲跨越空间 六条手臂捏着拳头 对着陆燃和朱沙洛的方位 狂轰滥炸 无差别攻击 楼军炎等人紧随其后 一尊尊法相脱离身体 加入战局 师父 小心 那六臂天狮王的强度非常高 朱沙洛心头一紧 赶紧喊道 喊完之后 忽然想起来 陆燃才飞升十几天 怎么可能打得过六臂天狮王 他只是习惯了 习惯了师父在他面前的强大 却差点忘了师父才飞升上来十几天 但他同样也忽略了 刚才陆燃一剑正开六臂天狮王的画面 无妨 我来处理 陆燃淡淡地说道 随即转身 正好和冲到面前的六臂天狮王面对面 刷 手中轩辕剑自下而上挥洒而出 一道平平无奇的剑气 如长虹脾炼 咔嚓 最先轰到面前的六臂天狮王的一条手臂 直接被斩断了 巨大的手臂轰然砸落地面 压塌了一大片皇城建筑 下一秒 六臂天狮王就仿佛踩了猫尾巴的老鼠一般 一个大跳后撤了出去 当然是李玉峰操控的 他心疼啊 刚才上一下还无所谓 可以练尸重新温养 可现在 一条胳膊被砍断了 就像一条狗被砍了一条腿 永久损伤无法修复啊 妈的 上啊 你们倒是上啊 老子的六臂天狮王胳膊都被斩掉了一只 你们在干什么 李玉峰大吼道 可他错怪楼君严等人了 这帮人不是没上 只是半道就望见六臂天狮王被斩断了一条胳膊 他们的法相齐刷刷地顿住了 他们可不觉得自己的法相强度 能比得过六臂天狮王 楼君严都无语了 这大前 看起来好肯 宗云山死了 杜秀生不知道在哪 廖文山死了 就剩下一个傅政龙了 简直唾手可得 可忽然就冒出来一个黑衣女子 实力恐怖 这又冒出来一个女帝的师父 一剑斩断了六臂天狮王的一只胳膊 女帝爆发 可以伤到六臂天狮王 他师父直接斩断六臂天狮王一只胳膊 还真是师徒一脉相承啊 这忽然冒出来的家伙 小心对付 大家急火 将其震杀 不要硬碰硬 楼君严沉吟道 硬碰硬的话 就目前这局面没人顶得住对方的攻击 只能祈祷对方防御一般 急火震杀了 于是 在楼君严的提议之下 十位仙军重新调整自己的法乡 他们本体当然是不肯上前了 而是打算在仙人领域之中操控法乡震杀对方 陆然虽然有天灵木 但无法判断这些人的仙人领域都是傻 但他并未在意 因为他自己的仙人领域已经收缩到了半米范围 不坏身的规则强度 攀制巅峰 加上圣脉玉谷的加持 无敌 楼君严身边 没资格动手的兰指正在看戏 忽然发觉 陆然的眼神看向了他 兰指心头一震 这么多仙军在这里 他只是个小喽啰 不至于被大佬盯上吧 但殊不知 陆然觊觎的 是他万妖塔里的百万妖族大军 练妖狐鸡肠碌碌啊 不过 陆然并未表现出什么 眼神扫过 最终定格在那些法乡 以及三位妖皇的身上 当然 还有六臂天使王 这东西有点麻烦 不能留 陆然嘀咕道 接着单手掐动硬绝 一根手指虚空挥洒 古怪的符文 就这样被绘制了出来 在面前罗练 李玉峰看得一惊 惊诧道 浮露 这人还会浮 陆然的动作很快 他看不出是什么类别的浮露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陆然画幅的右手猛的一顿 接着一指倾点浮露之上 搜 整道浮露画为一道金色流光 冲天起 穿入云层消失不见 八臂大天鹏 希望能威风点 搞定那六臂天使王就行 陆然沉吟道 至于这些先君的法相 和那三个妖皇 九尊战神行天 足够对付了 此时 所有人都在看着陆然 朱沙洛也一样 他惊愕于 陆然才飞升十几天 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他爆发潜能 才能伤到六臂天使王 陆然则随手 就将六臂天使王的 一只胳膊砍下来了 而且 他感觉得到 陆然的境界 是仙君 仙君五重天 刚才陆然画幅的一幕 大家也都看得真切 此时纷纷抬头 那浮路化为的金光 射入云层后 就消失不见了 天上的阴云 还是滚动 翻腾 仿佛沸腾了一般 四面八方的天地灵力 开始不断地汇聚 就连整天天空的阴云 都开始积聚 颜色越来越深 逐渐地呈现出一种暗红色 还没看到什么东西 但恐怖的威压 已经扑面而来 拼了 李玉峰第一个反应过来 五神蒙这一趟 其他人都还啥也没做呢 他的六臂天使王拿出来装逼 结果又受伤又掉胳膊的 亏得底儿掉 他必须赶紧稳定局势 震杀对方 拿下大钱 这会儿好像也不心疼了 大吼一声 道 一起上 你们再犹豫 老子直接退出 说完 六臂天使王再次冲了上去 但刚冲出去三步 哄 天空中的阴云自中间炸开 一道金色滑光 自九天洒落人间大地 伴随而来的 是一尊通天彻地的金甲神人 咚的一声巨响 砸落地面 就住立在六臂天使王的面前 这神人 八条手臂摆出架势 怒目原睁 浑身金色铠甲 散发着七彩宝色 光是身高 就比六臂天使王高出大半截 六臂天使王在这金甲神人面前 仿佛小朋友一般 可想而知 那些法相就更小了 而且 人家这神人还不是空手的 八条手臂 各自挥舞着造型不同的兵器 刀 枪 剑 击 斧 月 勾 插 李玉峰眉头狂跳 再也忍不住 直接捏着法绝 收 他不敢继续冒险了 这大钱冒出来的 都是什么奇葩怪物 光看着架势 他的六臂天使王都跌反 随着李玉峰的手势 六臂天使王仿佛被一股稀里拉扯 身体有缩小的迹象 往李玉峰而去 可下一秒 扑 大天鹏手里的勾插 一左一右挂住了六臂天使王的琵琶骨 李玉峰急了 红着眼睛 拼命地想要收回六臂天使王 但根本做不到 下意识地 他操控六臂天使王开始反击 想要挣脱束缚 可那拳头打在金甲神人身上 只听到当当当 无法破防 反而是金甲神人 两只手臂拿着勾叉 控制着六臂天使王 其余六天手臂的刀枪抚跃 对着六臂天使王一顿劈砍 以身体强度闻名 一力破万法的六臂天使王 那叫一个惨啊 血肉横飞 想要用胳膊抵挡 直接就被砍断 所有人都看梦了 这还是北界黄泉甫的六臂天使王吗 在这金甲神人面前 简直 简直就像是屠夫面前的一头死猪 楼君严脸都黑了 还想着拿下大钱呢 结果惹到人家女帝的师父了 这师父也太夸张了 这金甲神人 是什么玩意 五神门来世汹汹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眼看着六臂天使王被刮肉踢骨 反抗的力道也是越来越小 李玉峰都哭了 掐着硬爵的手 在狠狠地颤抖着 这一趟 六臂天使王没有起到作用 就这么没了 黄泉甫的镇甫至宝啊 楼君严瞥了眼身边几位统领 以及拦指的三位姑姑 沉声道 趁此机会 动手 否则 等那金甲神人腾出手来 我等全都要死在这里 他们谁也抵不过那六臂天使王骨头硬 若是被金甲神人针对 他们的法相 本体 全都是纸糊的 虽然对方也能一键斩断六臂天使王的胳膊 但怎么看 也没有那金甲神人恐怖 只要能偷击杀了对方 这一战 就还有机会 三位猫妖族的姑姑 也坚定了下来 狐族日渐壮大 我猫妖一族 不会再回敌荒 这是唯一的机会 杀 三位姑姑怎么说也是摇黄 那金甲神人太恐怖 但此时正在对着六臂天使王砍瓜切菜 只要集火 杀了操控者就好 一念至此 三位猫妖首当其冲 身后楼君炎和自己的五位统领 连同他们的法相 一拥而上 师父 小心 朱沙洛大吃一惊 神秘女子也站了出来 傅政龙也赶紧拉开架势 准备大战 但其实 根本就用不到他们 洛然看了看身边几人 道 小孩子凑什么热闹 去去去 后面去 说完 问 属于路然的法相 豁然乍现 通天彻地的战神行天 屹立于天地之间 刹那间迸发的威势 吓得五神猛几人 和三位猫妖的动作 都慢了半拍 战神行天 该死的 楼君炎 你可没说 大前还有这等神人 其中一位猫妖 牙子欲裂 这可是战神行天啊 不用管 只有他一个人 再怎么厉害 也只是仙君 大家不要怕 一起 话没说完 嗡 又一尊战神行天 出现在路然身后 紧挨着上一个 啊 楼君炎几人 彻底傻眼了 这怎么又冒出来 一尊战神行天 这又是谁的法相 三位猫妖的动作 也顿了下来 那叫一个憋屈啊 打了半天 根本就没有 动手的机会 每次要冲上去了 对方都会丢出来 一个炸裂的东西 金甲神人出现后 原本以为 不会出现 什么炸裂的东西了 可结果 战神行天法相就冒出来了 也难怪能一剑砍断六臂天师王的胳膊 可这还不算 第二尊战神行天冒了出来 看看对方身边 也没有其他人了 难不成 一个人可以有两尊法相 楼君炎脑瓜子嗡嗡的 两 两个法相而已 他 嗡 楼君炎吞吞吐吐 话都没说完 第三尊战神行天冒了出来 路然背后一尊 一左一右一尊 三尊战神行天站在一起 霸气外落 但这还不算 紧接着 第四尊 第五尊 第六尊 眨眼间 仿佛放鞭炮一般 九尊战神行天出现在路然身后 九尊 朱沙洛虽然是路然的徒弟 也早就知道 他这个师父手段齐多 但在灵界展露 竟如此惊人 一尊金甲神人 暴虐六臂天师王 面对五神蒙重先军 九尊战神行天登场 抬头看去 从朱沙洛这个视角仰视 更加惊人 仿佛自己就站在一群巨人的脚下 都没有行天 一根脚趾头高 咕咚 楼君炎咽了口唾沫 彻底没了主意 这还怎么打 三位猫妖更是庆幸 没有太着急冲过去 否则现在 被九尊行天按在地上摩擦 那才叫一个惨 阁下究竟是谁 如果当真是女帝的师父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楼君炎大喊道 至于说拿下大钱 他已经不想了 没有那个资格 现在的他 只想活着 同时也好奇对方的身份 大钱的背后 竟有如此恐怖的神人坐镇 那这万年来 为何不去找五神盟的麻烦 这样的神人 一个人就足够横扫五神盟了 陆然望着楼君炎等人 呵呵一笑 云淡风轻地说道 蓝宗 陆然 闻言 楼君炎猛地一愣 陆然 蓝宗老祖 你是蓝宗老祖陆然 楼君炎吃了一惊 蓝宗老祖的名头 如雷贯耳啊 知道蓝宗弟子存在的人 都对蓝宗老祖陆然这个名字不陌生 和其他人一样 楼君炎当然也知道陆然 但却从不放在眼里 一个在下界憋了十万年的老祖 就算飞生 也只是个小喽喽而已 而且 楼君炎本身和蓝宗 并无交集 所以从未注意 可现在 他见到蓝宗老祖了 见到了这个飞生 才十几天的蓝宗老祖 如此恐怖 才十几天的时间啊 在灵界 天赋再怎么好 想要修炼到先君 不得几万年 可人家蓝宗老祖 飞生十几天 就赶上来了 不但赶上来了 这通天手段 绝对碾压所有的先君 十几天 对于先人之境 数万年的漫长修炼 岁月而言 不过弹指一顺 当然 楼君炎也没想过 大前女帝朱沙洛 竟然也是蓝宗弟子 是我们冒昧了 原来大前女帝 也是蓝宗弟子 误会 都是误会 我们就此射兵 楼君炎说道 不单单是因为 路然的九尊行天法乡 还有不远处的金甲神人 已经将六臂天师王 彻底拆了个七零八岁 拆成了破烂 不存在误会 我说过 五神蒙所有人 谁也走不了 路然淡淡地说道 同时 眼神有意无意地 看向蓝指 盘算着 怎么能让这小美女 将百万妖族给放出来 闻言 楼君炎等人 脸色难看至极 他咬牙道 冤家遗解不遗解 我们五神蒙已经让步 如若你们不同意 那就只有战了 说完 似乎是觉得自己说的没底气 又赶紧补充道 你的实力我认可 但你获得了这大前皇城 无数子民吗 我等皆是先君 即便是战 也有足够的能力图成 威胁上了 路然呵呵一笑 我不认为你们有那个本事 开玩笑 九区黄河镇覆盖着整个皇城 仙人在九区黄河镇之中化仙为凡 几个先君而已 九区黄河镇一发动 还有各屁能力 你 楼君严被路然如此轻蔑 心里不愤 喊道 五神蒙这一趟 可不单单只有我们几个 还有城外百万将士 还有妖族百万大军 你 路然眼前一亮的 看向楼君严 对对对 就是这个妖族百万大军 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倒是赶紧召唤出来啊 楼君严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怎么说着说着 发现路然的表情兴奋起来了 啊 路然则眯起眼睛 看向城外 的确 五神蒙百万大军并未靠近 还在九区黄河镇之外 想来是用来图城占领 大前皇城的 楼君严几人可以随手图城 但大范围的动作 容易摧毁大片建筑 他还想霸占大前皇城 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建筑呢 从头建成 费尸费力 路然心想 百万将士在 百万妖族 就不会轻易拿出手了 既然如此 路然手腕一翻 一枚黑色的玩意 出现在指尖 引兵虎佛 忽然的动作 吓了楼君严等人一大跳 这蓝宗老祖 还有别的手段 说话说得好好的 怎么忽然要耍手段了呢 你那五神蒙百万将士就算了吧 如果你还有其他手段来图城 倒是可以试试 路然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手指轻面 手中的阴兵虎佛 顿时绽放出一道乌光 路然随手一甩 那乌光电射而出 吓得楼君严等人 纷纷拉开架势防御 但那乌光并未接近他们 而是越过 直奔后方百万将士 反正这些人也要杀 因为不在九区黄河镇之中 无法用阵法来绞杀 既然如此 趁着还没有大乱 先杀了再说 那乌光扑速速地消失在了半空 楼君严等人 瞪大了眼睛看着 这也没发生什么啊 百万将士也在好奇地 看着皇城的方向 不知道那里结果如何了 他们离得远 听不到 但却看得到 各种法相 六臂天师王 金甲神人 以及九尊战神行天 全都看得清楚 显然皇城方向局势正嗨 可就在此时 乌光消失的位置 空间开始缓缓地扭曲 仿佛热浪滚动一般 不多时 一道蓝黑色的空间裂口 出现在空中 逐渐扩大 楼君严心头一震 能够撕裂空间的神通 裂口越来越大 仿佛有一双恶魔之手 撕开了空间 连同那空间 另一端的 是昏暗的血色天空 坑坑洼洼的平级大地 能看到白色幽魂 在里面游荡 宁和鬼玉 刚风呼啸之间 青蓝色名气覆盖的英兵 仿佛风群一般 从裂口流了出来 没错 是流了出来 大规模 密密麻麻数之不尽的英兵 仿佛受到了呼唤 蜂拥而出 而目标 正是武神盟带来的百万大军 瞬间 阵营大乱 英兵无痛绝 意识简单 只有本能的厮杀信念 汗不畏死 裹砸着英丝鬼气 四处拼杀 整个武神盟大军 乱成了一锅咒 偏偏楼君严等人 还腾不出手去帮忙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同时 对兰宗老祖的能力 有了新的认知 一道符 换金甲神人驻战 一挥手 照百万英兵现世 九尊行天法乡 还在身后威风凛脸 楼君严都要哭了 怎么就想不开 跑来攻打大钱呢 还自负地认为 结合敌荒猫妖族 和北界黄泉府 就能轻松拿下大钱 可笑 你武神盟的百万大军 已经没了 还有什么手段 路然问道 我无话可说 武神盟 拜了 楼君严神色有些恍惚 这一刻 毫无斗志 路然眉头微皱 眼神又看向拦指 这小美女不开窍呢 死到临头了 捂着百万妖族干啥呢 但你不要得意 我的将士没了 但就凭我们 屠灭这大钱 将其摧毁 易如反掌 届时 你接管大钱 不过是个光感司令 大钱名存实亡 楼君严再说道 这么说就是为了活命了 说白了 就是交换 你放我一条狗命 我就不动你的大钱 大钱皇城了 路然有些无语 你不说我都忘了 接管这里的是兰宗 而不只是我 路然开口说道 然后念头一动 选择挪移 大钱皇城之上 大片的空间开始扭曲 身边的朱沙洛都吃了一惊 师父 这是 路然呵呵一笑 道 兰宗子府 身后 楼君严退后 给兰子打了个眼色 压低声音道 妖族屠城 拖住他 三位姑姑也看向兰子 如今想要活命 只能以妖族大军 变洒皇城 拖住路然 兰子从恍惚中回过神来 手心摊开 万妖塔散发着微光 空间扭曲如涟漪 一般扩散 面积越来越大 仿佛一面树立的镜子 注立在大钱皇城之上 兰宗子府 这是我们兰宗山门 朱沙洛问道 嗯 路然点了点头 紧接着 看向朱沙洛 问道 倒是你 既然坐镇东界 怎么不和师兄弟师姐妹一起 沟通沟通 我要早知道 大钱是你的 我也不费那些劲了 闻言 朱沙洛神色微微一暗 摇了摇头 路然也才反应过来 道 还真是你的性格 数万年来不曾改变 当年路然将年幼的朱沙洛 从狮山血海中带走 自那以后 朱沙洛就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除了路然 即便是飞生了 即便知道 东界有兰宗的师弟师妹 他也从不和 他们有任何的瓜葛 甚至夸张地说 兰宗弟子的死活 朱沙洛都不曾管过 他唯一等待的 就是路然 至于兰宗是兄弟师姐妹 他不在乎 这时 扩散的涟漪中 忽然看到两个通天石柱 从里面缓缓伸出 支撑着一块巨大的匾额 上书两个大字 兰宗 这就是兰宗子府的山门了 紧接着 山脚 山道 郁郁葱葱的丛林 飞擎走兽 缭绕着云雾 从另一个空间 仿佛巨型战船一般 缓缓穿梭而出 武神蒙等人都看傻了 这又是什么手段 这就是兰宗 这是 将整个兰宗给搬过来了 越来越多的建筑错落有致 在群峰叠仗之间 能看到走动的人群 活泼的灵兽 三皇百草原 三尊三清殿 延武场 雾道台 丹殿 契殿 越来越多的建筑出现 而等到宗主大殿 逐渐露出真容的时候 少英等人也出现了 中间 陈大山带头 身边是苏月灵 叶红一 孙天尤等人 左侧 少英带领的湖族 早就准备好了 因为陈大山说过 今天就是武神蒙 攻打大前的日子 路然如果需要 会换他们前去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方式 但早就准备好了战斗 数十只体型巨大的妖湖 盘踞在山巻之间 另一边 则是费洛天管辖的 磨兵磨疆 专门挑选出来的 一群实力中上的 随时参与战斗 众人身后 巨大宏伟的宗主大殿 遮天蔽日 楼君炎人都傻了 此时此刻 大前皇城之上 就这么悬浮着一座仙山 错落风鸾交错叠账 面积之大 几乎囊括了整个皇城 这就是 蓝宗 楼君炎嘴角抽了抽 对比之下 他武神蒙的九龙山 简直就是厕所 这大前皇城 也完全逊色了 蓝宇正打算 丢出弯腰塔 忽然看到蓝宗子府内 竟然出现了 狐足的身影 吓了一大跳 再定睛一看 狐足最前面的女子 忍不住惊呼道 少英 三位姑姑此时也是 心里挖凉挖凉的 猫妖一族都被逼得 离开了敌荒 深入下周 怎么狐足还能跟过来呢 而且目前看来 狐足竟然和蓝宗有关系 蓝宇 少英也是一愣 没想到在这里 遇到了死对头 还有那三位姑姑 皆是猫妖一族的长辈 少英身后 狐足纷纷看了过去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几乎恨不得冲上去 撕碎几个猫妖 而其他人 此时还在震惊中 没有回过神来 大家都在等待着 路然的消息 但谁也说不准 路然会怎么召唤他们去帮忙 可忽然间 整个蓝宗子府开始震动 之后 拔地而起 穿梭空间就来到了这里 这下方 便是大前皇城 眨眼间 十万里之遥 就这么搬过来了 接着 蓝宗弟子们看到路然 纷纷低头拱手 蓝宗弟子 拜见师父 声音浩浩荡荡 听得楼君严等人的心脏 都跟着一阵突突 嗯 好 路然点了点头 身边朱沙洛愣愣地看着 再看看身边的路然 师父不愧是师父 飞升十几天 就达到仙君的境界 这已经很可怕了 但同为仙君 路然的手段 简直闻所未闻 接着 弟子们四下看看 大概判断出了局势 而且 路然身后的九尊 邢天法香 也吸引了弟子们的注意 实在是太炫酷了 路然转身 看向楼君严等人 道 看清楚了 接管东界的是蓝宗 不单单是我 话音刚落 三位猫妖中的一人忽然大喊 蓝指 此事不放 更待何时 文言 蓝指身子狠狠地一颤 再不犹豫 将手里的弯腰塔丢了出去 那小塔脱手而出的瞬间 便猛然胀大 化为一座通天古塔 悬浮在半空 随后 庞大的妖力洪流 开始肆虐 古塔周身无数的窗户 塔门洞开 一只只妖族不断地窜出 这里面大多数是猫妖一族 与此同时 还有其他妖族掺杂其中 不全是猫妖 路然有些诧异 猫妖一族的万妖塔 除了他们自己的族人之外 还有敌荒一些弱小 势单力薄的妖族 归顺于他们的 少英在旁解释道 你和猫妖一族认识 看你好像还认识 那丢出万妖塔的女子 路然问道 嗯 猫族和狐族是死敌 在敌荒对抗数万年了 少英说道 原来如此 路然松了口气 是死敌就好说 如若是狐族的盟友 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那些妖族从万妖塔冒出来 一个个演化本体 朝着皇城迅速蔓延而出 大街小巷 几乎完全被他们充斥 哼 妖族大军已到 我等便不再久留了 告辞 娄军颜哈哈大笑一声 惬意地直接转身就要顿走 在他看来 妖族肆虐黄城 如果路然不管的话 这黄城子民就全都要废了 而要管 妖族和人族混在一起 可得慢慢挑了 根本腾不出手来 留下他们 几个统领 以及猫族的几个长辈 都是一样的想法 转身就要跑 毕竟是先军之境 打不过路然的金甲神人 但要顿走 想着路然也拦不住他们 可下一秒 一股诡异的波动 忽然席卷整片大地 娄军颜发现自己 竟然无法在空中 保持自己的身形 连同几个猫妖异族的姑姑 几个统帅 全都无法保持飞行 一个个紧急迫降 落地之后一抬头 武神盟那些大罗仙 惊仙等等 更是不堪 仿佛下饺子一般 哗啦啦大片大片的 直接坠落地面 要不是仙人之境的身体强度 还摆在那里 这一下 估计都要摔死不少 九区黄河镇 被路然一个念头发动 化仙为凡 集体镇压 路然瞥了眼 正在皇城内 厮杀肆虐的妖族 以及那些被妖族 肆意击杀的人类 在看着九区黄河镇之中 已经被绝对压制的 楼军颜等人 懒洋洋地说道 凡人生死 与我何干 此时此刻 楼军颜等人心里的恐惧 被无限放大 九区黄河镇之中 武神盟的几位统帅 和楼军颜一起 感觉自己的灵力 仿佛被冻结了一般 方才还是无法稳住飞行 现在却连灵力 几乎都无法使用了 当神仙久了 忽然间失去了灵力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 忽然间被砍掉了双腿 可是 大家都是仙君 凭啥你就那么牛叉呢 同为仙君 你一个金甲神人 暴女六臂天狮王 同为仙君 你九尊行天法相 同为仙君 一挥手就是百万英兵 同为仙君 一眨眼把宗门都磨过来了 这还是仙君吗 楼军颜看着还在城内 肆虐的妖族大军 以及不动声色 无动于衷的路人 心都凉了半解 好狠的心 楼军颜咬牙切齿地说道 到现在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这一趟来大前 本想着武神盟能从此崛起 坐镇东建 再连杰黄泉府 敌黄猫妖一族 将其他两届 也彻底收入囊中 置罢仓玉 可这才刚开始 就结束了 被兰宗老祖 路然给终结了 狠吗 我可不觉得 路然云淡风轻地说道 下届十万年 路然虽然没有丧失情感 但也只对自己的徒弟们在意 至于外人 路然并不敬畏 天下众生的性命 还是那句话 外人是生是死 与我何干 反而是朱沙洛 看着兰宗子府之下的 大前皇城 看着无数妖族肆虐 厮杀 忍不住委屈道 师父 路然一扭头 一眼就看穿了朱沙洛的意思 道 道是这大钱 毕竟是我徒儿万年基业 也不能被妖族就这么毁了 文言 楼君严等人 眼前微亮 但随即又暗淡了下去 虽然路然打算插手了 但他们现在被路然用诡异的手段镇压 啥也干不了 没有灵力 连法宝都无法调动 总不能退着跑吧 得到路然的允许 朱沙洛很是开心 急忙道 师父 我带人去处理妖族 不急不行啊 百万妖族撒在皇城之内 要处理完 需要耗费的功夫可不小 那不是大面积镇压 而是需要挑挑拣拣的 将妖族给挑出来杀掉 否则的话 无差别震杀 皇城内的大前子民也差不多要死伤殆尽了 不用麻烦 为师来就好 路然开口说道 说完 手腕一番 练妖狐出现在手中 蓝宗弟子们好奇地看着 楼君严等人也有些疑惑 法宝 指望一个法宝来将妖族全部挑出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路然盯着的 可不单单是那百万妖族 还有蓝植 以及三位猫妖族的姑姑 那才是大头 接着 路然寄出炼妖狐 和方才的万妖塔一样 炼妖狐一出 瞬间变大 路然先前就觉得 这玩意更像是一个宝葫芦 虎口不是很大 整个倒悬在天上 这么一看 那不大的虎口也看得过去了 仿佛一个黑洞般面朝大地 接着 一股恐怖的犀利从虎口爆发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皇城内外 各种各样的妖族 正欢快地厮杀呢 忽然就同一时间 被一股神秘的犀利拉扯 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飘飞而起 大片大片 朝着炼妖狐黑洞一般的虎口飞去 身在半空 妖族们全都慌了神 一个个爆发妖利 打算逃离这股犀利 但却没有丝毫的效果 炼妖狐如同场景吸水 无数的妖族 从万妖塔里放出来没多久 还没在皇城内肆虐多久 就被炼妖狐一股脑的全部灌了进去 众人都看傻了 皇城内正在厮杀的妖族 直接就原地起飞了 而人族 一个个面面相去 惊惧不已地看向周围 人族没有丝毫的反应 百万妖族啊 混在皇城之中 竟然就如此精准地被挑了出来 蓝指的脸色难看无比 三位姑姑的身体 也在狠狠地颤抖着 万妖塔内 除了他们猫妖一族的根基 还有这么多年笼络的其他妖族 现在全都被收了进去 不过半炷香的时间 百万妖族就这么没了 一个不留 骆然随即扭头 看向蓝指和三位猫妖族姑姑 嘴角微微上扬 虎口缓缓转向 蓝指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嗖的一声就飞了起来 他眼急手快 赶紧抓住了一旁楼君延的胳膊 后者被拽得 差点也飘起来 咔 手中长枪猛地插在地面 楼君延死死地拽紧 大吼道 婊子 你他妈松手 要死别拉着我 随即 奋力挣脱 蓝指在无依靠 绝望的惨叫声中 被吸入炼妖狐 那三位姑姑的下场也差不多 虽然九屈黄河阵 没能完全镇压他们 但也足够将他们 直接装入炼妖狐了 陆然扭头四下看了看 空中的炼妖狐 不断地调转方向 仿佛吸尘器一般 满城搜寻 确认没有什么遗漏之后 这才点了点头 收回了炼妖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练妖狐入手 都似乎比之前沉重了许多 至此 猫妖一族 彻底覆灭 就在狐族的面前 原本狐族的几位长辈 被少英邀请来的时候 还有些不屑 完全是看在少英的面子上 才插手来帮忙的 但现在 他们在看向陆然 眼神中就只有敬畏了 陆然能一个法宝 将猫妖族覆灭 就也有本事 将狐族覆灭 城外 武神盟的百万将士 此时也已经被英兵屠杀得差不多了 陆然看向楼君妖 后者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老祖 我愿意加入兰宗 当牛做马 楼君妖大喊道 顺便咚咚咚的磕了几个头 诚意十足 但陆然却摇了摇头 道 不收 这种货色 当然不要了 眼看陆然如此决然 楼君妖咬牙切齿 神色扭曲 喊道 我怎么说 也是武神盟盟主 一代先军 我愿意归顺兰宗 当牛做马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陆然依旧摇头 不收 与此同时 楼君妖身边的几位统领 也都纷纷跪在了地上 当然 还有万念俱灰的北界皇权府辅主李玉峰 唉 我这是跟着干啥来了 他跪在地上 却没学其他人一样求饶 因为他记得 人家兰宗老祖说过 今天来的这帮人 一个也走不了 身后还有那些大罗仙之类的数百人 他们是跟着来打江山的 原本也不需要他们动手 跟着凑凑热闹就行了 可结果 他们现在甚至想上去群欧楼君妍 谁他娘的 给你的勇气 来招惹大前 别说武神盟了 别说联合北界皇权府 和敌皇猫妖一族了 就是西界和南界都来了 有个屁用啊 不单单是我 还有我武神盟的这些手下 大罗仙你也用得上啊 还有金线 都能用 全都给你 只要你 楼君妍 继续求饶 不然还能咋办 跑也跑不了 灵力也不能用 打也打不成 想活着 只能求饶 但下一秒 一股诡异的波动 浮身而过 扑通 身后 一名金线的脑袋 毫无征兆的咕噜噜地掉了下来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仿佛连锁反应一般 哗啦啦 跪在地上的仙人 脑袋纷纷落地 铺满了地面 路然的仙人领域 断头台 楼君妍看得脸色煞白 几个统领的身体 剧烈颤抖着 但并未恐惧多久 九区黄河镇的镇压之下 路然仙人领域的法则力量 几乎达到了巅峰 几个统领的脑袋 也纷纷落地 楼君妍仓促间大喊道 别杀我 大山 陈大山 你是我五十盟的人 帮我说句话 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 陈大山呵呵一笑 白手道 别套近乎 我可不是五十盟的人 我是兰宗弟子 陈大山 言罢 楼君妍的脑袋也落地了 求饶声戛然而止 朱沙洛愣愣地 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五神盟 群居覆没了 可在不久前 他们还占据上风 他爆发潜能都无法对抗 直到陆然出现 甚至连位置都未曾魔动一下 就三下五除二 崔库拉朽绝对优势地 覆灭了五神盟 陆然抬头看了眼 五神盟百万将士 还剩下的一些实力不错地 在坚挺着 念头一动 直接用仙人领域绞杀 随后一伸手 黑色流光重新回到陆然手上 变成阴兵虎服 而那百万阴兵 则齐刷刷站直了身子 对着陆然的方向 肃穆地注视着 接着大片大片化为虚无 消散于天地之间 陆然吩咐道 大山 你带兰宗弟子 搜集一些五神盟那些人的储物袋 大罗先集以上的 尸骨都保存下来 大罗法相可以换钱 也可兰宗弟子自用 少英 你一会带人 陆然简单安排了一下 五神盟来势汹汹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各个身上的好东西可都不少 不能浪费了 光是大罗法相就不少 蓝宗弟子 譬如苏月灵 唐英若 这都还没有到大罗先 到时候都需要法相 挑一些好的法相自用 完全不成问题 洛洛 五神盟没了 苍玉东剑 现在就归我们了对吧 陆然看向朱沙洛 问道 朱沙洛鸡着敏一般 点着脑袋 原本是想将大钱送给陆然的 但现在一看这蓝宗子府 大钱王朝就完全没看头了 而且 陆然还能随意搬运蓝宗子府 洛洛我问你啊 这苍玉四界 有没有什么开会之类的东西 陆然问道 他想起了清玄宗的盗门会 开会 朱沙洛一愣 摇头道 没有 苍玉四界互相之间并无交集 没事 既然没有 咱们就一个个杀过去 陆然道 啊 师父 你是想 朱沙洛下了一大跳 东界已经稳了 北界黄泉府的六臂天师王和辅主也没了 其他两界就一并收了 陆然道 目的很简单 蓝宗 统一苍玉 朱沙洛身边 飞衣女子翘生生地站着 看到陆然的眼神看了过来 她也看向陆然 四目对视 陆然从她的眼神中 看不到丝毫的情绪波动 她叫银月 我飞升的时候 是跟我在一个喜仙池的 朱沙洛介绍着说道 听到自己的名字 银月往朱沙洛的方向靠近了些 陆然恶然道 那个 她是 同性恋 嗨嗨 朱沙洛差点被一口呛死 急忙道 师父 你说啥呢 她可不是 只是因为 她刚飞升上来的时候 是和我一起的 而且不会说话 名字都是 我给她取的 我们是好朋友而已 啊 陆然点了点头 好奇地看着银月 显然不是黎族人 而且不是灵界本土人 不知道是什么星飞升上来的 连天陵墓都无法看穿 着实有些奇怪了 这时 蓝宗子府仙山之上 哗啦啦一群人飞下来了 师父 还记得我吗 我是牛涛 当初放牛的时候 被你给捡走的 师父 好久不见了 我飞升时 你送我的这把刀 我还留着呢 还有我 还有我 师父 我是王薇薇啊 当初你偷看我洗澡的时候 啊 你们好 你们好 哎呦 真是 好久不见了 豆 长这么大拉豆 身材发育的也都不错啊 陆然急忙打断 笑哈哈的说道 这几日 范围内的蓝宗弟子 还真不少 少英等人安排传播消息 很多蓝宗弟子 都闻声而来 信物自然就是陆然当初 送给他们的 飞升礼物了 那上面有陆然的神魂烙印 南为了陆然 还都记得这么多徒弟 蓝宗规模越来越大 只不过 目前大家的境界实力 参差不齐 且拿不出手 先军层次的战斗 除了陈大山之外 其他人都帮不上什么忙了 倒是湖族的几位长辈 此时看到陆然的视线看了过来 急忙各个礼貌的抱以微笑 陆然看着几位湖族长辈 眼前微亮 湖族长得可比猫族好看太多了 即便是湖族的几位长辈 也是熟透了的蜜桃 看一眼都仿佛要滴出水来 湖族的诸位辛苦了 陆然笑呵呵地说道 不不不 大仙言重了 我们这一趟来 也什么都没做 少英这孩子 能有您这样的师尊 实属难得 难得呀 几位美娇娘 阴阴艳艳地说道 少英文言 得意地甜甜一笑 如果湖族不嫌弃 也可加入蓝宗 这蓝宗子府各大仙山 你们可随意挑选洞府 陆然说道 蓝宗子府规模之大 湖族来了 完全装得下 而且能让这些山 多几分灵气 如此 甚好 几位美女连连点头 一丝一毫的犹豫都没有 开玩笑 蓝宗妖族那破地方 畜生遍地 各族之间厮杀不断 鬼才愿意待在蓝宗 更别说这神舟浩土 人节地灵 灵气浓郁程度 比蓝宗可强太多太多了 加上蓝宗子府内 如果被陆然认证 还可以获得修炼增福 和战力增福 简直是天堂啊 那就好 陆然点头 将胡祖等人 拉入子府名单 当然 还有这些新的 赶过来的徒弟们 这种感觉很奇怪 下届的时候 陆然的确收了 很多很多的徒弟 但最多的时候 身边也不会超过十个 所以习惯了几个徒弟 在身边的日子 这飞升之后 忽然间几十个徒弟 围在身边 感觉还真是不一样 随后 大家分工明确 大前暂时由蓝宗接手 傅政龙劫后余生 被陆然为以重任 朱沙洛是要跟着 回蓝宗子府的 这大前王朝也不能白瞎 修缮了战后狼藉 就让傅政龙暂时接管 朱沙洛对此也没有意见 大前四方侯 宗云山和杜秀生 早早就被利益诱惑倒戈了 廖文山刚正不阿 最后也当了走狗 只剩下一个傅政龙 让陆然都有些佩服 这种人 用起来安心 走 洛洛 去你地宫看看 陆然安排好各自的差事 闲来无事 便道 徒弟万年继夜 怎么着也要参观参观 好 朱沙洛喜滋滋地说道 在陆然身边 完全没有了女帝威严 乖巧地仿佛一只小猫咪 接着 没事干的几个徒弟 跟着陆然一起 往地宫而去 林宝也被陆然放了下来 牵在身边 可是还没等靠近地宫 陆然忽然双眼 瞳孔骤然一缩 顿住了身形 其余徒弟们吃了一惊 赶紧凝神戒备 陆然双眼微微眯起 地宫穷顶之上 屋脊的边缘 穿着裙子的少女 正坐在那里 两节雪白的小腿 一晃一晃的 正是先前抢糖葫芦的 那个小女孩 夏依依 她身后 则是那名先皇老者 师父 我看不透那老者的修为 应该在我之上 朱沙洛沉声说道 或者是先皇之境 陆然说道 文言身边徒弟们 都吓了一大跳 先皇 除了朱沙洛和陈大山之外 其他弟子们 都还没到先军呢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先皇 陆然同时也发现 自己的九曲黄河镇 竟然对他们不起效果 想来也正常 境界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干嘛这个眼神看我 我可不是来打架的 就是来看看戏 还真是好玩 你那行天法香 怎么那么多啊 夏依依好奇地问道 陆然沉默了几秒 没有回答夏依依的问题 而是问道 苍狱西南二姐 你是哪家的 夏依依小嘴一督 都说了 我不是来打架的 我肯定也不是西南二姐的任何一方了 陆然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你是哪方势力 夏依依依一笑 得意道 中州 瑶池 陆然一愣 不是夏州势力 大老远从中州跑来看戏 夏依依仿佛能看穿陆然的心思 道 我只是路过 顺便看戏 还真是挺精彩的 说完 夏依依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你那阴兵虎服挺好玩 可不可以给我玩玩 不给 陆然斩钉截铁 开玩笑 显天古堡 那能随便给你玩玩吗 说完 陆然还不忘眼神 扫了眼那老者 毕竟这老灯是先皇之境 陆然不给 对方明强可咋办 但好在那老者 并未有什么反应 妾 小妾 夏依依不满地嘟了嘟嘴 站起身来 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 转身欲走的时候 回头道 对了 我得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要去中州 得抓紧时间了 太古同门将在38天后打开 只有一个时辰 错过了 就得再等500年 说完 夏依依和老者往前踏出一步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无影无踪 陆然听得迷糊 这夏依依怎么知道 我要去中州 而且 太古同门是个傻玩意 第二天晚上 苍狱难见 磐石堡 作为苍狱四界之一的势力 磐石堡的野心并不大 整体实力 甚至都不如黄泉府 但这么多年 其他三界 却也没人找磐石堡的麻烦 原因无他 这磐石堡 太他娘的硬了 磐石堡本身修炼的是防御功法 其所在的千回谷 更是被层层叠叠布置了18层防御大阵 整个就是个南肯的铁王八 这么多年来 稳如泰山 但即便如此 磐石堡也害怕呀 昨天的消息已经传过来了 虽然不是很确切 但大概也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此时已经是深夜 但磐石堡内还是灯火通明 磐石堡保主罗森 深夜召集磐石堡各大长老 事情你们应该已经听说了 五神盟已经没了 你们怎么看 罗森问道 谁也没想到 大前的背后竟然是兰宗 而且兰宗老祖在 集结了兰宗大批弟子 才拿下了五神盟 三长老说道 放屁 兰宗老祖才飞升十几天 这么短的时间能召集多少弟子 五长老反对道 说的没错 我们还得到消息 北界黄泉府也成了五神盟的盟友 但五神盟还是败了 大前这一波彻底坐稳了东界 四长老说道 怕只怕 那兰宗接管东界 会对我们有什么想法 还是提前预防的好啊 二长老沉默了半天 补了一句 听着他们的话 罗森面色凝重 扭头看向右手边的 一名中年男子 道 大长老有何看法 盘石堡大长老断井海文言 笑道 多虑了 我们南界和东界 虽然紧零 但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而且 即便是想来 招惹我们 盘石堡的防护大阵十八层 他们拿得下吗 看得出段井海的得意 道士罗森听他这样说 稍微松了口气 道 大概率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但还是小心一点好 防护大阵完全开启 井海 你来负责 同时放出少尉 扩散出去打听消息 再安排一些人去东界 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五神盟又是怎么输的 目前为止 他们得到的消息 还只是五神盟去搞大钱 但是输了 具体细节和过程 他们还不知道 众人散去后 大长老断井海 离开了盘石堡 千回谷仿佛一个蚊箱 盘踞在深山之中 一层层都被布置了防护大阵 而且盘石堡的防护大阵 可不是大钱那种 被一群先军围攻 就给干破的次品 盘石堡完的就是防御 这防护大阵 也是一个稀奇 十八层防护大阵 有人来犯 累了累死了 随着段井海的行动和布置 十八层防护大阵 纷纷开启 一直到了最后一层 段井海靠近阵法核心 所在的大殿忽然微微一愣 身形一闪 立刻出现在大殿内 他双眼微微眯起 正看到大阵核心的一侧 正有一名弟子 小心地操作着阵法核心 段井海的出现 吓了对方一大跳 双方四目对视 大长老 这要巧啊 这么晚了 您这是 那人笑呵呵地打招呼道 但眼神满是戒备 这话我倒要问问你 看你的服饰 应该是管饰 但并不是阵法堂的人 你来这里做什么 段井海冷冷地问道 意外 意外路过而已 那人神色尴尬地说道 但下一秒 段井海就一个闪身 出现在对方身边 搜 对方毫不犹豫 一把匕首从腰后摸出 无声无息地朝着段井海的丹田 直刺而出 但没用 段井海的反应很快 咔 一把掐住对方脖梗的瞬间 强大的力道 几乎瞬间冻结了对方的经络 连那刺到一半的匕首 都停了下来 区区金仙 也敢行刺我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在这里干什么 段井海神色猙獰地问道 手掌微微用力 他只是金仙 在仙君的一只手下面 连灵力都无法动用 灵宝也全都废了 绝对地进阶压制 护卫堂 十七堂主 我叫徐成 大长老 误会 徐成挣扎着 但却无法挣脱 伯梗仿佛随时要被掐断 误会 段井海冷笑一声 瞥了眼旁边的阵法核心 忽然一愣 皱眉道 你没有破坏核心 但是却动了手脚 如此拙劣的手段 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但不知为何 手竟然直接松了 徐成脱困 但也没敢动手 只是狡辩道 大长老真是误会了 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我打算修复的 这不是我做的 可没想到 段井海只是摇了摇头 走到阵法核心旁 看着满地复杂的阵法纹路 又瞥了眼空中 不断悬浮游走的皱纹 忽然一伸手 将地面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尖刺 给拿了起来 随后看向徐成 这东西 和你气息一致 想用这东西来 扰乱防护大阵核心 你可真是心大 徐成的表情 瞬间凝固 忽然整个人放松下来 道 算了 不装了 我乃兰宗弟子徐成 消息我也听说了 等着吧 以我师父的秉性 磐石堡别说 十八层防护大阵了 就是一百层 也屁又没有 说话间 徐成满脸的得意 哈哈大笑 你不怕我杀了你 段井海眉头一皱 杀我又如何 杀了一个兰宗弟子 还有千千万万的弟子 兰宗永世不灭 就是可惜 苦休千年 没能再见师父一面 但也无所谓了 我兰宗 必将制霸整个灵界 哈哈 啪 徐成后脑勺 但却没有动用灵力 紧接着郁闷道 别笑了 笑屁啊 再引来其他人 老子都不好操作了 徐成一愣 诧异地挠了脑后脑勺 道 你 你什么意思 段井海瞥了他一眼 随手将那黑刺丢给了他 道 兰宗弟子 段井海 你早说 你是兰宗的 我提拔你两下 你也不至于 在护卫堂憋屈了 啊 徐成眼睛一瞪 段井海子手腕一翻 拿出来一个罗盘 道 这是我飞升的时候 师父送给我的 你那黑刺 也一样吧 徐成神念一扫 顿时眼前大亮 的确是师父的神魂烙印 师兄 师弟 两人眼眶都要红了 行了 别磨叽了 我出来就是为了动手脚 罗森让我来负责防护大阵的 段井海说道 我也一样啊 徐成道 你一样个屁 就你布置的这点水平 早他娘都被人发现了 我来 段井海无语道 接着抬起罗盘 站到阵机当中 无数的符文 开始飞速地在周深舞动 段井海双目如电 不断地修改 修改的过程中 阵法竟不受到丝毫影响 继续流畅运转 只是权限 已经无形中被段井海接管 还搞了一些欺诈手段在其中 用来迷惑企图操作阵法的人 不多时 操作完成 段井海道 徐成 你回去护卫堂 老实待着 什么都不需要做 等师傅 带人来就好 徐成走后 段井海又检查了一大圈 将18层大阵 全部检查无误 确认没问题后 才重新回到磐石堡 但却没有回自己的房间 而是偷摸地 来到了五长老高明的房间 这么晚了 干什么 五长老高明瞪着眼睛 不满道 老五 师父就快带人打过来了 你的毒药调配的咋样了 来得及不 段井海直接问道 废话 我办事 你放心 这毒 师父清传 高明得意道 那就行 我再去找郭祝通个信 他是左护法 同管护卫营 右护法不是咱们的人 得先废掉 到时候 师父顺手先 段井海道 对了 护卫堂一个小堂主 叫徐成的 是咱师弟 可怜的罗森还不知道 他这磐石堡 虽然尖如磐石 但内部 早已千疮百孔